我认输 秦藤彦站在地台上 神色忽情忽暗 最终还是选择了走下擂台 我心到 他是算定了我对古术不惊 才会从苗东路那里 借来这些东西对付我 不求其他 只求能对我攻其不备 退一步说 就算古术不行 他今天一样可以用倒数来跟我对决 即便我也不怕他的倒数 但是两个人要真的较量起来 很难说谁输谁赢 可是现在 他的万全之策 似乎并不想进行第二步了 他下台之前 看我的目光依旧有些高傲 他不是怕了我 而是跟我有了一样的猜测 我暗叹了一句 回首继续在人群里寻找着 哪怕知道最终的结果 可能依旧是一无所获 秦藤彦放弃 这局是陈长生生 他也是最后的胜利者 欺言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宣布的时候 甚至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从今天开始 有关风扇宝库的所有秘密 都归获展厅所有 这件事 是我与诸位一起见证的 日后 要是谁还想强强这个秘密 或者对露展厅暗中使绊子 就不要怪我老七 不给面子了 事情总算尘埃落地 严小蛮没有等待秦藤彦 迅速地离开了这里 露展厅身边 很快围了许多的人 包括一些前天碍于地位 或者面子 没有上来与他说话的人 也都聚集了过去 可是露展厅现在 却没有精力去应付这些人 台上的露小灵 依然满脸的痛苦 我几乎和言尽舍 一起赶到露小灵的身边 在明知的露小灵 现在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的前提下 看到露小灵叼着一个粉嘟嘟的大肉尾巴 我竟然没忍住笑了出来 这个样子似乎也蛮可爱的 露小灵张红了脸 似乎想说什么话 可是嘴巴被那块大肉球死死堵住 一点清晰的声音都发不出来 露小灵 你怎么样了 露云的速度 比受到纠缠的露展厅快一些 干到之后 伸手想去帮露小灵 去拔那条尾巴 可是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长生 这个东西你知道怎么弄下来吗 严剑舍适时的疏手 让我和露展厅都非常的欣慰 他到底还是已经 渐渐适应了所要面对的生活 知道是知道 我小声的说道 不能硬拔 否则的话 可能会把小灵的舌头一起拔下来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我马上去准备 露展厅来到我身后 神情很是极限 刚刚露小灵在台上受难的时候 他无能为力 现在笔事已经结束 对他来说 当务之急 当然是马上解决露小灵的问题 需要 我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露小灵 下意识的躲远了一点点 需要什么 你倒是快说呀 露展厅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尽可能的压低声音 需要一些童子尿 童子尿 露展厅 完全没有料到 我说出的东西会是这个 皱起眉头 要童子尿怎么弄 难道让小灵喝下去 露小灵挣扎着 晃动着身体 她的表情告诉我们 她宁愿死 也不愿意做这个选择 我紧接着摇头 露先生 您想多了 当然不是喝下去 而是 要用童子尿 淋在这东西身上 只要与童子尿 碰在一起 这个东西 就会开始萎缩 不出一分钟 她自然而然 就会松开小灵了 我可以保证 在这个过程中 小灵 她不会接触到 哪怕一点那个东西的 可是 露展厅 犹豫的 朝四周扫了一眼 现在 我们到哪儿 去找童子尿啊 要不再等等 等我们回家以后再弄 不行 我马上反对 从那个蛊虫 接触到小灵 到现在 已经有十几分钟了 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 从她开始 接触半个小时之内 必须想办法 让蛊虫 离开她的身体 不然的话 哪怕就是 没有人在背后控制 蛊虫也会开始缠乱 那个时候 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 那还等什么呀 我这就去 严建设 哼了一下 站了起来 不得我们拦住她 她就已经一下子 跳下计台 在院子门口一转弯 就不见了踪影 她 她去干什么 我心里 有两个猜想 我想 她大概是去开车 到山下 找小孩吧 霍展亭盯着我 突然间微微一笑 现在在这里 等着也不是办法 我们还是先回去 等等建设吧 齐爷他们也知道 霍小龙现在 拖延不得 至于我们 说了几句客套话 就让我们先回去 休息了 回去的路上 我们走得很急 回到院子的时候 果然不见 严建设的踪影 我知道 我的另外一种 参想并不成立 还是霍展亭猜得准 长生啊 先喝口水 我们等到建设 霍展亭把霍小龄 安顿在沙发上 刘霍云在一旁照顾 自己给我倒了一杯 凉开水 说实话 我倒还真是挺渴的 端起水杯一眼而尽 那理想到 我杯子还没放下 霍展亭竟然紧接着 又给我续了满满一杯 笑眯眯地盯着我 长生啊 我知道为了这件事情 你付出了很多 今天 你就最后帮帮小龄吧 我心中已经 按照南部生霍展亭 知道了些什么 他还懂得古术 霍先生 您这是说到哪里话啊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那么 就小龄这件事 霍展亭 砸吧砸吧嘴 那条路我们都走过 虽说十几分钟 下山一个来回并不困难 但是这父亲 上那儿去找小孩子呀 建设他虽然是好心 但毕竟还是太急躁了 现在 只还剩下七八分钟了 他几乎不可能回来了 能救小龄的 只有你了 可是霍先生 我怕小龄他 我犹豫不决 霍展亭啪的一声 把长湖放在桌子上 一整严刺的说道 这是关系性命的事 由不得他做决定 只要能保下他的命 有什么后果 我自己扛着 长生啊 时间不多了 你快喝了这杯水 我现在就快去跟小龄说 我寻思着 现在还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严建设在七分钟以内 回来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于是 勉为其难的点点头 那好吧 好 霍展亭脸上露出了笑意 快速的转身 去到霍小龄面前 小龄啊 你现在的情况 非常的危险啊 再有七分钟 如果剑手回不来的话 这只虫子 就会在你体内缠卵 到时候 你可能真的就变成了 苗东洛那个样了 霍小龄脸上露出了 惊恐的神色 刚刚苗东洛的死相 有多么的恶心 她是亲眼见过的 我想 她大概一辈子 都不想自己变成那样 如果那样的话 她大概宁愿现在就死 突然间 霍展亭滑风一转 我想 建设几乎不可能回来了 所以为今之计 我们只能用另外一个方法了 长生啊 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霍展亭一叫我 我连水杯都来不及放下 连忙走了过去 霍展亭盯着我看了一眼 又看下我手里的水杯 先喝光它 哦 我心中奇怪 但还是按照霍展亭说的去做了 一杯水而已 我的肚子还沉得下 小灵啊 我知道长生 她也还是个简单的孩子 现在应该也还是童子身 不如 让她当场就尿一点出来 为你 痛 霍展亭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嘴里的茶水就已经喷了出来 虽然已经下意识地去躲避 可还是不可避免地 喷到了霍小灵的身上 霍展亭由于是在蹲着说话 就在我和霍小灵的身边 反而并没有受到影响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霍小灵竟然没有发难 一双好像是在盯着死人一样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我浑身打了个冷颤 不不不 霍先生 你理解错了 我不能这么做 怎么 难道你不是童子身了 霍展亭回过头来 我连忙道 是倒是 可是这个问题 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难道您不懂古术 当然不懂了 霍展亭弹弹手 这跟懂不懂有什么关系 难道你的童子尿 现在不能用 能是能 可是我并不想 一命换一命 天命如此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我突然间变得非常凝重 非常认真地在说话 要是严建设当真抓了一个不认识的小孩子 弄到了童子尿 霍小灵心里可能没那么大的抵触 毕竟是为了活命 而人家也是他的救命恩人 但如果尿尿的人是我 霍小灵事后一定会杀了我 一定 我对这一点 我深信不疑 一命换一命 这个过程还这么危险呢 霍展天犹豫了 要是为了救他女儿 他可以杀死任何人 这一点他应该能做到 但是 现在整个别墅里 唯一能用的人大概只有我 是不是要对我下手 他心里大概要掂量一下 在事情恶化之前 我觉得我有必要彻底解释清楚 霍先生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不是说啊 拿童子尿就一定会死 而是我不想这么做 这是为了救我的女儿啊 霍展天就没看着我 如果是把小灵态度的话 你不用担心 事后我会劝她的 不 我想说的是啊 我还另有办法 刚刚与您说话的时候 我以为您知道了这个办法 才来劝小灵 但我没想到 您劝的跟我想的 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我哭笑不得的盯着霍小灵道 其实除了童子尿 我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救你 只要让这只虫子不伤害你 其实 从一开始就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杀死它 第二是驯服它 没有童子尿 我们只能选择第二种 让这只蛊虫变成你的东西 但是一旦这么做 这东西就变成你的了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 你会变成一个蛊术师 这对小灵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霍展亭终于不再糊涂 紧接着追问 我摇摇头 最初一段时间 这只虫子不会再想伤害你 也就是说 你与它会变成一个整体 它会想方设法地驾驭你 最终 自己主讨这个身体 不过 这些你不用担心 无论是我还是霍姨 都有自信 在这个阶段帮助你 让你彻底 驯化这只虫子 这个过程难吧 需要多久 我留意到霍小灵死死 抓着霍展亭 直到霍展亭问出这些问题 她的手才松了一些 我回答道 并不算太难吧 大概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 只是会有一点点难受而已 在这之后 你会和平常人一样 由于这只虫子已经是成虫 你并不需要特意的决位养它 如果你愿意的话 甚至可以让它 随着你指导 你百年之后一起入土 当然 我会教你一些 喂养的办法 防备着将来碰到危险的时候 不得已使用它 霍展亭算是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 驯化了这只蛊虫 除了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时间以外 小灵不会 与之前有任何的不同 反而会多了一项 保命的能力 我点头 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 这虫子毕竟是活物啊 没有什么可视的了 总比死得像苗杜洛一样 或者喝童子尿要好啊 霍展亭斩钉截铁 但是这一瞬间 我却从他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丝的脚侠 那霍小灵本来还相当的抵触 可是听到霍展亭的话以后 就垂下了脑袋 是啊 与那两个结果相比 这个结果简直不能再好了 嗚嗚 几秒钟的沉默以后 霍小灵再次抬起头来 这一次他眼神中的神色异常的坚定 对我捡了点头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霍云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话 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霍小灵今天一定会死 而我们之所以能这么轻松 是因为我们手里尽有一种能解救霍小灵的方案 可是别说霍云了 就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我没有对霍展亭和霍小灵撒谎 只要他能够成功压制古虫 并且把它安置在自己身体的某处 那么完全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安度余生 但是古虫是一种力量 而且还是一种非常可怕而强大的力量 空有力量而不实用 这种人只会在幻想小说里出现 从这一刻起 霍小灵的命运将不再频繁 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拥有了这股力量以后 即便霍小灵自己不愿意 他也始终将接触到一些 他原本无法接触的侧面 这个道理我懂 霍云懂 我相信霍展亭也懂 但是他没有明说 大概是因为他也知道 除了这个办法 再没有其他可能救下霍小灵 百兴风水湖里的血水还是满的 我的黄纸还剩下两张 临时画一张 本霍小灵镇住这只蛊虫 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当我把画好的符纸 贴在犹如一根胖胖的肉舌头 搭在霍小灵嘴巴外面的骨虫身上时 这只肉毒毒的大虫子 突然间抖了两下 紧接着 我发现霍小灵的眼神 开始有了变化 表情也不那么痛苦了 几乎在此同时 那只肉乎乎的大虫子 就开始缓缓地 从霍小灵嘴里倒退出来 慢慢来 不要急 我割破手指 用自己的血 在最后一张黄纸上画了个圆圈 死死地盯着霍小灵的嘴巴 当那只肥兽的虫子 几乎快要完全从霍小灵嘴里退出来 而我也能看到霍小灵的舌头是 我连忙挤出了一滴鲜血 自霍小灵的鼻尖底下 让这滴鲜血 恰好落在霍小灵舌尖 与这只古虫的连接处 这个时期必须把握好 否则古虫 虽然被我的扶植阵退 但是它一定会在 即将脱离霍小灵的最后一刻排卵 霍小灵依然没救 要想救霍小灵 就一定要选这个时机 用纯阳男子的精血 来破除蛊虫与他本来主人的微弱联系 说是微弱 是因为苗东落已经死了 否则今天这个局就变得麻烦得多了 我五行属土八字当中 又分别有金木水火 五行尽有 并且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 我命格当中的金木水火土 全都属阳 为阳火 阳水 阳土 阳金 阳木 这便是纯阳之体 我的血对目前的霍小灵来说 是最好的良药 当然 由于现在的苗东落已经死了 其实找一个童子之身的男子血液也是可以的 我盯着霍小灵的嘴巴 当我的血液与他舌尖接触的那一刹那 脸毛用手指夹着手里的指幅按在了霍小灵的舌尖 天罡星术地围破 二八星宿斩阴魂 急急如理领 我一手拖着霍小灵的后脑勺 一手很死死的按住灵符 与此同时 那只肥大的虫子好像感觉到了危险一样 身子开始剧烈的摆动起来 而霍小灵的脸上也露出了痛苦的模样 大声尖叫着 他的嘴巴早已经能张开 之前痛苦却不能发生 现在教授生来反而更好一点 忍一忍就好了 还有三下 我莫属着霍小灵舌头上流下的血痕 这蛊虫即便在苗寨当中 也是非常难以炼制的血骨 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形 就因为这场元旦鄙视而被苗冬落拿了出来 不过即便如此 我依然认出这只骨虫的原形 它若是继续被苗冬落炼制下去 怕是会变成比他死前最后使用的绝命骨 更加邪恶而可怕的东西 现在即将变成霍小灵的本命骨 这或许就是天命 霍云似乎也不认得这骨 这只骨虫最后无论是被善意的炼制 还是继续用血法炼制 成形以后的模样与现在都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告诉他们这只骨虫究竟是什么 我并不认为是一件好事 总之只要霍小灵按照我的方法来喂养它 一生都不会有危险就是了 只要不继续炼制 这只骨虫依然可以被当作成形的骨虫看待 而且它的能力现在就已经超越绝大多数骨虫了 继续炼制下去的话 有害无益 甚至会让本就一身麻烦的我们要到更多的麻烦 我一边想着一边莫属着霍小灵舌头上的血线 两只手一上一下地护住她的脑袋 保证她不会因为剧痛而移动 七道 还啥最后一道 坚持住 我小声宽慰着霍小灵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跑步声 我扭头一看 紧接着就看到 严建设一脑袋撞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黄橙橙的矿泉水瓶 由于它跑动了速度过快 瓶子里的那些微微泛黄的液体上 还飘了许许多多的小泡沫 不会吧 我心里已经紧接着就想收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清晰地看到霍小灵舌头上 流下了第八道血线 霍小灵也不再叫了 反而一脸惊奇地看着我 我蹦得嘞 小灵啊 你说是什么 霍展田和霍云听到霍小灵的声音 连忙靠了过来 尽可能地靠近霍小灵的嘴巴 想要听懂她的话 她说她不疼了 我轻叹了一口气 把按在霍小灵舌头和鼓虫连接处的指幅给接了下来 而就在我松开指幅的同时 那只之前 一只死活都不肯松口的肥大虫子 也扑腾一下从霍小灵的嘴边滑落 落到了霍小灵胸前 一点点的扑腾着 没有半点要伤害人的意思 我突然看到 我突然看到一只黑鹅从我面前闪过 吓得我连忙将其抓住 霍先生 不要动 我用力抓着霍展田的手臂 瞥了一眼 躺在霍小灵胸前的肥大虫子 她现在对霍小灵已经没有了威胁 但是不代表她不危险 您现在碰她 就不怕变成苗动怒的样子吗 霍展田的手当即就缩了回去 看得出她很心疼自己的贵女 直前看霍小灵被这虫子折腾得这么惨 难免不想找这只虫子撒气 剑舍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啊 我拍拍霍小灵的肩膀 让她先不要动 转头盯着颜剑舍 快 颜剑舍不解地看了看我 紧接着又拍着胸脯道 哎呦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自己回来晚了 怎么说还没晚 拿着 说完 颜剑舍就把她手里的矿泉水瓶递到我手里 哪怕有瓶盖盖着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 颜剑舍竟然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到童子尿 如果足够相信她 或许这整件事情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哦哦这个呀 我突然想到昨天去买烟花的时候 看到过几个小孩子在河边玩 刚刚就在想 可能他们今天也在那里 你猜怎么说 我这一去啊 还真的看到他们了 为了我好大功夫 才逼着一个小孩尿了出来 哎 你们怎么都站得不动啊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去 霍站挺叹息的 哎哟 剑舍啊 那你走之前 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当时就那么急慌慌的跑了 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们多久能回来 我们 这大概就是命吧 霍元联系的摸了摸霍小灵的脑袋 我扭头一看 霍小灵虽然现在脸色依旧有一些白 可是现在的她 竟然正在垂头看着 趴在自己胸前那肉嘟嘟的一团 脸上也没有了厌恶的神色 甚至还伸出手来 对那蛊虫戳了几下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在这只虫子已经变成了她的东西 即便一时还说不好谁能降服谁 可是毕竟这蛊虫刚刚失去了主人 出于一个生灵的本性 重新找到了安全感的她 应该是在享受现在的感觉 暂时不会对霍小灵怎么样 我来晚了吗 严剑舍被我们的对话吓得不轻 没有来晚 我看着严剑舍 真的不想多说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 如果严剑舍能早来哪怕三十秒钟 霍小灵的命运或许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其他的办法 接受辛苦你了 但是正如霍云说的那样 这就是命 是霍小灵生命当中注定要经历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几个人合理把霍小灵 扶到了床上休息 霍小灵的这只蛊虫虽然与众不同 可压制蛊虫的办法大同小异 更何况我们谁也不想用过于极端的邪性方式 来继续训养这只蛊虫 那么剩下来的事情 完全可以交给对蛊虫有些了解的霍云 接下来的事情 由它来做比较方便 我最多只需要在必要的时候 画出几张符纸来协助霍云就好 晚些时候 我从企业的手下去找寻金圣贤的去向 然而那人却告诉我 彼时一结束 就有很多人离开 金圣贤也在骑列 他走的时候也没曾要来找我 没办法 我指着托付企业去联系金圣贤的金主 可没多久 人家就回话说 金圣贤拿完酬金以后就自己离开了 我们也找不到人 我看着自己包里的狼牙风雷旗 笑着摇摇头 他不可能忘了这个东西啊 难道这样做是想送给我 可是这么珍贵的东西 你要真是想送 留句话也好啊 不然我真把这当成自己的东西 你将来什么时候突然回来 要拿回去 我得多心疼啊 第二天一早 七爷的手下就来找我 塞给了我一张字条 我打开一看 不由得笑了 原来这是康老爷子留给我的东西 到现在他还惦记着自己那几张黄纸 令人说过几天要去货展厅那里来找我 对于康老爷子的道法 我心里其实是没有什么的 这个老爷子人还不错 似乎值得深交 怎么了 你在看什么呢 冷不丁的 后面传来货展厅的声音 我听到以后 转过头 摇了摇手上的字条 没什么 康老爷子说 要来我们这里转转 哦 霍展厅结果字条看了看 又递回给我 意味深长的说道 长生啊 你原来跟这位康天眼有交情吗 或者说 他跟你传授你像术的那一位认识 我想也没想就回答 并不认识 我自己倒是不必多说 至于家里的老爷子 至少这二十年来 我都没见过他 有什么朋友来访 这次我出来 也没跟任何人说起家里的事 康天眼不可能知道他 霍展停迷着眼睛 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么 在这张笔试当中 你帮过他 仔细想想 好像在这几天的笔试当中 我还真没有帮过康天眼什么 对他许下的 不过是几张黄纸的空头支票 除此之外 许多的事情 都是康天眼在主动示好 长生啊 看事情要全面一些 毕竟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面对的 可能是以前根本想象不到的敌人 霍展停扭头 走向霍晓菱和霍云的房间 今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有不少东西要收拾 七爷和七五爷都没有再出现 反倒是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 文也特意来找了趟我们 要霍展停不要特意的去对付严小蛮 对过往的事情都要暂时放下 这其实就有点多余了 我们都明白严小蛮不难对付 难惹的是他身后的那只大老虎 而那只老虎 无论是我还是霍展停都不愿意去招惹 所以对严小蛮这个人 我们是能比则比 防备着他不会突然下黑手也就罢了 主动招惹他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临走之前 对文爷悄悄的提了一下七爷的状况 文爷却是一脸的平静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老七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做什么逆天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人想要害他 我们绝不会饶了对方 这样就好 不过严小蛮是一个不喜欢危险的人 如果有危险 他一定会提前把这种危险扼杀在摇篮中 文爷还请小心 我拱手告辞 这是从老爷子那里继承来的礼仪 现在那种白白手说再见的告别风势 我总是不太习惯 神秘老人爱上听书小重录制 回家以后 果然如料想当中的一样 整个房子被翻了个地儿朝天 胡锐带着几个手下跪在院子里 身上背着木棍等着我们回来 老大 这一次是我们疏忽了 胡锐一脸的愧疚 垂着脑袋等着霍展厅的雷霆之弄 但是霍展厅却没有半点要生气的意思 很随意的摆摆手 你们都去休息吧 这几天呢 辛苦你们了 我觉得这倒不是霍展厅的脾气变好了 而是经过了这场元旦的鄙视 他对相识这个群体有了新的认知 若是严小蛮或者别的什么人 想要来他家转一圈找找东西 凭胡锐这几个人是完全挡不住的 我们回到家的当天下午 左青青就不请自道的来到这里 这个小丫头 一如既往笑嘻嘻的可爱模样 帮着我们收拾东西 茶参哥 我就算到你们今天会安全的回来 这次的比试一定是赢了吧 左青青盯着亮晶晶的大眼睛看着我 我笑着反问道 我们什么都还没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赢了 左青青鼓起嘴巴道 我当然知道了 其实你们走之前 我就为你们补了一挂 挂向乾坤下阵 地围雷附 表示你们这一趟不是大难降临 死在了那里 就是会满载而归 得逞所愿的回来 严剑舍在一旁打了个寒斩 我说青青妹子 你既然早就知道会这么危险 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呢 左青青反倒是一脸的迷糊 啊 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 这个局 长生哥自己也能算到啊 而且 都是他必须要面临的 提前知道与否 都不会改变什么的 说的也没用 而且 左青青眨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长生哥这么厉害的人 怎么可能会输呢 所以 我早就知道 你们这一趟 一定会满载而归地回来了 倒也不算是满载而归 我们只是守住了 自己的东西而已 霍展厅倒是看得开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却偏偏要九死一生的走这么一趟 才能让这东西真正的变成自己的 不会啊 左青青凝神看着我们 我的挂像不会出错的 你们走一趟 一定会另有收获满载而归的 怎么会 叮叮叮 就在这个时候 房子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霍展厅就站在电话的旁边 理所当然的拿起来接听 毕竟知道这房子里电话的 除了陈队长和左青青他们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外人 我留意到 霍展厅拿起电话以后不久 脸色就变了 那是真的在高兴 一脸的兴奋 挂了电话 霍展厅就马上看下我 长生啊 这一次 真的有大喜事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想要见你 我感到有些奇怪 毕竟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霍展厅 什么时候这么兴奋过 难不成 电话那边的人的来头 比七也还要大 爸 是谁啊 能把你高兴成这样 可能是因为霍展厅的声音太大了 就连待在房间里养病的霍小林 也走了出来 而且听着丫头说话 显然也没有在安心养伤 一直都在关注我们聊什么 霍展厅却是一脸神秘的模样 这个 现在还不能说呀 不过长生 你明天过去以后 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千万要好好地与那人说话呀 我 我意外地用手指的指自己 那个人是找我的 嗯 霍展厅道 应该是这次的鄙视 让你鸣声在外 那个人想见见你 说只是想见识一下 你的像术有多厉害 但也仅此而已 我明白霍展厅话里的意思 淡淡一笑 霍先生放心吧 什么事该说 什么事不能说 我都明白 哼 神神秘秘的 霍小林对我们 翻了个白眼 转身就要回房间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左轻轻突然 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尖叫了起来 哎呦 好可爱呀 这又难道就是 传说中的金 左轻轻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就吓得 连忙冲过去 捂住左轻轻的嘴 轻轻别闹 你小林姐现在 还不太喜欢 有人提这件事 谁说的 霍小林挑了挑眉毛 我现在还觉得 这只虫子还挺可爱的 不像昨天那么恶心了 对不对 说着 霍小林就用手指点了点 趴在他肩膀上 睡大觉的蛊虫 哦对了清清 你刚刚说这叫什么 啊 我说这叫金眼虫 啊不 是金眼蛊啊 小林姐姐 你没有发现 这虫子虽然浑身粉嫩嫩 肉嘟嘟的 但他的两只眼睛 仔细看的话 是金色的吗 是吗 霍小林干脆 把那只蛊虫抱起来 放在自己面前 仔细地看 可是 他的眼睛在哪啊 这蛊虫中间 是一个圆滚滚的肉球 后面是一条 肉嘟嘟的长尾巴 至于头部 却像是海马的 圆润嘴巴那样 一般人 还真找不到 他的眼睛在哪里 哎呀 他的眼睛就在嘴巴里 你仔细去看 是不是能发现 里面有两颗金色的小星星 索青青小心翼翼地 看了我一眼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还好发现快 用霍小林 不能接受蛊虫的事情 来掩饰刚刚的尴尬 而索青青 也足够的极致 在我的眼神注视下 变了一个金眼鼓出来 不然这件事啊 就真的兜不住了 这么危险的东西 知道了人越少越好 哪怕现在房子里的人 都是值得信任的 霍小林突然叫道 哎 还真是这样的 里面果然有两颗 金闪闪的东西 好奇怪 这东西的眼睛 怎么长在嘴巴里呢 那是因为他 左轻轻下意识地 扫了我一眼 因为他是蛊蛙 不能用平常的虫子 来评判他 小林姐姐 你可以好好对待他哦 他可是很厉害的 霍小林极为赞同地点点头 厉害倒是挺厉害的 不过总带着 这样一只大虫子 是不是有些不方便 不会啊 只要你能降服他 他就会在你身体里 找到自己的地方 你不挣唤他 他是不会出来的 左轻轻盯着霍小林 身体上下扫睡着 反倒让霍小林脸上 露出了不自在的表情 什么意思 这虫子真的会钻进 我的身体里 可是我不想 让它碰到我的嘴 霍小林毕竟有过 不太好的经历 对这件事非常的抵触 但是左轻轻 毕竟同言无忌 不一定是要 从嘴巴里进去的 他现在都这么大了 想要通过石管进去 估计可能性也不大 我记得 一般他成宠以后 都是从下面进去的 下 下面 霍小林的脸 顿时就清了 对啊 就是下面 左轻轻不怀好意的 看着霍小林 那圆润饱满的屁股 这不是常识吗 常识 这么说 霍小林脸色铁青 他长这么大 是不是也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原来霍小林在乎的是这个 连忙站出来解释道 小林 这个你可以放心 那苗东露是用写法来养着金 颜骨 他最期待的 就是虫子没有人性 所以顿顿不可能 让虫子有太多的情感 自然也就不可能 用常规的方法养虫子了 原来是这样啊 霍小林下意识地 摸了摸自己的嘴巴 他刚刚在意的更多 竟是只虫子 曾经进入过他的嘴里 而非左青青所说的 饲养方式 不过左青青这小丫头 实在是太危险了 他知道的太多了 一个不小心 就会把许对我不想让 霍小林知道的事情 一股脑袋 全都说出来 我单独找了个机会 把左青青叫出去 好好的劝说了一番 左青青才答应 不再对蛊虫的事情多说 不过查诚哥 这只金蚕骨 可能就是 我算出来的大收获呀 你为什么不告诉 小林姐姐他们呢 左青青依旧 不理解我的做法 我叹了一口气 唉 你年纪轻啊 不了解人心 金蚕骨是什么东西 将必不用我多说 你也能明白吧 好在这只金蚕骨 被苗东洛 饲养到第一个阶段 如果不是熟知古术的人 即便见到了这个东西 也不见得认识 否则的话 这天底下的骨师们 还不得趋之若鹜的 来这里找麻烦呀 要知道 金蚕骨对骨师的诱惑力 甚至还要超过 风扇宝库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诱惑呀 金蚕骨的字样 一开始最重要的 就是找些十种 不同的金蚕王各食指 将这一百只骨虫 一同封住密器之中 让它们互相蚕食 只留下一只最强的 这个过程 可能要持续数十年 才能完成 霍小林手里的这只 就是刚刚从密器中 脱颖而出的金蚕 至少在这一点上 左轻轻没有欺骗霍小林 其实在古代 想要饲养金蚕骨 要简单得多 那个时候在苗江 可以比较轻松的 抓到金蚕王 然而后来 因为金蚕骨的强大 选择炼制金蚕骨的 骨师也越来越多 最后 直接的后果 就是即便在苗江 金蚕王也几乎绝界了 更别提 要分别找齐 十种金蚕王各食指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而炼制金蚕骨 更困难的一个因素 就是 一旦一百只金蚕王被封入蜜器 谁也不知道 蜜器当中会发生什么 例如 最后剩下 两三只金蚕王互相蚕食 争斗的情况 他们可能 谁也奈何不了谁 也可能最后 斗的两败俱伤 死在了一起 数年后 当古师们兴致冲冲的 去打开蜜器 八成会发现 蜜器当中 留下的全都是死虫 所以 炼制金蚕骨 找虫子难 最后成虫更难 按照现在金蚕王 几乎找不到的情况 我几乎可以肯定 普天之下 霍小林手里的这只金蚕骨 应该是唯一的一只 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只 这样的东西现实 对古师的诱惑力 将是毒品一般的 难以抗拒 还好 现在知道金蚕骨存在的人 除了我和左轻轻 应该只有苏朗月这一个人 这个人非常的危险 更不可能放弃金蚕骨 他一定要除掉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哪 但是金蚕骨还在霍小林这里 他就一定会主动找上门来 收拾了一下下午的东西 晚上霍展亭又找来人给房子 弄了最新的防盗系统 我们几个人也都精神绷俭了好几天 天刚刚黑下来 就很快去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 我还没有起床 就听到了胡锐在外面敲门的声音 我扭头一看 床头的闹钟 竟然才只有五点多 陈哥呀 快出来 霍先生他们都在等着你呢 胡锐似乎很急 霍先生 我听到以后 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 一打开门 就看到一脸急起的胡锐 怎么回事啊 霍先生 别起来这么早 嗯 胡锐连忙道 不是霍先生起得早 而是刚刚外面来了一辆车 指明要找霍先生 我通知霍先生以后 霍先生就马上 让我来叫醒你 并且让你穿好衣服 胡锐拉住了 马上要出去的我 难道是昨天 打电话的人 我愣了一下 马上直回房间里 把外套也拿上 走出房门 迎面就看到了 一辆家常版的 红旗轿车 我曾经听霍小林说起过 家常版的小轿车 那可是非常贵的 够严建设 吃几辈子的肉的那种贵 而我虽然对汽车不甚了解 但是红旗轿车的标志 毕竟太好认了 现在是冬天 五点半 还是凌晨 天几乎是全黑的 别墅院子里的大灯亮着 霍展亭就正在那辆 红旗轿车的旁边 远远的对我招手 诚生啊 快来 霍先生 这是 我走到霍展亭的身边 朝红旗轿车里看了一眼 前面只坐了一个寸头司机 看起来年龄不大 但是脸上的神色却异常的刚毅 从他的身上 我竟然隐约看到了 严建设的影子 车子后面都贴着玻璃纸 加上天黑 我也看不清楚里面的状况 霍展天笑呵呵的对我说 这是来接你的 就是我们昨天说的那件事 你放心跟着去就好了 我无奈的苦笑 可是我知道现在 也不知道我要去见谁啊 霍展亭对我神秘的眨眨眼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 霍展亭又稍稍转了一下身子 背对车子 用只有我跟他能听到的声音 小声说道 不过一定要小心 我昨天猜错了 那个人不是只对你的像术有兴趣 咚咚咚 这个时候 轿车里的司机 轻轻的敲了敲窗户 又摇下车窗 客人呢 我们该走了 不能让老板等急了 好的好的 霍展亭替我答应了下来 同时对我打了个眼色 正当我想打开 副驾驶的车门时 这辆红旗轿车后面的车门 当即被人从里面打开 看得出 这辆车上不仅仅有司机 上去了 可被被吓到了 我即将踏上车的时候 霍展亭在后面笑着对我说 我正疑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抬头就看到了 笑咪咪 坐在车子里的一位老人 当时就愣住了 快上车 路上 我再对你解释 康天眼对我招招手 等我进来以后 又顺手关上了车门 并且施以司机开车 小陈同志啊 没想到 我们这么快就能见面吧 康天眼笑得非常善意 不过现在的我 却并不觉得 面前这个老人 有多么的和善 哪怕他的笑容没变 可是昨天经过霍展亭的提醒 再加上现在的相遇 我心里不可能对他不设防 别紧张 康天眼老来人惊 竟然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神态变化 我这一次来啊 并不是为了你们手里的秘密 我背后那个人呢 对风扇宝库里藏的那些宝藏 兴趣好像也不到 兴趣不大 我笑着反问 如果全然没有兴趣 您的那位老板 又怎么会花这么大的代价 把您老人家请出来 我可知道康天眼在道上的辈分有多高 他毕竟是跟齐伟爷齐名的人物 代价 康天眼犹豫了一会儿 笑道 小陈同志 你这就是误会我们了 那位请我去参加元旦比试 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许给我呀 事实上 现在这事上 能让我有兴趣的东西不多 风扇宝库里 那些俗物 我也不感兴趣 我之所以答应设局 是因为情分而已 情分 我脑子里迅速勾勒着 自己即将见到 那个人的大概形象 能让霍展厅如此在意的人 地位不可能比企业低 而且一定是混白道的 毕竟 现在霍展厅最缺的 就是白道的资源 可是地位 能与企业匹立的白道人物 这个人究竟是商界还是政界的 如果是政界 那就太可怕了 有一个讲阅就够我受的了 我不想受了更多 如果是商界的话 整个大陆上能达到这种地位的人 也屈指可数 老人 至少六十岁 身居高位 现在的身材 应该有些发福 但是眼神 应该是 非常灵力的那种 我心里 已经对即将见到的人 有了大概的印象 老头子 我一辈子几乎不欠人什么 不过 唯独 这个人不同 小陈啊 老头子 我多说一句 待会儿 见到那个人 你可一定要谨慎呀 不能说的话 最好不要说 我眯起眼睛 那么康老 您觉得 什么样的话 是不该说的呢 康天眼这只老狐狸 马上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这就要你自己去悟了 刚刚就算我多嘴好了 现在时间还早 这一路上时间不短 你不如先休息一会儿 康老 我宁神看去 康天眼这句话说完 竟然当真闭上了眼睛假妹 开始对我的话 充耳不闻 他这是在避讳什么吗 康天眼越是这样 我反而越发的 对自己即将见到的人 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能让康天眼 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去小心避讳的人 一定有他的不凡之处 或许 那个人与我刚刚想象的 还有些差别 我一点点勾勒着 那个人的影子 将本来再给他的 灵力眼神抹去 画上了一双锐智的双眸 大梦千年 爱上听书 小重录制 骑车开了将近两个小时 几乎全无方向赶在我 抬头向窗口看去的时候 外面的天空已经大亮了 周围是一望无际 被冰雪覆盖的麦田 前后的道路几乎看不到 什么人的影子 我意识到自己大概已经走出了长星的地界 果不其然 汽车又往前开了大约两个小时 我又看到了城镇的影子 然而这次汽车依旧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穿过庞大的市区 来到一片风景秀丽的别墅区外 我们到了 康天眼好像终于睡醒了 抬抬眼看看外面 这只外面一片的别墅区道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我们现在在哪啊 我疑惑地看着康天眼 你竟不知道这里 康天眼反倒比我更加的惊奇 这里是卢州呀 卢州 我下意识地往后头忘了吧 虽然自小就听村里人说起过卢州 就连老爷子也提到过几次 但是今天 我才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卢山真面目 怪不得刚刚路过市区的时候 便觉得 这里无论城镇还是规模 都比长星要好上许多 汽车又往前开了一阵 停在一个硕大的宅子前 这宅子只看外面 就比货展厅家里要好数倍 陈先生 我们可以下车了 寸头司机停好车 马上就下来帮我打开车门 恭敬地请我下车 我没有想到的是 当我下车以后 康天眼竟然丝毫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笑眯眯地对我说道 小陈啊 接下来我就不跟你一起了 小李会带你进去的 康老 您不一起 我略感意外 康天眼笑呵呵地摆摆手 哈哈 不了不了 我见不见那个人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的任务 已经算是完成了 小李 替我跟那一位问一声好 把小陈送进去以后 再回来送我回去就是了 好的康老 刺激小李面色严肃 似乎永远不会做出其他的表情 说话的语气也是一成不变 不卑不抗 小李也没有把我送出去多远 他把我带到了别墅大门前 按了按门铃 而此时 我的注意力 全都在院子里的花谱上面 如果我没有认错 花谱里本身种植的花 倒是没什么特别 但是整个院子布局 一瞬间 竟让我有了一种穿越的感觉 明明四周的建筑 都是现代化的模样 但是这花谱的布局 却颇有先秦之风 我定了定神 再去看它的时候 这种感觉依然没有变 好厉害的局 我这才认出来 这园中花谱配合交错的小道 竟然暗合了蝶梦局 蝶梦局船子庄子 不如此局 犹如身处梦境 一幻一针 真假难辨 现在 我站在屋外 就有了不如先秦的穿越这个 进入这院子里以后 只怕这种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你们来得好慢呢 正当我震惊于 现在竟然还有人能不出这般格局的风水时 院子深处 突然响起了一道我略感熟悉的声音 我连忙抬头望去 紧接着就发现一道风姿绰绰的倩影 这人竟然出现在这里 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竟然是你 没想到吧 魏婷站在画铺中央 颇有出水浮容 亭亭欲立的神仙气质 看着我闭嘴一笑 笑盈盈的走到门前 一双束手 也不知在后面按了什么东西 紧接着 大门就应声 朝右边划开 小李 这里交给我就是了 你回去 告诉康老 姑姑这一次多谢他的帮助了 康老不愿意进来 而这宅子的主人也了解康老 我们还没有出现 他便已经清楚 康老不会进来 只是这个姑姑的称谓 让我非常的意外 等魏婷把我带入院子里 我才小声地问道 魏小姐 请我来的是你姑姑 对呀 怎么 康老没有告诉你吗 韦婷反问了一句 我苦笑着摇摇头 她这一路上都在跟我打马虎眼 哪里会告诉我太多的东西 魏小姐 你姑姑是做什么的 我姑姑呀 做的行业很多 也说不清具体做什么 家具建材 富士玩具 还有房地产 娱乐行业什么的 她都有涉足 现在国内几乎所有比较流行的东西 她在人家公司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股份 总的来说呀 她大概算是一个投资人吧 这么厉害 我瞪大了眼睛 要不是知道魏琳的性格 换做旁人说这段话 我是多半不会相信 国内几乎所有比较流行的东西都有股份 那得是多么庞大的资产帝国呀 重要的是 这还是一个女人 虽然我没有轻视女人的意思 但是在这个年代 能占到巅峰层次的女性 毕竟还非常的少 这些疑惑 在我亲眼见到魏廷所说的姑姑时 变得更深 我们绕过花铺 进入了前面的房子 这房子从外面看 倒是重规重矩 但是魏廷打开门的一刹那 那一股清新的檀木香气便扑面而来 让我感觉到 自己即将进入的 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宅子 反而是古代的深门大院 走进屋子以后 我下意识地察觉到 自己踩上去的好像 不是常规的地板砖 垂头看去 就连脸上的肌肉 也不由自主地抽出了几下 黄花梨的地板 这 我忧愿地看了看 身边一脸怯笑的魏廷 这一刻 我真的是很想说脏话 不针对任何人 这是感慨的脏话 比如一句我靠之类的 可能是这段时间 接触的东西太多了 我自己也变得有些事坏了吧 我努力不让自己 去看房子里的摆设 但是那些子弹的茶几 上好的虎皮地毯 桌上摆放的亚洲西脚杯 以及窗台上插着花的 新雍正关窑花瓶 我怎么想自己不懂这些 然而遗憾的是我懂 但凡是入了眼的东西 放到外面 无论谁的手里 都会被当作宝贝一样供起来 可是在这栋房子里 管它古董不古董 入窑还是关窑 在这里 花瓶就是花瓶 酒杯就是酒杯 连喝茶的茶碗 都是康熙年间的青花杯 可能是因为太过震惊的缘故 连我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举止都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我 竟然想要下意识地 甩一甩袖子 我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并没有袖子 更没有穿汉服 而这里 也并非我意识当中的 古代书香门地 这突然间的清醒认知 让我浑身一震 在院外的时候 看到院子里的花瓶布局 我还能保有一些定力 直到深入其中 大概会有一种穿越的错觉 然而走进这宅子以后 我竟然没有丝毫防备地 被带入了 直到清醒以后 我才意识到 自己是活在现代 这一正一反的差别 带给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 现在我打起了 十二分的精神 因为单就为着宅子布局的人 能力就一定非常的强大 而居住在这里的人 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定力 说不定会沉迷于此 醉生梦死 反之 定力极强的人 居住在这里 反而能起到 修身养性的作用 这个局对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效果 怎么样 这里还不错吧 魏婷依旧笑盈盈地看着我 请我坐下以后 倒了一杯茶水 摆在我的面前 你先坐一会儿 我去叫姑姑 泡茶的茶壶是康熙年 玉智紫砂 茶香扑鼻 是新产的极品毛风 不过现在的我 已经非常的清醒 关注的重点 早已不在这些古董器物上 这宅子非常的亮堂 坊中的沙发 茶几 花瓶 军事按照阴阳八卦布局 阴在上 阳为机 格局风水天地颠倒 五行逆制 这已经不是后世演化而来的联盟局了 反而像是最初的大梦千年局 长生 我姑姑来了 我听到背后魏婷的声音 连忙站起来 转过身以后 更加震惊了 楼梯口处 站着的那个人 看起来比魏婷大不了多少 但是眼眸当中 却有着难以琢磨的高深色彩 这个女人 有着魏婷所没有的成熟女性的韵味 两个人站在一起 一个是冰霜美人 一个是清雅佳人 一天依旧能看出一点点的年龄区别 但也绝不会让人想到 他们中间差了一辈 魏老板 你好 我点点头 陈先生不用客气 久闻大名 魏婷的姑姑走过来 示意我坐下 笑看着我 不用叫我什么老板不老板的 其实 我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一个公司的掌舵人 天天应该告诉过你 我冲击一点 不过只能算是一个投资者罢了 嗯嗯 魏婷煞有介事的 点头表示赞同 这样吧 长生 你跟我一样叫姑姑好了 啊 说实话 这一次 我还真有些不知所措 反倒是魏婷的姑姑 闭嘴一笑 那笑容犹如 和煦的春风一样 让我的心 顿时安定了下来 婷婷说的没错 你要是觉得不自在的话 就叫我云青姑姑就好 那就 好吧 我下意识地端起了茶碗 可能是因为 霍展廷和康老的原因 在面对魏云青的时候 我的心里 始终都是有些压力的 魏云青 同样端起了茶碗 小嘴抿了一口 长生啊 这一次 你在元旦彼氏当中的表现 我都听说了 康老对你的评价 可是非常的高的 当今的大陆 年轻一辈之中 几乎可以说 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 这是康老的财爱了 元旦彼氏能赢 是一首侥幸 我这话可不是客气 最后 要是没有严建设 拿回来的那只冲天雷 我根本就不可能赢 我和他先没有 亲疼厌狠 那最后一场比试当中 早早地就失去了先机 赢就是赢 那里有什么侥幸 侥幸也是 胜利者的实力之一啊 魏云青盯着我 言归正传吧 这一次 我请你来的目的 想必货老板已经告诉你了吧 我点头道 是提到过一点 说是云青姑姑 您想见识一下我的手段 不过现在 我就认为您的目的 不可能这么简单 魏云青挑了挑眉毛 哦 何以见得 我放下茶碗 很简单 康老爷子 已经可以说是在风水橡树上 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了 汉老人家 与您的关系匪浅 相比您自然也见识过 他老人家的手段了 我想 我的这点能耐 就算有些新奇之处 但也未必就比康老爷子强 您如果只想见识一下 风水橡树的话 他可不必这样 劳师动众地 把我请来这里 而且 我环过四周 能设下这大梦千年菊的人 在风水橡树上的造诣 一定是远超我的 云青姑姑 您既然有更好的选择 自然就更不可能选我 魏云青脸上流露出了 一抹惊讶 你竟然能认出 这是大梦千年菊 大梦千年菊 魏云青小声地问道 姑姑 这是什么呀 你这里的布局 不是蝶梦菊吗 蝶梦菊 这是外面的花园 这里的菊 可比蝶梦菊强多了 如果硬要比的话 大概是小霸王 跟任天堂的差别 我努力思考了一番 才终于找到一个 差不多的比喻 维云青低头 捂着肚子笑下来 小霸王 郑天堂 长生啊 你还真是会说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我也笑了 蝶梦菊 只是后人根据 大梦千年菊 而演化出来的菊 不过不同的是 后人选择蝶梦菊 并非因为蝶梦菊 廉价或者说 更容易布置 而是因为 大梦千年菊 几乎不可能被复制 但约在未进的时候 这大梦千年菊 就失传了 魏云青突然止住了笑容 说下去 据我所知 在尤宰的历史上 最后出现 能布置大梦千年菊的人 共有两个 这两个人 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可谓是名声 最为显赫的两个人 魏亭 在魏云青身边坐了下来 好像一个专心 听故事的小姑娘 是谁 这些课本里 没有的奇闻言史 我最喜欢听了 那个年代 名声最大的两个人 还能有别人吗 当然是 我龙种虎了 我观察着 魏云青的神色 不然的话 曹丕新朝处理 又怎么敢把汉县帝 放置在远离自己都城的 山阳县 即便那里 也是当年魏国父帝 但也是有可能 被吴蜀两国 或者其他什么人救走的 他之所以不怕 是因为他信任司马懿 所设下的大梦千年菊 那汉县帝 最后不离开山阳县 不是没有当年 依旧忠于汉世的人 想带他走 而是他已经入局 根本不想走 那么卧龙诸葛亮呢 魏亭皱眉盯着我 你不会想说不可能吧 那可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大忠臣 我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没想到 魏亭竟然也有天真的时候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 但凡能危及人臣 身居高位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 帝王可能因为身世而走向至尊之位 他们有可能是真的天真 但是他们身边的那些人 绝不可能这样 无论是史书上所说的忠臣良相 还是坚定小人 他们既然能够走到那个位置 就必然有自己独到的手段 说的简单一点 不排除异己说买人心 他们又凭什么受到拥戴 受到百官的拥戴 那最直接的解释就是 反对他们的百官早已经不再是百官了 韦亭垂头不语 他并不是一个天真的人 只是自小学到的东西 让他没有这么想过而已 这么说卧龙诸葛亮用过这个局 对 他用这个局限制了流伞 不让哪来的钢笔自由 六出其山 又哪里来的相父这个称呼 不过 也正因为这个局 导致了流伞沉迷大梦 而无可救药 诸葛亮死后 不思反抗 就举国投降 卫庭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灭了蜀国的 只是邓爱所带领的 缺取几千 刚刚跋山涉水 来不及整顿 甚至还丢了大批资重的残兵 这几千人围扯 就算刘善再怎么混用 必争不出也能耗死他们 他为何舍弃了偌大的成都 甚至不顾城中还有几万人的事实 直接向几千残兵投降 这一直是我读史书时 不理解的地方 三国演义中写的四百人围城 属后主投降 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 但是三国志作为证实 写的也是只有两千余人 魏婷若有所思 这个大梦青年局 当真有这么可怕 我疼难受 是挺可怕的 不过 正因为如此 刘善才得以保命 因为他本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 魏婷犯不着 却杀一个废人 只需继续用大梦千年局 困住他就好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乐不思索 魏婷惊仪不定地 转向身边的魏云青 姑姑 那么我们现在住的地方 不用担心 我身在这个局中 有意无害 魏云青 闭起眼睛笑了一会儿 随后 这些起身 长生啊 你和婷婷 随我上楼吧 我有些东西 要让你帮我见上一番 啊 我已经急慌慌地站起来 可是姑姑 您不是说 要测试他一番 才能给我看那些东西吗 那些东西 我都没看过 现在怎么讲了个故事 你就 魏云青 走到楼梯口 临着已经起身 跟他走过来的我们道 这个故事 可不是一般人 能讲出来的 我心中暗静 魏云青说的没错 这大梦千年局 困杀山羊公 和蜀后主的事情 我只在天华经上看到过 与现在所流传的那些 胜利者书写 所谓正史相比 这里面写的东西 更加的真实 几乎可以说是 没有任何情感渲染 所写出来的 最纯粹的史实 可是天华经只有一个 身上不可能 再出现第二本 看魏云青的表现 他似乎 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难道 这世上 还有别的书 记载过这些诗 无论怎么样 能记载这种事的书 不会比天花惊惨 云青姑姑 不简单呢 新的佐证 爱上听书 小重录制 我一步步踩着楼梯上楼 即便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当我 踏上最后一层阶梯的时候 依然有些把持不住 这阁楼的二楼拐角处 挂着一个青铜器 造型是舌头的模样 这是舌手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东西 嗯 前些年 我从一个奥地利收藏家那里买来的 不过运回来的时候 费了些功夫 魏云青 好像在说一件 稀松平常的事情 似乎根本就没把这件舌手当一回事 手伸向前 我们去前面第二个房间 我的目光在二楼大厅内扫过 这里摆设丝毫不比一楼的差 好多我根本不敢想象的宝物陈列在此 我大概能明白 魏亭为什么能在剑宝上有这么深的造诣呢 当初他剑宝的速度可是连聂教授都大为震撼的 现在我总算明白 感情这丫头自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就像溥仪当年有嫡妻指认故宫的陈舍错误 摆放宴品一样 人家自小接触的就是这些东西 再大的专家也比不过 他们自小耳濡目染的经验呢 这边 来到第二个房间门口 魏云青掏出了一把钥匙 我扫了一眼这个房间的门 发现这门上竟然有一个好像电影里保险柜上那种需要转动的东西 魏亭在旁边拉了我一心 别看那里 不过从小都不让我看呢 我尴尬的笑了笑 当即转过身去 心中对房间当中的东西更加的期待 像蛇手这样夹着连城的古董都被魏云青随意的摆放在楼梯处 那么这个他尤为看重 甚至还把整个房间都弄成保险柜的屋子里面 究竟摆放了什么 今天他请我来的目的 大概就是为了这个房间里的东西吧 怪不得他不肯的货产停数 连康天眼都三间齐口 那房间里的秘密大概不会比风扇宝库差 喀巴喀巴 接连几声微弱的脆响过后 魏云青的声音才终于响起 你们都过来吧 我扭个头去 只看到房门打开以后 里面乌黑黑的一片 这是可以理解的 像这种屋子里面当然不可能有窗户 魏云青 等我们走进去以后 轻轻的把房门关上 这一下屋里陷入了完全的黑暗 大家过了几秒钟以后 魏云青打开了房中的灯 这灯光很暗 是昏黄的色彩 在这灯光的照射下 我一心能看清楚 近在咫尺的魏亭的脸 长生你不要介意 这里面的东西太重要了 我也不敢用太强的灯光照射 魏云青轻车熟路 即便灯光昏暗 他也能找到路 走到面前一个黑乎乎的影子面前 对我们道 你们都过来 我适应了好一会儿 眼睛才逐渐适应了这里昏暗的色彩 仔细观察之下 才发现 与外面的摆设相比 这屋子里简单至极 除了屋子正中央摆放了一个小桌子以外 这位根本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而魏云青现在就站在那张小桌子旁边 桌子上面摆放了一个两尺多高的大箱子 在我和魏亭摸过去的时候 魏云青已经打开了这个大箱子 从里面爆出了一个小木盒放在桌子一旁 并且把那个我来不及看一眼的大箱子 重新合上了 长生啊 打开看看 魏云青把盒子推到我的面前 最后又在盒子上放了一个圆形的小桥手电筒 我先把手电筒拿下来打开示了一下 里面射出的是暗红色的光芒 虽然也不算太亮 但是对于仔细研究眼前的东西 确实足够了 上面没有锁 直接打开就是了 魏云青再次提醒 我两只手按在盒子的两边 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打开 这木头盒子领藏的盖子 魏亭几乎就贴着我站着 看得出来 她对这个自小就不能进来的房间里的东西 也非常的好奇 打开盒子的时候 我就隐喻感觉到 这木头盒子的分量似乎并不是很重 木头盒子拿开 里面黑漆漆的 一时也看不清楚 究竟摆了什么东西 直到我再一次打开手电筒 才看清楚 里面摆放的 竟然是一叠边角都有些破损的羊皮 羊皮上 似乎画着一些线条 得到了魏云青的同意以后 我轻轻将这盒子里的羊皮 全都拿了出来 数了一下 大概有四张 我将木盒推到一旁 进而又把羊皮纸一张张的铺开在自己面前 先用手电筒在第一张图片的上面 上面正中心画着一个高高的阶台 通往阶台的阶梯少说也有数千节 在这些台阶上密密麻麻的 跪满了如蚂蚁一样的人 靠近去看的话 不难判断出 这些跪在阶梯上的人应该是战士 他们手里都拿着鸽毛等兵器 而在计台最下面的平台上 同样跪的全都是人 倘若根据人的比例来推算的话 这座庞大的计台 竟然少说也有三百多米高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这么高啊 我惊讶地说道 现代都不一定能建计三四百米的高楼 理计根本就不可能承受到了这么大的压力 这个大概是先期时期 虽然画像上的人很小 但是作画的人画像是以上帝视角来画画的 这样作画的好处就是 机台顶端的部位会画得大一些 而且还不显得突兀 我已经发现 机台最顶端的那几个人身上 穿着的服饰特点 已经是汉代以前的 魏云青轻声道 我一开始看着拓印的羊皮石 跟你也是同样的感觉 不过你仔细想想 大概就能明白了 人类的学识虽然有限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需要人类去创造的 我嘴角抽搐了一下 云青姑姑 你是说这机台本是一座山 哦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将一座高山一点点的剔除成机台的样子 在当时那个年代 确实比建造一个机台在技术上更容易一些 可是动工的难度却大了数倍啊 我依然不敢相信眼前这幅画是真的 一座大山 不可能天生就长成一个机台的样子 如果我的目测与推测都没有错的话 这座机台应该是高九十九丈 聚天一丈 这机台无论从四周的方位与形象来说 倒是几乎完美的仿造了传说中皇帝借天 成青龙成神的机台一样 前面也说了 一座天然成型的山 不可能按照人的设想那样完成 要想将一座庞大的山 完美的雕琢成预想中的样子 那么这座山本来至少要有六百米的高度 才有可能留有余地的一点点 将之雕刻成这样一个完美的机台 皇帝时代能建造出来这样的机台 我并不怀疑 中华文化在周以前 有很多神秘的力量牵扯其中 传导如今实不寸一 依然有人能够借天雷之力而动四方 就足以证明那个时代的很多事情 都不是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的 但是在西周末期 全荣攻险西周首都高京 周王室被迫东迁 在这个过程中 保存于西周王室的众多传承文献 尽数被全荣满意所毁 几乎一切传承都化为焦土 中华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风水像术 自此没落 所以在普通人眼中 从东周开始神话传说渐渐开始变少 甚至没有了 但是我却觉得那些曾经的神话 或许并非是神话 是因为西周的覆灭而失去了传承而已 这羊皮上锁化的人身穿先秦服饰 已经过了那个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 国力最为强盛的时代 唐王朝 也最多这是开山建林 这已经是天大的工程了 要把整座山雕刻成几台 而且还是青龙台这一等工程 小到每一级阶梯的高度 大小方位面向都不能用丝毫插错的工程 在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完成 这个只是比平白建造一座青龙台容易一点 但并非一定能做到 你说的没错 东宫难度确实大了数位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一个人有资格 更有力量做到这些 哪怕到了现代 那个人留下的诸多东西 依旧被称为奇迹 甚至直到现在 也是难以让人理解 魏云青盯着我 昏暗的灯光之下 我依然能看清 黑力窗浮动着激动光滑的毛子 你说的是 史黄 我能第一时间想到这个人 更多的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始于他 风扇宝库 也是他第一个封存的 当然了 魏云青所指的也非常的明确 应该就是他 魏亭小声道 远的不说 就说兵马俑 长城 这些都是与秦始皇 有着直接关系的东西 而且都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六王碧 四海一 蜀身五 阿房初 魏云青轻声念起了 杜牧的阿房功夫 长生啊 你当真以为 秦始皇会劳心劳力的 都用全国的劳动力 去建设这样一座庞大的宫殿吗 他可不是一昏溃的君王 那个时候 全国九成的劳动力 都已经被他 征用去建长城了 这阿房功 我马上领会了 魏云青的意思 云青姑姑的意思是 当年始皇所建的 并非是一个宫殿 而是这个 如果是宫殿 楚霸王项羽 又为什么 把这样一座 庞大而美丽的宫殿 烧成灰烬呢 他既然有称帝之心 这样的宫殿 理当自己拿来享用才对啊 魏云青非常的认真 但是如果反过来 那传说中的阿房功 如果是这个祭台 那一切就说得通了 长脚卧波 魏云和龙 浮到行空 不济和红 魏云青最后 又念起了那首 阿房功夫 我听着听着 脑海当中 竟然浮现出了 黄历成青龙玉天的场景 这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不是匪夷所思 而是你不愿意 对我说实话而已 魏云青突然间语气一变 长生 我相信你跟我一样 都明白 风扇宝库当中 真正的宝藏是什么 你仔细看这幅画 再看看后面的解幅 大概就能放得开了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暗道一声 该来的还是来了 难道是我刚才表现的太浮夸了吗 明明这里这么昏暗 魏云青应该看不到我的神情变化才是 他又是怎么看出来 我在装模作样呢 为了防止魏云青 这是故意诈我 我开始垂头不语 其实仔细看的话 倒还真的不难发现 这祭台最上方站着一个人 穿着的衣服 很像是秦朝的王府 而在这个人下面一点 各站着一个手拿竹简的人 最上面秦始皇的手里 捧着一卷博书 恭敬的在弯腰几天 从这些东西上面 我最多确定 上面所画的是秦始皇 看不出更多的东西 随后我将目光转向了第二张羊皮 手电筒的光芒照到这张羊皮上的一瞬间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紧接着就听到魏云青 揶鱼的说话声 夏生啊 能知道出这第二张图上画的是什么吗 我咬见了牙关 愣了十几秒钟以后 才终于叹了一口气 一字一顿的说道 这是始皇入路风扇的场景 这第二张羊皮上所画的内容 与第一张大同小异 都是些祭祀的礼仪 本来没有什么 始皇依然站在泰山之巅 他的身旁 左右各站的一个 手里拿着竹简的人 包括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是 这幅画只占了第二张羊皮纸 大概四分之三的空间 最后剩下的那一部分 画的东西与刚才这些格格不入 甚至显得有些突兀 就好像这第二个画卷 画的是另外一个场景的事情 那一部分只画了三个人 同样是为首的秦始皇 以及旁边两个人手里拿着竹简的人 而在他们两侧 堆满了密密麻麻的东西 看形状应该是战国时期前臂的模样 在这些前臂的旁边 躺满了尸体 以始皇为首的三个人 就好像站在财宝和尸体堆里一样 不过最让我在意的是 秦始皇面前的香案 那香案描绘得极其简单 空荡荡的桌上只摆放了一个香炉和一卷博书 这博书比第一张羊皮上的清晰多了 即便羊皮上挂的 是从什么东西上踏下来的 可是我依然能认出 那博书上最顶端写着一个大大的天字 一瞬间 我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魏云青也好像消失了 没有发出半点的声音 可能我们两个当事人沉默的时间太长了 以至于让魏亭沉不出气了 姑姑 长生 你们两个都怎么了吗 说话呀 这第二张羊皮纸上画的有什么不同吗 不一样是祭祀吗 不 不一样的 我抬头朝魏云青看去 有些气馁 原来云青姑姑 你早就知道了 原来你也早就知道 魏云青的语气里有一丝得意 虽然我猜到你可能知道 但确认了以后 依然还是感觉到了惊喜 当真是惊喜吗 我苦笑着摇头 无奈自己一直在提防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魏云青给炸出了底细 我垂头不语 目光又转向了第三幅画 这幅画上画的是一片茫茫大海 秦始皇依旧带着支枪的两个人 率领着一支百余人的七妹队 站在海岸边的礁石上 目送着一艘巨轮远行 那大船的船头上 站着一个先锋到骨的老人 右手握着浮尘 自然地搭在左臂上 他身后甲板上 还跟着许多的孩子 这是 哦 这个我认识 魏亭惊叫道 这是秦始皇派遣徐福 率领三千图男童女东渡 寻访海外先生 求长生不老药的话 传说这三千图男童女 后来遍及朝鲜半岛和日本 对 但也不对 魏云青的回答意味深长 我虽然看不到他的目光 但是我知道 他这一刻一定是在盯着我看 等着我的回答 我喘了一口气 唉 你错了 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抵达那两个地方 你们要明白 他们是去寻访海外仙山的 而不是去陌生的大陆上开荒 如果那里没有东西 他们一定会重新回来 所以哪怕他们死在了海外 也不可能抵达你说的那两个地方 而且你没看出来 这幅画与前面两幅画的不同吗 不同 哪里有什么不同啊 魏云的语气不像是壮的 反而魏云青略的震惊地说道 不愧是赢得了元旦彼氏的人 当初前面三幅画 我看了很久 才找出了其中的不同 没想到你竟然一眼就发现了 只是账而已 我把手电筒的光芒 集中在了秦始皇身后 一左一右的两个人身上 看了前面两幅画 我大概就能猜出来秦始皇的身份 看了第三幅 即便是普通人知道这幅画里的秦始皇 而一旦有了这种想法 人类的注意力 就不可避免地会集中在秦始皇的身上 对不起 你可能多看徐复一眼 但是这两个人相比之下 就很难引起人的注意了 嗯 他们手里的东西 你能看出来是什么吗 魏云青轻声询问 我打着红光手电筒 仔细地查看 两久之后才说到 这两个人在前两幅画中 手里都是各自拿着一支竹简 而在这幅画上 左边这个人手里 似乎握着着壮壮的东西 右边这个人 他捧得好像是一颗珠子 我的身子未被一震 猛着想起来 曾经在洛书上看到过的那句话 山中方有龙虎县 龙珠虎爪海中仙 即便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魏云青给我看的东西的真实性 但是这一刻那洛书上的内容 得到了佐证 我依旧是非常的震惊 龙珠 胡爪 海中寻仙 这简直就是一点差错都没有 不似常理 爱上听书 小重录制 魏云青不可能知道洛书上的记载 这两个人手里捧着的 似乎是两件至关重要的东西 只有得到了这两件东西 并且用来祭祀 似乎才有可能寻找到真正的仙山 这都是假的吧 如果真的寻找到仙山 秦始皇后来又怎么可能死 他的那个青龙台如果真的有用 秦蒙又怎么可能只传了二世呢 魏亭从来都是一个相信事实的人 在他眼中 传说就是传说 永远做不了真 我看魏云青迟迟没有说话 就展开了第四张羊皮 用手电筒照在上面的时候 顿时就了然了 魏亭你看 你刚刚的一本在这幅画上得到了解释 我指着第四幅画 途中画了一幅荒芜的土地 一只蛇形的军队 在这片土地上缓缓地行建着 画的最中央 画着一辆豪华的马车 马车的窗户被打开 里面一左一右画着两个人 似乎在低头密谈着什么 在他们身后 则是一个唐岛的身影 这是秦始皇并是沙丘 马车一左一右的 那两个人是李斯和赵高 魏亭一眼就认出了 图中所画的东西 这是史实啊 我要的答案在哪里啊 不 重点不在这里 我画了画手电筒 将持聚角在画卷的左下角 因为这是太阳的羊皮 而且年代久远 所以左下角已经有很大的破损了 不过仔细观察这下 依然能看到 那破损的边角处 好像有着两只手伸得出来 这两只手上 分别托着一颗比拳头略大的珠子 除此以外 在这破损的边角处 再也看不出任何有用的线索 是什么人托着这两只珠子 画卷的边角处 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线索 这些都不得而知 这两只珠子 跟第三幅画像上的好象 魏亭终于看出了端倪 啪啪啪 魏云青在一旁轻轻地拍着手 陈长生果然是陈长生 当初我看了将近一个月 才发现的东西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快 就全都看出来了 看来 这一次我没有选错人 我心中暗道 这哪里是我找的快啊 如果不是因为洛书的那句话 让我格拜地注意 我又怎么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发现这些东西呢 可是姑姑 这些东西 究竟能证明什么呢 事先没看过这四张羊皮 并且也不像我一样 知道洛书断言的魏婷 一脸的茫然 魏云青伸出手来 指着第四张羊皮 左下角的两只手 天天 你也看出来 这个与第三张羊皮上的 那个跟在秦始皇身后的人很像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猜想 那就是 最后这幅画当中 守在秦始皇左右两侧的人 与前面三幅画不一样 也就是说 坏人了 前三幅画 那一左一右画的是同一族人 但是这最后一幅画 那个手里拿着珠子的人 却不在了 魏云青的声音变得异常的沉重 如果作图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一点 那么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进一步做一个猜想 就是这个人 魏云青的手指向第四幅画的左下角 这个人手里的两颗珠子 有一颗是真的 而另外一颗是假的 第三幅画中的徐福 东都的时候 他用了假珠子 所以导致徐福没有回来 而他也因为阴谋得逞 才会出现在沙丘 拿着让秦始皇送命的珠子 亲此来送秦始皇一程 我嘴角抽搐了一下 魏云青说的这些 确实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最有可能的猜想 秦始皇当年得到了一些东西 要寻找一些东西 但是他最后失败了 功百垂成 我回应着魏云青 也像是在对自己说 但是他想找的究竟是什么呢 姑姑 你今天叫长生来 又拿出这些话 难道不是想犯风扇宝库吗 可是 魏亭的声音充满了疑惑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 以你的性格 应该不会这么做吧 你们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魏亭断断续续的说话 魏云青咯咯地笑了起来 果然还是婷婷了解我 我这个人 从来不会做多余的事情 如果只是为了风扇宝库 陈长生 我给你看了前面两幅画 就已经足够了 毕竟那两幅画里 就已经把风扇宝库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给画了出来 我知道 已经瞒不下去了 叹了一口气道 天书三卷 你果然知道 没错 相比于那些普通人所看中的 所谓富可敌国的财富 这一卷博书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魏云青激动地说道 传说当中 得到这一卷博书 就意味着得到天下 书中上卷 与地后秒卷 既在天下水迈数千年的变化起伏 得到了它 就意味着得到了半壁江山 中卷 福西起天土 倒进了世道沧桑 浮生变化 书中所载的福西卦 甚至比连山翼 还要厉害百倍 比连山翼 还要厉害 我听说这一次元旦比试 有一个叫秦藤燕的人 就会用归藏翼 就已经是燕京四座了 魏亭关注的重点 显然在后面 我说道 这个东西即便得到了 也很难悟透 说不定花一辈子 也不见得能看懂其中的一句话 真要说起来 而还是那下卷的 雨滴后秒卷 更加的实用 当年 秦昭相往 得到了天书三卷 令礼兵主持修建都江业 如今时隔两千多年 依然能够晦迹苍生 这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 得到了他 就等于得到了半笔江山 这话一点都不假 魏亭迷迷糊糊的问道 秦州湘王 不是说天书三卷 是秦始皇的吗 我笑道 刚才我不是说起过吗 灭了西州的 是犬戎 这犬戎部落 当初毁掉了西州王室 将那皇城当中 所有的一切复制一句 可是并不代表 当真把一切都毁了 后来东周建立 犬戎经过数百年的繁衍变化 到了秦州湘王的时候 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名字 叫什么 等一下 让我猜猜 魏亭大呼小叫的 好像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天书三卷 如果是秦州湘王得到的 那么犬戎后来的名字 不会是义渠吧 被刑发兵灭国的 有名的 也就只有一渠了 所以天书三卷 被昭湘王得到一点也不奇怪 而且还有极为关键的一点 秦王历来都短受 可是这个昭湘王却在位56年 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君主之一 这与天书三卷之间要说没有联系 那才奇怪 我虽然是在对魏婷说话 可是我的眼睛却一直看着魏云青的方向 魏云青惊叹道 陈长生啊 我一直都只当你有可能知道这些 可我却没有想到你竟然知道的这么详细 那么这么一来 对这四幅画 你有没有什么别的见解 云青姑姑 你刚来的猜测与推断都非常的合理 也是我第一时间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 不过 这些画中有些东西 却是你这种推断解释不了的 哦 说说看 魏云青十分有兴趣的样子 这一点我也是想了很久很久 毕竟 我刚刚推论里的问题并不难被发现 但是除了刚刚那个解释 一般人很难想到其他的可能 姑姑你都想了很久 魏云青疑惑地说道 让我想想 姑姑你刚刚说的推论好像是 这四幅画讲的是秦始皇青龙台几天 台山风扇并且弄了个风扇宝库出来 东海巡仙最后病死沙丘 秦始皇在东海巡仙的过程中被人骗了 最后病死沙丘 这并没有什么 不对 魏亭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姑姑 您刚刚说天书三卷 下卷智里河山为帝国之术 中卷算尽天机为仙人之术 那首剑的内容是什么呢 魏云青深吸了一口气 首剑连我也不知道名字 但是我猜想比智里河山和算尽天机更高明的手段 无外乎只有一种了 大概也是秦始皇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首剑名为皇帝内经 传说其中有修炼内丹之法 是皇帝登青龙台之前受教于广成子所的 我轻声地说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东西 虽然内丹这种东西太过于玄幻 不过皇帝成青龙飞天成神 这也是真实存在的事件 皇帝内经 魏云青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东西 长生哥 你不会搞错了吧 没有搞错 这是我们这本皇帝内经 并非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一本 而是真真正正传自于皇帝本人的东西 这天书三卷当中的首卷天卷 就是这部皇帝内经 魏亭沉声道 这就不对了 秦始皇明明已经得到了天书三卷 有了帝王之术 通天之能 长生之法 他又去东海寻仙干嘛呀 黑暗中的时间久了 我的眼睛已经更加的适应这里的环境了 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身旁魏亭的表情 看清楚对面不远处的魏云青 魏云青四小飞笑地望着我们 是啊 他既然已经得到了一切 又为什么去徒劳做一些无用功呢 所以 我刚刚那看似合理的推断 其实是不成立的 但是不这样解释 这四伏话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曾经想了很久 直到前段时间我才明白过来 从一开始我就错了 有些事情我们要反过来想 你说对吗 陈长生 我已经没有要继续隐瞒的意思 魏云青知道的事情 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多得多 而且 与这么精明的女人耍心机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这一点我已经证明过了 或许 她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 今天亲吴来 只是想与我坦诚相见 来确定接下来的合作 是的 云青姑姑果然聪慧 我用手电筒 指向第一幅画 这一幅画的内容 没有什么好说的 秦始皇设青龙台借天 公改三皇 丽亚五帝 乃是姑王进来的第一人 倘若没有她统一读梁恒 车同轨 书同文的举措 中华文明 不会这么顺利的得以延续 有了这种共同的文化传承 中国才从那个时候行 一直都是一个整体 无论怎么军阀分裂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一个整体 说她公改千秋 是丝毫不为过的 所以她有登顶青龙台的资格 站在这个位置 才没有遭到天前 如果有可能的话 她甚至有机会 可以同皇帝那样成神 但是 我接着又把手电筒 转向第二幅画 这幅画里 秦始皇选择了 封存三卷天书 让这件 理应只有帝王 才能看到的书 与封扇宝库一起沉睡 我想她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她已经 或者说认为自己 已经理解了 天书三卷上所有的东西 但是后来的 其实她并没有真正学会 天书三卷 魏婷到底还是非常聪明的 我笑着点点头 手电筒中的红光 转向第三幅画 想必是这样的 否则的话 她就不会用这种方式 来破解自己亲手封存的宝库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周游天下 她可不是 为了看看自己 一手打下的大好河山 是什么样子的 事实上 古往今来 每个帝王在打下江山以后 都是选择坐镇首都 这回底下的能臣武将去战斗 只有秦始皇如此 她是不知道 都城没有掌石之君的可怕后果 还是不清楚 这一路的舟车劳盾 亦或者是 不了解刚刚被吞并的 诸国百姓的复仇之心 我目光盯着魏婷 在我们现在看来 秦始皇周游的做法 无疑是徒劳的 甚至是愚蠢的 他这么一个精明干粮的帝王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他必须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周游国土 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罢了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魏婷已经被我的话深深的吸引 连忙追问 我却看着魏云青 云青姑姑 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吗 魏云青冷笑一声 他设下了风扇宝库 用大小五行之术 封锁了宝库的地脉 用阴阳风水之力 镇压了大秦江山的风水 自周以后 他是最懂风水的一个人 这大小五行 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到 凭一个阴阳风水局 镇压大秦江山 令江山永固的手段 也只有他有 魏云青这话看起来 是在回答我 他又好像是在说其他的事情 但是只有我明白 这一番话所带给我的镇惊 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果然 当我不再对魏云青设防 他就同样对我敞开心扉 信任这种东西 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维护的 他只有用他自己 和我们两个人能听懂的话 向我说明了这个道理 姑姑 你说什么呀 长生问你知不知道 秦始皇的目的是什么 魏亭皱了皱眉 我苦笑道 你别急 秦始云青姑姑已经回答我了 秦始皇用阴阳风水之力 镇压了大秦江山 凭他那神鬼莫测的手段 按理说 只要这阴阳风水不破 大秦江山就不会破亡 当真会延许千世百世 但是后来秦王朝只延续了事 楚人一句 可怜焦土 并不是楚霸王项羽有多能耐 而是有人破了秦始皇的风水局 魏亭惊叹道 有这么厉害的人吗 是范增吗 不是 我摇头道 刚刚我也说过了 秦始皇是自周朝以后 唯一一个看过天书三卷的人 他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 简凭第二卷的福西启天图 就足以超越所有的后来者 不能说空前 可也一定是绝后的第一人 他亲自主持设下的风水局 谁也能破 除了 魏云青笑道 除了他自己 没有错 我马上回应道 按照我的猜想 这四幅画 想要告诉我们的 大概是秦始皇用无双手段 封存了天书三卷以后 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 曾经理解的东西是错的 凭起这些错的东西 他无法像皇帝一样成仙 他必须要重新 把天书三卷拿出来看一下 于是万不得已之下 他不得不亲手回去 自己一手创造的大小五行之术 阴阳风水之局 只是 还没等他成功毁掉这一切 在一些幕后黑手的操作下 就已经在沙丘病死 秦王朝覆灭如此之快 其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是 我打断想说话的卫婷 先听我说完 始于五行决千尺 归于不嫌定瑶池 山中方有龙虎县 龙珠湖找 海中仙 这是我从洛书当中 得到的所有消息 我刚刚也说过了 秦始皇不可能愚蠢到 去周游自己打下的土地 他这么做 唯一的解释就是 他在破自己设下的大小五行 后来他成功了 至少他认为自己成功了 我盯着第三幅画 倘若右边这个 拿着的是真龙珠 海中寻仙以后 他便真的可以夺回 属于自己的三卷天书 可是在这里 他被这个人算计了 他过于信任这个人 以至于他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以至于做好这一切以后 连忙又去破除 他镇压龙脉的阴阳风水局 保持在他死后 秦王朝在最短的时间内灭亡 魏云青久久没有说话 大约十分钟以后 我才开始听他默念了一段话 始于五行绝千尺 归于不嫌定摇尺 山中放有龙虎线 龙珠虎爪 海中仙 这就是破除大小五行树 找到风扇宝库的秘密吗 不对不对 魏亭脸上露出了纠结的表情 你们说的有点矛盾 按照你们的说法 秦始皇已经破了大小五行 那么我们直接去找风扇宝库就行了 风扇宝库 两千年以来 不会再受到任何的保护 那么为什么 它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呢 我摇头道 不是没有被人发现 而是 一直有着传承 呼望近来六位帝王 泰山风扇 他们也有用自己的国库 充填了风扇宝库 但是这个秘密 只有六位帝王知道 可是据我所知 这洛书是秦始皇之后出现的吧 而且应该距离秦始皇很久 他既然已经破了你们提到的大小五行 为什么后世出现的洛书 又会出现这种破解的办法呢 这不合常理 合作愉快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我摊摊手 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简凭现有的资料 并不可能猜到太多 但是我刚才说的 应该才是最合理 也最完美的解释 或许 在秦始皇死后 有什么人又修复了 风扇宝库 大小五行局 这个人不见得 比秦始皇在阴阳风水学上的手段厉害 但也一定不会差 是啊 田田 魏云青也道 诸葛 司马 袁天刚 李淳风 刘不温 这些不都是在秦始皇以后的人吗 他们一定也有各自的传承 才能学到我们一般见识不到的东西 我们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人 在这其中 说不定就存在着 有能重建大小五行的人 毕竟重建 比创造要简单得多 我十分认同 魏云青的话 而且重建风扇宝库的 可能不是一个人 最初做这件事的 一定是生活在汉初到汉武帝登基这67年中间 因为不久后 汉武帝就成为了其秦始皇泰山风扇后 第二位登顶泰山的人 这样算起来 可以排查的人物就少了许多 魏亭不愧是做学术研究的 马上就要排查那个厉害的人物是谁 但是 对此 我却没有多少兴趣 无论那个人是谁 他都已经死了 退一步讲 即便我们知道了是什么人 重建了大小五行 对那个人的了解 只限于始料的我们 也不可能从他的生平当中 找到关于风扇宝库的秘密 无异于结果的事情 闲下来的时候研究研究 当当谈资就好了 没有必要深究 况且 随着我们对风扇宝库 更深入的调查 那个人究竟是谁 也一定会浮出水面 魏亭仔细想了一会儿 也就释然了 汉初虽然不像夏商周 以及春秋战国一样 一出圣人 可是 在那短短的六七十年当中 历史尤宰的能人意识 也多不胜数 如张良范增这样的人 都有可能是做下那件事的人 退一步说 就连用杀星捆尸局 困死了楚霸王项羽的 和鹰猴含戏也是值得考虑的 如果一定要列出一个表出来 我相信一张纸是绝对写不下的 而且没有任何其他资料的我们 根本不可能从这份大名单中 排除掉任何一个人 离开了房间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一楼的客厅 经历过那个房间以后 我在看这个房间当中的摆设 已经觉得这一切对我的心灵 不会再有太大的震撼了 即便天华经上的事情 我早已经知道 但是今天 是唯一一次我从现实当中 找到佐证来证明天华经上的东西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而微云青似乎一直等待着我发问 来到一楼客厅以后 她就在悠闲地品茶 时不时地聊聊茶局跟茶道 说说各地的好茶 对刚刚的一切绝口不提 可是我却忍不住 云青姑姑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那这张羊皮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不得不问 因为我着实想不出 天底下有什么人 能对当年的一切这么清楚 如果当真存在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最有可能的身份 就是四伏华当中 那个站在秦始皇右侧 手里托着龙珠 并且在最后算解了秦始皇的人 只有他才有可能了解 事情的一切真相 但是我想不通 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所做的事情 记录下来 在如此看重明洁的古代 哪怕有千万种理由 做下这种不忠不仁不义的事情 他定然会遭到千万人的唾骂 他没有理由 把这些都画下来传到后世 毕竟如果他是想针对秦王朝 针对秦始皇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毁掉了秦始皇一辈子最大的梦想 毁掉了秦王朝的一切 他已经达到了目的 没有必要把这种飞弹 不会受到后人膜拜 反而会受到 万人唾弃的事实给流传下来 无论现在的价值观怎么样 但是以当时的价值观来说 确实如此 但是想不通归想不通 至少我可以肯定 了解这一切真相的 一定是与这整件事有关联的人 或许通过这四幅画 就能找到那个神秘人的线索 魏云青笑着看着我 长生啊 你以为这么久了 我会没有想到 通过这种方式 更深入的研究吗 可是我没有机会 今天我给你看的 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这四幅画的来历 我不能告诉你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它是怎么出现的 我盯着魏云青 云青姑姑 您请说 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魏云青笑道 长生 你知道红信这个人吗 我愣了一下 红信 我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当初刚刚发现国运局 我就曾经对霍展厅 李宗林他们提到过这个人 只不过当时我是讲述者 而现在我只能听魏云青说 他提到了这个人 虽然不足以再一次再给我震撼 但至少证明了我的猜想 他知道的事情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多 张天师欺让瘟疫 红台卫 勿走妖魔 这是随护里低章的名字 不过这里面关于红信 红台卫的描述 一切都是错的 时间错了 地点错了 故事情节也错了 魏云青反倒是 早知道我了解这一些一样 把茶碗放到桌上 慢悠悠地说道 是的 红信经历过真宗风扇 甚至他有可能就是参与风扇的主要人物 但是他辜负了真宗的信任 在真宗死后 不但没有保守秘密 反而自私地却尝试开启风扇宝库 毁了赵家几百年的国运 这几张羊皮 其实就是红信流传下来的 他此次探演了这些东西 并且把它们带了出来 红信应该是第一次去风扇宝库的时候 就私次踏下了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也不可能是他后人流传下来的 他做了那件事 一则宋氏会灭他九族 二来 他第二次去 没有了帝王之运在场 他也一定不可能活着走出来 魏云青笑眯眯地说道 所以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说话 免了许多的解释 无论这些东西是被后来对红信 抄家的人发现的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他的来历对我们来说 不可能提供更多的线索 陈长生 现在风扇宝库的事情 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 就算你不想找 霍展田也会继续去做 他若是也不想做 一定会有更多的幕后黑手 会被迫站出来 强迫你们说出关于风扇宝库的一切秘密 而后由他们来接受 这一瞬间 我脑海当中浮现出了许多的身影 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元旦彼时当中出现过的人 但也有蒋岳 张言更有勤劳的大概形象 魏云青说的没有错 现在推着我跟霍展田前进的 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心底里的动力了 他们这些人 有的已经站到了台面上 有的依旧选择隐居幕后 但是 如果有一天他们发现 通过我跟霍展田 不能为他们找到风扇保护 或者提供更多的线索 他们就会对霍展田下手 我不认为秦老会怕 七爷定下的规矩 讲阅就更不用多说了 何况 现在我的面前 还坐着一位高深莫测的云青姑姑 多谢云青姑姑提醒 您放心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虽然明白你不会让我失望 但是我依然想说 无论结果怎么样 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我都希望你哪一天 如果真的成功了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毁掉那三卷天书 那些东西 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 虽然它们有着巨大的作用 比如卫星再怎么厉害 也不可能像雨滴 耗秒卷一样 记录水脉的掩面发展 人力不可能影响雨季 进而影响水脉 但是雨滴耗秒卷可以做到 可即便如此 我也不希望三卷天书能现世 卫云青难得如此的认真 人太过厉害了 就会变成妖孽 权力达到一定程度 也足以影响心性 倘若能够长生 任何人都会变得 漠视他人的生命 这将会是灾难 你我都不愿意看到的灾难 我万万没有想到 卫云青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想过他会基于天书三卷 想过他会许下天大的承诺 甚至直接出手帮助我们 助我们找到风扇宝库 来换取看一眼三卷天书的机会 但是我绝对想不到的是 他的目的竟然是毁了这些 没有随着西州王室 而一起美秘的东西 我不会怀疑 卫云青的说辞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干涉我 无论怎么样 最后有可能第一时间 见到风扇宝库的 只可能是我 霍展亭 以及我们所信任的人 卫云青劝我在见到天书三卷的时候 就毁掉这些东西 只能证明他甚至连一点点的私心都没有 卫亭倒是对天书三卷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原本就是一个对风水阴阳之术 嗤之以鼻的人 即便后来我用事实证明了 这些东西真的存在 可他更爱的依旧是自己的事业 对古董的研究 正是因为对卫亭有这种自信 所以当卫云青开口说 想要卫亭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时候 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卫亭对文物的判断 甚至连聂老教授都自叹不如 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中 有他在场 确实能对我们的行动 有极大的帮助 我没有想到 卫亭的兴趣 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还大 当他听到卫云青的这个决定后 甚至直接兴奋地跳了起来 说实话 在见到这一幕以前 我几乎不敢想象 这个外表看起来 冷若冰霜的大美女 还会有这么活泼的一面 卫亭恰好也要回昌星 我们便搭了同一趟车 用他的话说 刚好算是带上一个劳动力 替他搬东西 而事实上 他的东西着实不少 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 是研究器材 非常的重 要不是我自小生活在乡下 多少练出了一些力气 还真搬不起来 回到长星的时候 更好距离 霍展亭的别墅更近一些 于是 魏亭就提议先过去看看 我没有回去 毕竟以后还要一起做事 提前让他跟霍展亭他们 见上一面更合适 我想今天 因为魏云青的关系 他至少不会太排斥魏亭 果然如所料的一样 回到家里以后 除了严建设以外 大家都对魏亭的出现 感到惊讶 甚至有一些排斥 这种排斥最主要体现在 霍晓菱的身上 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自从上一次在拍卖会 见过以后 霍晓菱就对魏亭有些不待见 相反 当初在派出所 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那个时候魏亭 明明十分刻意的在针对我们 霍晓菱也曾经跟他 互怼过几句 但是那也只是两个女人的吵架 这种吵架 就是一点点普通的小矛盾吵起来 双方并没有很大的成见 而现在两个人见面 尤其在霍晓菱身上体现出来的 却是两个人明明不说话 但是周围的人 却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他们两个人中间不和谐地碰撞 霍展亭也算是一只老狐狸了 从他脸上 我们只能看到微笑 不过 他依然随手拿了一张报纸 盖在了桌子上 长生啊 这位是 我好像在哪见过 我笑道 霍先生 这位是魏婷 几个月前在派出所 您应该与她见过 同时 她也是今天 我去见的那一位大人物的侄女 哦 霍展亭脸色微微一变 原来是魏小姐的侄女啊 实情实情 来 快请坐 霍展亭联盟招呼魏婷坐下 同时对我打了个眼色 把我招呼到一旁 我早已经想好了 如何跟霍展亭解释 魏云青一早就知道风扇宝库的存在 她的目的也是风扇宝库 而且她知道的线索比我们还要多得多 这些东西 只要向霍展亭透露出一点 霍展亭就应该能明白她拒绝不了魏婷 魏婷的存在 只会给我们以后的行动提供更大的便利 经过这些事情以后 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已经明白 哪怕有了元旦比试 可是风扇保护这么大一块蛋糕 仅凭一家的力量是吃不下的 我们势必要寻找一些帮手 可是这帮手找谁却是一门学问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当然愿意找背景强大 势力庞大 威信更高的那一类人 这样的人成为同盟 他们的存在本身 就会成为让另外一些萧小之辈 望而却步的高山 蒋岳算是这样的人 可是他更愿意一直存在于黑暗之中 他想分一杯羹 也会在必要的时候 动用自己的力量 给我们提供最大的帮助 但是他永远不会让自己 成为我们的挡箭牌 齐爷同样是如此 他可能真的快活成仙了 这个老人家 不知道天说三句的存在 对风扇保护当中的财宝 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而且他老人家 也在元旦比试的过程中 提过自己 不会插足风扇保护的事情 凭他老人家 说一不二的江湖地位 他也不可能变成霍展亭 想让他变成的那种人 而除了这两个人也外 其他的人都不可能 有力量跟勤劳这样的人对抗 无论是明面上的实力 还是暗中的力量 霍展亭的交际圈 都不存在 可以与之匹敌的人 想必这段时间以来 霍展亭一直在苦恼的 也是这件事 所以一天前 当他接到那个陌生的电话时 他会那么的高兴 凭霍展亭的精明 不可能想不到 在这个时候要找我 想要见识一下 像术的人 目的会这么简单 但是他依旧 欣然应远了 他从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打定了主意 要把魏云青 绑在自己的大船上 人心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 最复杂的存在 而他又不是能通过 学识与见识能培养的东西 这就是我现在的短板 霍展亭可以在 接到电话的刹那 就已经想到了自己的所求 而我却是在经历过这一天 把魏亭带回来时 思考要怎么跟霍展亭 解释的时候 才想通了这一点 明白了自己 其实压根就不需要解释 哪怕魏亭这个人 没有任何长处 只要他是魏云青的人 霍展亭就会欣然接受他 哎呀 这还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没想到魏小姐 竟然有这么多的情报 跟他合作的话 对我们的好处非常的大 而且听你的意思 这个魏亭也非常的不简单 还真是一键双雕啊 霍展亭脸上露出了笑容 与我打了个招呼 就过去与魏亭说话了 期间 霍小林时不时地冒出几句酸酸的话来 霍展亭也毫不在意 魏亭也好像听不懂那些话一样 稍稍与霍展亭聊了一会儿 就借口要先回去收拾东西离开了 对了长山哥 你也跟我一起走 你可是答应了我的 要帮我搬东西的 不能食言 魏亭竟然俏皮的对我眨了眨眼 天知道这个冰霜美人 这样的动作对人的震撼力有多大 可能每个女人的内心 都住着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公主 只是在不熟悉的人面前 他们从来都不愿意表现出来 我已经在魏云青那里 见过魏亭这般俏皮的样子 倒还勉强能接受 可是严建神和霍晓菱 都有些接受不了 长生哥 霍晓菱挑了挑眉毛 嗯 我觉得既然大家都这么熟悉了 直接叫大名总归不好 长生哥以后也可以叫我婷婷啊 魏亭说得很是随意 说话的时候 就已经走到了车门前 那里早已经有司机下车 为他打开了车门 霍晓菱一脸 气不打一处来的模样 用一种想要杀人的目光看着我 这些告诉我 继续留下一定不会有好事 连门跟上魏亭的脚步 钻进了车里 只听到背后霍晓菱 怒气冲冲的对严建设说话 你还跟着看什么呀 小心我把你现在这个吃汗的样子 拍下来给轻轻看 你这个罗里控大叔 啊 别 小灵 千万别呀 严建设哭丧着脸 跟着霍晓菱去了 车已启程 我顶着身旁身色平静的魏亭 叹了一口气说道 魏亭啊 小灵他虽然年龄与你相仿 但是他毕竟从小就经历过一些事情 在那以后就被霍先生宠大的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你不要怪他 更不要 更不要什么 魏亭转过脸来 平静地看着我 长生 我不希望你把我想成某一种样子 那样我会很伤心的 还有 我刚刚说你可以叫我婷婷 不是故意说给霍晓菱听的 我苦笑一声 凭魏亭的心智 他如果想要戏弄霍晓菱 霍晓菱将完全不是对手 不过 既然魏亭已经打断了我的话 我也没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明白 好吧 听听 我笑着说道 那就祝愿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魏亭笑嘻嘻地伸出了手 前往湖关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魏亭的住处 距离聂教授家不远 都属于大学规划出来 供给高级职称老教授的别墅区 魏亭虽然并不见得有什么职称 可是 想必凭借魏云青的能力 为他寻觅一个舒适的住处 并不难 我和司机一起 为魏亭搬完东西 谢绝了魏亭让我留下来吃晚饭的邀请 坐上司机的车就准备回去 不过 我们的车刚刚开出别墅没多远 就被一辆军用皮卡给拦了下来 隔着窗户 我就能看到 坐在副驾驶上那个国字脸的人 那是张颜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透过后视镜 我竟然看到了一只波澜不惊的年轻司机的脸上 也露出了震惊甚至兴奋的神色 那张颜走下车来 司机也马上打开了车门 笔直的站在门口 他的这副模样 倒是让张颜摸着胸口的手又放了下来 啊 原来是你小子 这样就省了一些麻烦了 我要带一个人走 你回去跟你老板说 那人是我要的就行了 是 司机的回答让我非常的意外 这个人难道不应该是魏云青最信任的人之一吗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 把我这样一个对他老板有些重要的客人给卖了 张颜已经过来敲我的窗户 小陈啊 下来吧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临走的时候 我特别留意了一下 那年轻司机的脸色 想要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丝的愧疚 然而没有 我发现 我看到的竟然是羡慕的目光 军用皮卡远远没有加上红旗 坐起来舒服 但好处是顶着一个特别的车牌 这车哪怕开在卢州的市区 也从来不用等红灯什么的 一路畅行 倒是比起来时快了许多 潮湖边上 一个我想象中的人正等在那里 蒋先生 我走到蒋岳身边坐下 张颜留在五十米以外的地方 并没有跟过来 蒋岳戴着墨镜 嘴角勾起 对我点点头 云南比试的经过 我都知道了 你做的还不错 无论是为了我自己 还是为了与蒋先生的约定 那场比试 我都不能输 虽然最后有些意外 但是总归是有惊无险 蒋岳四有四无的点点头 我也没有想到 区区一场比试 竟然能冒出来这么多能人意识 只是可惜了 这些人大多都是特立独行之位 也有一身傲骨 不能为我所用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 蒋岳想用那些人 无异于养虎为患 可是转念一下 蒋岳这番话 又何尝不是说给我听的 要说能人意识 一般最想拉拢的 大概就是赢了所有人的我吧 天底下能人意识 大多是这样的 能力又大的人 就不愿意受到约束 我笑看着蒋岳 蒋岳同样摘下墨镜看着我 几秒钟以后 我们相视而笑 陈长生啊 你是一个聪明人 虽然说 我对那些所谓的宝萨没有兴趣 但是起一说 要从那风扇宝库中 分一杯羹 也是为了你们好 毕竟你们吞不下 这么一块大蛋糕啊 我微微点头 多谢蒋先生好意 这蛋糕我们确实吞不下 不过 你哪怕要分一杯羹 只怕也帮不了我们什么呀 到了必要的时候 我会站出来的 蒋岳明白了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眯起眼睛倒 不过 要想让我站出来 你们必须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才行 陈长生啊 事到如今 我也不跟你打马虎眼了 那风扇宝库里面的财宝 你们想拿多少 就拿多少 而且拿了以后 你们尽可以对外说 是我一个人觉得 我绝不会站出来否认 一定会替你们扛这个雷 但是相应的 那风扇宝库中 有一样东西 我必须要 我眼皮猛的一跳 极力地掩饰自己的表情变化 蒋岳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不管你究竟知不知道 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 那风扇宝库当中 有一本 那些凡夫俗子们 看都不会看眼的书 到时候 你只需要悄悄地 将这本书拿下 然后再偷偷地交给我 我们之间的交易 就算达成 书 我表面上装作疑惑的样子 心里却按骂 蒋岳果然知道 风扇宝库的秘密 这是 他的情报网 似乎不如魏云青 更加的详细 这首 魏云青明白 那三卷天书 并不是什么书 而是记得在 一件紧箔上面的 嗯 就是一卷书 可能是竹简 也可能是石刻 或许是一卷羊皮 总之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有文字的东西 你见到以后 一定要第一时间 保保护起来 最好 也不要让其他人看见 试试之后 你想要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 我轻轻点头 我知道了 到时候 我会帮蒋先生留意的 这样就好 蒋岳 重新戴上了墨镜 从怀里掏出一张卡片 递到我的手上 这上面 有我的私人电话 碰到棘手的事情 你随时都可以打给我 记得这个号码 不到最后关头 最好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 我接过蒋岳 递过来的名片 拿在手里看了看 不由得苦笑 这上面 还真的只写了电话号码 反而这张卡片 本身是纯黑色的 表面上的纹路 镶着金丝 一看就是好东西 我收好卡片 见蒋岳似乎 没有什么其他要说的了 就转身离去 张岩亲自送我回家 我知道 张岩是一个刚猛的汉子 他并不擅长攻心 也不擅长察言观色 但是 这辆车里 毕竟不是只有我和蒋岳两个人 还有一个司机 我一早就留意到 自从我回到车上开始 那司机就时不时的 在后视镜里偷偷看我 好在 我早有防备 一路上都保持着平静的表情 这大概算是成长吧 至少在两个月前 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 对素不相识的司机 有所防备的 回到家的时候 霍展宁他们似乎 早就知道 我会被张岩送回来 我们的车 才刚刚在门口停住 听到动静的霍展廷 他们就光芒的跑了出来 李宗林竟然也在这房子里 跟在霍展廷身后 霍展廷与张岩磕淘了两句 便把他送走 又把我带进了房间 听李宗林说 在我这一次刚走没多久 张岩其实就驱车来过这里 得知我的去向以后 马上就站起来 说马上要去找我 而李宗林自己 也是在这之后 被霍展廷叫来的 长寿 这段时间以来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你心里 究竟有没有谱啊 整个长星 甚至江南 都在暗流涌动 一些我们无法抗和的力量 也开始暗中插手了 李宗林担忧地看着我们 虽然说到手中的宝贝 不能丢了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走的每一步 都要格外的小心 我点点头道 是要格外小心的 不过 现在总算是有两个靠闪 短时间内 大概不会有人 对我们出手 是啊 有七爷和你一位 在前面顶着 有什么人 想要对我们动手 总得掂量掂量 不过人的欲望 是拦不住的 那些人 总有些按捺不住的时候 这段时间 对我们来说 是最安全的 一定要好好准备一下 霍展亭 申表赞同 我却白白手道 不 正因为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 我们才要在短时间内 扩大战果 一点都不能等 霍先生 我想两天内 出发去山西一趟 哦 这么快 霍展亭有些意外 但是他仔细一想 又说道 确实啊 现在出去 法案是最安全的 那我准备一下 明天跟你一起去 不 李宗林马上开口阻拦 大哥 不管长生的能力怎么样 在外人眼中 他总归是你的人 而且风扇保护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会亲力亲为 才是最正常的 霍展亭点燃一支烟 深深的心里依靠 宗林啊 你是说这一趟去山西 让长生自己去 只要大哥你不动 那些人就绝不会认为 长生是举办什么大事 他们的注意力 一定会死死盯着你 我甚至不认 长生这个 刚刚跟了你的人 不会被委以重任才是 而我们对长生的信任 悄悄是这些人想象不到的 霍展亭站起来 怎么 连你也要留下来 是的 李宗林说话 向来没有反悔的时候 如果大哥 你实在不放心 可以让建设 跟长生一起过去 我 我当然要一起去了 正在看电视的 严建设 猛地回过头来 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也要去 谁也别拦着我 霍小林淡淡地 回头看了我一眼 紧急着又转过头去 根本不给霍展亭 劝说她的机会 你们两个去 反倒更像是几个年轻人 为了庆功出去玩耍的 李宗林笑了 那好吧 霍展亭无奈地 揉了揉额头 不过你们记得 这一次去 只是去探查而已 我倒万不得已 自己最好不要动手找东西 还有 你们把那个未停也带上 后天出发 其实我的想法 是最好明天就走 免得夜长貌多 不过既然霍展亭 已经定了下来 那么多等一天 也没什么差别 两天的时间 足够我准备许多的东西了 首先答应给康天眼的皇室 我就做好了许多 反正工具 与技巧什么也不缺 埋头去弄 一天多的时间 我就做出来几十张 拿出来十张 用盒子装好 留给霍展亭 万一康天眼造法 直接赠予他就好 剩下来的黄纸 我拿出来一部分 先画好了 可能要用到的符纸 剩下的 全部与百姓风水壶 狼牙风雷奇等东西 一同装了起来 期间给魏婷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准备离开的消息 他兴致冲冲的 急着要去订飞机票 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自己没有走过飞机 可是听到飞机票这个词 脑袋一阵嗡嗡的乱响 想了一下 总觉得自己并不想去坐那趟飞机 这种东西可能说是预感 也可能说是空穴来风的无稽之谈 平常人有这种感觉 可能根本意识不到 就已经忘记了 不过对我们这种人而言 这种感觉一旦出现 就会马上抓住 在我的劝说下 魏婷终于放弃了 坐飞机的打算 盯了几张去往山西的火车票 两天后一大早 我 严建设和霍晓菱就全部准备停荡 东西带的不多 霍晓菱这种经常外出的人 不像普通的女孩子 什么东西都拿一堆 相比之下 除了严建设 她的东西反而比我还少 上午九点多的时候 魏婷就风尘仆仆的赶到了我们这里 不过我们一直等到了中午 霍展亭才姗姗来迟 一来到家 她就取出来一个大盒子丢给我 长生啊 你把这个拿上 路上有什么事情 随时联系我 我拿过盒子 一看盒子上的话 顿时就吓了一跳 霍展亭竟然给我弄来了一台 跟他一模一样的大哥大 霍先生 这 拿上吧 出门再问 有这个东西总归是好的 况且小灵跟着你们 有这个东西我也放心的 霍展亭宠 很容易的看着霍小灵 照顾胡锐把我们送去了火车站 不得不说 魏婷想的非常的周到 他买的是卧铺的车票 并且一次把乡邻的六张车票全都买了 也就是说 在卧铺车厢里 那个不算太大的小空间内 除了我们四个 并不会有其他外人出现 这个年代的车速还不算快 从长兴到目的地 我们就在车上待了一天多 下车的时候是傍晚 我们几个人在火车站附近 草草吃了些东西 我就和严建设一起出去 包了一辆车 把四个人的行李全部搬了上去 走吧 这里还不是终点 我拿出地图 在其中一个位置上画了一个圈 大峡谷 霍小灵以为自己看错了 长生 你不会真当我们是来旅游的吧 当然不是了 你仔细看看地图 这大峡谷的全名 我把地图递给了霍小灵 霍小灵刚刚可能只注意到了 地图上旅游名剩的几个大字 却没有看清楚下面的副标 现在拿过地图以后 脸色顿时变了变 胡关 这不是 这是中国有名的景区 在秋季的时候来 这里的风景绝对可以排进中国的前十 魏婷嘴里马上冒出来一句话 我尴尬地笑了笑 悄悄指的指 坐在驾驶座上的那个人 霍小灵下意识地捂出了嘴 但是态度依然强势 对啊 我也想说 自己听说这里很久了 只是可惜 现在不是秋天 哎 小姑娘 莫要这么说呀 咱们胡关好看的地方多着泪 那出租车司机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马上就开始为自己的家乡宣传 不过要说枫叶 我推荐你们明年去四方山看 就在胡关东北不远 那里的枫叶才是真的漂亮 哎呀 我们不想去四方山 就是想去胡关 严剑舍坐在副驾驶上大咧咧地摇着头 师父 你给我们几个介绍一下 这胡关都哪里好玩啊 始于五行绝千尺 归于不嫌定摇尺 这是从洛书当中看到的第一句话 而我从玄楼墓当中看到的那句话却是 五行止于枫叶 千尺定于胡关 毫无疑问 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 这玄楼墓当中就是对洛书低句话的解释 不过即便有了这些消息 我们现在也只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 看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一句五行止于枫叶 就很让人琢磨不透 霍晓菱读书多 她当时就曾给过我两个解释 古文通甲字很多 即便我不认为玄楼墓当中 有这么重要的消息会使用所谓的通甲字 可问题是霍晓菱的解释说得通 五行止于枫叶 这个止说不定是通止 地止的止 暗示我们在枫叶茂盛盛的地方 就是五行枫水局的摄局之地 虽然通甲字的说法让我不太敢相信 但是这种解释好像比从字面上理解的更加的让人信服 从字面上解释 五行止于枫叶 大概是五行于枫叶而止 这湖关虽说是秋几关枫叶的风景名声 不过要说没有枫叶的地方 却也是有非常多的地方的 要说把这些地方全都找出来 观察风水 那没有一年半载的功夫根本完不成 所以我更愿意相信霍晓菱的那个解释 不仅是我 就连魏婷听说了这些消息以后 也更倾向于霍晓菱的说法 虽然在没有到具体的东西前 说什么都做不得准 不过按照通甲字的理解 却是更说得通 所以严建设一上车就开始对出租车司机打听起来景点 按照那司机的说法 湖关大峡谷的范围非常的庞大 要说枫叶秋天的时候几乎满山都是 在不同的地方看就有不同的景致 即便让他这个本地人来说 一时之间还真的说不好哪里的枫叶最漂亮 况且现在是冬季最近又下了大雪 进山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自己小声的对我们交代 因为要想进山最好找个导游 带你们看看风景名声也就罢了 现在高速路滑 不走大路的话将会非常的困难 哦 我眉头一挑 只是导游带着看风景就外面太没有意思了 走到这边走过的路 看的是别人看过的景 我反倒觉得真正的原生态美景 应该是在没人涉足的地方吧 哎哟 你们这些城里人呢 说话还真是有学问 其实你说的没错 要想玩的开心啊 就不要跟导游走 可是这个季节 估计你们的向导也不好找 司机把我们带到湖关县的时候 几乎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好在这个司机对这里很是熟悉 看天色晚了 干脆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旅舍那里 这里虽然比不得大酒店 不过重在石灰 而且附近有很多的小吃 都是非常地道的东西 不想景区里的东西只卖外地人 我们下车的时候 出租车司机笑眯眯的看着我们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本地人多 你们要是想去峡谷 又不愿意跟导游走 可以在这附近找一个人带路 本地人向导 对这里的了解可是比导游要清楚得多了 看得出 这个司机对导游这个行业 似乎也有偏见 其实也对 大部分的导游只对景点熟悉 一个文化建筑 他们能夸夸奇谈地说上半天 但是路上转个弯 碰到个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他们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刚刚我还想 让他把我们带到酒店去 不过好找向导这个好处 确实不错 魏婷站在旅馆门前 四处张望着 说实话 一开始司机说的那个实惠 他可能真的一点都不在乎 我们先进去看看吧 霍小林和魏婷好像约定好了一样 各自提了一个小手包 齐刷刷地走进旅社 他也不看门口留下来的两堆行李 我和颜建设相识苦笑 跟两个大小姐出门 这挑夫的身份怕是注定的 当我和颜建设 扛着行李走进门的时候 魏婷和霍小林已经定好了房间 四个人四个房间 哎呦 几位老板 跟我到后面来 也不知道 刚刚我们在进来之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我和颜建设进来的时候 那旅社老板笑的嘴巴都快裂到耳朵根了 上来抢着就要帮我们几个班行李 其实吧 也多亏了现在是冬季人少 要是在其他三个季节 我是没有这么多房间给你们开的 哎呦 你们看前面就在那里了 旅社并不大 前厅后面是一条五六米长的回廊 走过去以后就是一个不算太大的院子 院子四面就是一排排的房间了 很像传说中的四合院 老板娘马上就打开了一间房门 却不急着进去 回去去找霍晓玲和魏婷 两位女老板呢 你们谁住这间 我吧 魏婷伸头往房门里看了看 皱了皱眉 但是什么都没有多说 她的行李在我的手上 我搬着行李进去的时候扫了一眼 发现小小的房间里面竟然摆了五张床 每张床中间只隔了一道差不多要人横着走才能通过的缝隙 长生哥 随便把行李放在那里就行了 这屋子啊就我一个人住 魏婷指了指墙角 我多少有些明白 那老板娘为什么会这么热情了 感情 魏婷和霍晓玲才大气粗 直接包了四间房 我们几个人每人一间 几乎就是等于四个人交了二十几个人的房租 她哪里有不高兴的道理呢 不过即便如此 看得出来 这两位大小姐对于住宿的环境多少也有些不太满意 我跟严建设倒是无所谓 交代老板娘晚些时候准备一些食物 就各自去收拾东西了 收拾完东西 我们几个全部聚集在了院子里 看来那司机没有骗我们 这里冬季果然没有什么人来 这院子里一共八个房间 除了我们以外 好像只有那边的房间里有人住 过小林指了指 西南角一个亮着灯的屋子 四位老板 这是你们要的晚饭 我们小本经营 晚饭什么的也都是家常菜 你们不要嫌弃啊 笑嘻嘻的老板娘 端着一锅米饭和四个碗走了过来 见我们都在看西南角的房子 于是笑着解释道 这位老板 那里住的是我的公公 他这个人平时很早就出门去山里散步 中午回来以后 大多时间也会去外面找几个老朋友下棋 不会打扰到你们的 哦 这么说老人家对湖关的景区很熟悉咯 魏婷来了兴趣 那是那是 我家公公可是自小就土生土长在这里的 要说谁最了解这里的风景 这父亲是里巴村的 没有人比我家公公更熟悉了 这位老板是想找一个导游 老板娘也来了兴趣 嗯 是想找一个本地人 我直接导 毕竟 有些风景是本地人才知道的 比导游厉害多了 那是那是 这位老板不是我说呀 这一回你们可算是找对人了 你们看那边 老板娘指着西边的墙上 那里挂了一只刚刚被宰的野山鸡 那就是我公公啊 今天自己去峡谷那边带回来的 还有一只 我正在给你们炖 马上就好 你们放心 我家公公身体健郎 带你们入股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嘎吱 正当我们几个说话的时候 那间亮着灯的房间屋门 被人从里面打开 从里面走出了一个 眼神凌厉的老人 这位老人稍稍有些脱背 不过整体给人的感觉 却非常的稳健 阿翁啊 你快过来 这几位明天想去山里走走 你带着他们去 老板娘马上对那个老者招手 严建设的眼神 竟然出奇的变得认真起来 盯着这位老者不放 哎呦 这都马上到腊班了 竟然还有人想要进谷 寒冬腊月的 峡谷里出了烂树枝 就是石头堆 有什么好看的 老人走路带风 丝毫不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等他走进了以后 我才惊奇地发现 这老人家脖子上的皮毛围巾 竟然是活的 那是一只长尾巴的大松鼠 脑袋惬意地搭在老人家的脖子一边 尾巴卷到了另外一边 老板啊 这是黑鼠子 我们这里有很多 只要给点东西啊 就在你家安家 我公公的这一只 他已经养了三年了 老板娘不厌其烦地解释 同时在不断地给他公公打眼色 老人家 您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可能对谷里的景色司空见惯 可是 对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说 哪怕您宴里最普通的风景 我们或许也是会非常喜欢的呢 只要您明天带着我们去玩一玩 顺便 再给我们讲一讲 每一个地方的历史 价钱您随便开 您看怎么样啊 老板娘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好好好 只要老板您愿意 想玩几天就玩几天 这个价钱 一天 老板娘的手指不停地动着 这个 一天两百 您看怎么样 我家安翁对父亲熟悉得很 保证老板 你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好说 魏婷掏出手包 我眼睛扫了一下 发现里面装了不少的 一百元的大钞 他几乎没怎么犹豫 就把钱都拿了出来 数了数 一共是一千五 老板娘 我现在身上只有这些 你全部拿上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与这位老人家 入股去玩 还有住宿费 伙食费什么的 都可以从这里面扣 如果最后不够的话 我们再补 哎呦 这个好说 这个好说 老板娘笑眯眯地 借过钱 不停地 给他的老公公打眼色 那个 后面还有几个菜 我去给你们端上来 几位老板请坐好就是 老板娘走后 那位阿翁 在我们的邀请下坐了下来 严建设连忙递过去 一盒石林 这种言后来 因为烟草管制 已经不常见了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 却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 老阿翁瞅了一眼石林 他那只干巴巴 伸进裤兜的手 就缩了回来 抽出一只点上 几个小老板 你们想去哪里 这寒冬的湖关霞 可是没那么好闯的 老阿翁说话的时候 山西口音很重 我常常都是 在他说完话以后 几秒钟才反应过来 其实你们年轻人呢 就是喜欢乱跑 要看风景的话 去公家开出来的山路上走走 四处看看 在峡谷上捏个影 也就行了 老阿翁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看法 这个捏影就是照相的意思 我在长兴的时候 也常听老人们这么说照片 老人家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几个就喜欢看了一些 一般人看不到的风景 了解一些 一般人了解不到的历史传说 霍小林哄着老阿翁 我相信 这个湖关霞当中 一定也有一些 万人不知道的神秘传说吧 要不 你给我们讲讲 我们可喜欢听这些故事了 哦 你们喜欢这个呀 老阿翁翘起一只脚 弹了弹烟灰 这是经常吸汗烟才有的习惯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 这个湖关霞呀 怪事多着嘞 不过现在我说出去 你们年轻人 都说是封建迷信了 老人家 我们可不像普通的年轻人 不信鬼神什么的 其实说实在的 对于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 我们一直都是抱着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去面对的 魏婷的话 让我和霍小林同时 不自然的撇撇嘴 这丫头 在几个月前可不这样啊 她可是一个坚定的 唯物主义者 嘿嘿嘿 这就对了嘛 拿了一下那些年 当年他们一群人 要到这里来拆庙 这谷中有一个地方叫黑龙潭 黑龙潭旁有个白云寺 白云寺的僧人们 供奉着一根顶天柱 那些呀 年轻的小辈们 不顾僧人们的劝阻 一起扛着锄头上山 又拆了把云寺 砍了顶天柱 那一天啊 老阿翁陷入了回忆当中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一天的景象啊 当年我在场 眼睁睁看的那些人的锄头 锄在了顶天柱的上面 这个时候突然间 风烟四起 白天突然间变成了黑夜 浓黑的云彩 好像是盘成了一条巨龙啊 老人家闭着眼睛摇着头 重重地吸了一口烟 我也不清楚 我当时究竟看到了什么 眼前光闪闪的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为首的一个小青年 就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尸体 后来 后来怎么样了 霍小林急切地问道 这丫头似乎一点都不饿 我们都是边吃边听老阿翁讲 可她竟然一点也没吃 老阿翁淡淡地道 后来大家就都散了 当天晚上 这里就来了很多当兵的 把我们这些在场的人都带了回去 我跟僧人们在一起 对他们说 只要不再乱动这里的东西 我们呢 就不往外说 然后呢 霍小林紧接地追问 老阿翁 眯着眼睛看着霍小林 没有什么然后了 这件事 就在我这里算是结束了 那那些年轻人呢 霍小林听得完全入神了 阿翁啊 你又在乱讲 这个时候 老板娘端着一盘的顿机回来了 听到老阿翁在跟我们讲这些事情 脸上顿时就浮现出了焦急的表情 老板啊 你们可别听阿翁他胡说 哪里有什么鬼神的事情啊 你们尽管放心去玩 我保证 我白白说 老板娘 你不需要担心 刚刚是我们请求阿翁 对我们讲这些的 我们最喜欢听的啊 就是这些故事 听了这些故事以后 我们反倒对那个黑龙坛更感兴趣了 啊 真的呀 老板娘惊讶地看着我们 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笑道 那阿翁啊 你快对这几个老板讲讲 你的那些老调 故事 老板们喜欢听 你可不能藏着 我们几个人相识而笑 这老板娘 倒还真是一个做生意的料 你不喜欢听就不喜欢听呗 我这哪里是什么老掉牙的事 是我老汉 瞪着两个眼珠子亲眼看见的 老阿翁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怒气 当即脱脚外套 从肩膀处拉下内衣 露出左半面的膀子 我看了以后不寒而立 这老阿翁的肩膀上 有一道黑黑的伤疤 大约两指多粗 从心脏上方的位置 一直延伸到肩膀上 看得让人触目惊心 老阿翁 您这难不成 也是那天被天雷 魏婷捂住了嘴 呸 老阿翁依然带着怒气 我老汉才不会做那些糟天浅的事 不过再往后 老阿翁也没有对我们明说 那些年轻人去哪了 晚些时候 老阿翁却睡了 我们依然在院子里乘凉 严建设神秘兮兮的压低了声音 哎 你们说 那老爷在身上的伤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摇摇头 还能是怎么样啊 当年 被那些学生给打了呗 你们都清楚 那个似的 学生可是什么人都敢打 而且 他的那道伤足以致命 之所以愈合后 留下的是黑色的痕迹 我想 大概是寺里的僧人中 有高人存在 用十几年的香炉灰 配合草药为他疗伤 才最终活了下来 我在意的是 这位老人家当年 碰到的那些年轻人 后来都去哪了 我想老人家 是不愿意告诉我们 那些年轻人 具体都做了什么的 应该不仅仅是 想要毁了顶天柱那么简单吧 为天看问题 总是那么的理智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时候插画的人 竟然是严剑舍 他们还能去哪里啊 那些人都激进得很 当年发生的事情 毁了他们的信仰 要是再有军官们出面 让他们保守秘密 这就更是对他们信仰的亵渎 我想 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 应该会被改造 要不就是 送去很远的地方 我惊讶地看着严剑舍 想不到 你竟然能想得这么清楚 保密条令 还有防细密的条令 我都学过 严剑舍似乎想笑 他又笑不出来 那我们明天 就去那个顶天柱看一看 好 今天晚上 大家都好好休息 老人家起的都比较早 我们也不要太晚 让人家等着我们 我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回房间 果然第二天 天还没亮 我就听到外面敲门的声音 打开房门就看到 身上披着被子 把自己裹得紧紧的严剑舍 长寿 老阿翁已经起来了 我也快些准备吧 看得出 严剑舍应该也是刚起 这家伙只要警惕起来 外面有一丁点的动静 他都能马上清醒过来 想必是老人家开门的动静 吵醒了他 我揉揉眼睛 果然看到黎明昏暗的天色下 西南角那间屋子里的灯 是亮着的 我穿好衣服以后 就去叫醒了两个姑娘 等着我们收拾好背包 出门的时候 东方的天空 才刚好出现了一抹杜白 这一大清早的 外面卖早点的摊子 有些才刚刚直起来 然而 暂时还并没有什么东西买 好在老阿翁是本地人 带我们走了一段 就找到一家能吃早点的地方 入谷的路 一开始自然是走的 公家开的山路 不过走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老阿翁就开始改变了 前进的路线了 再往前就是公家开发的风景区了 你们要是想过去看看 我可以带你们走那边 老阿翁没有忘记他向导的身份 我连人摆手 不了 那些风景 哪里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还是 去你老说的那个顶天柱看看吧 老阿翁 看了我一眼 把肩膀上的黑鼠子尾巴 往脖子上一裹 嘴里喷着白起 那里的山路可不好走 要是去那里啊 我们今天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 没事 出来玩嘛 没有必要在乎时间的 我笑了笑 眼睛却在观察四周的大山 如今我们所站的地方 恰好是湖关大峡谷 一处两条河流汇聚的地方 汇聚以后 河流又想东流去 此地乃是 三水环抱的地形 附近的风水定然不会太差 如果能找到一处高点纵观全局 说不定能看出来更多的东西 霍小灵在后面瞧瞧我的肩膀 把一本书栽到了我的手里 我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本地图册 地图上清晰的画着 我们已经临近紫团山 如果继续往东 沿着那条汇聚的河流 继续往前走 很快就能到达传说中的顶天柱 这条路是老阿翁嘴里提到的公家开的路 从这条路走反而更紧 可是老阿翁似乎并不打算带我们走这条路 反而来到河流南岸 带我们直接进山 我悄悄地对霍小灵摆摆手 我觉得既然选择相信人家 就不要提这种问题 我的方向感不是很强 不过严建设 却能拿着霍小灵的那本地图册 一路走走画画 甚至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 它都能清晰地标注出来 就这样走了半天 几乎已经过了中午 从地图上看 我们似乎离紫团山越来越远了 甚至又登上紫团山西面的那座高峰的架势 停顿吃东西的时候 霍小灵忍不住拿出地图册 毕竟我们现在距离目的地是越来越远了 阿翁啊 你看看地图 是不是我之前记错了位置 现在我们好像距离你说的那个白云寺更远了 阿翁摆摆手 根本没有去接霍小灵的地图 地图上的东西别紧 你看了那个地方叫狮虎山 真正的紫团山并不在那里 那里的庙是后来建的 顶天主也是后来建的 我扫了一眼地图 果然在地图上也有标注狮虎山 距离地图上的紫团山非常的近 甚至可以说是同一座山 不过按照老阿翁的说法 那座被标注的紫团山的高峰 似乎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狮虎山 老人家 那我们现在马上要登顶的这座山是真正的紫团山吗 魏婷指着地图上 位于紫团山西面 没有被标注名字的山峰问道 是的呀 你们要看的东西就在这里了 这么多年了 公家开发了这么多景区 一直没有开发这里 也改了这里的名字 大家也好像都把这里忘了 老阿翁拿出昨晚 阎建设给他的那盒石林 自己点上一只 要分给我和阎建设各一只 小心点啊 现在是冬季 林子燥得很 抽完了 把烟屁股用血埋上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其实隔着很远 我就看到了一棵 很高很高的银山树 这个银山树 会有一种木秀于林的感觉 可当老阿翁指着这棵银山树 对我们说 它就是顶天柱的时候 就连我也有些震惊 顶天柱 不应该是一根柱子吗 怎么会是一棵树呢 老人家 你不会再骗我们吧 这只是一棵树啊 阎建设绕着树 转了两圈 也没有发现什么端倪 老阿翁白了眼见射一眼 老汉 我又怎么可能会记错 这就是当年 那棵顶天柱 还有这里 它走到了树的东面 这只树下鼓起来的 那块痕迹说道 这里 就是当年那些年轻人 灰锄头的地方 当年呢 它那一锄头刚落下来 人就死了 可是这儿 阎建设想要反驳 不过眼睛在我和魏婷 霍小灵身上 绕了一圈以后 就硬生生的把话吞了回去 魏婷正低头研究着 银山树下面那块鼓起来的痕迹 我则把目光放在了四面不远处的那块荒地上 那里虽然也是一片叶子落光的小树林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那附近几百米的土地上 树木似乎都不是很大 老人家留意到我一直在看那里 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年轻人呢 眼光独得很啊 我笑了笑 只有那里的树长得低 而且我自小 也是农村出来的 自然看得出来 这些树的年龄 都不超过十年吧 哎哟 当年的白云寺已经不在了 老阿翁低头叹了口气 指着我们来时的路 二十年前 这里还有一条山路 后来走的人少了 慢慢的路也就没了 从地图上看 这座山 虽然比旁边那座师傅山 要略矮一些 可是通过我这一路上的观测 这附近山是风水奇特 特别是北面那三条河 汇聚的地方灵气最盛 给其那附近 借座大山的灵气 按理说 灵气汇聚必是宝地 不过三条河流汇聚的地方 却拼出了一个几字形的水脉 灵气汇聚 从一而终 我在地头上 将那条刚好绕着 紫团山山路的水脉 标注了出来 从几字的左边开始画 滑到最右边的时候 笔风突然间一顿 不再按照河流的流向画下去 反而折了回来 用笔在几字的左右两端 画了两条横线 把它首尾两端给连接了起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就在我画这条线的位置 应该还有一条地下河 这父亲几条水脉 联合在一起 恰好是一个圈 灵气汇聚 应该在圈内 我自顾自的在地图上画着 可是仔细看着父亲的山势 大河北侧有四峰 左三右一 南侧有三座山峰 从西到东 有矮到高 分别是 乔麦山 紫团山 以及狮虎山 山是建高 和风水顺 加上河流 本就向东流 这宝地灵气 自然而然 也会被引到最高峰 也就是狮虎山 魏廷站在我身边 盯着我手里的地图 这么说 那现在被当作 紫团山的地方 风水比我们脚下的 这座真正的团山 还要好咯 我摇头道 当然不是 你们可不要忘了 水域北面 还有三座山峰 左三右一 山势被水脉隔断 与这南面的三座峰 共同形成了一个天然卦 上续下根 唯 风山剑 老阿翁表情怪异地 看着我们 说出了最后的卦象 我同样震惊地看着他 老阿翁盯着我 看不出来呀 小伙子你年纪轻轻 竟然还会看大风水 当年曾经有一个 救过一命的人说过 这天底下 会看小风水的人不少 但是会看大风水的人 却几乎不存在了 大风水 说白了 就是能看破国运之风水 而并非一窄一幕的手段 小伙子不简单啊 老阿翁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我听当年那个人说过呀 能够看破这里的人 几乎不存在 他死后要藏在这附近 就是你画的 那个几次中间 中间也说了很多呀 我也不清楚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我脸色一变 你说的那块地 本来是宝穴 可是我刚刚也说了 这里是一个天然卦 封山剑 尚酒 瓦瓷红剑鱼路 其余可谓仪 霍小灵师声道 不会吧 什么不会 这是什么意思呀 严剑射凑了上来 这瓜子的意思就是啊 藏于这个地方的人 将会成为祭品 我指着山路处 那个锦子的中间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当年那个人 就等于是以身为祭 将自己甚至后代 都献祭给了这座大山 灵起不再向石虎山会集 这紫团山 反倒成为了附近的主峰 不过 其实 刚刚我的心里 就有些犹豫 因为那个几次 所在的地方 说它山路 并非不可 但是 它有自己的高度 在风水上 把它当作一座山来看待 也是可行的 如此一来 那山路的位置 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所在了 也就是风水学当中 俗称的变数 不过 现在有人葬身于此 那这个风水局 就要重新去看了 山形是 水平低 新生物 土行秋 我沉声道 这风山茧上酒 红茧于露 就是说 在红鸟 奚落在土山之上 倘若那里没有葬人 则按照挂词的解释 领起献祭 住着紫团山的主峰 领起最佳 但 要是那山路 成了变数 不对 还是不对 这里毕竟是天然的风水化 并不是随便 葬一两个人 就能改变整体格局的 我转向老阿翁 老人家 当年那个人 是您安葬的吗 他被安葬之前 有没有特别交代过什么 这倒是没有啊 老阿翁低头想了一会儿 不过 他倒是说过 历来白云寺的僧人死后 都会葬在那里 让我以后安葬他的时候 要小心一些 不要惊动了新人 我嘴角抽搐了一下 对了 这样就对了 一个人改变不了风水格局 但是 如果一代代延续这么做呢 就有可能了 可是这天底下 不在乎自己命运的人 多的是 但是 愿意让自己后代 也跟着遭殃的人 就不多了 这种事 反而僧人来做最合适了 或许 这整个白云寺建立之初 就是一个局 一个为了改变湖关大峡谷的天然风水卦而存在的局 历代的僧人 藏于山路 就是为了继续保持那山路地带保学的风水 新山武 土为新 红建于露 那是一座被风水局定型的土山 同时 五行 指于风叶 风为火红之色 叶属木 火刻木 则生土 五行之处 就在这 土山之上 我本以为 要定位大风水的格局 至少 要花上好几天的功夫 没想到 机缘巧合之下 一切 竟然都来得这么简单 长盛 你愣着干什么 老阿翁 等着你说话呢 霍小灵叫醒了我 我想我刚刚可能是太激动了 以至于 没有听到老阿翁的话 阿翁啊 您刚才问我什么了 我是问呢 当年我那个恩人葬在哪里 不会有事吧 他过世的时候 最后好一阵交代我 一定要好好地安葬他 还说什么 对不起先祖什么的话 老人家您放心吧 如果他真的是僧人的话 这个局 对他的影响不大 现在 你们要等我一下 我还去山巅看一看 然后 就回去山路的位置 我抬头看了一眼 现在 我们距离紫团山山顶 已经不远了 虽然附近的风水 我几乎已经可以判定 不过 既然来到了这里 去山巅 纵观一下整体的格局 也是有些必要的 我虽然对着附近地带 整体的格局 已经有了大致的判断 不过 站在山顶上看上一眼 我才算是能彻底放心 风水局 特别是这种干系重大的大小五行局 一个点看错 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 由于接下来的路并不长 而且也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所以 只有我和阎建设两个人一同上去 登上山顶的时候 我就明显感觉到了精神振奋了一下 阎建设 以一副神清气爽的模样 深吸了一大口气 哎哟 超声啊 这里的空气还真是好呀 我怎么觉得吸一鼓气 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上来了 我眉头紧皱 这里毕竟是紫团山 在风水没有被改变之前 这里便是附近灵气最盛的地方 知道一些滋养理所当然 不过 我的目光向下看去 站在山顶位置 再看那顶天柱的位置 一根银山树 超过了周围其他树木 一半以上的高度 高高耸立着 这完全不符合大自然的法则 太高的树 注定会被自然所毁灭 只有与群体一起生长的大树 才能互相避祸存活下来 那顶天柱的银山树 似乎并不受到 这种自然法则的影响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听老阿翁的意思 山路那个地方 是从很早以前 就开始被祭祀的地方 寺院当中的僧侣们 用自己的尸体 堆起来一座土山 重改附近的风水 然后那块地方 再一次变成了巨灵之穴 巨灵后 山路被似水环绕 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宝穴 但是同时也是死穴 灵起汇烬于此 将无法外现 长此以往 那里必定会成为 普天之下最佳的墨穴之一 到时候风水突变 宝穴灵起冲天 有识之士 自然会选择这里葬下先人 不出两代 家中必出帝王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来山顶 看一看的原因 倘若那真的变成了死穴 就算是再怎么是宝 也终不过是一个墨穴而已 不可能变成大小五行风水局的 关键之处 现在 站在山顶的感觉 更加印证了我的判断 紫团山 依旧灵气旺盛 看来这座山的灵气 似乎并没有被风水溅的天然卦 所封锁 顶天柱 上通天阳 直达九霄 明明不是最高峰 却有着最高峰 才能有的地位 奇怪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灵气究竟是如何泄露的 在团山的风水局 又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究竟是什么人设的局 一连串的疑问 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百思不得其解 他说 你看那边 我正想着 严剑舍突然间一伸手 指着东面的方向道 你看这条河 像不像一条龙 什么 我仔细看了看 山下的水脉 无奈地摇摇头 并不想 这水脉 空有龙的形态 却没有龙的韵味 只是一条死龙罢了 死龙 奇怪 明明这么大的 严剑舍 摸了摸后脑勺 水里反射的光线看起来 甚至有些像是 龙的爪子在移动 龙爪 我愣了一下 再一次朝山下看去 却看出 三条水脉汇聚起来 有点像一个龙头 但也只是有点像而已 后面延续下去的水脉 环绕着附近的大山 蜿蜒而去 莫说是龙了 说它是蛇 都也只能算是抬去它了 水脉 虽然也能影响风水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水脉起到的作用 也只是聚灵 山 山 方为风水根本 所谓无山则空 由水则灵 水能聚灵 抗若没有山势危机 灵聚则速散 大海上水多的是 但却极少有人选择海藏 这就是根本原因 一般人观风水 只要看爆水 便可以定穴 能力稍强一些的人 则会多少留意一下 水脉的走向 但这也只是 确定一处 宝穴哪里最佳而已 我之前观过水 并没有发现什么 现在又看了两次 也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更没有看明白 严建设所说的 栩栩如生在哪里 但是严建设这个人 说话向来不会空穴来风 他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说实在的 他作为军人时走过的风景 他是我不敢想象的 建设 你先下来 我上去看看 我走向严建设 踩着他刚刚站在的巨石上 取目四望 紧接着整个人都待在了当场 站在这个位置朝山下看去 那三水汇集的地方 恰好被顶天柱阻隔 顶天柱像极了一只巨大的龙脚 他的下方恰到好处的 阻绝了三道水脉 让那一处本来有点像是龙头的地方 变得栩栩如生 汇集而来的两条支流 好像是巨龙嘴角的两条处须 随着山势而舞 张开着龙嘴下方 又刚好是三水汇集的中心 好似一颗明亮的龙珠 但是那山路处的土山 在这个位置上 看起来的地位就变得有些特殊的味道了 好像是一根长长的棍子 恰好顶在了龙头下面的部位 像是一枪锁喉 将那巨龙的脖子顶起 再看后面的水脉 山势阻隔着下 巨龙的身体 好像在痛苦地蜷缩着 几只龙爪 别扭地延伸 让整幅龙徒 看起来更加的真实 老爷子的藏书里 似乎有一段提过 晚上 主定于是可遍天下风水 一叶障目之能无关大局 无关大局 并非一叶障目与大局无关 而是说 等一叶障目的风水局出现时 整个地区的风水格局 就不能再看整体的风水了 这就是一叶障目 我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这段来自天玄经上的记载 对一叶障目局 所提的也不多 甚至比连山归藏椅还要少 普天之下 除了曾经拿到过三卷天书的秦始皇 我确实想不出第二个人 能有手段 射出这一叶障目局 张良 诸葛 刘基 都不像是有这种能耐的人 毕竟他们总有通天之能 却也无逆天之力 鸭指双龙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这一叶障目局 我只能关 却不能改 要想知道这里的秘密 就必须按照这里的规矩来 那土山存在的目的 似乎只是为了斩断一条龙脉 但却又受到龙脉压制 积蓄的龙脉力量太强 暂时还无法被土山顶断 甚至还挤破了土山的死局 使得灵旗外泄 令后面的这座紫团山直接受益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 永无结果的局 只要汇聚而来的两条支流不断 自然的葬礼献祭不停止 这个局就会永远永远地延续下去 可是天有不色风云 几千年以来总是有大汉这年 龙脉不可能一直延续 那么主导这个一叶障目局的 就必定是这里的僧侣了 大汉之年不葬人 风水之年尸体尽葬于土山之上 这就保证了整个风水局的延续 看来这寺庙也不简单 尸体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呢 我苦笑着摇摇头 盯着那一株顶天柱 这是一株神木 怪不得当年看了它的人 会当场遭受天谴 只是这个周而复始的局 究竟是为了什么 而且现在僧人们都已经搬离在这里 本来能因龙脉逼退灵气 而生长起来的顶天柱 现在反倒成了那蛟龙 用于得到的龙脚 长此以往 不出百十年 这里必定有风云际会的圣景 龙脉之地 黑蛟化龙 这是几百年都不得一见的圣景 我知道 这个寺庙必定有他们独到的传承方式 不然不可能一直延续几千年 但是为什么又在十几年前 因为那么一点事情就毁了呢 带着疑问 我和严建设一起回到了顶天柱的所在 我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询问老阿翁对当年那个人的了解 但是老阿翁也说不出什么道道 这说当年他被锄头刨伤的时候 以为自己快死了 结果出来个老僧 硬是用香灰加草药救活了他 老阿翁当年也是有些年纪的了 但是他拍着胸脯说 活了几十年 也没在附近见过那个老僧 老僧救活了他以后 就遣散了僧人 让他们去旁边那座山重建寺庙 用的砖瓦也大都是从这里拆了搬过去的 所以旁边那座狮虎山上的寺庙 看起来也非常有年代 不是上了年纪的本地人 根本就不知道那座寺庙其实是被移走的 老阿翁说 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这里的僧人为什么会听那个老僧的话 并且最后还用他救了自己一命的恩情 请求老阿翁来安葬他 那么您老还记得那一位有说过什么其他的话吗 哪怕一句也好 我一直耐心的听老阿翁讲解 他在讲故事 故事虽然好听 可却没有我能用到的信息 呃 有道是有一句啊 不过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恩人死前曾来找我 说什么加西加西 富加西 呃 这白云寺的僧人呢 终究要逃脱这个噩梦了 老阿翁叹息着 我不明白 白云寺向来都是寺庙的财产 咱们会出现什么加西这样的事情 诶 谁来给他们加西啊 我嘴角臭了臭 一旁霍小林同样无嘴 惊讶的说不出话了 魏婷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 我对他们解释道 老人家 我想您听错了 当年那位老僧说的 恐怕是 假虚 假虚 富假虚 只得是假虚年 假虚月 假虚日 正是前不久 那是我无论如何 也忘不了的一天 那一天 我知道了 这个世界上或许 真的存在神人 说到这里 我又有了 去那山路处 看一看的心思 哪怕祭拜一下也好 那山路处的坟营 其实已经没有了东西 那只是一只 抵住了龙脉的棍子 哪怕是宝学 宝学当中的灵气 不是在与龙脉的抗争中 被消磨殆尽 就是进去了紫团山 那里 如今只是一片死地而已 古书有提过 黑胶者 角毒虚长过体 这水脉当中 所隐藏的龙脉 必是黑胶 现在 黑胶借着顶天柱生脚 已是大成之事 即便再想用祭祀 来填补山路 也已经是无可奈何了 不过刚才关山 向东方看去的时候 却发现了另外一个玄机 水脉一落向东 穿过另外一条 只留汇聚之处时 又生出了一条龙脉 不同的是 这条龙脉 已经具备了龙形龙胎 它张到了嘴巴 正一点点的蚕食着黑胶的尾巴 可怜那黑胶 还只是一条尾城形的龙脉 前面 又一直遭受着一叶帐木局的压制 根本无暇顾忌背后的力量 逃无可逃 这风水局 真的要害之处 并不是在这里 而是后面的第二条龙脉 这湖关峡谷的风水 好得出奇 双生龙脉 简直就是天底下 也难找到第二个的风水宝地 但是我也说了 要是一般不识的 一叶帐木局的半吊的巷师 来到这里 只判定第一条龙脉 而不看到后面的玄机 乱定宝穴 那么后辈子孙 必将受到牵累 反之 要是只看到第二条龙脉 而预判不到双龙聚会的风水 玄定的宝穴 也将会成为一个废穴 并无益处 根据老阿翁所说 前面倒是还有一个匣子 叫做青龙匣 景点的描述也非常的贴切 据说是古时候青龙出世的地方 当然了 这些都是道庭图书的传闻 我老还活了大半辈子了 也从来没见过青龙是个什么样子 老阿翁边走边笑 我们跟在后面一起笑 老阿翁 您可不能这么说 您老人家能大难不死 福原说不定 比那些见过青龙的人还大呢 霍小梁很喜欢老阿翁的故事 一路上也听了许多 两个人竟然成了望连交 而我最关心的 却只有青龙出世这一段 我想青龙出世并非传闻 我刚刚也告诉你们了 这里有两条龙脉 黑胶虽然说已经扛死了一夜账目局 日后如果没有其他阻碍 一定能成龙 不过龙脉画龙何其凶险 看似只有最后一步 可实际上没有百八十年的功夫 是完不成的 再说青龙出世吧 我看后面这龙脉早已经定型 青龙必然是早已经出世 只怕是在千年之前了吧 千年之前 卫婷惊讶地看着我 长生哥 你不会是想说 一条出世的青龙 用上了千年的功夫 也没能吞掉 那条还没有出世的龙脉吧 这个过程很难 它毕竟是要吞噬龙脉 而并非吞噬一条黑胶 这是改变山河设计的大事 哪怕是龙 也要慎之又慎 倘若不是一直都有高人帮助 遏制着黑胶的成长 青龙几乎不可能成功 不过 现在青龙借助他本身的龙脉 已经越过了青龙峡 嘴巴延伸到了第三条支流的交汇处 已经死死地咬住了第一条龙脉的尾巴 要想成功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只是 只是什么 火亭连忙追问 这些东西需要晚上才能确定 我抬头看了眼天色 就看了看地图 对老阿翁问道 老人家 我们今天能走到青龙峡的吧 呃 如果一直不停地走的话 大概后半夜就能走到了 老阿翁说得很随意 他是入股入惯了的人 这一辈子都在这里 对这里的地形熟悉得很 对时间的判断也一定是相当的准确 而且从地图上看 从紫团山走到青龙峡 几乎等于是横穿了整个湖关大峡谷 这个距离非常的远 路程要超过15公里 到后半夜能走到的说法 大概是相对于体力很好的人而言的 但是现在霍小玲和魏霆的脸上都已经出现了红润的颜色 他们两个毕竟都是女孩子 而且生活在附属之下 体力的问题是无法被忽视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两个竟然好像是在飙着劲一样 明明都已经很累了 可是谁也不说停 他们两个粗重的喘息声 谁都能听得出来 中间严建设劝了两句 他们也不停 倒是老阿翁陆上折了几根树枝给他们 也算是变相帮了他们两人一把 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 这两个女孩现在别扭得很 包括拿树枝的时候 谁也不肯先拿 最后老阿翁同时把树枝塞到他们手里 他们才算是接下 我虽然看不透 这两个女孩子为什么会突然间这样互相比试 可是对他们的身体状态总不能视而不见 要不我们就在附近休息吧 等明天白天再继续前进 也好啊 大雪天的 这山沟沟里的路滑得很 走得急了 连我都不敢保证安全了 老阿翁指的指河边的地方 就在河边随便找个地方就好 这些年公家开发了多 山里的东西晚上都不敢出来 这里就是最安全的 你们都带了外出歇脚的东西了吧 我们相识一笑 这些东西是肯定有的 因为我们早就做好了要在谷中过几天的打算 到时扩展厅最后给我的那个大哥大 现在派上了用场 毕竟我们早上出来的时候没说晚上不回去 给旅社打个电话非常的必要 免得平白多出些麻烦 我们提前分配的很合理 一个大帐篷 严建设的背包里装的是主体 零嘴且较重的东西都在我这里 霍晓菱那里也有一些 由于魏婷是最后到的 所以这些东西的分配 并没有考虑到他 他身上主要装的是压缩饼干一类的东西 老阿翁看我们有条不紊的搭建着帐篷 脸上渐渐被怀疑填满 后生们你们提前准备的挺仔细的嘛 你们当真是来逛逛的呀 老人家您看您说的 要不是准备的全面一点 又怎么能是经常旅游的人呢 严建设说出了我们提前想好的台词 这本来是应对人家怀疑的 不过现在我想去阻止严建设 已经晚了 老阿翁不是一般人 他知道我的本事 这些话用来糊弄他显然是不行的 现在这种时候 最好就是对老人家坦诚一些 阿翁您别多想了 我们不是您认为的那种人 我笑了笑 看老阿翁愈发警惕的神色 干脆直接就把包打开 放在老阿翁的面前 又只能指帐篷 您看 我们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剩下的就是那个帐篷 没有您想象的那些东西吧 后生啊 你可别胡弄老汉 你怎么知道 我猜到了你们是干什么的 老阿翁怀疑的 朝我的背包里瞅了一眼 又看了看 同样像我一样 打开包袱的三个人 表情稍稍松弛了一些 我知道老阿翁是在找什么 阿翁 相信我了吧 莫不说这山里不可能有什么大墓 就算是真的盗墓的 也不可能当着您的面 说出下午那些话吧 这一下老阿翁才算是真的放下了戒心 后生啊 你厉害得很啊 只能猜出我的想法 你怎么知道这里没有大墓的 你还真的观察过 我笑了笑 这里是双生龙脉 争斗一生 哪怕是帝王 也不敢把他们的墓选择这里 否则就颠覆国家之下 普通人安葬在这里 家族契约 只会成为双楼争斗的营养品 所以这里怎么会有墓呢 人毕竟都不傻啊 老阿翁脸色变了变 确实是这样的 当时那个老僧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说是安葬他的地方 不见得是好学 让我以后不要让家里人 把墓选择在峡谷里面 可是不是盗墓的 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我凝望着逐渐变黑的天色 或许 我们与你老人家当年 碰到的那个老僧 也有着差不多的目标 只是 哎呀 罢了罢了 这些东西啊 就不要告诉老汉了 老阿翁摆摆手 老汉活了大半辈子了 该知道的事情 也早就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事情 我也不想知道 我生生把那句 只是我们对那目标的态度 可能不同 给咽了回去 接下来 草草吃的一些东西 我有拉着严建设 随我一同出去观星 这峡谷里面空旷的很 不用登山 就能看到整体的星空 只是不能看到全部而已 不过 这也不成问题 多换几个地方 总是能看到所有想看的 长生啊 你不是都已经看过了吗 并且确定这里的东西了吗 咱们还要关心呢 严建设随着我一起走 我边走边说道 其实我也没有全部看懂 如果这里是双生龙脉 那么青龙与黑龙 必定有着一模一样的成长环境才对 即便现在表面上看下来 黑龙受到了压制 青龙才得以吞噬掉黑龙的龙脉 可是这种事情经不起推敲 黑龙的龙脉被压制了两千年 青龙才终于咬出前面这条龙脉的尾巴 呃 你不是说龙脉很难形成吗 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呀 严建设似乎对我晚上的话记得非常清楚 我是说龙脉很难形成 这两条龙脉的时间差也打得很好 要不是我们恰好碰到了 黑胶切点天兔画龙的时刻 我甚至也可能被活动过去 但是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这两条龙脉当中 不仅仅黑龙脉被压制了 连青龙脉脉恐怕也不好过 我凝视着南方的天空 猎户长刀大剑 关攻对准了青龙脉 二十八星宿当中 青龙七宿 脚 抗 底 防 心 尾 鸡 竟然在这山谷中 竟有应对的大山 而这七星大山 本是占尽了风水的巨灵之地 可是白天的时候 我竟然丝毫都没有看出来 这七座大山的山势 竟然完全被风山剑的菊 给震住了 朝生啊 你是在说白天那个风山剑的菊 震住了青龙吗 可是那风山剑的菊 不是助长了黑胶的吗 我向前走的脚步 猛地停下 青龙受到的压制更大 那为什么青龙可以先画龙呢 严建设不懂风水 但是对其中的因果关系 却明了得很 我想了一会儿 玄机笑道 这个很难 但也很简单 关键的地方还是在于 紫团山上的白云寺 那紫团山压住了青龙七宿 同时 也用它的山路 遏制住了黑胶的成长 僧人既然可以通过殉葬祭祀的方式来控制黑胶龙脉 那么他们自然也可以在那紫团山上摆下风水局 来决定什么时候紫团山能压制青龙七宿 什么时候不能 不过我想 这些风水局的痕迹 应该在千年之前就被毁灭了 毕竟青龙已经画龙 那些东西早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在哪儿啊 严剑舍走在我后面 说实话 这一天以来我们虽然看懂了很多东西 但是对要找的那件东西却一直没有头绪 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 五行指于枫叶 枫叶为火木之象 指的一定是土 可是 这湖关大峡谷当中 我根本找不到第二块地方是五行属土的 那山路处的土山只是一个幌子 贸然去挖掘那个地方 莫说老阿翁不干了 就算是魏婷和霍小灵他们两个 只怕也要站出来阻止的 更加重要的是 我比谁都明白 麻雀那种祭祀坟营是多么有损因得的 动了那个地方 一辈子都难以去除掉身上沾染的东西 至少我不能 土 哪里有土呢 我一边往回走 一边沉思 等到临近营地的时候 我看见身旁这条已经被冻住的河流 脑袋突然间嗡子一下 对了 严建设为我吓了一跳 急慌慌地问道 阿翔说 你说什么对了 我只是想通了 为什么一定要有人来照看这里这么多年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镇压这里的两条龙脉 镇压这龙脉一定是为了什么东西 我激动地大声说道 我们现在距离营地 你就差几步路了 我的声音很大 把正碰里的几个人全都吸引了出来 长生哥 你说什么 你知道这里的一切了 魏婷一脸的惊喜 他不懂风水 对风水上的事情最相信的就是我 霍小玲自然是不用多说的 长生 你发现了什么 我们要找的那个东西 知道位置了吗 嗯 我明白了 我笑着点点头 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我招呼大家一起进帐篷说话 是我一直都把事情想复杂了 这两条龙脉都是硬水脉而生的 天生水灭 而两龙相生菊 并不能安葬帝王 也不可能被人所利用 它的存在 目的就是为了镇住山河设计 当年有人镇住了两条龙脉 等等 霍小玲马上喊停 你说镇压了两条龙脉 这青龙脚不是好好的吗 我耐心的把自己今晚的发现 讲解给霍小玲和魏婷婷 一旁的老阿翁虽然没有插话 但也在认真的听着 所以这两条龙脉都是被镇压的 压住了这两条龙 就等于压住了这片土地的山河 而谁最想这片土地的山河 不脱离掌控 或者说 不会因为两条龙脉 而脱离它的掌控 老阿翁笑眯眯地说道 这还用说呀 那当然是皇帝了 还是老人家说的在理 我抬头看了一眼 历史上 有能耐同时镇压 两条龙脉的帝王 据我所知 就只有那一个 他想坐拥万世江山 自然不允许 自己的山河被分裂出去丝毫 他设下着大小五行局 本意就是为了 镇压山河设计 换句话说 用大小五行局 镇压了我们中华大地的 山河气运 他才有了 可能通过我们所寻找的东西 来守护国运 这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事情 我们要找的自然就是风扇宝库 但是这个东西 不能当着老阿翁的面 直白地说出来 嗯 话是这么说没错 不过 这跟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 还是联系不起来呀 霍小灵疑惑地道 知道了这些 我们就能挖到 自己想要的线索吗 当霍小灵说到挖的时候 老阿翁的眼神明显地警惕了起来 可是 他后来只提到了线索两个字 老阿翁这才又把脸捶了下去 老人家 您不用想太多 具体 我也给您解释过了 这个地方不可能存在着什么大墓的 所以 您老啊 不用怀疑我们的初衷 我再一次安慰老阿翁 老阿翁 凝重地点点头 后生啊 老阿翁相信你 我接着抿嘴笑道 我们要找的线索 其实 就在眼前啊 我翻出地图 这只黑龙坛 与青龙峡的正中间 那里恰好有一条支流 从北方流下 会入青龙峡 要同时镇住青龙峡 和黑龙坛 这两个龙脉 只有这个位置最合理 一定是从这个位置设下风水局切入的 而这个风水局最终的位置 就是在这里 我的手指 顺着那一条支流 一直往上 最终停留在了一个地方 在地图上 那个地方 又标注了名字 八泉峡 八泉峡 我们要去这个地方 魏婷拿过地图 仔细地查看 这里我们要明天才能启程 算实际距离的话 它比直接去青龙峡还要远 哎长生 你是怎么知道 一定是在这里的 霍小灵懂一些风水 你是想说 这八泉峡 镇住了两条龙脉 这不大可能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目前 这也只是一种猜想 也是唯一的可能 具体 等我们明天到了 或许才能对你们解释吧 主人稍后睡一下 老阿翁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对于这个老人来说 他只要不认为 我们是坏人 就不会怎么样 第二天一早 我们趁着天还没亮 就起来收起了帐篷 这里毕竟是景区 即便冬天没人 也要多注意一些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大家草草地吃了一点东西 整点好东西 就急忙忙地上路了 由于这一次 我们的目的地相当的明确 父亲的身世 水事 我也看了个大概 所以没有必要再走小路 顺着公家在景区开的路 快速地朝八泉峡走去 走到一半的时候 老阿翁就显得有些脖子在 时不时地挠挠自己的脖子 老阿翁 您老没事吧 我关切地问道 接下来的路并不是太难走 要是您老身体不舒服 可以在这里等着我们 我们回来带您一起离开 我没事 老阿翁笑着摆摆手 指了指自己脖子上 那条毛茸茸的尾巴 这东西 每次走到这附近的时候 都不安分地紧 你们不用管 老韩拿得住 那好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 那只被称作黑鼠子的松鼠 又到前面去了 八泉峡 是湖关重点开发出来的一个顶点 论景致 几乎可以和传说中的 酒寨沟相比 据老阿翁的说法 夏秋时节 这里可是人山人海 我们来到的时候 更是有幸见到了 被冰冻的瀑布 竟是确实非常的迷人 我自己找了个高点去观察 越看越是心惊 这虽然证实了我心中的想法 可却也变相地 让我们接下来的路 变得非常凶险 长生 你看到了什么 可能是我脸色不太好 被霍小灵察觉了 没什么 我苦笑道 小灵 给霍先生打个电话吧 让他带上几个信得过的手下 一起过来吧 怎么了 你有发现了 霍小灵面露喜色 谁都知道 始于五行诀 牵齿 这句话大概的意思 那就是 要我们挖掘 才能找到线索 我既然又让霍展亭带人来 那就一定是有所发现了 我指着面前这一处 一年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游览的八泉霞 点头轻声道 谁发现了 这是要想把这里的秘密弄出来 并不简单 这八泉霞就是天然的风水局 这怎么可能呢 霍小灵回头看了一眼 我也懂些风水 可一点也看不出来啊 你当然看不出来啊 我苦笑着说道 就算天底下的人全都来了这里 他也是看不出来 这八泉的位置 是按照连山八卦的方位来摆设的 而且其中 有两个位置是甲位 就算是懂得连山翼的人来到这里 如果看不出那两个位置是甲位 也看不透这里的风水局 连山翼 霍小灵捂住嘴巴 他亲眼见识过切摆下的元旦大碧 更见到了 学会了归藏翼的秦藤燕 是多么的可怕 要是这里 是人用连山翼摆出来的局 那就太可怕了 连山八万盐 每一盐便是一局 能看不一局 放在当下 就可算得上是学究天人 所以 要从八泉当中 看出有两个甲位 并且找出他们 就困难得多了 不过 好在我们之前看透了 双生龙脉的迷障 我指着左边第二个兵铺 又指着指脚下这块地方 这两个地方就是甲位 其他六拳为十位 最后的两位 是由两条被压制的龙脉坡上 双龙困于六拳 这是逆天局 将本来的双龙溪水局 变成了六道困龙局 双龙溪水可升天 六道困龙 那就是这风水局当中的 什么东西 在不断地汲取着 两条龙脉的灵气 而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我们这一次 要寻找的 魏婷走上前来 悄悄地在我耳畔说道 茶参哥 无论你把这件事情 描述得再怎么简单 可是你懂得连山椅 并且还很懂的事情 却是瞒不住的 我摸了摸鼻子 其实也不算很懂 如果真的懂的话 当时在七夜那里 也不会让小玲 遭遇那样的危险了 让我什么 霍小玲站得很远 可耳朵却灵得很 没什么 他们说你漂亮 我听到了 严建设在一旁打着哈哈 还不停地对我挤眉弄眼 切 我才不信呢 霍小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论到对风水的研究 霍小玲可以说是 除了我之外最懂的 变位 画风水图 指引罗盘这种事情 他也是守到前来 我让他留下来 绘制八拳峡的风水 每一个可能影响到风水的东西 都不能错过 自己则带上严建设和老阿翁去登山 还是那句话 有些东西必须站在制高点 才能看得更清楚 这八拳峡是人用连山翼画出来的八阵图 中国几千年以来都少有这种东西出现 我不敢保证自己看得准 其实即便是天华天宝天玄三博经书 对于连山翼的描写也非常的少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哪怕是看到那些直言片语的描述 我也一眼就能看懂 经书上有关连山翼的记载 有些地方只是画出了一个挂图 并没有丝毫的解释 可是我就是能懂 懂得它画的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 还有刚刚卫婷说的那件事 其实我自己也在怀疑 我当真是因为了解了青龙侠和黑龙坛的地势 就看懂了八拳峡的六道昆龙局吗 这六道昆龙局的名字 好像是我看到八拳峡地势的一瞬间 就自己蹦出来在我脑海里的 我起初以为是自己在哪里看过 可是仔细回想了一遍 才知道确实没有 能破局 甚至能解局 这种力量我似乎生来就有 只是被老爷子藏书给激发了出来 但是布局的力量 我却没有 这些必须通过学习 当初霍小林被秦藤彦控制 我也是真的无能为力 可是我身上的这些谜团 只有老爷子能跟我解释 他被村子里的人称为夫子 这个称呼其实是很神圣的称谓 教书先生被称为夫子 那是因为古时民风不开化 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五个士文盲 懂得学问 而且是绝大部分人眼中的大学问的人 才能被称为夫子 最初被尊称夫子的人是孔圣人 只是到了现在 传统观念觉得教书先生叫夫子 那就顺带地叫叫 渐渐地夫子这个称谓也就变得不那么神圣了 不过我知道的是 村子里的人叫老爷子夫子 那真的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大学问来供奉的 光灯 我正想着 冷不定的脚下一滑 身体就感觉失去了重量 手想要抓住什么 可是冬天的野草一把就断 身体迫藏了半天也丝毫没有作用 连滚带爬的一直坠落 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究竟有多么的狼狈 但是 我当时就能感觉到 自己向下滑的距离一定非常的远 那一瞬间 说实话 我没有想到死亡 一直在山坡上往下滚 脑袋里唯一冒出来的想法竟然是 待会儿会不会突然出现一块大石头 恰好撞到自己的脑袋上 不行 我要保护好脑袋 可这手根本就放不到头上 这种时候身体完全是不受控制的 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停止下滑的 当我终于感觉到世界安静的时候 可能我已经躺在地上很久了 因为我平躺在地面上 甚至能看到从山上一路急跑向下过来的沿剑舍 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能很好地控制自己身体的平衡 他一定也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 只能继续地往下跑 可是 他却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轻盈地躲过一切有可能半倒他的障碍 我尝试着活动了两下 竟然笑了 从山上滚下来 到底是跟垂直坠落不一样 那一次在长行直接掉下来 我半天都无法动态 很久之后才感觉到身体的疼痛 可是这次滚落 加上一路上积雪的帮助 我身体虽然还是像散了架一样 可是不等严剑舍跑到 我就已经能支撑着身体坐了起来 超主 你怎么样了 严剑舍如风一样 从我身边窜了过去 灵活归灵活 可身体的惯性 他控制不了 我就眼睁睁看着这一道壮硕的黑影 从我身旁一闪而过 带着一句关键的问候 然后等不起我的回答 自己就冲到了更远处不见了踪影 我扭头朝下面看去 这才开始暗自庆幸 我所在的地方 恰好是这山崖中一片比较平坦的地方 继续往下 依旧是陡峭的山市 如果我在这里没有停处 可能还要往下滚很远 那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怕就是真的不得而知了 可是这一小块平坦的地方 真的能指出我下滑的趋势吗 刚刚明明都滑得那么急 我仔细检查自己的山边 可能是刚刚脑袋 还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 一时没有看清楚 经过这一会儿的缓和 我才终于弄明白了 自己所在的是什么地方 如果硬要说的话 我在的地方 应该是山间的一个小沟壑 我的身后 也有块延伸出来的石头 这块石头 并非像我刚刚所理解的那种平坦地带 相反 它是有坡度的 而且坡度还很大 如果硬要说的话 这块石头 与我身旁另外一色的大山连接起来 应该正好是一个老师们常用的对号 我刚刚 其实是被挤在了这个对号当中了 这当真是很大的幸运了 在我感叹命运的时候 听到背后一丝丝的响声 回过头去 就把我吓了一大跳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就站在我的面前 那条长长的毛茸的尾巴 将它的身体 衬托得很大 正左右摇晃着 诡异得很 黑鼠子 我下意识地想要伸手 但是这个小家伙 灵活地想好一跳 就脱离了我手掌 所能触及的范围 我无奈地看着这个小家伙 你不是一直没有离开过阿翁吗 怎么自己跑来的 朝政 你没事吧 严剑舍提转吁吁的 从下面又跑了回来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个家伙 刚刚虽然惯性大 一般人跑起来就停不下来 可是严剑舍毕竟不是一般人 只要他想 总是能找到停下来的方法 他在面临这些状况时的应急反应 几乎是印在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就好像一般人吃饭时的习惯性 拿筷子一样 不会像从来没有拿过筷子的老外一样别扭 我没事 多亏了这块石头 我笑了笑 挣扎地站了起来 衣服上有很多地方被划破了 但是冬天穿得多 还真没有伤到骨头 皮肉的疼痛并非不能忍受 即便这样 严剑舍依然逼着我躺下 让他检查了一番 哎呦 你们几个呀 可吓死我了 老阿翁也很快来到 到了以后 看我们没事 也就放下了心 紧接着 眼神又在四周搜索着什么 哎 黑鼠子呢 他没有过来吗 啊 刚刚不是还在这里吗 我指着旁边雪地上被留下来的印记 又跑到哪里去了 他来过又跑了 不可能啊 老阿翁一脸的不信 黑鼠子平时听话得紧 我让他来找你 他不可能乱跑的 哎呀 这是去哪了呀 在这边 严剑舍指着旁边 那里每隔一段 都有隐喻可见的小脚印 跟大尾巴扫过的痕迹 我笑道 哼 该不是闻到什么好吃的 先跑去找吃的了吧 老阿翁一脸严肃 不可能 黑鼠子听话得紧 不是我给他的东西 他从来不吃 不行 我要去看看 完成使命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老阿翁说走就走 看得出来 那只小松鼠 在他眼中的地位 是要远远高过我们 这些给他钱的老板的 我和严剑舍对视了一眼 也都起身跟了上去 让我们失望的是 我们跟着脚印向前走了 大概只有二十多米 竟然就再也无法通过 雪地上的脚印 寻找那个小家伙 前面这片山坡上 大概有一亩多的地方 并没有丝毫的雪残留 地上也都是湿漉漉的 抬头看天 书梢上也都挂着雪花 可是唯独地上没有雪 哎呀 山里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地下温泉什么的 除非风扇的大雪 不然灵性的小雪 在这儿根本不会留下痕迹 老阿翁叹口气 开始朝右边走 看来他是打算 沿着周围的雪线 一点点的检查 一边找到黑鼠子的去向 老人家 不用了 严剑舍眼尖的狠 突然间伸手指着指前面 在那里 刚刚我看到一个黑影子 晃来晃去的 就是他 黑鼠子 老阿翁叫了一声 没有丝毫的回应 我跟着严剑舍朝前走了几步 也看到前面三十米开外的地方 似乎有一条 稍稍勾勾出地面的大尾巴 轻轻晃了几下 阿翁 在这里 我招呼了老阿翁一声 继续往前走 期间老阿翁 一直在呼唤 黑鼠子的名字 可是这个向来都很听话的小东西 却一直没有给我们回应 情况诡异的很 我们又走进了十米以后 几乎已经可以完全确认 那只晃动的大尾巴 是属于黑鼠子的 可是 这个一向很听话的小东西 现在却像是 完全听不到老阿翁的话一样 老阿翁比较急 走得比我和严剑舍还要快 两步并走一步 跑过去一把抱住黑鼠子 可是紧接着 我们就听到老阿翁 哀悠一声 紧接着 那道黑漆漆的影子 就又从老阿翁的手里逃了出去 我和严剑舍加快脚步 来到老阿翁的身边 仔细一看 他的左手无名指 竟然被咬掉了一大块皮 老年人的皮肤 当然都是这个样子 皮肤显得很松弛 隔着皮 几乎就是骨头了 老阿翁左手无名指 第二指的皮 几乎全都掉了下来 只有那么一点点的 连接处在搭拉着 我甚至可以看到 他第二指节 那段森白的骨头 老阿翁脸上并没有痛苦的神色 神情木讷地 看着他的脚下 那个地方 黑鼠子 已经挖出了一个 两尺多深的小坑 他的爪子非常的锋利 不断地往外刨着土 身体几乎全陷入了坑里 刚刚照看我的时候 严建设就已经取出了准备的结旧包 连忙与我一起 为老阿翁包扎好 现在短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再送老阿翁去医院 看那块即将脱落的皮 我们身边的条件不足 严建设 说老阿翁脱落的皮 如果强行按回去 多半是要化农感染的 一旦捡了严症 可能整个手掌都会废掉 感染化农这种事可怕得很 我们谁也不敢冒险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老阿翁那块 即将脱落的皮剪掉 然后消毒包扎 老阿翁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包括我皱着眉头 看严建设 剪下那块搭着的皮时 我也没见老阿翁的眼睛 有眨一下 怎么可能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老阿翁难难地语 老人家 你怎么了 我察觉到了老阿翁的异样 他的反应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像老阿翁这种人 可不是什么母爱泛滥的人 他曾经是一个猎户 经历过战乱 饥荒 心思可不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能比的 对他而言 不存在什么宠物的概念 狗就是狗 猫就是猫 兔死狗棚是常理 家里没耗子 猫就可以丢了 一个松鼠如果敢要主人 那么他就一定会变成下一顿饭的口粮 可是现在老阿翁的样子 并不像他这种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能展现出来的神态 我轻轻地弯下腰 紧急着猛然出手 一把擒住了黑鼠子的脖子 这畜生全身挣扎着被我提起来 张牙舞爪 猛地转过头 那尖嘴獠牙的凶恶模样把我也吓了一跳 我可以肯定 面前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 之前两天陪我们在一起时 那只乖巧地松鼠了 长寿 小心呐 严剑舍在一旁担忧地看着我 我笑了一下 放心吧 对付这东西 我有经验 我用手牵着黑鼠子脑袋下面的对方 让它无法转头 身体下面再怎么扑腾 也伤不到我嘶吼 阿翁 他原来这样发过疯吗 没有啊 老阿翁叹了一口气 慢悠悠地坐在了地上 对我们招招手 我和严剑舍对视的一眼 也都一同坐下 任由黑鼠子在我手里叽叽叽地狂叫 也不去管他 当年老曾死前把他交给了我 让我好好地对待他 还说他就是自己的命 老阿翁短短的一句话 就让我明白了 为何一个猎人竟然会对宠物产生感情 这其实并不是感情 而是报恩 那老曾还说过什么 我紧接着追问 老阿翁目光浑浊 拿出一只烟点上 深深地吸了一口 他说 这黑鼠子能听懂人话 而且听话得紧 他要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我身边 那也是罢了 就让我好好地照顾他 可是如果有一天他想走 我万万是不能拦的 拦也拦不住 还说 还说什么呀 严建设看老翁又慢悠悠地抽起了烟 有些急躁 老阿翁一连抽了好几口 一直把这烟抽到了烟屁股 才把烟头放在焦底踩灭 叹息着说道 老僧还说呀 黑鼠子想要走的时候 如果是我在家 那就什么也不用管 如果是在峡谷里面 那就跟着他 等他挖出来什么东西 再把他杀了 埋在老僧的旁边 我提着黑鼠子的手 突然间一松 关于的是 这个小家伙 刚刚明明对我一脸的仇视 那眼神简直恨不得杀了我 可他挣脱的一瞬间 就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身体猛得一扑头 又跳回了刚刚的坑里 不要命地继续挖着 又往下挖了几尺 这小东西的爪子都劈开了 挖出来的土里都带着鞋 他好像感觉不到疼痛 一直在不断地往下挖 诶 严建设想说什么 可是我白挖手阻止他说话 目光水中盯着老阿翁 老阿翁已经默默地 取出了一把小巧的弯刀 看下黑鼠子的目光中 充满了流量 可是握住弯刀的手 却异常地闻见 他才等 等着黑鼠子 跳出坑来的那一刻 黑鼠子继续挖 我们在旁边默默地等 谁也没有想到 我们这一等 竟然就等了两个多小时 黑鼠子偶尔顶着一团土 从下面冒个头 那土壤已经染了很多的血 可是 一只松鼠的身上 能有多少血 老阿翁握住弯刀的手 开始颤抖 其实我们谁都明白 他这一刀 可能已经没有必要 时间越久 黑鼠子出来的频率 也是越低 他最后两次出来的时间间隔 足足有二十多分钟 而现在 他距离最后一丝冒头 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分钟了 严建设把手掌 按在洞口旁边的土地上 对我摇摇头 我轻叹一口气 开始扒了洞口旁边的土 又拿出来手电筒往里看 这小洞口里面 黑漆漆的 而且洞口太过狭隽 我竟然看不到 里面的景象 老阿翁拿起弯刀 开始刨土 严建设却拿出了一把 折叠的工兵铲 这种社球 还是由我来吧 严建设挖土的速度很快 而且也很有技术 四周挖得非常的均匀 而且每挖一下 也总是要垫一下 老阿翁只看了一眼 就说严建设 是个当过兵的人 挖过战壕 洞口很快 就挖得非常的宽敞 我已经能用手电筒 照到一米多深的位置 看到一团黑乎乎的皮毛 那是黑鼠子 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承承 要怎么办呢 严建设挖了半天 已经把坑挖了半米多深 现在如果在距离洞口的位置 伸胳膊下去 按理说应该是可以把黑鼠子抓上来的 我看了一眼老阿翁 他手里的弯刀一直都没有放下 紧接着 我又对严建设点点头 他趴在地上 把胳膊伸进坑里 几秒钟以后就大叫了一声 抓到了 紧接着 严建设的手臂缓缓地从洞里拔出来 他的手刚刚好抓到黑鼠子最后面的一节尾巴 把黑鼠子整个提了出来 给我 一只没有说话的老阿翁突然伸手来接 他拿过黑鼠子以后 右手的弯刀直接卡在了黑鼠子的脖子上 划出一道口子来 严建设张了张嘴 似乎有话要说 我赶紧拉住了他 是啊 我们都看出来黑鼠子已经死了 他的嘴巴里被泥土填满 却没有一点喷出来 已经是没有了呼吸 老阿翁作为一个猎户 不可能看不出来 可是即便这样 他还要在最后加上这一刀 那就需要深思了 或许他口中那个老僧 最后临死之前 对他还说了些啥 果不其然 老阿翁用弯刀扣住黑鼠子的脑袋 卡在脖子上将它放在地上 紧接着 他又拿出来另外一把小刀 划开了自己的棉衣 从一堆发黄的棉屑里面 摸出来三根细长的小木条 还有一个红色的小包 他先小心地取出木条 一根根掰开 竟从里面取出来三根完好的香 点燃以后 插在黑鼠子 尸体再往前一点的土地上 我和严剑舍自觉地让开了老阿翁面前的位置 看着他一层层地打开红布包 从最里面的那一层 取出来两张黄纸 严剑舍几次想张嘴 我都用眼神治着了 我们分别站在老阿翁的左右两侧 看着他点燃了黄纸 什么也不说 把那张黄纸盖在黑鼠子的身上 一股皮毛被焚烧的焦糊味道 随着滋啦啦的声音一起扑面而来 好在黄纸烧得很快 也并没有把黑鼠子点燃 确实在他身上烧焦了一小块而已 这时候老阿翁终于又抬起了 掐在黑鼠脖梗上的弯刀 稳稳地按住黑鼠子 捏着他的腿 分别在他的四肢上各滑了一道口子 最后把弯刀举起 将第二张黄纸穿在弯刀上 最后又把弯刀 刺在了黑鼠子背上 那块被烧焦的地方 用打火机点燃那张黄纸 说来也巧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间留意到 自己面前似乎冒出了一股热气 顶经一看 刚刚被黑鼠子挖开的洞口 竟然流出了一股股细细的水流 就是这个啦 老阿翁身子颤了一下 开始恭敬而缓慢地 对着黑鼠子的尸体扣头 扣三个 站起来做一 紧接着又缓缓地跪下 再扣三个头 如此反复九次 老阿翁一共扣了二十七个头 他最后一次跪脚的时候 双手向前平伸 脑袋一点点的贴近地面 然后是胸口 除了屁股以外 他几乎是将整个身体 都贴在了地上 承受 他到底在做什么呀 严建设到底还是没有忍住 走到我的面前 用尽可能小的声音问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 按道 还好严建设选的时机还不错 刚才那种情况下 是万万不能说话的 现在里程就无关大雅了 这是积天理 只有在特定的场合 才能够用积天理 特定的场合吗 是什么呢 我看了一眼严建设 记得我跟你提到过的金龙台吧 啊 那不是 就是那个 这一切都说得通 我上前把老阿翁给搀扶起来 发现他整个人好像变得苍老了许多 老泪作合 阿翁 这种时候不应该难过 毕竟你们这一只血脉 延续下来的使命 已经完成了 我拍了拍老阿翁的肩膀 老阿翁瞪到了眼睛 看着我 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您就不用瞒我了 这积天理 除非是被选定的人 其他人做不得 只有你们这些人亲自来做 才能完成它 我把老阿翁扶到大树下 让他坐下来休息 老阿翁擦着脸上的泪水 身体不沉的愁愁 两千年了 我们几家人 世世代代坚守的东西 当真已经是完成了吗 你告诉我 我完成了吗 我没有在我这一辈 愧对先祖 没有让他们的使命 他们一辈子所坚守的东西 在这里断绝吧 没有 您完成得很好 我安慰着老阿翁 等他收收平复了情绪 才接着问道 阿翁 你们这些人 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吗 我这一辈子都死光了 老阿翁斜靠在树上 晃着脑袋 既然你都知道 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后生 你应该知道 有些老家族 自祖上开始分支 这个我知道 某一个祖辈有了名声 显赫了地位以后 就开始建立家族 建立族仆 他的儿子们 就是分支的开始 如果有三个儿子 那这个家族一开始 就会被分为三支 再后 无论家族怎么繁衍 孙子备有多少 重孙子备又有多少 但是 这个分支是不会变的 一支的子孙 始终会带着一支的名号 是啊 老阿翁叹道 我们这个家族就是这样的 一支的人 就是主家 能掌管家族 祖上传下来的所有秘密 二支三支四支的人 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些秘密 我们家族 无论法养多少代 也有多少人 但是从祖上来讲 都是本家 祖谱无论记载的多后 也会写上这些小辈的名字 我静静地听着老阿翁讲述 严建设点好一支烟 递了过来 老阿翁抽了一口 慢悠悠地说道 可能在祖上 一支的人 是会被人尊敬的 那个时候 蛮风很严 无论家族怎么繁衍 二支三支四支的人 又出了多少的大官 富贵 但是一支的人 就是家族 不论国法 家族可以掌控 整个家族 每一个人的一切 那个时候 我们这些主家的人 是风光的 可是到了我这一辈 老阿翁擦了他眼角 后生啊 用你们的话说 这大概叫思想开放吧 家族 我们家族的人 接受了这些思想 渐渐地 莫说有了地位的 庞系的人 就算是普通的 庞系族人 也已经不听我们的话了 等等 严建设 突然插嘴 阿翁 我读的书不多 您不要怪我 我想问问 就算是一支的家族 也不可能每一代 只剩一个儿子吧 你们说一支的人 都是家族 那时间长了 这种关系 不会乱掉吗 老阿翁 抬眼 看了看 严建设 还记得 我跟你说过的白云死吗 我们的一支 主家的人 之所以 在两千年来 能够辅助 就是因为白云死 因为 只要是我们 一支出生的孩子 祖祖辈辈 都要留在湖关这里 而且 家里的男丁 从来不能超过三十个 除此以外 多生出来的孩子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要被送到白云死 我们这些人老了 家里的人老了 要退休了 也会住到白云死去 老阿翁说的话 带给了严建设 非常大的震撼 这 这么说 那个白云死里面的僧人 都是你们的家人了 老阿翁点点头 后土齐天 爱上听书 小重录制 我倒是没有太大的震动 其实 从老阿翁一开始 行祭天礼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了 什么人有资格 行祭天礼呢 只有跟着湖关的秘密 关系最大的人才行 而且 他行礼的方位 正对着子团山 山路处的土山 那里埋的都是僧人 按理说 僧人跟老阿翁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或者说 他们跟着世上的任何人 都没有关系 因为 从他们入土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是死魂 被封在土丘里面 不得外出的死魂 没有任何人 有资格 对他们行礼 行了礼也没有用 除非有一人 跟两千年以来 被埋在那里的人 有着斩不断的关系 才有可能通过 几天礼 去释放这些死魂 而这一层关系 只有可能是血缘 可 可是 严谨是胡乱地摸着脑袋 一脸的纠结 长生不是说过 被埋在那个死穴里的人 子孙后辈都会受到 那个叫什么来着 类似于诅咒的东西 我们不用担心这个 老阿翁颤颤巍巍巍地摸着自己 重新披在身上的那一层厚厚的棉衣 我们这些留在湖关之外的主家 自小身上都带着一些东西 直到决定去白云寺养老之后 才会把那件东西拿下来 穿给下一个占据三十名额的人 我刚刚一直跟你们提的老僧 他是我的父亲 这些年来啊 因为 思想的开化 你们是这么说的吧 总之就是因为这个 别说是庞植了 就算是我们主家的人 也渐渐的不愿意 在执行上面传下来的规矩了 老阿翁指了指自己的肩膀 还记得我这道巴马 这是当年我的儿子留下的 他是我的儿子 他在外面上过学 可也知道族里的秘密 那个年代 他想要好招破自救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毁了白云寺 他那个时候真的是疯了 连他老爹都敢抡起锄头来砍 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 可是老阿翁说起这些的时候 眼里的悲哀 却依然无法掩饰 说实话 我猜到了老僧可能的身份 可是我绝对没有想到 当年险些要了老阿翁性命的人 竟然跟他的关系也是这么的亲近 或许正因为这样 老阿翁才会决定 在自己这一带 让某些传承断掉吧 要是我们不来 可能一个延续了两千年的秘密 当真会随着老阿翁这一代人的死去 而被掩盖 不过转念一想 有些事情是冥冥之中就注定 就如同左青青的大爷爷 霍云阿姨的师父 他就算定了 我会在某一个时间出现 而老阿翁的父亲 也知道那一天是一切的开始 在老阿翁这一辈 并不是结束 而可能是注定的开始 所以 我才从来不给自己算命 运输天定 有些可能被改变 而有些根本改变不留 有帝王命格的人 哪怕像刘善这种 被大梦千年局 蛊惑了心智的人 也可以安享晚年 当一个安乐公 没有帝王命格的人呢 如闯王李自成 楚霸王项羽 哪怕实事造英雄成就了他们 可在那位皇帝的位置上 注定连屁股都雾不热 越硬的命格 越难改 天鬼命格 要想改命 困难不亚于 改变一个帝王的命格 就是题外话 现在老阿翁对我们讲完 又指了指前面的 黑鼠子尸体 哈 你们暂时不用碰 等一个时辰以后 我自己把他送回去 你们在这里 大概还有其他的事情 要做吧 已经没有了 我对严建设打了个眼色 建设 你现在啊 就去叫小林和婷婷他们 让他们不用相忙活了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啊 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吗 老阿翁惊讶地看着我 我们家族是在守护着一样东西 我爹临终前说 一个被遮住了天幕的人 会来取走这样东西 到时候黑鼠子 也会完成他的使命 我一直在猜 那个人是不是你 从紫团山开始 我就有些确定 直到黑鼠子消失 我才真正的确定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们家族守了两千年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呀 严建设向前走了两步 又退了回来 显示按捺不住 自己心底熊熊燃烧的八卦之火 我指的指黑鼠子 二翁 能让你们祖辈的死魂 得到解脱的东西 其实就是你们一直在守护的东西 这东西挣住了两条龙脉 而且接下来的日子呀 它依然有着同样的使命 只是从现在开始 它的使命 开始进入了倒计时而已 我走下黑鼠子 蹲下来 看着它那被泥巴塞得满满的嘴巴 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土 老阿翁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它虽然是家族最后一个坚守规矩的人 可是 却要对自己要守护的秘密 一无所知 就是这些土 我可能要取走一些 但也不会太多 毕竟 我们依然需要它来镇压两条龙脉 因为黑鼠子的关系 让我们少了许多麻烦 至少不用冒着危险 自己动手去挖了 我看着那黑洞处 将来缓缓流出的温热泉水 拿起瓶子 倒干了里面的水 又把温泉的水 接了满满的一瓶 虽然只有一丁点 但是我想 这水里面的也应该足够了 诶 超少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呀 严建设也走过来 瞪着眼睛 看着黑鼠子的嘴巴 有过老阿翁的交代 他不敢去动黑鼠子 什么 当然是全天下的人 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也是唯一有可能 同时镇压两条龙脉的东西 吸壤啊 吸壤 严建设依旧一脸的不明所以 看得出 他对吸壤完全没有了解 老阿翁也是一样 即便听到了吸壤的名字 他似乎也不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什么 吸壤啊 相传是大雨制水的时候 在荆州古城留下的一块土壤 吸 有生长的意思 吸壤合起来 就是能自我生长 永远不会消耗的土壤 我耐心的解释 相传 在大雨制水的时候 用吸土填红水 吸土不耗减 绝之异多 是制水的最佳材料 不会吧 这个土还能自己变多啊 严建设瞪大了眼睛 西州之前的很多东西 都不会依靠现在的科学可以解释的 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稍稍等了一些时间 就开始跟随老阿翁 一起往回走 严建设先走一步 去叫魏婷和霍晓玲两人 他们几个走大路 速度要比我们快一些 即便我和老阿翁距离目的地更紧 可是 再去往青龙祥的河流分岔口 却还是他们几个在等我们 我们的时间不多 路上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机会 最年老的阿翁身上 背负着自己族人 几千年以来的命运 走路的速度反倒是更快的 他没有必要停下脚步等我们 只要完成了今天的事情 他的使命 他们这一整个家族的使命都能完成 渐渐的 体力不支的霍晓玲和魏婷就被甩在了后面 我没有办法 只好让严建设放慢点脚步照顾这两个人 并且嘱咐他们 如果待会看到什么异象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就是停在原地 我自小就生活在农村 即便农活没干过多少 但是体力却也是要被一般生活在城市的人 好了许多 完全可以跟得上老阿翁的脚步 路上累了 渴了 就弯下腰 随手抓起一把血 填在嘴里 就这样紧赶慢赶 当我们回到紫团山路的时候 太阳也几乎快要落下来了 快一点 西上埋下的时候 一定要有阳光的 我看了一眼天色 还好河流的流向是自东到西的 南北两侧是大山 即便太阳快落山了 也是依然能够看到阳光的 老阿翁点点头 这些我父亲交代过 没想到你竟然也知道 好了 接下来啊 你在一边看着就好 不要打扰我 老阿翁先是在地上铺了一层布 然后轻轻地把黑鼠子的尸体放在上面 紧接着又脱下自己的棉袍 这一回 老阿翁对待自己的棉袍 就远远没有上一次那么和善了 他用自己的小刀把棉袍 从上到下划开 又将里面的棉袍全部都取了出来 最后 在那些发黄的棉袍之中 扒拉出来许多洁白的牙齿 那些东西很像狗牙 但又比狗牙略小一点 尖端有些圆滑 底部被磨得很平 细看之下 连我都有一些震惊 这些牙齿竟然无论大小还是弧度 都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当然 是不是真的动物牙齿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之所以能看出这些都是真实的牙齿 我才会这么的震惊 这些牙齿夹起来 一共有27个 可别小看这27个牙齿 如果是狗牙的话 想从狗嘴里找到这27个 几乎一模一样的牙齿 不杀死几千条狗 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些牙齿啊 都是从黑鼠子的嘴里拔出来的 老阿翁缓缓地说道 不过这些东西 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 传说在很早的时候 这湖关里 几乎漫山遍野的都是黑鼠子 老阿翁把27颗牙齿 整整齐齐地摆了三排 叹息着说道 哎 时间太久了 即便是我们主家 现在也只保留下来 这27个而已 老阿翁说得简单 不过在我听来 却是非常震撼的 毕竟他曾经说过 他们主家的人 自两千年开始 就不能有超过三十个男丁 其他的男丁 都必须要住到白云寺里 才不会因为先祖的阴魂 而受难 也就是说呀 这些牙齿 就是保证三十个主家男丁 不受难的保命符 这些东西代代相传 中间经历了无数战乱 至今为止 依然保留下来27个 足够让人震惊了 我想 白云寺 大概也只是一个 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而已 老阿翁拿得到符 还有这些牙齿 都有道家阴阳树的痕迹 能在那白云寺里 庇护僧人们的 显然不是佛 他们因为什么原因 把一个道观变成了寺庙 都可能是受制于某一个历史时期 可能寺庙比道观 更容易生存也不一定 这些东西 没有必要去向老阿翁去求证 当初的情形 无论是什么样 都不会改变寺庙里住的人 不会改变他们生存的意义 老阿翁在山路的最中间 放置好了黑鼠子的牙齿 又把黑鼠子的尸体 摆在了牙齿的最前面 我发现 他找的地方 似乎并不是随便来选的 至少从旁边来看 四周有一些乱石 这些乱石 似乎也是按照先天八卦来排列的 我只能感受到 这些乱石当中暗藏玄机 可是 这先天八卦阵里 藏的玄机究竟是什么 我一时还看不出来 虽然并不是说 越老的东西越玄傲 不过想想 设下这先天八卦阵的人是谁 想必大家就能明白我的无助了 当年的一位 很有可能是迄今为止 最后一个看过天书三卷的人 那个人的能耐 远远不是现在的我们 所能想象的 山梦呼风唤雨的手段 在那一位眼里 可能只是小儿科 他真正的能耐 或许可以做到斗转星移吧 战国时 诸国皆信仰武德 穆德上清 金德上白 土德上黄等等 这是天地阴阳 无法被改变的东西 每个诸侯国的衣服 也都与武德息息相关 这也就成了战国时期 诸国交战辨认敌友的一种方法 从服饰的颜色就能判断 但是秦国在那种大征之事 就与其他诸侯完全不同 他们完全不愁上武德 虽说水德上黑 秦朝也上黑 可是这两种黑 也是完全不同的 秦朝的黑 不属于武德之一 他们不信天命 只信自己的主军 这因为他们的主军 有改天异命的力量 黑其实也可以说是武德权战 多种颜色混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黑色 秦王在昭湘王得到三卷天书的时候 就已经在行逆天之事了 到了秦始皇 他是最后一个掌管天书三卷的人 他想将自家王朝这种五行战禁 与天下平起的地位 永远巩固下来 于是就在自己的领土上 设下了大阴阳五行 靠风水之术行逆天之事 倘若真的成了不单单是中国 只怕整个世界的历史都会被改写 眼下这个先天八卦 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他却又观之不透 一直到老阿翁 将他从棉衣里找出来的 最后三张黄纸一同点燃 嘴里嗡嗡地念叨着我听不懂的土语之后 四周的土地上便同时冒出了一些如同瘴气一样的东西 附近好像地震了一样 摆在地上的二十七个洁白的牙齿上迅速地出现了黑斑 随着大地一同颤抖着 即便看起来好像是被震散了 可实际上 这些牙齿却是有序的在被震成一个圆形 围绕着黑鼠子的尸体摆放 我连忙拿出来早已经准备好的符纸 双手将之按住 默念屈伏中 随后取了一个口罩 把黄纸塞在中间的夹层中 戴在嘴上 这些黑色的气体 是两千年的怨灵 老翁有着与他们相同的血脉 并不碍事 但是我在这里就完全不同了 吸入的过多 很可能死在这里 一缕缕的黑烟从地面上冒出 有些是从千天八卦的巨石上冒出来的 有些则是从平坦的地面上冒出 时间毕竟太久了 当年用来布阵的巨石 有些已经被风华凋零 可是 这些仙人们的怨灵 却还记得他们的方位 我盯着四处的黑烟 眉头紧重 这些冒出来的连接在一起 竟然变成了厚土齐天之下 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逆天局 厚土齐天 与天同手 加张这里天然的双生龙脉 一旦千年局成 这里真的有可能变成超出三界外 不在五星中的法外之地 这里布局者就是神 唯一的人 这种逆天局 天底下的人想都不敢想 包括我 在见到这个局之前 甚至 我无法想象 这天底上竟然真的有这种东西 竟然会存在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看出来这个局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直存在于我的意识深处 今天见到我便马上能回想起来 厚土齐天局被开启 两千年来被镇压在这里的院灵 全都化作黑烟 将一整片山路笼罩 好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城池 而我和老阿翁所在的地方 就是这城池的中心 一道道的黑色瘴气沉淀在附近 如一个个跪下来的影子一样 二十七颗黑鼠子牙齿 已经完全变成了发亮的黑色 但是他们依然在震动着 我朝那边扫了一眼就看出来 这二十七颗牙齿 似乎并不是均匀排练着 他们中间很突兀的空出来三个位置 不好 看来如果没有那最后的三颗牙齿 今天这个厚土齐天局 根本无法成形 可是院灵已经被释放了出来 如果临时中断的话 不单单这些院灵得不到解脱 无法成佛 甚至连两条龙脉也会绝地反击的 我眉头越皱越紧 双生龙脉被压制了两千年 如果给他们找到机会报复 那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 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与这相比 只怕都是小而渴 抱歉 因为保存问题导致上船出错了 然后为了避免大家重复订阅 连夜修改处理 感谢听友18155-880-EOBR的提醒 明天十集连更道歉 也希望大家听出问题 多多提醒 我会及时改正的 然后会录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这次因为连续搬家之类的 状态不是很好 下本书一定会更加好的 谢谢大家收听 阿翁之死 爱上听书小虫录制 可是老阿翁却在一旁不停不慢的 再一次拿出来那扁献祭黑鼠子的弯刀 想也不想 就直接斩断了自己那一根被包扎好的手指 爹 当年你告诉过我 穿到桥头自然直 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 老阿翁将自己被斩断的手指 放在了27颗牙齿当中的一个空位上 它本来就有2000年延续下来的血脉 加上那根手指 是受到黑鼠子所咬 上面同时有着黑鼠子的气息以及吸壤的力量 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谓是得天独厚 让那根手指不至于受到其他牙齿的排斥 可是有了这一根得天独厚的手指 还差两个位置没有被填上 仙祖 我尽力了 今天哪怕是拼上老命 我也要完成你们的遗愿 老阿翁依然决然地抬起了扳刀 让那弯弯的刀口卡在自己的脖子上 看起来竟然刚刚好贴合 阿翁 我看到以后大惊失色 连忙上前一步 可在这个时候 老阿翁却猛地回过头来 后手 别拦着我 这是我最后应该去尽的笑 老阿翁老泪纵横 本来清澈的目光变得非常的浑浊 眼睛当中竟然隐隐有黑气浮现 这黑气与周围那些怨灵的黑气不同 老阿翁眼里的是死气 正常情况下 只有死了七天以上的人 眼珠子如果被人拨开的话 才有可能看到一丝丝的死气 眼里出现死气 也就是人已经死透了 我甚至分不清楚 自己现在究竟是在跟一个活人说话 还是死人 我唯一明白的是 自己根本救不了老阿翁 他今天注定了要死在这里 很可能他已经死了 只是 这些仙祖的怨灵在支撑着他 说出最后一段话 我爹说过 那些缺少的东西 不可能再找坏了 最后的三个忌痞 一个靠天 一个靠地 一个靠人 我当时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爹说他也不懂 只是 当初祭品丢失的时候 主下的人就有这样的传言留下来 而现在 我懂了 老阿翁瞥了一眼地上的断纸 这就是天 机缘巧合就是天 说真的 我真的有些怀疑 现在跟我说话的人 究竟是不是那个 大字都不识一个的老阿翁 这些话 普通人听着还挺正常 可是从老阿翁嘴里说出来 总觉得有些别扭 有些词 他不可能会用才是 紧接着 老阿翁又指了指自己 我就是人 这里除了我以外 没有什么人能补充最后的那个位置 我能感觉到我爹 我爷 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话 我不想让他们再继续受苦 我一定要当这个人 可是在我死前 我还找不到那个地儿 后生 我天死前说过 最后一定能成的 我相信他 他是我这一辈子最信任的一个人 他说能成就一定能成 但是 我想 我可能看不到了 阿翁 我突然间瞪大了眼睛 我本以为老阿翁对我说了这么多 最后是想对我交代什么 可是他什么也没说 说完他自己的想法 没有对我的半句交代 就这么突兀的 一刀斩断了自己的喉管 人若是喉管被割断 总归是要挣扎两下的 可是老阿翁却没有这些动作 一刀子下去 人就没有了丝毫的生气 直接歪倒在了地上 他父亲环绕的黑气 好像在引着他一样 有为显眼的一抹黑气 聚集在了 卡在他脖子上的弯刀上 说实话 哪怕这一幕就这样赤裸裸的发生在我的面前 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我眼前消失 我竟然没有丝毫的触动 这件事发生之前 如果要我自己设想 我想可能会感到揪心 回去试试能不能抢救一下老阿翁 可是当一切真实的摆在眼前 我的冷漠甚至连我自己也感觉到惊讶 甚至 这一刻我的心里甚至有点想骂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老阿翁这样做 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简直就是坑死人不偿命啊 将来我要怎么解释 这是想推都推不掉的 毕竟那老板娘就是忍者 老阿翁是跟着我们一起出来的 他死了 我们本来就难逃干系 而且这还不是摔死的 不是累死的 是一刀抹了脖子 把自己弄死的 我这样说 外面的警察叔叔会信吗 不带这么坑人的 这短短的一会儿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太阳下山 天上没有云彩 但就是看不见星星 就好像有一层无形的薄木 遮挡住了这一切 我一步步走到了阿翁的尸体旁边 轻叹了一口气 把手缩在袖子里 只用两根手指夹住那边弯刀 把它放在了第二个牙齿的空位上 我想即便这样 将来还是会给我带来很多的麻烦 不过眼下我却不得不这么做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眼前这个局半途而废吧 我会无动于衷 也可能漠视生命 可是作为一个巷师 看到这么多的怨灵 我就必须要让他们得到超错 一个靠天 一个靠地 一个靠人 我蹲在地上 看着黑鼠子 尸体旁 那黑漆漆的牙齿 天已就位 人也尽力了 这个地 可能说的就是我吧 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很多 前之八百年 后之五百年的人 并不少见 文成功有这个能耐 霍云的师父 有这个能耐 当初给老阿翁家里 留下这个预言的人 说不定 有着同样的手段 天鬼天鬼 鬼就算再力能疾天 终究也是属于地下世界 我看了看自己 尚且戴着生疤的手指 叹了一口气 干脆拿出来百姓风水壶 在那最后一个位置上 倒出了一滴血液 正是因为这一滴血液的加入 本来还在不断颤动的 二十七颗牙齿 以及断指 弯刀 在这一瞬间 突然间同时停止了下来 相应的 本来已经死去的黑鼠子 嘴巴竟然诡异地动了起来 似乎在取决着什么 这场面吓人得很 我本来就是一个 净鬼神的人 虽说即便碰到鬼 我也不惧 那元旦比试 当中出现的厉鬼 都可以轻易地拿下 可是今天的一切 都是抽出了我掌控的 我只能是一个旁观者 哪怕现在 已经不得已进去了局中 但是眼前的这一切 我没有任何能力去控制它 甚至说改变它 这黑鼠子做出任何事情 我都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 面对这种东西 我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感觉 我眼睁睁 看着黑鼠子吞掉了嘴里的膝壤 看着它的肚子 一点点胀起来 然后 看着一些夹杂着血腥的土壤 顺着老阿翁用弯刀在他身上刺穿的口子流出来 黑气聚集 好像变成了有实体的东西 竟然把那些带着血的膝壤 一点点地连接在了三十个鸡片上面 咔咔咔 地表再一次震颤起来 大地军裂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摇晃 我很想逃跑 但是理智告诉我 如果现在走了 我可能会错过很多的东西 我强迫自己留下来 躲过身旁裂开的深坑 眼睁睁看着那巨大的沟壑出现 黑鼠子和三十个鸡片 一起一下子失去了着力点 垂直落向了黑漆漆的地底 我拼了性命 才算是死死地拖住老阿翁的尸体 不能让他随着那些东西一起坠落 十几秒钟以后 整个世界安静了下来 天地之间好像一下子平静了 数不尽的黑气 缓缓地飘向空中 并且再没有刚刚无形中 带给人的压抑感觉 而那道突然间裂开的缝隙处 竟然有着一条乱石造就的楼梯 看起来非常的不平整 但却一定是楼梯 一直突往地底 我用手电筒朝下面照了照 还好这个裂缝并不深 大概只有三十几节高低不一的楼梯 就能达到地底 我们身上这次带着手电筒 都是货展厅找来的矿灯改装的 比一般的手电筒照得远得多 站在上面 我甚至可以看到最下面 有一块稍微平坦一点的空间 平坦地带的最中间 还有一块一米多高的长方体石头 最顶端好像摆着什么东西 我摘下口罩深吸了一口气 等了十几分钟 等到我认为这沟壑底部 已经彻底与上面的空气流通以后 才打着手电筒缓缓地朝下面走去 还好我之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来到最下面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中间 那个方形石柱上面 正刻着千尺二字 上面似乎摆着什么东西 一共有两样 一块是青色的 另一块则是黑色的 黑鼠子的尸体 与三十个祭品 竟然好像没经过任何震动 也没有从高空坠落一样 平整地摆放在两件东西的中央 走近以后 我大吃一惊 那块黑色的东西我认识 之前因为灯光了缘故 我把它看见的黑色 等我吹去这东西表面上的灰尘 才发现它竟然是紫色的 大概有八张大小 玄楼木 我一口就叫出了这个东西的名字 是啊 这个东西我怎么可能认错呢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李彤彤差点死于非命 陈寒的整个刑警队都被闹得鸡犬不宁 也正是因为它 我才得到了洛书低句话的解释 可是为什么同样的东西会在这里再一次出现呢 我没有冒失地去动这块玄楼木 把目光转向了旁边那块青色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好变得多了 一眼就能看出这一个印寿 长宽八九厘米 高五六厘米 最上面是一个青龙雕刻 那五六厘米高 八九厘米长的四方平面上 雕刻着一条绕着印寿一圈的黑龙 青龙在上黑胶围基 这简直就是整个湖关峡谷的最真实写照 当当当 长宽 这个时候 我突然听到上面传来了呼叫声 紧急着没有多久 一束手电筒的光芒就从上面照了下来 正是严建设他们几个 你没事啊 那太好了 严建设的语气缓了下来 我想 他应该已经看到了上面老阿翁的尸体了 长生哥 阿翁是怎么回事 你在下面有事吗 要不要我们下去帮忙 伟婷大声的询问 我对他们打了一个手势 让他们不用下来了 紧接着 自己又四处看了看 这小小的空间里 其实什么东西都是一目了然的 走近来看 除了四处散落的碎石 也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墙壁上空空如也 我在确定了 中间的石柱上 除了千尺二字外 再也没有留下其他的痕迹以后 就打开了自己的包袱 一前一后 拿下玄龙木和青龙印 装进包里 就是因为我这个动作 这小小的空间里 好像什么平衡被打破了一样 稳稳落在石台上的三十件祭品 竟然同一时间 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一同嘴链 我本能地产生了一种 非常不好的感觉 想也不想 背起书包 撒鸭子就跑 一时间天旋地转 我听到背后有石头碎裂的声音 可是我来不及回头去看 严建设和霍晓灵他们 也都疯了一样的大叫着 让我快点出来 我几乎是手脚并用 用自己能跑出来的最快速度 飞快地逃离了这个小空间 这几秒钟 我是随一种完全无意识的状态 只有在我眼前的空间 突然变得开阔的那一瞬间 我才留意到 自己的左右两侧 两块巨石几乎显着又显着 要把我夹住 爬出来以后 我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 再回头 那裂开的大地竟然再度合拢 死死地踢合在了一起 那碰撞在一起的巨大压力 甚至把周围本来是一体的地面 给震得忽高忽低 可以想象 如果刚才我挽出来 哪怕一秒钟 就不仅仅是被夹住这么简单了 绝对会变成一块肉泥 丑丑 辰辰哥 你怎么样了 霍小灵先过来抱住我的一条胳膊 费田跟在后面 蹲了一半又站着了身子 我没事 我慌忙去摸自己的书包 打开看到里面的两件东西完好无损 这才安心下来 关心则乱 其实仔细想想 那旋龙墓可是两百年以上的金丝楠墓里 才会长出来的东西 坚硬得很 又怎么可能被挤坏呢 玄龙墓 霍小灵一眼就认出了这块紫色的木头 玄龙墓 韦婷顺带地提了一句 这就是玄龙墓 那次聂教授从政务科取走的东西 嗯 我喘着粗气点头 那次聂教授那一块被我拿走了 后来为了避免麻烦 我就把它给毁了 这是另外一块 我看到这两件东西完好无损以后 就暂时不去管它们了 快速爬起来 回到老阿翁身边 严剑舍一直待在这里 长生啊 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呀 我们来到这里附近以后 就看到了很大的一团瘴气 带着口罩想进来 可是这里就跟迷宫一样 怎么都找不到路 我回头看了看霍小灵和卫婷 决定不告诉他们 关于刚刚那些黑气的真相 刚刚那些啊 是前人留下来的风水局 现在已经被破了 那老阿翁是怎么回事啊 严剑舍继续追问 老阿翁是被抹了脖子才死的 而一般人 只要稍稍正常一点 都不可能自己抹脖子 刚刚又只有我一个人 跟他在一起 我说是他自己死的 你们信吗 我苦笑着看见众人 严剑舍理所当然的点头 你说的我当然信啊 我也信 霍小灵点头 卫婷想了一会儿 把手伸向我 长山哥 把你的电话给我 我没有多想 直接把电话塞到了卫婷的手里 他拿过去拨通了一个号码 开口就叫了姑姑 边说边走到旁边 几分钟以后 卫婷带着电话重新走回来 这件事我姑姑说她会安排 不过需要时间 今晚我们就在附近先住下 明天等她的电话吧 我们几个人都知道 卫婷姑姑 卫云青的能耐 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问 带着东西离开了附近 老阿翁的尸体 在卫婷的要求下 我们在旁边找了棵大树 把它安放好 又用树枝遮了起来 才换个地方搭建帐篷 在这个过程中 我多多少少 把神露处发生的事情 对众人讲解了一遍 听完所有的故事 卫婷笑了笑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事情倒是简单得多了 怎么了 你刚刚对 云青姑姑都说了些什么呀 我反问了一句 云青姑姑 叫得这么好听 霍小灵白了我一眼 魏婷好像没有听到 霍小灵的话一样 我只是把老阿翁的身份 对姑姑说了 然后说了我看到的 你跟她在一起 然后脖子上有一道血痕 死了 姑姑说她会处理 我嘴角抽了抽 那要不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她呀 魏婷摇摇头 姑姑会按照最坏的情况 来处理这件事 如果到时候发现情况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她派了的人 反而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我们等她的消息就好了 这件事结果不提 老阿翁的死是注定的 她从生下来的时候起 就已经身在局中 我们救不了她 但至少她救了自己的儿子 毕竟如果不是她儿子 不在身边 那么三十个祭品 最后那一个应该是她儿子 来当的 我们这些人都只能算是 这些古老传承下来的 家族仪式的见证者 在一旁看着 见证这一切的发生与结束 就是我们全部能做的事情了 我随身带着百兴风水壶 先把玄楼木拿出来洗干净 然后倒出来一些血液 一点点的涂在玄楼木上面 唯一与上一次不一样的是 这一回不需要有人 再去回避百兴风水壶 很快的 玄楼木上面 就如我们料想中的一样 浮显出了两行字 长白山下长生棉 不嫌山上天宫线 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呀 魏珍看到这句话以后 马上就带着疑惑问道 不嫌山上天宫线 这是后半句 按理说 前半句应该是一句指引的话 甚至说让我们做什么事情 才能让不嫌山上天宫线 可是这前半句 似乎也只是陈书而已 告诉我们长白山下 有什么长生的东西 或者能够让人长生的东西 被埋葬 然后呢 究竟怎么让天宫线呢 我想我这一刻的表情 应该也是凝重的 因为我也在思考 同样的问题 不嫌山上 不可能一直都有天宫出现 天宫究竟是什么 真的是一座宫殿吗 怎么让它出现呢 前半句根本就没有半句提示 让我们找到长生棉 找到以后把它挖出来 还是去做别的什么事情 这一句对洛书 归于不嫌定遥迟的解释 表面上看起来 比五行止于枫叶 千尺定于湖观 更加浅显 但实际上却更加难懂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这句话 是完全摸不着丝毫头绪的 是什么东西 等我们到了以后就明白了 严建设大咧咧的在一旁说着 却冷不丁的 遭了两个女人的白眼 现在想不通 等到了那个地方 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就像刚刚的那个地窟 一个动作 就可能让一切变得天翻地覆 连回头的余地都没有 霍小灵白了眼眼见射 不过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只是解释起来比较离奇罢了 我笑问道 你是说 让我们找到一个长生不老的人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然后让这个东西 长命在长白山下 然后天宫就出现了 霍小灵认真地点头 无论怎么说 这种解释是唯一说得通的 毕竟这句话里说的是长生棉 而不是永生棉 究竟什么是长生呢 我们可能需要去找一个度 一百年以后的生命 算长生 还是要两百年 三百年 霍小灵的话 我一开始是抱着开玩笑的态度去听的 可是越听 越觉得在理 是啊 长生并非永生 可能在秦朝人的眼里 究竟什么样的 算是长生呢 连魏婷也被霍小灵的解释带入 如果当真是这样 我们要找什么 都说千年的王八 万年的龟 可是现在科学界发现的 最长寿的乌龟 也不过刚刚超过二百岁而已 而且只有一只 平常的乌龟再长寿 最多也就一百多岁 话不能这么说 我马上摇头 千年的王八 万年的龟 这些说的是灵 而不是生 生灵两个字 有时候要拆开来看的 生灵要拆开来看 以炎剑舍为首 三个人一起大眼瞪小眼 最后 全都把目光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长生啊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想说 我们平常见到的乌龟都是生 而不是灵 那你倒是说说 灵又是什么 灵 这个简单的狠 很容易解释 例如 山不在高 有仙则明 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这句话 你们大家都听过吧 除了阎剑舍 另外两个都点点头 我顺口 对阎剑舍提了一句 那是古语 可以当成是 卢孤船的狮子 数不清 这一类的谚语来听 阎剑舍才恍然 我接着说 这里的灵 指的就是生灵的灵 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山神 河神 水神的说法 古往今来 近乎中华大地上的 每一座山 每一条河 甚至一口 上了年代的井当中 都有可能存在着神 这神 其实就是灵 灵痴无骨杂粮 却又跟普通的生不同 只要有人供养 他们可以活得很久很久 卫婷打断我问道 长生哥 你说的这些 有什么东西能佐证吗 我笑了笑 当然有了 不过这些佐证的证据 往往被人当作 奇闻夜谭之类的事情来说罢了 比如黄河里 长十几米的大鱼 中游出现过的老鳖 还有鄱阳狐狸 我知道 那里也出现过大乌龟 严剑舍马上接口 霍小灵也说 为什么我听说过的不是乌龟 而是王吧 对 你说的对 那就是老鳖 我对霍小灵点头 乌龟水灵当中很高的一种 并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 到了现在 少了固养 就更不可能出现了 出现老鳖一类的灵 才是正常的 可是那些东西 我是说那些灵 不都是很难对付的吗 我听说八十年代的时候 曾经有人组织了很多老猎手去黄河 想要猎杀那一只曾多次出现过的老鳖 魏婷竟然也听过类似的故事 可是他们找了三个多月也没有找到 最后一天的时候 终于出现了 不过出现也就意味着末日 那些人手里的猎枪 还有经过改造的捕捞工具 对那只老鳖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刚思索的往 他挣扎了几下就弄破了 猎枪打在他的身上 留不下任何的痕迹 开山用了炸药 把水都炸出一个大窟窿 可是没到他一会儿 那老鳖就发狂了一样 把猎人们的船给顶翻了 逃到岸上的人 全都被重新拖下了水 后来这些人 连骨头都没找到一根 我可以肯定 霍小玲本身也是相信这些故事的 但是魏婷说出来的话 他本能的就想要去反驳 连骨头都没有留下来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 魏婷继续说道 老鳖很有灵性 那次虽然发了狂 杀了所有猎人 也获取到了不少近距离观看的人 可是那些站得稍远一些的人 那老鳖只是远远地看了他们一下 没有穷追不舍 我说的这些 是真的在一些封存的学术文献里见过 当然了 我本身没有去查阅这些文献的权限 但是我跟着聂教授有见过 想必那个时候你见过也是不信的吧 我笑看着魏婷 同时把玄龙木收了起来 魏婷竟然抿嘴笑了 当然是不信呢 那个日后 因为这些文献 我还跟聂教授差点吵了起来 我不同意这样的东西被放在文献里 但是聂教授却说 这些既然会被记录 而且同意被放进文献 那一定就是经过审查的 让我看这些文献的时候 不应该抱着丝毫的怀疑 那毕竟是拿人命写出来的东西 有它存在的价值 是啊 他们既然被写进了文献 就表示他们真是存在过了 而且被目击过 王叹了一口气 突然有种不太好的感觉 你们说 这个长白身下长生棉 是要我们去抓一个灵过去吗 还是说 那长白身下本来就有一个灵 这是我们让它睡着就好了 又或者 我的话让每一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如果是抓一个过去的话 那这个过程就太难了 即便说十几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 那个时候的土枪土炮 根本没有办法跟现在的精良装备相比 可是这种事毕竟有着前车之间 做起来太难了 又或者长白山附近没有灵 我们要从别的地方去抓一个 再带过去 霍小林苦恼地揉着头 这样一来 即便是有企业的关系也很难去做 前提还是我们要能抓到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先去长白山看看吧 我叹了一口气 如果长白山那里真的有一个很好的安眠之所 灵在那里能安享晚年甚至得意 我们这么做并没有什么 可是如果是一个牢笼 甚至说灵安眠以后会死 那么这样做就是有损因得了 谁做了八辈子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开玩笑的 我一定要在开始着手准备之前去确定这些 事后再补救 总比不提前准备万全更好 关于玄龙墓上的提示 我们讨论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了 接下来 我有拿出来青龙印 这个东西拿在手里并不算太沉 触感冰凉 好像是预作的 魏婷只是把手电筒放在这青龙印上照了照 虽然手电筒不太行 但是也能看得出来 这印寿的材料是一块非常难得的好语 非要形容的话 那就是价值连城 除了传说中的和氏璧打造的传国玉玺 天底下可能再也找不出比这块更好的玉了 我们找了一张纸 把印寿印下来 却只看到下面刻着只是一个圆圈 中间的部分是实体的 最终有一些弯曲且不规则的曲线 这么好的一块玉 竟然只刻了一个圈 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线 魏婷忍不了了 他是非常看重历史文明的人 宝物在他眼中 与普通人眼中不同 他更看重的是艺术价值 这是一种类似于强迫症的情感 这样贵重的一块宝玉 被刻上这样一种看起来非常随意的线条 他完全不能接受 霍晓菱也是一脑门子黑线 你们怎么都是这样一副表情 夏商周时期的文物不都是这样的吗 反倒是严建设这个时候 说出来的话现在更像一个学者 我们只是看不懂而已 但是不能因为看不懂 就否认他的价值啊 建设说的对 我小心翼翼的把青龙翼 用换起的衣服 里三层外三层包起来 天知道 这个时候我的脑海里 这一刻浮现出来的 竟然是夫子的影子 想着大概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 会非常的高兴吧 老爷子一生都在经验相述风水 他在风水上的造诣究竟有多深 连我都不清楚 我也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他自己所学这么多 却从来都不肯教我这些东西 甚至在知道我偷学了类似的东西以后 还对我痛下杀手 把我逐了出来 这种情感 我没有对外人说过 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有 甚至在元旦鄙视的时候 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一些期待 希望着他能看到这一切 看到我也能凭着风水像术 站在这个位置上 今天拿到的这个青龙翼 我想大概只有我看懂了 你们都别失望 这条线看起来杂乱随意 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齐白石的虾栩栩如生 能画到这种程度 不就是因为他老人家 陛下每一只虾 甚至每一条须子都各有不同吗 魏婷看着我 长生哥 你是说这是一个生物 哦不 是一个灵 并不能说他是灵 他是真正的神兽 比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更高一级的神兽 也是夏商周三朝中的信仰 我想周朝以后 各朝各代 更信奉龙 大概主要是因为 龙的形象更具体 而且也更低级一些 帝王说自己是真龙天子 普通人能接受 但帝王说自己是这个 那民众是万万接受不了的 霍小林是个急性子 那你倒是说说呀 这个圆圈到底是什么呀 我的目光 在魏婷和霍小林中间打转 这两个人都各自有了解 这圆圈和处需含义的条件 也有理由认识他 可是他们两个人 却大眼瞪小眼 干脆猜都不猜 静静的等着我的答案 我看到严建设 悄悄的 向后靠了靠 用手分别指着两个女孩 用嘴形告诉我 他们都怕说错了 我笑了笑 给你们一点提示 太阳 切 别告诉我 这是太阳 小孩都能看得出来 霍小林怒看着我 可是太阳是灵吗 是神兽吗 你刚刚是怎么说的 我想 魏婷声音低得很 似乎不想用自己的声音 打算霍小林的话 但是他依旧在慢悠悠地说着 长生哥你想说的应该是 这个是太阳逐照 王老大一歪 理所当然的点点头 太阳逐照与太阴幽影 是两一族化的神兽 也是最初我们的先祖所信奉的图腾 他们是神圣的 他们在那个时期的地位 就如同后来唐宋元明清时期 人们对龙的敬畏一样 神圣的东西 自然是只有地位最崇高的人 才能使用 魏婷的目光开始四处打转 霍小林也打着手电筒 想要寻找早已经被我收起来的青龙印 这周王室最后的玉玺 可不能被他们多来抢去的拿着 我有些佩服起自己的先简之名了 太阳逐照 在西周之前 可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名字 自始皇开始 四象之一的龙 才渐渐的变成了中华大帝 最主要的图腾 即便龙的形象源于皇帝 可是在皇帝之后的千余年 龙的地位始终不是最高的 那青龙印呢 我已经找了一圈 没找着 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快拿出来 我也要看 霍小林用卓佑的目光看着我 他们两个都有要仔细观察青龙印的理由 不过在这里 我还不能马上把青龙印重新拿出来 小林 婷婷 你们听我说 我知道你们都是专业的 可是 正因为你们是专业的 我才必须要等到一个好机会 才能让你们仔细地去看它 不然这里黑灯瞎火的 不但你们看不清楚 看得不尽兴 甚至还有可能毁掉这个东西 我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也同时盯着卫婷 已经不自觉拿在手里的小刷子和锤子 也好 卫婷马上恢复了正常 耸耸间就把东西装了回去 竟然果真不再提青龙印的事情 众人很快睡去 但是这一夜 我毕竟不可能睡得太沉 大概凌晨四点多的时候 我接到了云青姑姑的电话 她的话不多 告诉我事情已经解决了 待会儿也有人联系我 接下来如果再碰到麻烦 我可以和接下来与我们联系的人说 几分钟以后 第二个电话也打了进来 电话当中是一个温和的中年男子声音 她说的与云青姑姑说的差不多 告诉我们明天就可以回旅馆收拾东西 九点之前那里不会有人 在九点之前离开那里 这整件事就跟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了 先生 我想知道那位老板娘你们是怎么安抚的 可能是我跟霍展婷待的时间久了 我想问题未免也有些江湖气 总是在担心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电话那边的人说 放心吧 我们已经找到了你们安放的尸体 确定没有问题以后 就联系了公安部门 这是一个资商案件 我们找到了老板娘以后 把前因后果对她说明白了 她似乎对老人家很了解 也没有怎么闹 我们给了一些补偿款 也就没事了 多谢了 我松了一口气 暗骂自己刚刚那些可怕的想法 不用谢我 这是魏老板交代的事情 还有时间不早了 你们早点回来 要是赶不及了 我可以为你们再拖一拖 不用了 我们可以在九点之前回到那里 并且离开 我挂了电话 就招呼帐篷里的几个人起来 其实他们也都听到了我刚才的电话 倒也不需要我多做解释 我们收拾好东西 趁着夜色出发 天刚亮没多久 就回到了旅馆 这里果然没有一个人 但是旅馆的大门 却是没有上锁的 我们走吧 带走一些 曾经在这里出现的痕迹 几个人分头回屋收拾东西 不知为何 当我看到老阿翁住的那间屋子时 心里多少有些伤感 这个老人再也不可能会到这里来了 他的儿子现在不知道 想到这里 我突然愣了一下 可能是我太悲观了 当年老阿翁差点被他儿子杀死的时候 他的儿子应该还在上学 可现在 他连儿媳妇都有了 那么儿子肯定是在父亲工作 至少不会没有人替他安排后事 安置欲喜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我们走后过了几个小时 快登上火车的时候 我再次拨通了旅馆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老板娘 她能听出来我的声音 说话带着很大的怨气 老板娘 告诉你家男人 阿翁这一辈子的夙愿已经完成了 他们家族从此以后 再也不需要继续背负什么了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请你把这些话告诉应该告诉的人 这 真的 老板娘带着哭腔 我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 挂断了电话以后 就和霍小林他们一起踏上了回长兴的火车 霍展亭派胡锐来火车站接我们 路上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等到我们到家的时候 霍展亭和李宗林都已经在房子里等着 李宗林平时的事情比较多 基本上见不着人 不过时关风扇宝库的事情 他都会及时的出现 回家以后 我发现霍展亭竟然把左轻轻都叫来了 大概他觉得 这个小女孩对他没有什么威胁 毕竟当今的内地 港澳 甚至东南亚的势力都可以延伸进来 可是宝岛那边是半点办法都没有的 让左轻轻知道更多的事情 最大的好处是多了一个强大的助力 而且还不用担心有什么后果 胡锐非常识相的没有进屋 我和霍小令他们 你一言我一嘴的 把这一行遇到的事情 全部都说了一遍 双生龙脉 延续两千年的家族 青龙台 连山亿 这些玄之又玄的事情 竟然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 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 我自己也是不信的 特别是最后黑鼠子的那段 霍展廷和李宗林的问题最多 我想他们很想知道 黑鼠子为什么会突然转了姓 还有老阿翁最后摆出来祭品的时候 究竟是真的死了还是怎么样 这些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 一个传承了两千年的家族 即便家道中落 可是这个家族的文化地域 以及他们所掌控的力量 都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出来的 我只能用这些话来解释自己的遭遇 李宗林是一个特别明智的人 当他看到我拿出来的玄龙木以后 马上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我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 你们说这个玄龙木是你们在最后地底下 那个平台出现以后才拿到的 李宗林皱着眉头看着我 我点头道 对啊 我拿起这块玄龙木的时候 那个地动空间马上就开始闭合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场 不不不 李宗林马上摆手 查诚啊 我不是怀疑你 只是这件事我们需要深究一下 李宗林拿起玄龙木 在手里翻转着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块玄龙木与我们之前见到的那块相同 如果这块是被封印在大五行局的深处 那么前面的那一块 又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呢 李宗林的问题很尖锐 这短短的一席话让我们都愣住了 是啊 如果这块玄龙木是从那个地方出现的 那么前面那一块已经被我毁掉的 会不会也是来自于相同的地方 这大五行局会不会有什么地方已经被人破了 可是转眼一想也不可能啊 洛书上的第一句话 就是指引我们去胡关 按理说胡关应该是第一个落脚点才对 李宗林合上手里的扇子 竖起两根手指 这件事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就是 这些玄龙木是被后人放置的 比如文成功刘姬 他完全有能力做这件事 他担心有人参舞不透洛书 或者在没有长生这样的应天命而生 可以破解洛书的人出现 所以在后几个地方留下了玄龙木 后面的玄龙木都在大五行局中 而那第一块玄龙木却是一个开始 被什么人用什么手段保存了下来 比如一个代代相传的家族之类的 李宗林的目光扫过我们 而第二种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可能还存在着第二块落书 或者什么厉害的人 即便没有落书 就已经找到了大五行局当中的某一个地点 这个人很可能是秦隐 他已经有了一部分大五行局的秘密 而接下来我们依照线索继续找下去 重点可能只能让我们找到 大五行局当中的两三个 但绝不可能是所有 霍展亭脸色难看 如果是这第二种可能 即便我们费尽的心思 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最后也有可能要看秦隐的脸色行事 因为他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 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机会找到的线索 很有这个可能 毕竟长城说的经过 让我怀疑 是不是大五行局里有什么东西被找到了 那个地方的一切都会被毁了 李宗林有意无意地看了看左轻轻 这小丫头很无奈地把手摊开 我爷爷和爹爹没有告诉我这些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需要继续走下去 而且 这些猜想也不能告诉外人 不然不但会让我们无形当中多出很多敌人 还会让秦老多出来制衡我们的把柄 我相信 如果第二种可能性成真 等到必要的时候 秦老他会再次派严小蛮来找我们的 我从背包里取出青龙翼 这个东西我相信 也不会是毫无理由的被摆放在封山剑局里的 或许 在有必要的时候 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霍展廷两眼放光 这可是西州的国宝 即便不是国喜 凭他的才智和年代 也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这是可惜 爸 霍小玲不满地看着霍展廷 你想什么呢 这可是国宝 我们不可能把它卖了 傻闺女 我们把它卖给内地的商人 保证它不流逝国外 不是一样的吗 霍展廷干咽了一口唾沫 说实话 青龙翼这等重宝摆在面前 说不动心 那肯定是假的 不行 且不说这个东西现在还能用得到 就算用不到了 我们也不能卖 把它放在博物馆里是最好的 只有一个国家机器 才能让这种文物得到最好的保护 霍小玲的观念比霍展廷开放的多了 我甚至怀疑 霍展廷原来就是做一些见不得光的生意 后来只是因为霍小玲 才让霍展廷开始把那些不合法的收益拿来做公益的 魏婷坐在一旁不说话 她的身份比较尴尬 不能过多的参与讨论这种归属问题 不过在霍小玲说这些的时候 她有些哑然的看着霍小玲的背影 霍先生 小玲说的没错 您相信我 这不是普通的古董 它存在的历史价值 远远超过它的艺术价值 是无法估量的 凭我们的力量根本守不住这个东西 甚至 现在如果严小玲想来夺 我们可能也守不住 不过 说到保存这个东西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我说这话的时候 霍展廷不自觉地看向魏婷 但是 我紧接着摇头 云青姑姑那边就算了 她让婷婷过来 已经算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助力了 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去给她添麻烦 说的也是 霍展廷把目光收了回来 皱眉看着我 长生啊 你想的那个人不会是 就是蒋月 不过 在找她之前 青龙印 我们最好还是要 好好地研究一下 我把青龙印 摆在了桌子上 几个人拿着研究了半天 也没看出来什么特别之处 那青龙印 我们印出来许多的图案 都没能发现什么玄机 这些东西 其实我早就可以肯定了 现在 只是想拿来给大家 证实一下而已 为了保险起见 霍展廷最后 还是拿走了青龙印 要去悄悄地 复刻几个 一模一样地出来 晚些时候 胡瑞送走了魏婷 左轻轻也和霍小玲去睡了 李宗林 在霍展廷的授意下 把我叫了出去 长生啊 你今天说 要把这个东西交给蒋月 是认真的吗 霍展廷极其认真的看着我 我点点头 我确实有这个意思 蒋月是一个 我们推不开的人 但在此同时 他也是一个 隐藏在暗中的人 这个人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但也想分一杯羹 这样的情况 想必霍先生 您也不舒服吧 把青龙印给他 就是要拉他入局 我盯着霍展廷 接着诱导 当然了 刚刚我那么说 也只是权宜之计 云青姑姑这个人 我看不透 如果我们不把青龙印 拿出去 显然云青姑姑 那里就是最安全的 她是一个 酷爱收藏的人 如果等到她开口 我们就会变得 非常的被动了 霍展廷终于笑了 长生啊 这些日子也来 你终于也开始 明白道上做事的方法了 只是 如果我不想把这个青龙印 拿出去 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我想了一下 如果霍先生 您能找到一个绝对安全 不怕严小满找到的地方 把这青龙印藏起来 那虽然也是非常好的 到时候 我们把复刻出来的青龙印 给蒋月一个 也未尝不可 算是交差 我想这个东西 很可能 在将来 是一把钥匙 能掌控在自己手里 最好 我忍着没有说出 后面的但是 如果霍展廷 已经有了主意 我这个但是说出来 只是会杀风景而已 你等我想两天吧 到时候 我再把自己的决定 告诉你 霍展廷点了一支烟 垂着脑袋 在想事情 有些时候 某一个关键的决定 很可能影响到 最终的结局 霍展廷 久经伤害 这些东西 他自己是 比谁都明白的 要不是趁着这个机会 拉拢讲阅 又要做到什么程度 都由他来决定 现在 包括我和魏婷的面前 霍展廷 都是一个 主导一切的人 他能对 有关风扇 保护的一切做出决定 我们的意见 只能说给他听 魏婷离开这里两天 一直都没有一点的音讯 他自己在学校 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霍展廷 带着一个大包袱 回到了家里 一进门 就拿出了几个大盒子 让我们打开看 严建设 急慌慌的 却打开盒子 紧接着 就是一声惊呼 哎呦 这么多的青龙印呢 哎呦 霍哥 你这是找谁做的呀 一个个竟然都是一模一样 这是怎么做到的 霍展廷乐呵呵的说道 这是机器做的 高科技懂不懂 绝对的原版纺针 是我请朋友 带着设备来内地 教我弄的 我学会了方法以后 后面复刻了青龙印的 整个过程 我都是自己 在全程操控 保证青龙印的外形 不被第二个人知道 霍展廷 指着自己面前的盒子 一共有四个 虽然是复刻的 但是这东西 也不能做的太多 长生啊 我明天就拿走一个 去拜访魏云青 你拿着第二个 去找蒋月 我们分头行事 至于最后一个纺织品 我们就放在家里 自己研究 霍展廷的手指 点到最后一个木盒子 抬头看了看我 这里面放的是 真的青龙印 我想了很久 依然觉得 我们不应该把它 交给任何人 可是我在内地 又找不到 绝对安全的地方 长生 你能帮我把它 藏起来吗 交给我 我有些惊讶 霍展廷却笑了 当然是交给你了 这东西 由你来藏 我才是最放心的 那好吧 我无奈地 接过木盒 这东西在我手里 显得异常地沉重 藏好以后 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我 只有你一个人 知道就好了 还有 霍展廷证说着 突然间 客厅里的电话响起 严剑舍连忙 放下手里的东西 去接 喂 齐老五 齐老五是谁啊 我爷啊 原来是你啊 你找长生吗 霍先生 好 我马上去叫 当严剑舍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霍展廷 早已经一脸严肃的 站到了他的身后 齐我爷 在道上的地位很高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甚至比七爷的地位 还要高一些 道上可能有人不怕七爷 但是对七五爷 却没有一个感不尊敬的 哦 我爷啊 您好 我是展廷 霍展廷说话 显得很小心 完全没有了一个 大老板的架子 什么 小池湖 这是七爷安排的吗 哦 好 我们明天都一起过去 行 您老放心 这件事 我们一定尽力办好 霍展廷挂了电话 一脸严肃的朝我走来 长生啊 事情来了 我微微一笑 心里已经有了些猜想 齐我爷 是向我们去解决什么麻烦吧 你怎么知道的 霍展廷愣了一下 因为我听到了小池湖 这个名字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还是在霍云阿姨那里 再后来第二次听到 就是元旦的比试了 霍展廷认真的点点头 没想到你的记性这么好啊 这件事 确实与元旦比试有关 既然你都记得 那就好说了 上次那个周觉 在言语上 得罪了苗疆 得罪了苏朗月 那天齐我爷站出来打圆场 安排周觉去小池湖 一来 他是想用自己的身份 压一压这件事 告诉苏朗月 自己想保周觉 二来 小池湖那个地方 不只是对周觉有好处 而且对苏朗月有坏处 我也相信 苏朗月不可能因为 那几句言语上的冲突 就不给他面子 甚至特意 跑去小池湖杀人 可是 我盯着霍展廷 那个周觉死了 霍展廷连连摆手 倒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不过按照五爷的描述 他已经离死不远了 五爷说呀 他不想过多 插手跟苗疆有关的人和事情 如果你愿意出手相助的话 自然是最好的 我想了一下 我同意过去 苏朗月这个人 毕竟是个隐患 如果他当真是一个 雅子必报的人 想必对付完周觉 接下来 就会有更加阴狠的手段 来找我们 与其这样 倒不如现在 就去会会他 我明白齐五爷的意思 无论他的本意 是帮助周觉 还是通过这件事 来给我们通风报信 小池湖 我都必须过去一趟 苏朗月的事 能尽早解决最好 否则我下一次离开 在回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看到霍展亭的尸体了 事不宜迟 周觉随时都有可能丢了性命 但是眼下的事情 也必须马上解决 我和霍展亭分头行动 等霍展亭离开 我马上拨通了蒋月 留给我的电话 喂 陈长生吗 拿着电话的我愣了一下 我都还没有开口说话 蒋月怎么就知道是我了 毕竟 莫说大哥大这种东西了 就算是坐骑 在当时 也是没有来电显示这个功能的 蒋先生 您怎么知道是我 我很快调整了过来 但还是觉得 自己的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眼睛在看着自己 蒋月在电话里头笑道 我告诉过你 这是我的私人电话 其他知道这个号码的人 绝不会在这个时间打给我 所以 只可能是你 说吧 有什么事情 我马上道明来意 蒋先生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太行山 有些风险 可能你会感兴趣 好 我知道了 半个小时以后 会有一辆车去接你 蒋月说话做事 从来都是这么果断 我交代严建设在家 自己抱了一个复刻的青龙夜 踏上了去找蒋月的路 蒋月随时都小心谨慎 与我见面的地方 也是长兴市 郊区的一片田楼中 他脸上挂着笑容 面前的木桌上 摆着一壶清茶 这大晚上的 没想到蒋先生 还能找到这样的地方 我抬头看了一下环境 不远处 刚好有一盏路灯 我们所在的地方 说黑不黑 说亮也不亮 蒋月建 我直接把木盒 放在桌上推给他 倒也不含糊 直接就将木盒打开 接着目光一凝 这是周南王的双龙喜 蒋月小心翼翼的 把手伸进盒子里 几秒钟以后 就发现了什么 干脆直接把青龙夜 直接提了出来 放在手上 仔细地看着 边看还边说 没错 这确实跟记载当中的 一模一样 青龙在上 黑胶为基 立刻太阳主掌 为天下主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天底下竟然当真 有人会认到这个东西 我自己虽然也说过 这有可能是周朝的王室的遇行 但是这些从来都只是猜测 蒋先生你竟然认了这个东西 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言 哦 这个东西是我们在太行山当中发现的 他在大五行局当中的 护所七天局当中 镇压龙脉 历史上最后一个王 他的玉玺 确实有这个资格 蒋月随手把双龙玺放在了木桌上 陈长生啊 你今天把我叫出来 不会是想给我看这个东西吧 蒋月冷静而深邃的目光 在黑夜之下流入狼王的眼神一样 让我在背后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确实没有想到 蒋月竟然会知道这么多 而且他知道的越多 对双龙喜的兴趣也就会越大 只是一个复刻的东西 怕是满足不了他 无名降头 爱上听书小虫录制 双龙喜的归属 到底是由霍展亭来把控的 我做不得主 只能暂时用双龙喜 将来可能会成为 某个地方的钥匙来搪塞 蒋月最后的脸色不太好看 但是依旧收下了复刻的双龙喜 这个东西即便是复刻出来的 但也是高度还原的 留下来有很大的价值 关于这个双龙喜的资料 我过一段时间会让人送到你的住处 陈长生啊 不要让我失望啊 蒋月站起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向自己的专车 那旁边马路上还停着另外一辆车 是我过来的时候坐的 回去的路上 我脑海里都是与蒋月见面的过程 她的语气 她的神色 每一个细节我都没有放过 我很肯定地告诉自己 至少有两个瞬间 蒋月是动了杀心的 这个人要远比我所遇到的其他敌人难对付 可是今天我却不得不得罪她了 我回到家的时候 霍展亭还没有回来 我便先去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起来的时候 霍展亭依然没有回来 据胡瑞所说 霍展亭今天凌晨的时候回来过一次 可是到了家没多久 就又出去了 齐午夜 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 再一次打来了电话 把周觉在小石湖的位置告诉了我 让我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看 这一次 我只打算带严建设一个人过去 苏朗月这个人太危险 霍小灵对他也有着非常不好的回忆 想必也是不愿意去的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邀请霍小灵 我们开的依然是李彤彤留下来的车 他好像已经完全把自己的车给忘了 这段日子以来也没有主动来找过我们 小石湖在长兴市的东南方向 占地面积达到两千多亩 算是一个挺大的湖泊 据说在几十年前 这里的风景还挺漂亮的 不过这些年工业发展 小石湖的环境也渐渐变得差了 湖上飘满了绿浮瓶 一些人际罕至的地方甚至都散发着恶臭 至少现在看来 这小石湖已经配不上天池这个臭户了 周觉住的地方是在小石湖的东边 这里有很多的排名房 并不是正规的小区 房子都是人们自己盖起来的 我和严建设把车停在了小石湖旁边的路上 停车之前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齐武爷安排的手下 这些人很好认 穿着都与我们元旦时 在齐爷别墅里见到的样子差不多 而这些人也是认得我和严建设的 当我和严建设两个人朝他们走的时候 这些人就已经急慌慌地跑了过来 陈先生您终于来了 为首的一个人带着微笑微微恭声 我叫李锐 是齐爷派来照看周老大的 这两位是李祥和史悦 李祥是我的弟弟 史悦是周老大的人 陈先生您好 史悦与我握手 这个人我约莫记得一些 元旦时在齐爷那里 就是这个人一直跟着周觉 那个李祥 长得倒是和李锐有几分相似 几个人互相认识了一下 就让李锐先带着我们去见一见周觉 而周老大的房子就在前面 第五栋就是 这第四栋和第六栋也是周老大的房产 不过一直都没有人住 李锐指着前面给我们带路 我边走边问道 这段时间以来究竟发生过什么 伍爷只是昨晚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让我们来处理一下 但是事情的具体经过 却一个字都没说 李锐笑了笑 李当时这样的 伍爷早年的时候 与苗江那边的高手有点过节 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几天前 周老大去请伍爷 伍爷也是不愿意多听 关于苏朗月的一个字 只是答应要找而来帮手而已 接着就派我们俩兄弟过来了 是啊 我们也没有想到 我也找的人竟然是陈先生你 这样一来 我们就放心得多了 李翔笑呵呵的在旁边说话 他与他大哥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脸上一直都挂着笑容 而李锐除了一开始见到我的时候 礼貌性的笑了笑 接下来几乎没怎么笑过 陈先生 刚刚你问周老大这里 这些天来都发生了什么 其实整件事情回忆得很 李锐压低了声音 从我们来到这里开始 我们感觉每天的日子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 李锐脸上露出纠结的表情 可怕的是 每当到了晚上 我们与周老大明明都在一个房间里 灯火通明的 但是周老大一直叫着能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 站在他的对面 或者站在我们的背后看着他 有时候就蹲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桌子上 说到这里 李翔也打了个冷颤 是啊是啊 虽然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可是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会寒毛倒数 周老大也是道上叫得上名号的人物 如果说七爷是地下阎王的话 那么周老大就是十八层地狱的掌管者 他的威望比不上七爷 可是他的阴狠独了 是人人闻之变色的 我还记得周觉这个人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的面相特别的凶 是站出来都能把小孩吓哭的那种 所谓面有心声 一个人的面相如此 他的内心是什么样 多少是可以推断出来的 李锐接着说道 是啊 就是因为周老大是这种人 所以我们在此之前 几乎就不敢想象 他也有那种失心疯一样 恐惧着所有事情的一面 他表现得越是恐惧 我们也就跟着越害怕 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 自己还不如周老大 至少他能看到那些脏东西 而我们 李锐下意识地打了个寒蝉 我们甚至不知道 周老大看见那些脏东西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趴在我们两个 哪个人身上的 或者谁的背后 舔着他长长的舌头之类 越是看不到的东西 心里自我描绘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会越发的可怕 人最惧怕的 其实是自己的内心 我能明白李锐的话 但是听完这些 我却不赞同 有些时候 看不见也是一种幸福 不过你们也不用太发在心上 如果这些事情 当真是苏朗月做的 那么也有可能 是他用了某种苗疆的鼓 只让周老大一个人 产生幻觉而已 说着说着 我们就已经走到了 周老大所在的房子那里 还没进门 我就出于本能地 去看旁边的两座房子 紧接着眉头一皱 这两间房子里 当真没有人住吗 没有 李祥和李锐同时摇头 只有史悦站着不说话 我留意到他在看我 不得已开口道 其实在四天前 他们两个来过之前 这两个房子里也都是有人的 我们老大非常相信 齐伟爷的话 云南比试 他中途离开以后 就在这里买下了三栋房子 自己住在中间 其他兄弟们 住在旁边的房子里 但就是在四天前 我等了半天 也没见到 这两个房子里的兄弟们出来 就和跟周老大 住在一起的兄弟们 过去看了看 史悦的表情很纠结 这只第四栋的房子道 我们先去了这边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看到的画面 当我们打开门的时候 一股难以想象的血清气 直接扑面而来 整个屋子里 到处都是 都是 史悦的脸色变得惨白 似乎只是回忆 都已经让他无法忍受 整个房间里 到处都是肉泥 是肉泥 血和搅碎的肉泥 混杂在一起 流得满地都是 很多人的肠子 都被排成了蜘蛛网一样的东西 摆在大厅里 那些肠子中间 对着前一晚住在这里的 六个兄弟的人头 不可能吧 李湘惊叫了起来 不可能 四天前 那不是我们来的前一天吗 我们兄弟两个来了以后 还特意去两个房子看了 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是啊 什么都没有看到 十月惨笑着 这什么都不存在了 当时 我和在一起 有三个人 我们看到那房子里面的画面以后 全都忍不住 扶着门框吐了 是真的忍不住啊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 你们根本想象不出 那满地肉泥 肠子和人头堆在一起的画面 我吐着吐着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了 完全失去了意识 十月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 看样子非常的痛苦 那我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躺在一个非常干净的房子里 那房子里的摆设我熟悉得很 就是与这栋房子出事之前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真的 那个时候我真的怀疑 自己之前是不是在做梦 直到叫醒我身边的三个人 看到他们惨白的脸色 我才知道自己经历的都是真的 后来 我们发疯了一样的跑出那个房子 回到周老大的住处 看到墙上的挂钟 才发现 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当中 睡了四个多小时 怀疑的是 一向起的很早的周老大 竟然到了快上午十二点了 还在睡觉 我们向周老大说了这件事 另外三个兄弟 要求着周老大要回家 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走啊 史悦抱着头蹲在地上 大哭了起来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有办法 周老大开枪杀死了他们 然后把他们的头和四肢砍下来 从不同的位置丢进小吃壶 我没有办法 我也怕 我怕那个苏朗月 更怕周老大 我不敢跑 哪怕是这几天 周老大几乎已经疯了 我也不敢跑 你们知道吗 我真的也快疯了 求求你了 陈先生 我知道你很厉害 比那个苏朗月还要厉害 你一定要救救我 救救我呀 十月之前 还一直在忍着 可是现在 说出来这一切以后 他是真的彻底崩溃了 你砍死了三个人 还把他们分尸了 严建设瞪大了眼睛 死死盯住十月 救你这样的人 救你有什么用 你还不如死了算了 救救我 救救我 十月两眼血红 泛着嗜血的光芒 我看到以后 立马对严建设 打了个眼色 严建设 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马上就明白了 是什么意思 不由分说 上前就制住了十月 把他死死的 按在地上 致建设 你们这是要干嘛 李锐和李祥 马上倒退了两步 一脸警惕的看着我们 我明白 跟着七爷 和周老大这样的人混 能成为心腹 手上哪有不沾血的 他对我们的警惕 大概是因为 我们觉得十月杀了人 才制住他 两位放心 我对付他 并不是因为他手上沾了血 而是这个十月的心智 已经开始不由他控制了 放开我 放开我 被安在地上的十月 大声叫喊着 我盯着李锐和李祥两兄弟 两位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还是把门打开 让我们进去吧 好好好 李锐听到我的话以后 神色放松了许多 而且 十月突然之间 双眼变得血红 明显是中了邪的模样 由不得他不信 严剑舍按着十月 李锐上来从十月身上 摸出钥匙 打开房门以后 与严剑舍合理 把不断叫喊的十月 给抬了进去 我多留了一个心眼 进房门之后 马上在房门的后面 贴了一张定轨符 紧接着 在我关上房门之前 那枯黄色的符纸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风化 一点点变成灰色 然后化为了粉末脱落 我见到这个情形 狠狠地咬牙 掏出匕首 划破纸尖 又拿出一张定轨符 口中默念 三千祖师 悬上大道 借武灵血 阵丝方膜 急急如律令 同时右手 迅速地在符纸上 画了一个圈 中间点上一点 把那灵符死死地 按在门上 房门被我的手指压力 按得哐当一张关闭 寂静的房中 明明没有风 可是被我手指 按住的那张符纸 却如同被狂风吹动一样 哗啦啦地乱响 我感觉到 自己的手指顶端 仿佛有着千钧中的压力 整条手臂 都不受控制地在颤抖着 严剑舍健壮 要上来帮忙 我连忙把他喝退 拿出一张符纸 沾了自己的一点血 让他把这符纸 贴在石油的脑门上 做完这一切以后 我的左手也不再闲着 死死地扣住自己的右臂 当严剑舍按照我的吩咐 把符纸扣在石油的脑门上以后 我才终于感觉到 自己右臂的压力 减弱了许多 那张灵符也安定了下来 哪怕我松开了手指 它也只是偶尔翘起来一下 但是 那张符纸的上面 有我的血印针压 这一顶点的阴风 是吹不动灵符的 李锐里想两兄弟 早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 战战兢兢的 正在一边不敢说话 我相信 如果是对抗能看得见的敌人 哪怕敌人再怎么强壮 他们也敢上去拼命 可是神鬼之力 根本不是他们的所学 也不是他们所能理解的 害怕才是正常的 他对我和严建设的做法 已经没有半点的怀疑 门上的灵符无风在动 十月的两只耳朵里 也开始了流出浓血 这些都是超出了 他们认知的现象 更何况 十月也是一个魁梧的大汉 刚刚严建设和李锐两个人 才能把他抬进来 可是现在一张符 就让十月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这也是他们亲眼见到的 我轻轻地晃动了两下 有些痛苦的右臂 走到躺在地上的十月身上 成叔 小心呐 这个家伙力气大得很 严建设慌忙站了过来 我摆摆手 放心吧 现在他已经动不了了 看来我们来的还真是时候 要是再晚一天 十月就真的变成一个僵尸了 还好我们的出现 让那个没有露面的敌人 不得不提前出手 这才有了我们刚刚见到的一幕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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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李锐的声音在打颤 是的 我点头道 不过你们放心 这个人还能救得回来 我拿出一张空白的黄纸 直接用手指在上面画符 又让李锐去拿一个干净的杯子 装半杯水过来 将灵符焚烧以后 画在水里 为十月喝下 两分钟以后 犹如死人一样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十月 终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中满是血丝 不好 这个人还要发疯 严建设一直盯着十月 看到他瞪着血红的眼睛 就已经提高了警惕 现在又看到十月睁开眼以后 下意识地 要去扯开他脑面上的灵符 顿时就急了 别急 我马上拉住严建设 放心吧 他眼中有血丝是正常的 毕竟 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 他那双清澈的眼睛 只是假象而已 你难道没有发现吗 现在的他 眼中只是血丝多了一点 可是绝对没有 刚刚那双红眼的邪性 这么一说 确实是这样 严建设退了回来 可是眼睛一直都在死死盯着十月 我看着十月一手撕掉了自己脸上的灵符 一脸迷茫地坐了起来 看到身边的我 脸上先是有些疑惑 紧接着又明白了过来 连忙一转身跪在了地上 对我磕头 陈先生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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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起来吧 我只得是前面 示意大家坐下来说话 十月 李锐小心翼翼地看着十月 这几天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给控制了 十月先是点头 可紧接着又是摇头 我没有被控制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这几天经历的一切 只是现在回想起来 有些事情我明明可以做别的选择 但是在那种时候 我却总是莫名其妙地去做不对的事情 李锐的嘴角抽了抽 那你有没有对我们两个做过什么事 放心吧 你们两个现在没什么问题 我为了打消李锐和李翔这两兄弟的疑惑 马上开口解释 史锐的状况 用我们行内人说的话是入了账 普通人能理解的解释 那就是着了魔 但是着魔 他也依然是他 只是现在面临待定的事件时 会做出一些难以理解的举动而已 着魔 不可能让他学会本来不会的事情 比如下降头这些 所以你们两个没事 但是我想 如果这两天你们两个得罪了他 或者别人给了一点什么暗示 他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们 十月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 势头如今我也就不隐瞒了 这两天我确实怎么看你们怎么不顺眼 好几次想对你们动手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靠近你们的时候 我总是能清醒一些 什么 李翔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 别急 我说过了 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他 我压压手让李翔坐下 他只是被人下了降头而已 但具体是什么降我还弄不清楚 刚刚的扶植 即便沙布子降 但也应该能压制他一段时间 这么说 我身体里还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十月脸色惨白 太恶心了 爱上听书 小重录制 我对李锐和李翔两兄弟伸手出来 你们能活到今天 不是没有理由的 是不是出来之前 我也给过你们什么东西 或者 你们在哪个高人那里 得到过护身符一类的东西 两兄弟对视了一眼 不怨而同地摸向自己的胸口 他们的脖子上都带着一条红绳 当他们取出来以后 我才发现 那红绳的下面 拴的是一个 跟手指差不多粗细的竹筒 李锐小心翼翼地 把那个小竹筒捧在手心里 这是我们出来之前 五爷交给我们的 说是一定不能离身 如果信得过我的话 能拿给我看看吗 我笑着对李锐点头 李锐犹豫了片刻 狠狠心把红绳解了下来 递到我的手里 我一眼就看出 竹筒是中空的 在顶端拔开 里面竟然放着一张黄纸 打开一看 黄纸的上面 画着许多的线条 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太极图案 先是先天振魂符 要画这个东西 即便是五爷也要消耗不小 看来你们哥俩 在五爷心里的位置不低啊 我卷好先天振魂符 在李锐昨日的目光注视下 重新把他塞进了竹筒 交还给了李锐 陈先生 我的身体暂时没有事了吧 周老大还在楼上 他这几天除了吃饭 几乎不下楼 我们要不要马上上去看看 十月说话间 已经站了起来 要为我引路 我摇摇头 你都这个样子了 周老大的情况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况且 刚刚的动静闹得这么大 他都没有反应 我想 现在去见他 应该也没有太大的作用了 我还是比较关心 刚刚你说的两栋房子 现在带我去看看 还去哪里 十月打了个寒斩 李锐李翔二人 也有些不情愿 不去看看 我不放心 凶手既然从一开始 就打算 对那两个房子里的人下手 我想 应该不仅仅 是要出叫周老大身边的人 那么简单 凭他的手段 要是想要了周老大的命 周围的房子里 住满了人 也无济于事 我站了起来 既然他先选择那里动手 我想 其中应该有他特殊的目的 我所认识的苏朗月 绝对是一个足够阴狠毒辣的人 这种人做事 一般都会用最直接的方式 去伤害自己想要伤害的人 正因为如此 我才认为 他在另外两栋房子里 做下的事情 一定有着特殊的目的 这个人不可能 在某件事上做无用功 十月一开始 还非常排斥 再去那两栋房子 不过 我握着他的命门 他也不敢直接推迟 我连续说了两遍 想过去看看 他也就答应了 陈先生 我这次中邪 很可能就是上次 去那两栋房子里时候 落下来的毛病 你可一定要保护我呀 还有 我身上 放心吧 我不会眼睁睁的 看着你被人害死的 我答应了 保护十月的条件 其实即便他不提这个事 我也一定会救他 旁边的这栋房子 李锐和李翔两个人去过 他们身上 有齐五爷留下的保命道符 自然是不惧怕的 不过 我却把他们两个人 给留了下来 让他们上楼 去看好周觉 我只带着 严剑舍和十月两人 出了大门 到门口的时候 那门上的道符 依然在哗啦啦的响着 不知道哪里来的阴风 似乎很想把这张道符 给吹下去 严剑舍胆子大得很 直接把手放在了 道符的旁边 奇怪呀 这里没风啊 这张纸 怎么还在不停的动呢 我一把拽过他的胳膊 阴风人是感觉不到的 不过你的手 要是在这个位置放久了 身子难免会受到影响啊 哦 严剑舍丝毫不以为意 对我露出了一排大白牙 没事 如果不是有你在吧 你不会让我出事的 说话姐 我已经打开了房门 我走在最前面 十月跟在中间 严剑舍在最后压阵 我们就先去 上一次你看到 尸体的那个房子吧 我出了门 就想左转 很快来到了 第四种方向的门前 我眼睛盯着房门 不知为何 心里总有一些 不太好的感觉 这个时候 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 让我也万分奇怪的想法 直觉告诉我 那门上 似乎应该有什么东西 别人看不见 而我 似乎应该是能看见的 即便现在看不见 可是我依然能感觉得到 诶 长寿 你在看什么呢 严剑舍隔着浑身打颤的 十月问我 他站的位置非常的讲究 既能在第一时间照顾到我 又有效地防止十月突然逃走 我摸了摸自己的左脸 手指压在 从眉毛处穿过眼睛 一直延伸到左侧脸颊的那道伤疤 只是感觉到了什么东西 你们先不要动 我拿出来三张黄纸 取出百姓风水壶 各画了一张 太清道德天尊的简易画像 把其中两张分给严剑舍和十月 你们都取自己的一滴血 滴在这张道符上 然后再跟我进去 十月确实是一个狠人 牙关一咬 直接就咬破了舌尖 却一滴血滴在了道符上面 严剑舍就聪明得多了 拿出匕首在手背上 割破了一层薄薄的皮 把道符按上去 沾上了点血迹 也就算完成了 我盯着十月 不用这么狠吧 咬破舌头可是很疼的 你哪怕咬破嘴唇也好啊 那种痛觉可比咬破舌头轻多了 我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呀 十月擦了一把嘴 手背上满是鲜血 天知道这家伙刚刚究竟 用了多大的力气 以后别信电视 那上面的东西八成都是骗人的 舌尖血 即便你们取了 也没有那个能力使用 所以用哪里的血 都是一样的 我摆摆手 示意他们跟我进来 这舌尖血 只有在动用新天道符的时候 才会用得到 这就牵扯到了一点灵气 说实话 我自己虽然能用新天符 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灵气究竟是什么 这就好比一篇气势雄浑的古诗文 我们会读 会写 会背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还能以引经据典的方式说出来 增加自己说话的涵养 或者说气势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 我们始终无法如前人那样 写出那样气势雄浑的文章 即便读千卷书 仿照着写出来 也始终差一点东西 我读过道家的经文很多 也学会了静心养性的方法 不知不觉之前 身上多了一种气 这种气 也就是所谓的灵气 其实现代人的理解都有偏差 道家无上的修为阶段 应该写作一气化三清 而并非是一气化三清 这个繁体字与简体字的差别 气的繁体写法从来都不是气 气为先天之气 生命之源 而气却仅仅是后天之气 在道家经卷中 经营的时间久了 身上自然就会有了气 但仅凭这些 却始终无法理解气 能够理解这些的人 大概只存在于东周之间 所以说 气这种东西是无法控制的 也没有人能确定 自己身上究竟有多少气 康天眼 齐武眼 秦藤燕 以及我 都是身上有气的人 不过即便我们几个站在一起 也想不出一个平反谁身上气比较多的办法 毕竟 我们当中谁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 却不间断地使用先天道福来测试自己 那是拨命的手段 我走到房门前 心里那种不太好的感觉 越发的强烈 手掌按在房门上的时候 我甚至都感觉到 自己面对的不是一座房子 而是一座阴云密布的大山 这房子里一些不好的东西 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我心里明白 这就是我身上的气在提醒我 前面非常的危险 进去了以后 身体可能会吃不消 我会感觉到难受 严建设和史悦他们 却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严建设大概是看到我脸色不太好 长生啊 你怎么了 好像很辛苦的样子 没什么 就是感觉到了压力 被压得有点喘不过来气 待会儿我的状态可能不太好 你自己多注意一下 我选择实行相告 这也是对严建设的一种警告 啊 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压力啊 我苦笑一声 把灵气 也就是气 对他解释了一番 严建设摸着后脑勺 这么说这个气 还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要是没有这个 你反而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现在反而成了累赘了 老爷不能这么说 气对我们这些跟风水打交道的人来说 就好比是人的神经系统 人要是没有了神经系统 哪怕是胳膊被砍断了 也不会感觉到疼痛 依然能够自如的战斗 可是正常人 被砍断了胳膊会疼 会惨叫 也会因为剧痛而降低战斗力 你说 要是能选择的话 你选择做一个有神经系统的人 还是没有神经系统的人 这个没有神经了 蚊子咬了都感觉不到 倒也不错 不过我还是想当一个正常人 严建设嘿嘿一笑 能感觉到啊 当然是更好 感觉不到的结果 就像十月上次那样 中了邪还全然不值 我接过十月递过来的钥匙 轻轻一拧 打开了房门 紧接着 迎面就闻到了 一股腥臭的恶心气味 这味道直冲鼻子 呛得我立马就干咳了起来 双手扶着大门 险些要直接吐出来 诶 长寿 你这是怎么了 严建设关切的跑过来 拍着我的后背 而我直接一手拉住了十月 这家伙瞅准了机会 就想跑 被他后退的力量一带 我险些被拉得摔倒 严建设见识不妙 一个箭步冲过去 拦住了十月 陈建设不能怪我 你看你都成这个样子了 我能不跑吗 你要说现在前面 站着一个拿着冲锋枪的人 我都不怕 可是那些东西 我看不见了 十月都快哭出来了 你们就站在这里不要动 我把袖子拉长 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不用问 我也能看得出来 我所闻到的那些血腥气味 严建设他们是闻不到的 苏朗月出身苗疆 而且年纪轻轻 就已经能练制出三花巨鬼娃 他必定是把自己所有的经历 都放在了古树上面 不可能再有更多的经历 和时间去参舞道家的东西 能把账做到这等程度的人 必定不是苏朗月 我想起元旦北市的最后一场 苏朗月隐隐 与秦腾雁联手的征兆 心里的不安又多了几分 无论如何 苏朗月这个麻烦 必须马上解决 我可没有信心 同时去应对 他和秦腾雁两个人 房子里的布局 与周觉住的宅子差不多 这里建设的时候 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划 不过人们在自己建房的时候 总会有不约而同的建筑风格 或者说 他们请的施工队 干脆是同一家 房子的布局一样 并不难理解 我在周觉宅子的时候 已经对房间大体的布局 有了印象 接门以后先开灯 然后马上走到最近的窗户 把窗帘全部拉开 窗户用力推开 站在窗口 那种凶闷的感觉 才算是好了一些 屋子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 这屋子里洁净得很 但是沙发茶几什么的布局 乍一看 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毕竟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窗户的正中央下方 竟然摆设了一个电视柜 在窗户的下面摆电视 这是正常人 不可能做出来的事情 不然 等到正午阳光直射进来 哪里还能看得清 电视上演的是什么 难不成真的要一天到晚 拉的窗帘吗 整栋房子的布局 都给人一种非常错乱的感觉 我相信这肯定是为了演示什么东西 比如我前面这个看起来非常不和谐的电视柜 它很有可能也只是演示品而已 我已经把整个电视柜里里外外都看了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可是当我走向客厅中间 那个摆放在正中心位置的沙发时 心里感受到了压力却非常的大 严建设和史悦两个人站在门口直勾勾的看着我 我把沙发上的抱枕一个个的拿下来 什么都没有发现 紧接着我又轻轻敲了敲沙发的下面 发现里面似乎是中空的 可是下面又没有抽体一类的东西 长寿 那个沙发应该是能抬起来的 严建设在外面对我喊 同时双手比划着 不是那里 是沙发的座位 能直接抬起来 然后下面是存放东西的 我把放在沙发最底部的手缓缓向上移动 摸到了沙发最上层的木头 轻轻一晃 发现它果然不是跟沙发下面的基础连在一起的 紧接着我单手用力 沙发嘎吱一响 整个沙发的座位缓缓上移 这下面果然是空的 红彤彤的一片 全部是碎裂的肉泥 骨渣 一个瞪着眼睛的人头 就摆在这一堆骨头和肉泥的中间 被长长的肠子缠住了半个脑袋 看到这一幕 连我也根本忍不住 脑袋朝旁边一歪 挖的一口就吐了出来 上午吃的东西本来就不多 这一吐 我几乎把苦胆都吐了出来 严剑舍干脆揪着史悦一起进来房间 来到我的面前 他本来是想安慰我的 不过看到沙发里面藏的那些东西以后 脸色也变得很难看 史悦则像石心风一样大叫着 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东西 东西的天气比较冷 这房子又没有人住 这沙发里的肠子 碎肉 人头 虽然没有被冻上 可却也没有生躯 我虽然都快把苦胆吐出来了 但是闻到沙发下面传来的刺鼻气味 还是在咳劲地干呕 严剑舍就要淡定得多了 他就这样正在一旁看着史悦 除了一开始还皱一皱眉头 后面几乎没什么特殊的反应 长寿 你怎么反应这么大啊 还没好吗 严剑舍关切地问我 我冲严剑舍摆摆手 快快快好了 不过你们现在最好马上出去 不然 我怕等下一秒你也不会痛 严剑舍愣头愣脑地笑道 放心吧 看到这些我都不吐 难道还有比这个更恶心呢 我摇头 直接捶了捶自己的胸口 通过外力让自己老将下来 然后拿出一张黄纸 取出百清风水壶里面的血水 画出了三清道符 嘴里默念三清迅剑 手指轻轻一抖 那张道符就开始无火自燃 缓缓地朝沙发中央飘落过去 刺刺拉拉 道符在下落的过程中 明明对面只是空气 可却好像烧到了什么东西一样 发出刺耳的声响 当道符刚好落到沙发里 那颗人头上的时候 他也恰好焚烧殆尽 与此同时 那些挂在人脸上的肠子 也都一起软了下来 一点点地从人头上滑落 之前人头只露出一半 我还看不出什么 可是当那些肠子滑落 我当即就发现 那人下面 本来被肠子围住的那一半 竟然已经没有了一丝血肉 留下来的全部都是漆黑的骨头而已 还好我们来得早啊 不然被他们写法一筹 大罗神下来了 也救不回你了 我双手按在沙发的边缘 猛晃了两下 沙发内部 那颗下面已经被腐蚀殆尽的人头 也随着晃动了两次 把旁边的肠子都晃开了 不久后 由于旁边没有了支撑点 下面的骷髅重心不稳 缓缓地倒在了肉泥与碎肉枝上 这个时候 我才看旁边的人 十月正哇哇的大吐特吐 情况比我刚才好不了多少 严剑舍也是脸色惨白 一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可是时间久了 他好像也支撑不住了 干脆两手都捂了上来 别忍着了 你刚刚吸进去太多的湿气 还是吐出来最好 我瞪了眼言见舍 刚刚因为这房子被人下了仗 除了身上有气的人 普通人根本就感觉不到这里的危险 甚至连房子刺鼻的气味都闻不到 可是现在 这房子的局被我破了一成 那气味就再也掩盖不住了 眼言见舍和十月 正是因为这些恶心的味道 才忍不住在旁边大吐特吐 需要帮手 作者 看书网胖头鱼 播讲 爱上听书 小虫 听了我的话以后 颜见舍当然不敢忍着 挖的一声 趴在沙发旁边 把今天上午吃的早餐 全部都交代了出来 这些味道 怎么会这么强 刚刚是沙发上 有什么东西挡住味道了吗 颜见舍 还在不停地干呕 我说道 哪里有这么厉害的材料 能挡住气味 我说过了 你们身上没有气 也就等于 没有看破杖的神经 哪怕处于危险之中 你们也丝毫感觉不到 如正常人一般 现在这里的杖 被我扑了一点 那味道 算是遮不住了 颜见舍又趴着 吐了一会儿 跟我一样 拉下袖子 死死挡住嘴巴 长生啊 你说的对 没有神经 还真的不行 闻不到 不代表那些东西不存在 一想到 刚才我竟然 在这样的味道下 没有任何防备的喘气 我就难受得不行 所以刚才 我就让你们出去了 我又看了一眼 沙发内部 那颗下面 比黑炭还黑的骷髅 眉头皱起 但愿事情 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 我闭起眼睛 努力回忆着 天玄经当中的记载 用人血设举 而且能把骨头 在短短三天之内 腐蚀到这种程度的局 一共有补下十种 这些都是极难对付的命局 所谓命局 就是改命 这是逆天的风水局 摄局者 必然会受到天前 而被困于局中的人 几乎是 死死无生 我始终都不相信 苏朗月 有设下命局的本事 可是 万一他背后的人 是秦藤燕 或者与秦藤燕 差不多的邪道 那这件事情 就麻烦了 现在我只找到了 这个命局的一个点 信息还是太少 根本无法确切的 推断出 这具体是个什么局 于是 我等 严建设和史悦 稍微好一点 就让他们找点东西 堵出口鼻 开始跟我一起 在这栋房子里 寻找其他的人头 按照史悦之前的描述 这里一共住了九个人 那么 应该还有八个人头 被藏起来了才对 我不怕史悦逃跑 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 这个局 哪怕是我 也不一定能破 他身上的邪悟 刚刚也不一定 就这么死了 他如果逃 那就肯定是死了一条 只有留下来帮我 才能博到 那一丝丝可能的升级 被整理好的房子 很快就被我们翻得大乱 不过 除开一开始那个人头 翻箱倒柜 也只在墙角的一个书柜里 找到了一个人头 与沙发里的人头一样 书柜里的这个人头 周围同样 摆着碎肉 脑袋下面围着肠子 肠子掉下来以后 人头的下面一半 只剩下了漆黑的骨头 这客厅里不一定有了 去其他房间看看 严建设和史悦 分别走向卧室和厨房 我顺便找了扇 没有人去的房门打开 发现竟然是洗手间 这房间 这房间里一目了然 一个很大的浴缸空空如也 另外还有一个马桶 这马桶并不像货展厅家里的那样 现在这个年代 内地也就货展厅这种港商会用坐着的 普通人家都是用蹲的 不过即便是蹲的 这宅子也修建得很干净 马桶的上面 有个大大的补锈缸水箱 我站着的话 眼睛还看不到水箱的最上眼 不过心里那种不好的感觉告诉我 马桶里面一定有东西 我想也没想 就拿出刚刚多花出来的三清道符 已然以后往高处一抛 道符飘到水箱上面的时候 就开始滋滋啦啦的发出声响 片刻以后 我手手松动了身边的水阀 水箱里当即就流出了一些暗红色的血肉 果然在这里 我冷笑一声 四处找了找 在浴缸的旁边看到一个控制阀 走过去拧了几下 水箱里这才传出来注水的声音 这个地方就不用我上去了 我静静等了三五分钟 等到水箱里的水差不多注满 最后关掉了控制阀 险下的人应该都没有用过这种水箱 水箱的注水功能是不能自动控制的 要人为的往里面加水 满满的一水箱水 可是冲很多天的 随后我就再次打开了马桶的冲水阀 看了那些淡了许多的腥红血液快速的流走 不由的又把脸上临时用衣服布料 做的口罩又剪了剪 直到把水箱里的水全部放进 我才抬腿走出了洗手间 无论那水箱里面被摆了什么东西 现在里面的菊也肯定已经被破坏了 出了房门以后 我的脸色并不是太好 九个人头已经找到了三个 这些信息足够让我来确定 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风水菊了 这边的房子住了九个人 那第六栋的房子 如果也是九个人 再加上本来跟七爷一起的四个 刚好二十二个 念二所命菊 这是先天菊 精通连山医的人 他能摆得出来 念二所命菊 要用二十二条活生生的人命来设菊 用这些人的血肉 祭奠三清祖师 炼化二十二条阴魂 让他们化身厉鬼 去吞食菊中人的意志 身在念二所命菊 结果注定了要死 而且还是一定被吓傻 吓风以后被折磨着死去 好在现在发现的人头 只是刚刚变黑的 一半堆一点点 整个念二所命菊 还没有完全成形 否则的话 我想就是老爷子来了 也救不了周瘸这个人 我关好了洗手间的门以后 看到阎建设和史悦都在走廊里 各自守着一个房门 眼巴巴地看着我 长寿 我这里有两个 阎建设指了指身后的门 我 我这里也发现了一个 一个 我盯着急着说话的史悦 笑了笑说道 你现在不用害怕了 毕竟那些东西 你现在也不是看不见 闻不着 大白天的 除了特别厉害的阴魂 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出现的 可 可是刚才 在周楼大的房子里 史悦依然忘不了 朱觉宅子的房门上 那张无风自动的道符 哎 长生说不用担心 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不可能害你 阎建设不耐烦地 瞥了一眼史悦 他最见不得的 就是一个大男人 扭扭捏捏的样子 我并不想多解释 说的多了 史悦不见得会和我一起 回到周觉的宅子里 我快不走向史悦 先去你这间看看吧 按照我们已经发现的 三个骷髅头布局 这间房子里 应该不仅仅 只有一个人头才是 我打开房门 和史悦一起走了进来 史悦进门以后 当即就走向 右手边那张大床 打开床头后面的柜子 就在这里 这里和建设的那间 应该各有一个 双魂引杀局 既然有一个在床头 那么另外一个 应该在床尾 我站在床尾处没动 伸手掀开了 床上的垫子 果然又闻到了一股 刺鼻的味道 这床板上 有被人撬动的痕迹 而且还重新歇了钉子 我不得已 召来了严建设 三个人合理 一起把床板掰开 果然看到床下面摆着一个 被肠子绕起来的人头 处理人头的方式 都大同小异 不过这栋房子里 有两个双魂引杀局 对付起来 要麻烦一些 加上严建设那里 发现的 另外一个双魂引杀局 一共 才只有七个人头 还有另外两个 没有找到 哎 长生啊 你怎么不把这些人头 用服那个了 严建设大概是 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史悦 也是在一旁 眼巴巴的看着我 大概在他的理解中 只要破了这个房子里的 念二所命局 他就能解脱了 我现在手头上的东西 有些不足 暂时解决不了这里的局 我们还是先去找到 最后两个人头 再做打算吧 我苦思了一会儿 还是想不出好的办法 这一次我来得及 虽然知道 狼牙风雷奇 对付苏朗月的 三花巨鬼娃有奇效 可也不敢 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毕竟 家里还有霍小林 郑宇 就曾经拿霍小林 来要挟过我和霍展亭 这样的事情 不能再发生第二次 所以出门之前 我就给左倾倾打了电话 让他来陪霍小林玩几天 并且把狼牙风雷奇 留给了他 可是眼下的情况 对我最有利的 就是我身上的黄纸 绝对够用 百星风水湖的血沫 也可以随时制造出来 可是 除了这两样东西 我就没有其他的法器了 没有想到 苏朗月居然会用先天局 来对付周觉 这是我的实测 现在想要再准备 可是谁去了 刚刚十月进门前的发狂 显然是有人在暗中观察着我们 看情况不对 就要杀了十月灭口 即便当时没有得宠 可是 只要我一离开 非但十月的命不保 可能 连严剑舍 都有生命危险 如果严剑舍出去呢 听我一个人的力量 万一十月或者周觉 动了什么歪心思 还真的镇不住 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 坚决不能把霍小林 和左青青 带入这个局里 所以要破这个双魂引煞 必须要其他人 把我要的东西送来 而这个人 又不能是他们两个中的 任何一个 找谁呢 七爷 五爷 他们看起来 是决意不能在表面上 参与此事的 李宗林 他现在应该已经离开了 长兴 去各处走动 调查那些 传说有灵出现过的地方 当严剑舍和史悦 兴奋地从楼上跑下来 告诉我他们 已经找到了 第八个人头的时候 我依然没有想到 这件事应该怎么解决 长生啊 想什么呢 别愣着了 缺什么东西 我去准备 刚刚我在二楼的窗户 往外看 似乎你破了局以后 这房子里的气味 已经传了出去 毕竟 我们没有关窗户和门 旁边的几户人家 都在各家的窗口 捂着鼻子 朝这里看的 拖得久了 说不定会引来其他人 甚至是警察 警察 我眼前一亮 我马上一把拉过史悦 定睛看着他 你老实告诉我 除了前几天杀死的那三个人 你的手底下 还有没有命案 史悦被我吓得一跳 嘟嘟嗦嗦地 犹豫了一会儿 陈先生 你知道的 我们做这一行的 我是问你 现在 你在警察面前 需要跑吗 我再一次 把自己的问题 说得更详细 史悦马上摇头 不会不会 我原来做的事情 做得都很干净 正因为这样 周老大才会把我 当成心腹 可是这一次 那三条人命 我当时一点都不冷静 可能留下了很多 要被追查的痕迹 不过你放心 等我回去了以后 马上 算了 我摆摆手 没有前科就好 不管怎么说 这里的秘密 怕是兜不住了 既然兜不住 倒还不如 找两个信任的人来接手 我拿起电话 拨通了李彤彤家里的电话 可是没人接 于是 我又打了他 工作的派出所的电话 好在 跟接电话的妹子 兜了一圈以后 人家终于答应 把李彤彤叫来 喂 陈生哥 你怎么把电话 打到这里来了 李彤彤接过电话以后 显得很兴奋 我尽力 让自己的声音 显得平和一些 彤彤 你身边 有没有别人 如果有的话 就走开一点 我有事情 要单独跟你说 哎呦 还真是小男朋友啊 够谨慎的呀 还要单独说话 电话那头 传来了一开始 接听电话的 女人的声音 还好 这是调笑的语气 李彤彤在电话那头 被人打去了几句 终于安静了下来 陈生哥 我这边没人了 你想说什么 现在可以说了 是这样的 我压低声音 我这边碰到了一点事情 是关于风水局的 你应该明白 这里没的事情 你其他的同事 不见得能说得明白 你帮我联系一下陈寒 让他 陈寒 陈长生 你敢报警 陈队长 已经调去市局了 长生哥 你那边有危险吗 史悦和李彤彤的声音 一同响起 而且显然 李彤彤也听到了 史悦的话 我回头一看 严建设已经死死的 扣住了史悦的脖子 史悦满脸通红的看着我 那眼神 简直恨不得把我吃了 想要活命 现在就不要说话 我狠狠瞪了史悦一眼 还是严建设明白事理 马上就捂住了史悦的嘴 陈阵哥 陈阵哥 你说话呀 我再次把电话 贴近耳边的时候 李彤彤正焦急的叫着 我没事 我叹了一口气 那么他现在管什么类型的案件 如果我这里出了命案 他能主管这里吗 这个好说 陈队现在已经是市局的行政队长了 整个长星市大大小小的刑事案件 他都有优先办案权 长生哥 你们那边出了多大的事情啊 如果不大的话 我这边可以 李彤彤的回答 让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我马上打断他的话 不 这件事还是交给陈队 我虽然不懂刑侦 可却也知道 二十几条人命的案件 无论放在哪里 都是影响极大的 这件事情 李彤彤兜不住 或许 他的背后有蒋阅 但是 蒋阅这个人 我刚刚得罪 他本身想必 也不愿意参与到 与风扇宝库 无关的事情里面 彤彤 你听我说 二十几条人命 这件事 必须交给陈寒 而且 你要告诉他 这一次的事情 比上一次派出所的那一次 大得多了 人 也都是被他们 无法理解的手段弄散的 所以 让他一定要注意保密 事情一旦传扬出去 就注定了 会变成悬案 好 我明白了 李彤彤对风水局 和玄学的东西 毕竟有过亲身经历 不用我多解释 长生哥 我这就去找陈队 然后 跟他一起过来找你 不 你先去联系陈寒 我这边 怕很快就兜不住了 一定要让陈寒 马上过来 你不要跟他一起来 你去长兴 比较有年份的寺庙里 帮我找一炉香辉 再想办法 从常年有人祭拜的佛堂上面 替我取一节房梁木 好 我马上就去 李彤彤 没有问理由 马上就挂到了电话 大佛堂的房梁木 要动这个东西 只怕僧人们 是要拼命的 不过李彤彤 毕竟身份摆在那里 随便找个理由 做起来都简单得多 佛堂卢辉 大唐房梁木 自然取自佛堂 但这不代表着 我打算用佛理来破局 我所看中的 是佛堂拜祭的香卢辉 与上了年代的 佛堂大梁上 经年累月 累积下来的信徒愿力 做好这一切 我就让严建设 放开了十月 十月依然非常的激怒 我盯着他问道 你以为我想害你 如果害你 半个小时以前你就死了 我现在是在救你 而且出于道义 我不会让他们 把那三条人命 钻在你的头上 至于其他 我实际找你确认我 你自己也说 做的事情干净的很 如果以后 被他们调查出来什么 得与我无关 毕竟 你给过我保证 我得到了你的答复 才去找他警察 你 你只能保证 他们不会把三条人命 钻在我的头上 陈先生 非十三个人 肯定是死刑 十月的神色 缓和了一些 我点头 这些我当然可以保证 我找的人 都是了解风水局 也经历过 风水局一类案件的人 只要有我做保 他们不会为难你 这就好 这就好 十月明显 松了一口气 陈先生你放心 我十月一人做事 一人当 只要这三条人命 不出事 原来的事情 即便被查出来 我也不会怪你 严建设 站在十月背后 对我打了个口刑 我才不信 我随后笑了笑 好了 我们先关好门窗 尽量拖延一下 被发现的时间 然后去楼上 把另外一个人头 给解决了 我先走到 电视柜的后面 把窗帘拉了起来 回来的时候 严建设也关好了大门 这宅子的二楼 没有被认真打理过 二楼的屋子里 摆放的 都是一些杂物 木头什么的 而严建设 他们发现的人头 就在杂物堆里面 与前面三侧一样 我只用了一张道符 就破了这人头的风水局 最后 严建设用一根木头 挑歪了人头 正当此时 外面竟然已经 响起了警笔的声音 来得好快啊 我们各自收拾了一下 朝楼下走去 警察插手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可是到了楼下以后 我们等了好几分钟 也没有看到警察进来 承受 他们好像 只是把这附近警戒了 不打算进来 而且 我也没有看到陈寒 严建设 站在窗户边 把窗帘拉开一脚 往外看 我不由得 扭起嘴角 还是陈队长有经验呢 先派人过来 守住现场 却在同时 命令他们为而不恭 这样既保证了 这里的人命案 最大限度的保密 同时 也给自己争取了时间 只是 只是什么 严建设 已经放宽了心 转头看着我 没什么 我揉了揉眉心 可能是这里的气味 太难闻了 我发迷糊了 刚刚总觉得 似乎有什么 特别重要的事情 没有做 可是现在仔细想了一遍 似乎该说的 我都对童童说了 而且 陈队长 也非常的老练 大概是我太敏感了吧 不会吧 你不像是个敏感的人呢 严建设 马上摇头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肯定有什么事 那个 石月 在一旁小声地说道 陈先生 严先生 你们是不是 要通知一下 周老大那边 哈 我的手一下子 砸在脑门上 就是这件事 我怎么完全把 李锐 李翔 这两个人给忘了 现在警车 突然间 把周围都围了起来 这两个人 怕是要被吓破打了 你那边房子 有电话吗 我转向石月 石月 联盟点头 那边的电话 我记得很清楚 我这就把号码给你 我拨通了石月 说的号码 第一个电话没人接 让我的心里沉点点的 紧接着 又到了第二个 过了很久 电话 才终于被人拿了起来 不过电话那头 没有声音 李锐 我知道 现在警察 不可能闯进那栋房子 紧接着又说道 你听我说 不用害怕外面的警车 他们是我叫来的 你们只需要 待在房子里不要动 最多等半个小时 我会去找你们的 陈先生 真的是你 电话那头 终于有人说话了 是我 相信我的话就别动 好 我们相信你 你是五爷就来的人 我们最信你 李锐 很是激动 还好现在 他们还没有想要往外逃 不然 外面的警察 不明白情况 看到他们 把他们抓起来 事情 就变得很麻烦了 一切 还是要等陈寒来了再说 我们始终注意着 外面的情况 大概 又等了二十多分钟 终于 又有几辆警车 姗姗来迟 从第一个警车上下来的 正是陈寒 我见状 马上就起身 去打开房门 陈寒恰好也看到了我 对身边的人 交代了几句 就朝我走过来 他身后 一共跟着三个人 都是从最后面 这几辆警车上下来的 陈队长 我对陈寒笑了笑 陈寒一靠近房子 马上就皱了皱鼻子 捂住嘴道 这么重的味道 你说的那些情况 都在这房子里吗 不 这里可能只是一半啊 我让开了房门 让陈寒 与他带来的几个人进来 加上陈寒他们 一共是四个人 其中 有两个人看起来 三四十岁 能看得出来 都是非常老练的老刑警 而最后一个人 只有二十岁上下 但是随后一个年轻人 却是一脸傲气 淡淡地 瞥了我们一眼以后 才走进了房门 陈队 这里都是人尸体的味道 陈寒的一个队员 进门就开口 这里毕竟有十几具尸体 你们先去那边看看 陈寒指了指 还没有合上的沙发 我带着他们 走到沙发面前 不得不说 这些人果然是经过事情的 看到那些肉泥 碎骨 和人头肠子以后 也都只是皱了皱眉头 好残忍的手段啊 这真是打算 把人剁碎的 做人肉包子吗 这件事情 如果传出去 足以糊弄全国 二十多条人命的档案 几位都明白吧 陈寒走过去 只看了那尸体一眼 尸体已经被破坏成这个样子 看来是找不到一点线索了 脖子已经没有了 有可能留下伤口的地方 要不变成了肉泥 要不就像那截黑骷髅一样 让我们没有办法下手 待会儿 取了骨头 看看法医那边 能不能看出点什么 几位 现在我们的重点 应该在现场 其他地方 可能留下的痕迹上面 两个老刑警都是专业的 各自从背包里 取出手套戴上 却其他地方取证了 而那个年轻人 也跟着走过来看了一眼 就已经完全没有 他刚刚伪装起来的高形象 现在正趴在一边吐呢 陈队长 其他的头骨在这里呢 我带着陈寒 去了书柜 洗手间 两间卧室 最后又上了楼上 整个过程 我让史悦 把这几天以来发生的事情 大致对陈寒都说了一遍 他也算聪明 只说周觉不小心得罪了 一个苗寨的人 后来被高人指点来了这里 没想到 苗寨的人 还是追杀到了这里 对于元旦比试 史悦是一个字也没提 史悦 陈寒静静听完 盯着史悦说道 你的底子可不干净啊 实话告诉你 在我的办公室里 关于你的记录 至少有十几页纸 刚刚你说什么 你上了三个人 还把他们分尸了 你以为凭这点说辞 就能为自己洗脱罪名吗 史悦眼巴巴的看着我 陈先生 陈队长 我叹了一口气 我可以作证 至少在这三条人民上面 史悦杀人 真的不是出于他的本意 有些时候 苗寨的手段 更适合去影响 甚至控制一个人 哦 说起来你很懂的样子 依我看 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风水局 而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犯 做下的事情 突然间想起一道 非常不和谐的声音 我扭头一看 说话的 居然正是刚刚那个 吐得不要不要的年轻警察 现在他的脸色有些发白 来到楼梯口 刚好遇到了 从楼上下来的我们几个 陈队长 这位也是你的手下 我没有搭理那个年轻人 而是看一下陈寒 陈寒无奈的点点头 这些事情啊 我也是当了市局的刑警队长以后 才知道的 其实在我们市局 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部门 他们专门负责一些悬案的评定 但凡是被他们评定为悬案的案子 我们就不会继续调查了 懂了 我深以为然 这些年 即便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钻研风水学的人少了 可是并不代表这些人不存在 有些案子是这类人犯下的 陈寒这样的人注定是破不了的 毕竟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专业范畴 而一些案子究竟是不是普通人破不了的 终究需要一些懂得门道的人来判断 前面这个年轻人就是做这件事情的 不过显然他的到行还不够 陈队长 你们那个部门有多少人 我盯着陈寒 陈寒对我轻轻摇摇头 又指了指那个年轻人 现在只有他一个了 你别看他年纪不大 可是也非常的厉害 据说他组上 陈队长 我家组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能在警队坐到这个位置 那都是我自己的本事 还有我劝你还是别继续听这个人骗你了 这件事就是一件普通的凶伤案 而这个人可能就是元凶 我建议马上封锁现场 让他们继续留在这里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陈寒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那个年轻人 叹了一口气说道 哎 金阳啊 你先别急 刚刚长生不是说 还有四个人头没办法处理吗 不如你跟我一起去看看 金阳的脸有些扭曲 我相信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大概这辈子都不愿意再看到 刚刚那种场景 陈寒的用词很准确 是四个人头 而不是四具尸体 按照十月的说法 除了脑袋以外 所有的血肉 骨头 甚至肠子 都曾经被混合在了一起 除了脑袋以外 任何一滩血肉 都有可能有着八个人的骨血 那我就去看看 不过看了也没用 金阳咬咬牙 还是答应了 我们先来到楼梯口 最近的卧室 这里也是被我们强行撬开 床板的地方 这些地方都是你们动的 你们知不知道 这是在破坏现场 我现在有权把你们都抓起来 金阳走到门口 看到那些被掀开的床板 顿时勃然大怒 陈寒在我身后轻轻地拉了我一下 小声道 长生啊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比跟他一般见识 我刚掉到市局的时候 也没少受他的气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陈队 他当真能评判 什么案子 能成为悬案吗 我的声音压得很低 可是金阳依然听到了 他回过头来盯着我 眼神锐利 你是在怀疑我的能力 有些东西 能在进门的时候 就应该能看出来 可是你知道现在 还坚持这是普通的刑事案件 我当然有理由怀疑你 我也没有必要 给这个人什么面子 金阳冷笑道 哼 你们以为把这里的东西弄乱 房子里的布局 改得不合常理一点 我就会相信你们所说的事情吗 哼 我进门的时候就观察过这里的布局 家具摆放的虽然不规整 但是任何一个位置我都推算过 没有任何东西的摆设 能够互相连接构成一个风水局 而且那些尸体的位置 也根本没有按照艺术来摆放 房子里也没有倒幅 你们所说之前完全闻不到气味 绝对是骗人的 一定是你们一直紧闭房门 今天稍透了点风 知道摄像可能败露 再在仓促之下 弄出这样一个局来骗陈队长 哼 他不懂 你们难道以为我也不 金阳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床的背着 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脑袋一歪 又吐了出来 哎哎 这位警察叔叔 你这大概是在破坏现场吧 严建设忍了很久 我们等金阳吐完 他在抬起头来的时候 眼神已经变了 陈队长 我收回刚才的话 这里确实有人布局 我一下子愣住了 甚至都已经怀疑自己听到了什么 隔着口罩 我都能看到 严建设张大嘴的样子 陈寒对我摊摊手 我说过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傲是傲了一点 不过 一直坚持他所信奉的真理 金阳就这样完全推翻了自己刚刚坚持的推断 脸不红心不跳 捂着嘴 拖着陈寒 走到床尾 陈队长 你看 现在虽然是寒冬 这里也没有开暖气 不过 长青市 毕竟地处南方 不像北方那样 身上出现 零下的温度 所以这些肠子 肉泥一类的东西 并没有被冻起来 可是这些肠子 一个个都鼓起来 而没有瘪下去 就像是一条蛇一样 绕着脑袋 这不符合常理 陈寒点头 嗯 确实是这样的 正常来说 即便是刚刚被拽出来的肠子 也不可能是这种状态 即便被人强行 绕着头颅围起来 不出五分钟 他也会慢慢地 全都滑落到最下面 更何况 这些肠子 都已经过了几天了 可是这里 依然不能证明 这里有风水局 金阳一整言辞 我只是说 有可能是风水局 但也不排除 是这几个人 临时弄的什么 机巧手段 哎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我拉住了严剑舍 不让他说话 自己一句话不说 就走上前 拿出一张道符 在这金阳面前 晃了晃 而后 默念三清训诫 让那道符 无火自燃 又把他 抛向空中 贤天符 你竟然能使得了 贤天符 金阳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一脸的不可思议 不错 竟然还认了贤天符 不过 如果我是你 现在更应该关注的 应该是这颗人头 顺着我的目光 金阳朝下面看了过去 道符的火焰 没有一丁点烧到人头 当道符落在人头上的时候 恰好熄灭了 那最后一丁点的火星子 紧接着 那些肉泥 也好像失去了束缚一样 开始贪软地朝旁边蔓延 跌在一起的肠子 也如同金阳和陈寒 刚刚描述的那样 飞快地朝四桌散开 竟然露出了人头下面 那些被腐蚀地 只剩下漆黑骨头的地方 哎 怎么样 现在你信了吧 严建设得意地看着金阳 金阳强忍着呕吐的欲望 可 可这不合规矩 这里没有风水局 咱们可能 你来这里 只是为了确认这件案子 能不能被定为悬案 以便让陈队长 能有机会特案特办 如果这些事情已经确定了 我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什么了 我对金阳的话丝毫不感冒 对这个人的印象说不上好 也谈不上坏 只是一个路人 既然是路人 我就没有跟他解释的必要 对陈寒 他完全不懂 我可能还要解释两句 但是对金阳 他知道这是个可以被定性为悬案的案子 就已经足够了 可是 可是我 我还没有完全确定 金阳突然间又变得像一个受了气不服输的孩子 鼓着脸看着我 哎长寿 你刚才不是说 现在还不能对付这个双魂什么啥的吗 严建设看着我准备去床头 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用手指的指门口 李彤彤已经提着两个大袋子 站在了那里 小点红扑扑的 显然是刚刚跑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的 李彤彤瞪了我一眼 我才刚刚进来 我当然知道了 我指了指床头柜上的闹钟 我需要的东西 几点能出现 这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快把东西给我 哼 搞得这么神秘 李彤彤 撅起小嘴 但还是把两个袋子递给了我 我一手接过袋子 另外一只手又系出一张符 把隐藏在床后 靠背后面的那颗人头也顺便超度 当那颗人头化开的瞬间 我迅速地抓起了一把香灰 撒向空中 果然在这个时候 我清晰地看到 两个虚幻幻的透明影子 不被香灰沾染 分别立在床头和床尾 床头的那个人站着 而床尾的那个人跪着 看清楚以后 我紧接着又抓了一把香灰 这次我没有撒 而是来到床尾 在刚刚床尾那个人影出现的地方 一点点地把香灰顺了下去 同时拿起另外一个袋子里的木头 这木头真是小得可怜啊 大概也就比水纸略长一丁点 还没有女士香烟醋呢 我苦笑一声 但还是捏着这一小节木棒 直接戳到床头上面的空间 与此同时 我整个人也感觉到了异常的寒冷 浑身上下打了个哆嗦 好冷 李彤彤不由地收紧了衣服 诶 尝尝 刚才那是什么呀 严建设也下意识地把衣领竖了起来 阴风 回答他们的那个人不是我 而是一脸严肃的金羊 他正正视着我 刚刚看到仙天福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了 你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可是 你竟然能不用任何道府法器杀鬼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连我爹都做不到 哼 这天底下大概不存在不用法器 就能杀鬼的人 别小看这些香灰和这根木头 他们的用处大得很 我把木棒捏在手里 快不朝另外一间卧室走去 燕尔扫命局 从两个位置来封锁局中人的逃生路 一边有两个双魂引诈局 我们的速度必须要快 嗯 难不成破了一个以后 另外在规定时间内都会爆炸 严建设摸着下巴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炸你个大头鬼啊 我对严建设翻了个白眼 你肯定是电视看多了 并非一定要连续破局 而是这根木头离开了他本来在的地方 又没有经过到家的手段炼制 最短在一个时辰以内就会变成普通的东西 不然刚刚我为什么不等彤彤来了再动手呢 说话间 我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房间 用同样的办法 隐藏在这卧室衣柜两端的人头局给破了 冷不定的李彤彤突然大叫了起来 我转头一看 发现李彤彤正看着我 而另外三个人却互相看着 中间房子 爱上听书小虫录制 他们身上本来干净的衣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竟然沾满了鲜血 其中 炎剑舍身上的最多 我想 我身上的应该比炎剑舍还多 不然李彤彤不可能只看着我 我顺手摸了一把头发 头上果然黏糊糊的 把手拿下来一看 手上也被沾染了许多未干的血迹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陈寒扭头看着自己的衣服 肩头也有一些血液的残留 而且味道很重 这些味道他刚刚都是闻不到的 金阳神色严肃 这是账 没错 这的确是账 而且这个账 是为了隐藏第九个人头的 金阳好像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既然是账 那刚刚肯定看不见 每个人身上都有 彤彤的身上只有一滴 肯定是我们刚刚都待过的地方 不可能是楼上 也不可能是这两间卧室 那么只有可能是大厅 金阳猛的转身 朝外面跑去 当我们也先后赶到的时候 发现两个老刑警 也都一脸惨白的坐在地上 坐仰天壮 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到来 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 果然看到这客厅顶端的 那盏大吊灯下面 倒挂的一个人头 与其他人头不同的是 这颗人头的下面 是连着脊柱的 人头朝下 脊柱 与吊灯被人用肠子绑在一起 那吊灯里面黑乎乎的 应该是被人填满了肉泥 碎骨 这 这也太恶心了吧 李彤彤捂着嘴 表情夸张 丝毫没有要想吐的意思 我想 对他来说最恶心的事情 他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 与他曾经经历过的东西相比 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些 大概都不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的身上都一直被沾上了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一点也感觉不到啊 严建设不断的摇晃着脑袋 全身都不自在 我有一件事想不通啊 陈寒皱眉摇头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案子可以被立为悬案了 不过我不懂 你们说的这个账究竟有多厉害 难道它不是只存在这个房间里 既然从我们进来 身上就不知不觉沾上了血 难道我们离开以后 身上的血自己也看不到吗 就算自己看不到 其他没进来过这里的人也看不到吗 陈队长 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释 金阳的胸口上下动了动 又拿出一个口罩戴上 他的脸上 现在已经至少挂了七八层口罩了 第一 设下这个风水局的人 大概没有想过这里会这么快被人发现 第二 即便被发现了 太是不准备让人活着离开 把这件事情传扬出去 这最后一个账 用一种不被人察觉的风水低下血 其实可能是为了留下一个记号 金阳扭头看着我 无论什么人进过这里 只要从这里离开 身上都会留下这个标记 我相信身上有标记的人 或者其他什么活着的东西 大概走不出小吃糊的范围 就会被杀死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这些东西有可能跟苗寨的人有关 我耸耸肩 他说的没错 以我对那个人的了解 他想用古杀人 自己甚至都不用现身 那个人在古术上的造诣极高 当代在古术上 能达到他那个层次的人 绝对不超过五个 这么说凶手有可能是两个人 或者更多 金阳马上就下了论断 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古术和道术上都这么精通 而且在道术上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 想必也不会屈尊去研究古术 严建设撇撇撇嘴 这些东西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 上一次在我面前这么说的人 现在正躺在隔壁房子里 成了这个风水局真正要对付的人 你是说 有人要抬高玄学 贬低古术 才被人这么对付 金阳大吃了一惊 这怎么可能呢 布置这里的人一定是一个玄学高手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因为别人抬高玄学而去对付人家 我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干脆脱下来 罩在头上 能做下这种事情的人 无论多么的厉害 都已经失去了信念 只要有利益 什么事都可能做 现在讨论可不可能完全没有意义 我们还是去第六栋的房子看看吧 也好 不过我们可不能这么出去啊 成寒考虑的周到 拿起对讲机 叫一个人背起件长服进来 并且特别声明 只能来一个人 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不然传扬出去 社会影响一定会大到无法控制 能破案倒还好 问题是 现在谁也没有信心说 一定能解决问题 我们都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学着我的方法照在头顶 来到门口等送衣服的人 陈寒把自己的帽子甩了甩 又把这样的帽子拿下来 让我和严剑舍戴上 他们的帽子都是黑的 有血液粘在上面也看不出来 总比我们顶着粘稠的头发出去要强 与我料想的一样 当我们跨过周角的宅子 来到第六栋房子并且进去的时候 陈寒 李彤彤 金阳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伸长了鼻子 尝试着吸气 后来干脆还猛吸 似乎期盼着能闻到一点什么 以前有了一点经验的严剑舍 早早的就把口罩重新戴上了 刚刚在外面走 任何可能引起别人猜想的东西都不能拿 口罩自然也是拿下来的 我点了一下李彤彤 别吻了 快把口罩戴上 不然等下会吐的 不会啊 这里什么气味都没有 李彤彤又在四周吻了吻 这房子里的摆设也有别扭 不过没有血腥气 比刚刚那个房子好多了 你忘了最后那个账是怎么出来的了吗 闻不到 不代表没有气味 看不见 也不见得这里就没有那些东西 我耐心的劝说 李彤彤的脸色立马一变 忙不迭的把口罩取出来 李三层外三层的套在了脸上 金阳倒是精明的很 戴口罩的速度 竟然比李彤彤还要快上一点 这里的情况 不见得会比我们刚刚看到的好 只要破了一个罩 就什么都出来了 我走向房子的最中间 目光扫视着房间的摆设 两个宅子里的摆设虽然不同 不过 尼尔索命局的格局就注定了 这里的人头位置 一定是与前面那一栋房子对称的 我让严建设和李彤彤 在门口站着 金阳和陈寒跟着一起进来 让他们眼睁睁的 看着我找出一个又一个人头 并且在道夫破绝以后 本来看起来非常干净 整洁的屋子马上就被恶臭填满 陈队长 这里的情况 你大概可以了解了吧 我一个个把房子里的人头找出来 又用李彤彤带来的香炉灰和房梁木 破了这里面的两个双魂隐煞局 最后 在这宅子的大厅里 最后一个人头也显露了出来 陈寒看了看金阳 又看了看我 我可以肯定这是一桩悬案 金主任 你的意见呢 金阳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 可是在局里的地位应该是不低的 金阳极其认真的点头 说实话 到了现在 我也看不透这里的风水局究竟是什么 不过 我跟你的看法一样 这是一件悬案 不 极案 极案 陈寒挑了挑眉毛 真的 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了吗 不会错的 这件事 必须上报 而且根本就不是 你我能够处理的 我个人的建议 附近方圆实力的人员 都要疏散 所有的警务人员 也必须要在 一百米开外的地方戒严 这里 打住 我马上白白手 打断了金阳的话 你们这样做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显然 是在用一种逃避的方式 来面对问题 我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金阳没有反驳我的话 我的建议是 陈队长 你们只需要疏散 这三栋房子附近的 几户人家就行了 你们可以继续 留守在外面 但是 不要太严格 一定不要做到 一只蚊子 都飞不进来的程度 还有 这三栋房子 所有的事情 你们都不要插手 陈寒皱起眉头 长生 你是说让我们警队的人 站在外面干看着 这不行 这个案子如果上升到了极案的程度 就必须按照金阳刚才说的那样去做 可是我说过了 那样并不能解决问题 反而是在逃避 我相信 你们那里既然能有金主任这样的人 那么上报以后 应该也会有更厉害的人下来解决 可是 既然失礼 疏散人群 你们以为 那个暗中的敌人 还会继续出来吗 我死死的盯着陈寒 你们这样 说白了 就是在逃避 最后派一个更厉害的人过来警告凶手 让他远离 只有像我说的那样做 那个凶手才有可能再次出现 可是 陈寒依然有些犹豫 金阳站了出来 这件事 哪怕没有上升到极案 仅仅是悬案 按照章程 也应该是由我来接受 你要全力配合 从现在开始 你带上几个队员 去疏散附近的几家人 而且 安排自己信得过的手下 潜伏在那里 也不用特意的阻拦 想要进来这里的人 这样就行了 陈寒的眼神 可能下来 你也不方便施展 金主任 你觉得怎么样了 陈寒询问金阳 看起来还真像是金阳说的那样 案件的性质变了 哪怕是陈寒这样一个刑警队长 也不能主导这起案件 这样也好 金阳马上点头表示赞同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和这个陈长生的允许 任何想要靠近这三栋房子的人 你们都有格外的注意 不过要留有分寸 不能主动去招惹那些人 还有我会留下来 啊 我愣了一下 盯着金阳问道 你留下来干什么呀 说实话 金阳的能力 我相信是有一些的 可是他的这点手段 连云旦笔尺的低关 都不一定能过得去 他留下来 很可能只是一个累赘而已 但是 看陈寒的意思 现在这里的一切 都是金阳在主导了 由不得我做决定了 陈寒很快就离开了这栋房子 回到第四栋房子那里没多久 也带着自己手下的两个老星星 一起出来了 我先把这第六栋房子里的 双魂引煞绝破了 又把所有人头的表面 都用香炉灰撒了一层 这才带着严剑舍 李彤彤 史悦和金阳一起离开 李彤彤借口说 自己不归陈寒管 也不认识金阳 他不用听任何人的命令 铁的心要留在这里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几个匆匆的 回到第五栋房子 早在门口等待我们的 李锐和李翔两人 马上打开了门 把我们迎了进去 一直问我们是怎么回事 我把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对他们讲了 这两个人明显 有一些不高兴 陈先生 如果你缺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我们背后有 背后的兄弟 或者就我们两个 也可以帮你搞到香炉灰的 有李彤彤和金阳两个人在 李锐 不敢把话说的太明白 这件事情 我有自己的打算 让警察出面 总能给那些人一点震受 让他们不敢胡来 否则的话 今天死了二十多个人 被我们破了局 明天难保他们 不敢在杀死附近的居民 在其他房子里 布一个同样的局 那又 李翔睁嘴想说什么 可是很快 就被李锐的眼神给逼退 将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话 给噎了回去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看看周老大吧 我没有在沙发那里停留 直接看上楼上 李锐连忙走了过来 陈先生 周老大 我们刚刚看过了 他还是那个样子 躲在屋子里 不让我们进去 说是等吃完饭了 再让我们送进去 不用管他是什么态度 现在 我们必须进去看看 史瑞 你有钥匙吗 有 有 史瑞连忙从裤兜里 掏出来一把钥匙 周老大的房子 就在楼上 左手第二件 自从四天前出事 周老大除了吃饭的时间 就一直把自己 关在房子里 连我也不让进去 我们这样会不会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乎这个 你们老大肯定中了鞋了 金阳一把接过钥匙 登登登的就跑上了楼 我们几个人紧随其后 刚爬上二楼的楼梯 就听到一个男人沙哑的怒吼声 混蛋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别来烦我 谁在开门 十月 十月 把这个人给我上了 我印象中的周觉 虽然是一个面向阴狠的人 可是说话却有些分寸 不会这么的歇斯底里 听到声音以后 我马上加快了步伐 走到二楼 就看到金阳一脸惨白的 站在一扇门的门口 那里有很浓重的血腥气味 这味道已经达到了刺鼻的层次了 哪怕我隔着很远 也不得不马上捂住了鼻子 金阳站在门口两秒钟 紧急着脑袋一歪 扶着门框就开始大吐起来 我对李彤彤他们打了个眼色 让他们不要跟过来 我自己快步上前 发现周老大的房门上 贴着一张道符 再看看门里面 虽然没有开窗 也没有开灯 但是现在毕竟是白天 外面的阳光反射进去 明亮度已经足够了 周觉显得无比的苍老 与我第一次见他时 那副精神抖走的模样 大相径庭 他坐在一张正对着房门的椅子上 左右抱着一条胳膊 嘴巴上还挂着鲜血 房子的其他地方 散乱的放着许多被肢解人的尸体 有些已经发黑发臭 有些已经只剩下了洁白的骨头 在周老大的椅子下面 摆放了三个被开了瓢的人头 其中一个被开起了头骨的人头上面 还放着一个陶瓷勺子 我突然间觉得 刚刚不让李彤彤他们几个人过来的绝点 简直不能再整圈了 旁边的金阳正吐得稀里哗啦的 房子里的周觉挥动着手里的手臂 你们是谁 石月 石月呢 过来把他们都给我烧了 看到了这里 你们一个也跑不出去 周觉的双臂撑在椅子上 似乎想站起来 可是起到一半 身体又无力地坐了回去 抓住他 我没有理会周觉 拧过头去让炎剑舍控制住石月 把他弄过来 彤彤你不用过来 得到石月来到我身边 我神色凝重地看着他 你老实告诉我 三年前被你分尸的那些尸首 你掉到哪里 是这几个人吗 我一把拉过石月 让他的脑袋出现在门框里 石月吓得脸色惨白 顾不上回答我的话 脑袋向上一锤 也加入了呕吐大军 炎剑舍 依旧死死地扣着石月的手臂 面色不改地站在我身边 我看了一眼门上的道符 是刚刚贴上去的 烟破符 这虽然不是先天符 可是身上至少也要有一丁点的气 才能把这张符使得得心应手 否则光是几天的咒语就要念上半天 而有了气就会直接使用这道符 刚刚从金阳上楼 道我跟上来 前后不超过三十秒钟 他却已经能马上察觉到 这间房子有问题 选择正确的道符并且使用 这个人似乎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 有了这道符被困在这屋子里的东西 就出不了这道门 周老大已经被怨灵缠身 他这几天能自主地移动 其实也是依靠那些怨灵 现在怨灵受到了固执 他除了能坐在那里破口大骂 甚至都没有立即站起来 我也是来到门口 看到周老大的情况以后 才能判断出这些情况 现在的周老大比我之前见到的十月情况 更加的严重 想把他拉回来只怕很难了 可是金阳 却能在短短的三十秒时间内 做出准确的判断 用道符封出了门口的气 才打开房门 仅仅这一手就不是我能比的 我很难想象 以金阳刚刚的表现 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不过 现在并不是对这件事 寻根究底的时候 我一把拉过十月的衣服 不管门里周觉的咆哮 这只里面的方向问道 你不是说周觉 除了看到一些 你们看不到的东西 身体有些缓乎以外 就没有其他的异常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十月脸色苍白 哆嗦着 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 严建设看不下去了 拍了一下十月的后脑勺 哎 问你话的 这是怎么回事 我 我不知道啊 有鬼 一定是有鬼 他们都死了 死了呀 我明明把他们的尸体 砖在有石头的麻袋里 在小吃乎的不同位置 抛了下去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直接目的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我一手按住十月的脑袋 另外一只手 点在她的脑门上 念了一段清神咒 这样 她的神色 才稍稍好转了一些 现在好点了吗 十月 木然地点头 我松开了 按在她脑门上的手指 你们这几天 见到周绝的时候 她都是什么样子 周老大 一直很正常的 十月依然坚持着 自己的说法 对于这一点 其实我还是比较相信的 毕竟 李锐和李翔两人 也都这么说 这两个人的身上 可是有着 齐武爷给的护身符的 即便十月中了血 他们也不可能中血 哦 对了 十月突然道 我们每一次 叫周老大吃饭 他都会推迟半个小时 才出来 难道他 看来是这样了 我让严建设 把十月带下去 线上只留下我 和金阳两个人 现在 我们一起 把周绝给带出来 他不能继续 留在这间屋子里了 不然的话 这会加重他的病情 金阳一脸的茫然 只能指自己 你是说我 我理所当然的点头 这里除了你 还有别人吗 金阳忙不迭地摇头 哦 我不去 我早就说过了 这里的局我看不透 已经是急案的层次了 只能找上面的人来解决 刚刚你说的那个 涅尔索命局 我无能为力 现在这房子里有什么东西 我更不清楚 你让我进去 就是等于让我送死 金阳看起来 有时候傲气 有时候谦虚 有时候又很自负 可实际上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自己了解的事情 他就会坚定不移地 坚持自己的观点 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他也会很自然地放下架子 不过 现在 我就有些看不懂了 我指的指门上的道符 这是你贴的 是我 金阳回答得很随意 在建这个屋子以前 你就知道这里没有问题 而且 这可是烟破服 你身上有气 才能用它 金阳摊摊手 这又能证明什么 我在进房子前 就知道这里危险 这是必要的手段而已 我知道 是自己想多了 金阳的能力 还是没有变 他在最要紧的关头 做了最正确的选择 这可以说是他的能力 也可以说不是 就像霍展廷说过的 我什么地方都不错 唯一欠缺的就是经验 绝大多数情况下 临场应变的速度 是远远及不上 经验老道的人 下意识的反应速度的 而金阳身上有的 恰恰是我欠缺的这些东西 好了 你站在门口 不要走远 如果我在里面出了什么问题 你就马上把门关上 然后再加几道符 这你总能做到吧 我无奈地看着金阳 哪里知道 金阳竟然再次摇头 不行 我不能看着你死在里面 那我出事了 你会进来救我 金阳依然摇头 不会 我的能力不够 如果你都应付不了 我进去了 也是送死 那我对付不了 你在外面封出这道门 怎么不行 不行 这样 我就也成了杀人犯了 那你 我瞪着金阳 恨得压根痒的 我甚至怀疑 陈寒书这家伙 在警局里 没什么朋友 根本就不是因为 他的客书工作属性 而是因为 他太过死心眼了 论起一根筋 这家伙简直能甩烟见射十条件 我努力的让自己平静下来 不再与金阳争论 收拾好心情 贴了金阳一眼 那你就站在这里看着吧 好 金阳答应的很干脆 我强忍的退回去 掐死他的冲动 取出百星风水壶和黄纸 临场画了一张烟破符 一只手捏着道符 另外一只手握紧了胸口的黑色小剑 这是我身上最后一道保命符 我坚信有这个东西在 屋子里面就算已经被 念尔索命局收起的怨灵占领 我也能全身而退 周老大挥动着手里那条 已经被啃了三分之一的手臂 似乎想站起来打我 等我向前走了两步 他甚至还一抬腿 踢翻了面前的三个人头 那些人头在地上滚了两圈 虽然没有到我的脚下 可是我能看到 其中有两个人头里的脑水 已经没有了 里面空空的 最后一个脑袋里插的勺子 可是里面的脑水 却还就有一半多 被周觉这么一踢 里面的脑水 就好像豆腐脑一样晃了晃 可却没有从脑袋里流出来 哐当 周觉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 连忙用手甩开了手臂 身体猛的向前一趴 整个人臃肿的身体 砰了一下趴在了地上 手臂一把揽过那里面 还有一半脑髓的人头 慌慌张张地死死抱住 尸弱珍宝一般 怜惜地看着这颗人头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这是我的 我的 周觉疯了一样 颤巍巍地伸出手来握紧了勺子 不要命地把人头里腥臭的脑髓 往自己的嘴里罢了 我强忍着呕吐的冲动 连忙快步上前 伸出一脚 像踢球一样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把周觉抱着的那颗人头 踢飞了出去 这人头 毕竟已经是 看下来四天了 我右脚 踢在人头下面 好死不死地 刚好 把眼珠子给踢出来 黏糊糊地 挂在我的鞋子上面 我正想甩腿 把这颗黏糊糊的眼珠子给甩掉 可是这个时候 周觉已经死死地抱住了我的右腿 脑袋埋在我的脚面上 用舌头舔势着 上面那些极腥臭的东西 看到这一幕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翻腾的胃 嘴巴一张不断干熬着 能吐的东西 我早些时候已经吐完了 现在 吐出来的都是酸水 我知道 自己不能继续在这房子里待了 否则 没被这房子里的怨灵弄死 我也会被周觉给恶心死 想到这里 我连忙拿起 引破符 弯下身子 直接按在了周觉的脑门上 我对这房子里 被念二所命局 养出来的怨灵有些了解 所以 按住了道符以后 手指并没有马上离开 然而 即便如此 那张道符在接触到周觉的脑门以后 也犹如正被狂风吹拂一样 哗啦哗啦的乱响 仅仅一眨眼的功夫 这道符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由黄扁灰一点点碎掉 加上周觉好像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一样 身子不断地扭曲 同时也在嘶吼 我根本不能像按住门一样按住他的脑袋 不一会儿我的手指离开道符 那张道符也彻底化为违规 秦长寿 你快出来 你对付不了那里面的东西 金阳在外面哇哇哇的吐着 可是依然抽出了点时间告证 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 说过不进来 他就打死不进来 也不急都拿出道符封住大门 我回头瞪了他一眼 看好了门 等我带着周觉出去的时候 马上把门关上 可是你现在根本不可能带他出来 还没怎么动他 烟破符就已经被毁了 你要是再强行带他出来 他身上的一些怨灵一定会缠绕你的 那就让他们缠着我看看 我弯下身子 从后面拖出周觉正在挣扎的两条手臂 拼命地往外转 快点放开他 你这样会死的 周觉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他是个僵尸 你不可能拖得动他的 就算你把他的脑袋砍下来 他的身子也会继续地留在原地 而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身体会不断地被怨灵侵入 金阳再次让我感到震惊 他竟然早已经看破了这个局 不 是凭他的经验 看到了整件事的后果 周觉确实已经不可能清醒 就像金阳说的那样 把他的脑袋砍下来 他的身体依然会像一个僵尸那样 拼命地保护自己身体留在原地 可是我依然没有用最后的手段 弯腰拖出周觉的同时 早已经被我掏出衣服的项链 也恰好搭在了我的手臂上 我顺势捏住那项链下面的黑色小剑 猛地用力 一下子刺入了周觉的胳膊里 周觉手臂被刺破 温热的鲜血喷洒出来 射在我的手臂上 好的情况是 周觉终于安静了下来 不再挣扎反抗 坏的情况是 这个两百多斤的大佬 即便昏死过去 我也有些拖不动 用尽了全身力气 才把他拖行了三十多公分 而此时我已经累得 上气不及下气了 加油加油 陈昌盛加油 金阳站在门口 为我摇旗呐喊 他依然非常的有原则 死活都不进来帮忙 我努力地把婚死过去的周觉 拖到门口以后 金阳才终于上来搭了一把手 不过他始终都没有去碰周觉 只是在我的身上拉着我而已 周觉现在只是暂时昏了过去 他身上的怨灵不见得 就一定会被门口 那一道烟破符给挡住 毕竟在房子里 我亲手用百兴风水壶 蕴养的血液画出来的烟破符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摧毁了 在这个房间里有念尔索命局的帮助 怨灵的力量自然大了很多 其实出来以后 念尔索命局的力量对怨灵就没有太大的作用了 一张烟破符应该足够 我重新回到了门口 画出来三张烟破符 贴在了大门的正中间 你的符确实比我的好 为什么还要用我刚才那一张当中心呢 金阳看着门上贴着的四张符 凭他的能力 自然一眼就能看出我弄出了四方所上 而金阳刚刚贴上去的第一张符 恰好是在咸池位 咸池又称白虎 白虎虽然围杀 但是他同时也是对付杀气最有效的力量 我笑了笑 够用就行了 你别担心周觉 现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凶利气息 我安慰着金阳 因为我一个人实在是扛不动 不过我这也不是欺骗他 毕竟我已经用自己的项链 刺入了周觉的皮肤 这个世界上轮到风水项数 我最相信的就是自家的老爷子 他对我说过 这个项链只要戴在身上就摆邪不清 那就肯定不会出问题 所以刚才我才敢 没提前设下任何防护手段 就把周觉给脱出来 金阳这个人小心得很 拿出几张道符贴在周觉的身上试的事 这才稍稍安心 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怎么会这样呢 刚刚那间屋子里的凶煞气息明明非常的重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笑而不语 有些东西我自己也不清楚 又怎么跟金阳解释 当我们两个人气转吁吁的把周觉扛下楼的时候 严建设他们也正在楼梯口等着 有了这些人的帮忙 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他们接过手就把周觉安置到了沙发上 我们又从餐厅里随便搬了几张凳子 围着沙发坐下 李锐询问了一下我的意见 就去给齐武爷打了一个电话 陈昌昌 这件事可就全看你了 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 将来上面追究下来 我这个饭碗说不定就没了 金阳面色凝重地看着我 怎么你们这么厉害的人也会在乎饭碗 李翔笑了 我笑着摇摇头 想必在李翔的眼里 我们都是特别厉害的人 我们这种人是永远不愁吃穿的 就好像齐武爷不打不杀 全凭着一张铁嘴神段 就在江湖上占据了不弱七爷的地位 可是他们哪里明白 齐武爷这种人毕竟是少数 做到他这个辈子 自然是有自己的傲气 想给谁算 不想给谁算 全凭自己的喜好 他们哪里会去想 一个普普通通的相识 要一步步走到武爷的位置 中间究竟要经历多少的坎坷 算命先生做得再好 以后最大的成就 也不过就是一个狗头军师 武爷只是一个例外 而且 在这中间有些事情 我们是不能靠自己喜好决定的 比如给一个人改命 老大叔让你做 你就不得不做 哪怕因此有损自己的阴德 甚至遭天前 那也得硬着头皮去皮 可是金阳这种人 虽然遇到的都是 别人丢过来的棘手事情 可是 在他自己的体制内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要被人供着的 这个就是差别 更何况 在当今这个大环境下 风水先生 能在体制内 找到一个金饭碗 其实也是一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件事你对我说没有用 因为 我也没有必要对你负责 我白了一眼金阳 我会去尽力做好这件事 是因为我朋友的委托 我一直都很亲情的事 自己出出茅庐 就碰到了霍展亭 可是 他一开始拉拢我 确实有一些小心思 但是 我也相信 他是打心眼里 把我和严建设 当兄弟看了人 你 算了算了 你说自己会尽力就好 金阳摆摆手 这人如死书一样 昏死过去的周觉 这个人 在我们局里的档案 雷起来 只怕比桌子都要高 远的不说 这三年以来 就我亲眼见到的 能把他判死刑的案子 都有三件 不过每次 都有人站出来 替他顶了这个雷 也有人愿意主动的 为他的罪行去赴死 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救他 说到这里 金阳的目光 扫过一旁的史悦 我只是说说我的意见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觉得 我们没有必要救他 能最终解决这里的麻烦就好 这个人是死是活 不重要 死了当然更好 哎 你怎么说话呢 史悦听不下去了 对金阳吹胡子瞪眼 周觉死了 他也就没了靠山了 好了 都别说了 我看现场火药味 越来越怒 马上站出来打圆场 金阳 我好像刚刚对你说过 我出现在这里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想做什么 怎么做 也不用你来叫 周老大 我一定要救火 史悦听了这话 才算是稍稍安了心 闷在一旁不说话 这几天以来 想必他也被 尼尔索命局 折腾得不轻 短短一天不到 就中了两次血 都是我救下来的 他比较信我 超兽 我们怎么救他呀 严建设上去推了推周觉 怎么也推不行 他是不是已经变成植物人了 没有 我说道 我猜他大概 只是几天没有睡觉了 突然被救了下来 睡过去了而已 我们等等就好了 也就是说呀 周觉能离开 上面那间屋子 就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我想 对方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想弄死周觉 肯定不会眼睁睁 看着我们出来搅局 只要我们有耐心 那个人就一定会再出来 我突然想到 金阳因为他特殊的地位 可能手上的线索也比较多 于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 知不知道苏朗月这个人 苏朗月吗 金阳马上皱起眉头 神色严肃 这个人我知道 据我所知 当今苗寨当中 除了一些一辈子 也不会走出苗寨半部的老古婆 他应该是最厉害的几个人之一了 我曾经听一个人这么评价过这个人 论巫古之术 现世的人中 他绝对能排进前三 还有 数到这里 金阳突然愣了一下 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 这一次设下这个局的人 就是苏朗月吧 这不可能 他明明是一个只精通古术的人 我知道苏朗月和周杰之间有一些过心 想着你可能知道的多一些 就顺嘴问一句 看金阳的表情我就知道 继续纠结苏朗月 他很可能就直接走人了 干脆闭口不言 就这样过了一个下午 也没发生什么事 天黑下来的时候 陈寒亲自来到我们待的房子 告诉我们 旁边两个房子已经清理好了 附近的民情也安抚了下来 陈寒对外说 正是有家人偷偷的在挖地下室 挖出来一个古墓 所以附近必须戒严 附近几家的人 也都给他们准备了房子 让他们临时出去住 等确定了古墓的规模 再决定要不要动他们的房子 这个说法很好用 马上就把舆论引导向了 另外一个方向 叮叮叮 我正在想着夸赞陈寒两句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是霍展亭给我的大哥大 接了以后 里面传来左倾倾的声音 长盛哥 家里出事了 有人在我们房子里放鼓 胡说他们都中招了 我和小灵姐待在屋子里不敢出去 什么 文言 我马上站了起来 实在是大意了 我早就应该想到 苏郎月最直接的目的 就应该是霍小灵 安静的夜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霍小灵身上的那只古虫 可是天底下 所有古师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什么对付周权 这一切都只是假象而已 这一环扣一环引我上钩 绝对不是苏郎月一个人能做出来的 恐怕她的背后不单单有秦藤彦帮忙 可能严小蛮也参与了进来 我马上回去 不用 左倾倾马上道 我和小灵姐现在还是安全的 他们放进来的鼓一见到小灵姐就不敢靠近我们 我也懂一些浅显的方法 交了小灵姐以后 她竟然也能控制着那些进来房子的虫子 让他们都退了出去 胡瑞他们现在还没醒过来 不过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还有 左倾倾那边停顿了两秒钟 即便这样 我都等不及 还有什么 长生哥 我按照你的吩咐 提前把两杆狼牙风雷齐 安置在了房间里 刚才他们晃得很厉害 几乎要倒下 你现在赶过来是来不及了 我就是想问问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稳住他们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 是啊 我身在小池湖 即便坐陈寒的警车赶回去 怕也是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家 原水解不了进客 我急躁的做法 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苏朗月今天一定要得手 他不可能留给我赶回去的时间 狼牙风雷齐也要不行了吗 我给你留下的那几张震雷符 你用了没有 我马上反问了一句 左倾倾悠悠的说道 已经用了 可是他们还是摇摆的厉害 我 你有狼牙风雷齐 金阳马上冲了上来 瞪着眼问我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他解释 一把推开他 清清 你会画符吗 不会 我怕只教我义 其他东西都不准我碰的 左倾倾的回答在我料想之中 毕竟 接触的时间这么久了 我从未见到他用道符这种东西 可是不会画符 连真雷符也用了 我一时间根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手里的电话猛的被人抢了去 我定睛一看 这个人竟然是金阳 他拿过电话以后 也没什么废话 直接就问道 不会画符 你懂的艺术吗 我不知道 左倾倾是怎么回答的 不过紧接着 金阳就说道 这样就好 你按照我说的 在房间里摆下八卦长蛇阵 两杆狼牙风雷旗 虽然看起来一样 但也分主刺 主席下方共有九十八颗尖寸 副席下面有八十一颗 如果来不及数的话 你就看看最下面 主席下面是五颗 副席下面有三颗 金阳等待了一会儿 我也收回要去抢夺电话的手 显然金阳对狼牙风雷旗 非常的了解 或许他当真能想出一些 好的办法也说不定 现在你把主旗放在长蛇阵的经门处 副旗放在死门 再要你们刚刚提到的震雷符 放置在中间的声门 我静静地等待着 本以为金阳还会再说些什么 不过这个时候 金阳却把手机给我递了回来 我拿过电话 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左倾倾的声音 好了 真的好了 我能感觉到外面的东西似乎离开了 连长生哥放在门口的道符也不再震动了 我盯着金阳问道 这样摆设狼牙风雷旗能支撑多久 如果面临的是三花巨鬼娃 能应对吗 啊 长生哥 你回来了 电话对面 左倾倾有些惊喜 而我的对面 金阳一脸的淡然 如果只是对付三花巨鬼娃 两杆蓝牙风雷旗已经足够了 不过我也不知道 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你最好还是回 啊算了 如果你们相信我的话 我可以去那个地方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对蓝牙风雷旗这么了解 我死死盯着金阳 金阳也定睛看着我 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的名字是不是叫陈长生 我愣了一下 我身旁的严剑舍 李彤彤 陈寒他们更是愣在了当场 那个 在来的路上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长生的名字了吗 陈寒先问了出来 严剑舍也是战儿和尚 摸不着头脑 长生 而是我的智商不够用了吗 他刚刚似乎也叫过你的名字 现在怎么又这么问呢 金阳干咳了两声 我确实知道他的名字 只是 没把他跟我印象当中的 那个人联系在一起而言 其实在几天之前 我听我爹说 他把祖传的宝贝 给了一个叫陈长生的人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不乐意的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他口中所说的那种人 不过 我今天亲眼见到了 你确实值得他这么做 金阳边说边收拾东西 这里的事情我可以做主 就叫给你来处置 陈队长 你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金阳 我连忙叫住他 你要知道 在那边的人很可能是苏朗月 我并没有忘记 刚刚提到苏朗月的时候 金阳的表情 不过这个时候 金阳却是笑着转过头看着我 只要有狼牙风雷奇在 就没什么好怕的 事不宜成 我这就走 我对陈寒点点头 一点就在霍先生的家里 陈队长 一定不能让小林他们出事啊 放心吧 陈寒走到门口 又再次停住 目光转向李彤彤 李彤彤目光坚定的 对陈寒摇摇头 陈寒也没说话 转过头就离开了房间 哎呦 看来今天晚上 注定是个平安夜了 严建设终于送了一口气 我看着他 还不一定啊 现在我们能确定的 这是苏朗月的位置而已 点下这个尼尔索命局 也不一定是苏朗月 能弄得出来的 严建设 瞪到了眼睛 看着我 我对他点点头 有些话 没有必要说得那么明白 说得太清楚了 李锐和李翔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非常的确定 眼下这三堵房子里 被设下的年尔索命局 已经被我破了大板 接下来的两天 只要保证 史月不出危险 若决 就一定不会有问题 严尔索命 共要祭出 二十二条人命 用这些亡死之人的冤灵 去对付最后的目标人物 被年尔索命局 困死的人 是注定了 不能超生的 一般来说 若是没有 极大的怨恨 没有人愿意 用这种方法 费这么大的力气 去害人 横边两栋房子 各有九具尸体 加上被史月杀死的三个人 一共就是二十一个 还缺最后一个怨灵 而这个人 就是史月 最后这四个人 会死得很惨 死得越惨 对被设计的人 伤害也就越大 前面死的那三个 被分尸了以后 尸体还被人捡回来 送到周旧的房间里 这些尸体被啃食 那些怨灵看到这一幕 只怕不仅仅 会变成怨灵 甚至会化为厉鬼 前面三个都这样了 那么最后 压轴出场的史月 一定会更加的凄惨 不论苏朗月 秦藤燕 还是严小蛮 他们都不是 坐视虎头蛇尾的人 史月现在还不知道 其实自己 才是最危险的 他正在为了 自己的饭碗 拼命的保护着周觉 我私下里 把这些因果 对李彤彤和 严建设讲了 严建设不明白 别人为什么 要费这么大的力气 对付周觉 毕竟表面上看起来 周觉和苏朗月的恩怨 只是因为 他在元旦鄙视的时候 说过一句 有损古术的话而已 李彤彤毕竟是专业的 看待问题的时候 即便很注重动机 可是更愿意去猜想 其他的可能 长生哥 我在队里 看到过周觉的档案 他是一个在地下社会 混迹了几十年的人 明里暗里 都有不小的力量 我们警队 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要不是这个人 做事过于狠辣 没赢得足够的声望 如今江南七省 是谁的天下 只怕还不一定呢 李彤彤的话 让我略感意外 什么 难道这个人 还能跟七爷相比不成 何止是相比呢 李彤彤笑了笑 反正我认为啊 如果硬拼 七爷不见得 是他的对手 只是七爷的影响力更大 能对周觉多方施压 这是七爷仅有的优势 像七爷和周觉这种人 他们所掌控的力量 永远不可能全部都被官方的力量知晓 真的到了这一天 他们只怕已经身在监狱当中了 可是李彤彤即便不知道 两个大佬所有的底牌 他的评价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回想起来 当初在元旦比试的时候 周觉确实对七爷有些怠慢 要不是七五爷及时出现 那一天周觉还真的敢当着众人 跟七爷翻脸 只是七爷更重道义 周觉也是个讲规矩 重道义的人 他跟七爷相比 不同就在这个规矩二字上 坏了七爷规矩的人 七爷可能会因为道义而放过他 但是坏了周觉规矩的人 注定了会没有好下场 周觉的道义 只会回馈那些曾经帮助过他 而且还没有触碰到他规矩底线的人 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不同 其实如果让我来说 周觉这种人其实更好理解一些 只要不触碰他的底线 对他好 他就会加倍地反馈你 跟他没关系 他也不会主动招惹你 但是七爷这个人做事的原则 说得好听一点 那叫圆华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周觉太狠 他的阴狠注定了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统领四方的人 占据一个山头就已经是极限了 不过李彤彤倒是提醒了我 周觉做事这么讲规矩 像严小曼这种仗着东南亚市里在内地横冲直撞的人 怕也是会热到周觉吧 那天霍展厅家里的事要是周觉来处理 严小曼那些人一个也不能活着离开 可能严小曼想过拉拢周觉 可是被周觉拒绝了 甚至还被警告或者下过黑手 这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 我随后又问过史悦 可是史悦也只是在元旦的时候见过严小曼一次而已 周老大做事向来都有自己的原则 我只是负责在他外出的时候跟随他 除了我以外 他还有至少七八个亲戚 每个人都只在特定的时候跟着周老大 史悦小心翼翼的看了熟水当中的周觉一眼 我想大概这样 周老大才能保证自己的秘密永远不可能被人知道 每个最信任他的人都只知道他一部分的秘密 即便出现了背叛 也不可能这么多亲近的人同时背叛他 说的也是 我拍了拍史悦的肩膀 今天就辛苦你了 在这间大厅里好好照顾一下周觉 我想没有意外的话 他在今天凌晨或者明天应该就能醒了 真的 史悦非常的兴奋 连忙对我鞠躬道谢 我转身走回了餐厅 那里李彤彤准备了一些晚餐 史悦已经把他自己那一份端过来吃了 长寿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史悦吗 严建设盯着我的手 我没必要告诉他 他不知道这些会安安心心的待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如果知道了 反而有可能多出很多的变数 总之 我们保护好他就可以了 我拿出来一条毛巾擦了擦手 心里暗笑自己这点小技点到底还是没能瞒过眼见受 我悄悄弄了一点百经风水湖里的血液 涂在了十月的身上 冬天的衣服本来就厚 加上十月的衣服本来就是黑色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被发现 至于血性的味道 我相信经历过另外两栋房子的景象以后 至少两天的时间以内 十月闻什么都是干净的 今天晚上 似乎谁都没有睡觉的意思 晚上快三点的时候 我接到了金阳打来的电话 说是霍展厅家里已经安顿好了 只要有狼牙风雷骑在那里 他可以对我保证每一个人的安全 听完以后 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是稍稍安定了一些 与那边相比 我们这边却是出奇的安静 一整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冬天的早晨 太阳都出来得很晚 六点了 外面的天还完全是黑暗的 咚咚咚 大门似乎被什么人敲打着 李锐站在窗口边上看了一会儿 就脸色惨白的走了回来 连说话都是哆嗦的 陈先生 外面 没 没有人 咚咚咚 房门依旧被什么东西撞击着 李锐吓得紧缩的衣服 不敢再动半步 严建设胆子大一些 到到窗口去看了看 最后转过身对我摇摇头 外面确实看不到人 哗啦啦 被我贴在门上的那张道符 依旧在不停地响着 似乎这一刻的阴风刮得尤其的强 你们都待在这里 不要动 我马上站起来 一步步走向房门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扇大门的敲击声就没有停过 周旧的房子不像货展厅的别墅那样 外面还有一个院子 大厅正对着的就是大门 我走到门前 手掌按在房门上面 咚咚咚 房门再次被人敲击 我按在大门上的手掌 甚至能感觉到房门的震动 哗啦啦 被贴在门上的道符 在阴风的吹拂下震动的愈发强烈 我轻轻地旋转门把手 把门打开 然而外面却空无一人 严剑舍打着手电筒 从里面走过来 正在门口四处照了照 并没有发现半个人的影子 我让严剑舍站起来 自己重新合上房门 然而 咚咚咚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 敲击房门的声音再次传来 不敢远离我的李锐 李翔两兄弟 吓得浑身之哆嗦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刚刚 我们就正在房门口 严剑舍 也拿着手电筒 四处照了照 都没有发现什么火物 可是关上房门的一瞬间 这敲击房门的声音 就响了起来 没有什么东西 能有这么快的速度 咚咚咚 房门又响了三下 我几乎在同时 猛的一拉房门 可是外面 依然是空空如也 没有半点影子 我出去 严剑舍自够奋勇地站到了门外 长寿 你再关上门试试 我闻言 凝重地点点头 告诉严剑舍要小心 自己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地拧上了门锁 咚咚咚 大门敲击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以迅雷之势 迅速打开房门 看到门外面 安然无恙的严剑舍以后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严剑舍却是一脸的茫然 怎么了长寿 这关上才不到两秒钟 有什么事要交代我吗 我赵梅问道 你刚才没有听到敲门的声音 没有啊 我站出来以后 这里一直都安静得很 严剑舍短短的一番话 让李锐李翔这两兄弟 脸色全变了 要多白有多白 不行 我要出去 那个东西一定在房子里 所以才只有房子里的人能听到 李锐大喊着 一个剑步就冲出了房门 同时在房门外大喊着 翔子 你想什么的 还不快出来 李翔犹豫了片刻 扭头看向 待在屋子里 没有动的史悦他们 咬咬牙快步走了过去 史悦 快带这周老大出去 我帮你 说着 李翔就要吹动沙发上的周觉 有什么东西 在这个房间里 刚刚的敲门声 只有我们 待在房间里的人才能听到 这房间里已经不安全了 陈先生说的那些怨灵 可能要在这里折腾了 我们快出去 那一下 那一下 一直坐在沙发上 没有说话的李彤彤 拔出了枪 这只李翔 不许动 现在离开周觉 也不要碰史悦 两只手慢慢的拿上来 抱紧自己的脑袋 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我就开枪打死你 李翔的嘴角触动了几下 有些犹豫 但是最终还是按照李彤彤说的去做 李小姐 我们现在危险的很 必须马上出去 你是不是被什么人给蛊惑了 要想害我们的性命 李翔有些不甘心 李彤彤笑了笑 我没有受到任何人的蛊惑 只是有人告诉我 今天晚上 任何人想动他的人 都有可能不是好人 李彤彤又手相指的指史悦 李翔脸色骤变 史悦 我 我没有想动他呀 你是没有想动他 只是在动周觉而已 可是 如果我刚才不阻止 史悦一定会上来帮你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这种事情发生 李彤彤笑着说道 而且有他在 这房子里就是最安全的 你们两个的演技太拙劣了 白天的时候 明明还是一副 对长生哥 唯命是从的样子 怎么晚上打个电话以后 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主意了 拼上性命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李翔低着头部说话 然后猛地抬起头来 身体一个前扑 就要扑到李彤彤的身上 不过这个时候 早已经在我的眼神示意下 悄悄来到李翔身后的 颜剑舍 速度更快 同样是向前一扑 死死地抱住了李翔的腰 李翔怎么会比颜剑舍有力气 挣扎了两下 无法挣脱 就顺势被颜剑舍 把手腕架在了身后 我看着站在房门外 脸色阴晴不定的李锐 怎么了 这应该是你对付我最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做 做了 我也不一定能抓住你 李锐一脸颓然 缓缓地抬腿 重新走进了房间 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陈先生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我是七眼见过的 就算这里没有旁人 我也不敢对你动手 说着 李锐就走到了 颜剑舍的身边 对李彤彤伸出手来 李彤彤倒也不含糊 拿出一副手铐 就要靠着他 李锐回头看着我 陈先生 其实我很想知道 你究竟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个刚刚李彤彤已经解释过了 你整个白天 无论做什么样的事 都要询问我的意见 可是晚上了 打了一个电话以后 回来以后 只对我草草地说了一句 五爷让我们自己处置 就没有下文了 当然 仅仅是这些话 还没有什么 主要是你说完这些以后 竟然还能留给我 和他们独处的时间 我指了指李彤彤和颜建硕 紧接着笑道 本来我以为啊 要跟他们单独讨论一些事情 首先 要想办法 让你和李翔离开我们一会儿 这对于我来说很难 毕竟 你给我的印象就是 如果我不主动赶紧走 在这栋房子里 你绝对不会主动离开我半步 可是 李锐苦笑着 可是后来你发现 你自己还没开口 我和弟弟就已经从你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对吗 是的 毕竟我可是当真动了一些脑子 去想怎么不出痕迹地避开你们 我怂怂间 你们的突然消失 别人可能感觉不出来什么 但是对我来说就太明显了 于是 我开始怀疑你 十月今天晚上一定要死 如果不是外面的人下手 那么 有可能这么做的 只有你们兄弟两人而已 李锐一脸的哭笑 我还以为自己的设计很完美 没想到竟然一开始就被看破了 大哥 李翔几乎快哭了 你刚刚为什么不对他下手 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人保护了 你只要控制了他 即便没有这个警察在 他们也会把使命交给我们的 没机会的 李锐对李翔摇头 可是我们的家人怎么办呢 李翔不甘心 李锐仰天长叹 兄弟 做我们这一行的 很多时候 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 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太好 今天如果我们当真背叛了五爷 你以为我们的家人 就一定能活下来吗 七爷和五爷 一样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这张声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了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不知道 我打给五爷的电话 为什么会被一个陌生人接到 但是 我相信 五爷那里不可能被人控制 那个电话告诉我 如果不按照他们说的 在天亮之前 把始月带出院子 我们的家人就会死 我甚至 还听到了我媳妇的惨叫 好了 不要说了 李彤彤突然插嘴 有人赶来这里的电话线 让从这里打出去的电话 只能被一个特定的电话接到 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手段 李彤彤突然站起来 拿出自己腰间的对讲机 开始对旁边的警力展开部署 我在一旁听着 李彤彤大概的意思是 这种单一的电话对接 必须要用一段电话线的两头对接 所以距离不可能太远 不然的话 整片区域的电话都会受到影响 接了李锐电话的人 一定就在这附近 只要安排警力悄悄的排查电话线 就一定能找到对方 我们几个人坐在屋子里 大眼瞪小眼 严建设也从李锐的身上 找到了一个随身听 放出了都是敲门的声音 十分钟以后 李彤彤的对讲机响了 声称他们在距离这里 一百多米的一个民宅里 找到了电话 这房子没人住 而且位置恰好 也在警方下午 布置监控的范围之外 他们到的时候 房子里已经没人了 这本就是料想之中的事情 对方打完电话 那里就应该已经空了 李彤彤这样的安排 只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 控制住那里 尽可能的多找到嫌疑犯 有可能忽略的线索而已 我不忍心告诉李彤彤 其实这样做完全没有意义 金阳毕竟已经把这件案子定性了 常规的证据 找到了再多 也极有可能用常规的手法去侦破它 甚至没有任何的帮助 超超 听快亮了 严建设看了看表 已经快六点半了 只要熬过了今晚 十月就可以离开这里 他也将不再成为 尼尔索命局的关键 其实我们谁都明白 凭敌人的能力 想要杀死周觉 方法多得说不清 而且我们如果只是被动防御 也很难一直保证周觉的安全 只是现在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们只能赌对方 不会眼睁睁 看着他们辛苦设下的 尼尔索命局失去作用 赌他们今晚一定会出现 取得十月的性命 不然的话 今天白天的时间已过 周觉和十月 都将跟尼尔索命局 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那些被尼尔索命局 困住的怨灵 也会因为 没有最后一个灵魂的加入 而烟消云散 这对十月来说 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周觉来说 那就很可能是灾难了 再等一下 我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依然是漆黑一片 只有外面有一点点的发亮 念尔索命局 就会彻底宣告失败 他们不可能会来了吧 严建设叹息道 我坚定的摇头 不 他们一定会来 苏朗月和秦藤雁 都是非常骄傲的人 正是这份骄傲 让他们必须来面对 今天这件事 我心里明白 苏朗月和秦藤雁 不可能会让我失望 果然 时间仅仅才过了一分多钟 大门上那张被我按住的道符 就又开始响了 其实他一直都在响 只不过 从刚刚开始 他的响声异常了大 终于来了 我马上抬腿 朝门口走去 然而 就在我刚刚走出第一步 那门上的道符 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注视下 直接脱落了 怎么可能 严建设也站了起来 哭在了李同龙的身后 我和他有过约定 这种事情 他不能靠近我 他也非常明白 自己应该保护 能保护的人是谁 是 是来找我的 十月下意识地 拿出了一把匕首 握在手里 眼睛如同受惊的狼一样 四顾着 我快步来到门前 拿出道符 就想按在门上 然而 还没得我念咒 就某然感觉到了 一阵恶寒 三花句 我连忙倒退 这种感觉不会有错 只有三花句鬼娃 才能带给人这样的压力 我连忙丢掉第一张道符 默念三清请神咒 同时 揪住脖子上的小黑剑 一下子刺穿了道符 哗 一道明晃晃的电光 在我面前一闪而过 紧接着 一道凄厉尖锐的哀嚎声 随之响起 这声音非常的刺耳 且难听 连我都忍不住 想要马上用手捂住耳朵 后面的几个人 更是受不了 李彤彤更是捂着耳朵 一起尖叫 严建设不愧是一个硬孩子 听到李彤彤的尖叫以后 便不顾自己 把手重新放下来 替李彤彤堵住耳朵 倒也真舍得让他出来 我冷笑一声 知道今天要对付的人 可能是苏朗月 我又怎么可能不提前准备 我快速取来之前 特意准备的大眼震雷符 这道符 即便是我想要画出来 要消耗不少的气 这还只是画符 没到实用的阶段 如果强行使用的话 可能连我自己都支撑不住 弃绝而亡 好强的雷气 我仅仅只是把这张符拿出来 那凄厉的鬼叫声 就马上停了下来 几分钟以后 苏朗月的身影在门口出现 他一脸阴笑地看着我 陈长寿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从哪里搞来的这张道符 不过我想 仅凭你自己的力量 怕是用不了这道符吧 强勇则弃绝 弃绝则身亡 我冷脸看着苏朗月 心里顿时就凉了半截 这扇门刚刚是我关上了 这房间里再也没有人靠近这扇门 要是只有使月那里的一把 苏朗月可以直接从外面开门 显然是动用了三花巨鬼娃的力量 一个鬼娃竟然能够控制实体的东西 这已经非常的可怕了 你知道的倒是挺多的 不过 听你在这里设局的那个人 有没有告诉过你 这尼尔索命局有可能被改成双煞齐天局 我冷笑着将手里的那张大眼震雷斧举高 尼尔索命局当中有两个双魂引煞局 每个双魂引煞局可成一煞 我早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人 在破局的时候 便早已经给自己留好了退路 破了尼尔索命局的同时 也将这双煞引为己用 现在我虽然还没有使用那张道符 可是我的身上毕竟有气的存在 再加上双煞齐聚 道符上面已经有了一丝丝 若隐若现的电光 电光并非蓝色 也不是红色 反而更像是两种颜色叠加在一起 有些发紫 紫雷 苏朗月犹豫了 整整两分钟没敢继续往前走 他手里捧着的那个鬼娃 也渐渐的好像有了生命一样 突然间睁开了眼 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鬼娃已经回到了苏朗月身边 至少这样 屋子里的其他人是安全的 陈长生 我小看你了 苏朗月眯起了眼睛看着我 不过今天晚上 我不可能空手而回 说完这句话 我就看到苏朗月的嘴角 流出了一道血线 舌尖血 我眯起眼睛 紧握着大眼震雷浮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而苏朗月也慢慢的 把三花去鬼娃 从肚子的位置抬到了胸口 张开嘴巴 让鲜血从舌尖滚下 滴到鬼娃的身上 那血线滴在鬼娃的头顶上 它却没有顺着流下来 准确的说 血液是流下来了 但是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流下来的 鬼娃从脑袋开始 一层层的冒出血泡 转眼之间 她的脑袋 身体都渐渐的被血泡覆盖 我看着一阵头皮发麻 大叫道 苏朗月 你竟敢这样 你不要命了吗 你都敢不要命 我凭什么不敢 陈超兽 今天 我一定要带走一条人命 你毁了我夺回金藏骨的算计 我恨你入骨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我对苏朗月的出现 有过推算 可是做梦也想不到 他一出来 竟然就要跟我拼命 外面天色昏昏沉沉的 可是我却觉得 整个大门口 好像都变成了一片血海 这里背靠着小池湖 几百年以来 小池湖里 不知道淹死了多少人 那湖里的怨灵 厉鬼也都收到了三花举鬼娃的召唤 全部拒绝了过来 不过 现在或许应该叫他鬼母了吧 哪怕只是暂时的 可是鬼母现世 被留存在阳间那些 不被地府收留的怨灵 厉鬼而言 无异于阎王一般的存在 厉鬼无情 无智 但是鬼母现世 却能掌控厉鬼 陈长生 我不管你今天 究竟弄出多么厉害的道福 就算是毛山祖师爷来了 也挡不了我 哈哈哈哈 苏朗月嚣张地大笑 拖着三花举鬼娃 缓缓地朝大门走来 他每前进一步 我就倒退一步 不是我退 而是苏朗月整个人都像是一个一片庞大的血海 我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 甚至不受控制的再往后退 这些手快想想办法呀 沈月在后面 哆嗦着握着匕首 我死死盯着苏朗月 苏朗月 你本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为什么一定要听严小蛮的话 来烫这套浑水 不错 你连这个都猜到了 苏朗月又前进了两步 这件事情确实是严小蛮让我来做的 不然 对付区区一个周觉 又何必让我这么大费周章 如果我自己出手的话 周觉早在几天以前就死了 不过严小蛮 一定让他死得很难看 他说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跟秦老作对的下场 今天的事情 只要一了结 齐爷怕是也镇不住场子了 陈长寿 你们的苦日子还在后面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听秦老的话 现在你是在拨命 知道吗 当然知道 你不明白秦老的力量 他的身上有着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又怎么会不听他的命令呢 苏朗月已经走到我刚刚站立的位置 我轻塌了一口气 看来今天是无法善终了 虽然苏朗月有他必须站到的理由 我就必须拿出所有的蛇里跟他来移战 我下定了决心 将舌尖 压在上下牙齿中间 猛的用力一咬 还真是疼啊 这个舌尖血不好取 取出来就收不住了 短短片刻的功夫 我的嘴巴里就满是鲜血 随后 猛的向前一喷 那张大眼震雷符的上面 就全部被血液沾满 弄了弄 房子外面雷霆震动 一道道赤红色的闪电 如同蜘蛛网一样 在天上交织 中间偶尔还会出现一条紫色的电光 仅仅一瞬间 我就感觉到身上的压力减少了许多 那紫电当中有帝王之气 对普通的鬼魂而言 比青天白日还要厉害 紫电在空中闪现 顷刻之间就不少的怨灵魂飞魄散 苏朗月没有再多说话 加快了靠近我的脚步 他整个人就好像是一片血海 走过来如从海啸蔓延 压得人喘不过来气 我甚至都不想回头去看 就能想象得到 后面的几个人 大概都已经昏死过去 普通人根本扛不住 这么厉害的鬼气 要不是我在面前扛着 现在他们都已经被鬼气缠身 神仙也拉不回来了 陈长寿 你总是能给我惊喜 不过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你也就到这里了 你那张道夫是很厉害 能让我辛苦找了的怨灵 都魂飞魄散 可是除了那些以外 我这里还有一个鬼母 你敢把那张道夫丢出去吗 你敢让天雷怒激这栋房子吧 那是你根本控制不了的力量 一旦天雷下来 这房子里的所有人都得死 苏朗月哈哈大笑 那样一来 你不但救不了他们 甚至还帮我达成了目的 而且看起来更加的震撼 这更像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不是吗 我等着苏朗月 等他把话说完 最后淡淡一笑 你太小看我了 是不是小看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吗 苏朗月猛的向前跨了一步 这一次我没有后退 强行扛住了压力 不过这样一来 我的胸口也是一阵发门 紧闭的嘴巴忍不住张开 喷出了一口鲜血 苏朗月看到以后更是嚣张 再一次浅浅了一大步 现在他距离我 也不超过一米的距离 我擦干嘴角的鲜血 这口血还是舌尖流出来的 只是刚才一直被我堵在嘴里而已 你动用了规模 情况比我也好不了多少 我想现在 你大概也不能离开那个鬼母了吧 一旦鬼母脱手 她将再也不会受到你的掌控 你必须时刻去控制她 这样又怎么样 我依然能马上射了你 苏朗月再次往前走了一步 她手里的鬼母 脸上露出了 猙獰的表情 看得出来 这鬼母对我手上的 大眼震雷符 有些畏惧 可是 她正被苏朗月掌控着 不能不往前 转醒过来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我盯着苏朗月的脚步 感觉脑袋昏沉沉的 鬼母离得我越近 我身上的阳气 也就会越多被她逼退 等到她接触我的时候 我身上就连一丁点的阳气都没有了 就会变成僵尸 苏朗月知道这一点 她即便自己也不好过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可是 只要解决了 我和手上的道符 她就能再次完美地控制鬼母 她清晰地知道这一点 哪怕明白自己走得越急 鬼母反噬的机会也就越大 她也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解决掉我 当然 我不会让她如愿的 苏朗月从来都不知道 我的身上还有最后一块底牌 是当初老爷子给我的东西 当苏朗月平托着鬼母的手 距离我只剩下不到十公分的时候 我的脸上与那鬼母一样 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她距离被鬼母反噬 也已经不远了 在这最后一刻 谁能坚持下去 谁就能活下来 我不愿意拿我的天鬼命格去动 这命格究竟能不能克制鬼母 大概只有天知道 我的身体已经有些僵硬了 这是阳气过少变成僵尸的前兆 如果是普通人 现在身体只怕跟木头没什么区别了 可是 我毕竟是天鬼命格 手上又拿着大眼震雷符 被鬼母克制的自然少一些 还有我刚刚擦干嘴角的血迹的时候 左手顺势按在了胸口上 握住了胸口的黑色小剑 也避免被苏朗月发现 现在拼借了全身的力气 一把将这个黑色的小剑拽出来 钉在了大眼震雷符上面 这一刻 我连自己也不敢相信 这张大眼震雷符 竟然当真变成了一道闪电 我手里握着的不是一张道符 而是一道比胳膊还粗的闪电 一道足以在顷刻之间 把人变成木炭的东西 身上没有足够的气 强行使用大眼震雷符肯定会死 不过 大概在秦始皇以后 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这种人了 不能理解气 只能被动的靠道家的静修方法 来酝养气的人 永远无法使用这种东西 这是天玄经上的道符 世上没有人能够使用 我昨天在画完这张道符的时候 甚至还嘲笑自己 为什么要画这种东西 画出来你应该是没有办法使用了 强行使用 只可能在第一时间内 把自己烧成人棍 死了以后 道符也不在了 甚至不会对敌人造成半点伤害 可是今天不得不使用这张道符 我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老爷子给我的护身符上面 他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我手握着闪电竟然没死 我能感觉到 这道黑色小间上面的气 是这些气在保护我 苏朗月吓得脸都白了 他哆嗦地转身 看起来想跑 可是我哪里会给他这种机会 举起手里的闪电 猛得向前一插 我没有学过标枪 但是这么近的距离 能插偏才是怪事 苏朗月甚至都没来得及惊叫一声 整个人就在请客之间化为了一团烈火 并且在短短的三五秒钟的时间内化为了交叹 我的意识也渐渐的模糊 手里的紫电开始逐渐的变小 我不知道自己这一下有没有杀死鬼母 很想再来一下 可是很快模糊的意识 让我已经无法再次举起这道紫电了 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地消散 鬼母还没有消灭 留着她 不但这栋房子里的人活不了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整个长形势也会有很多的人死于非命 我无法容忍这么大一个隐患从自己手里逃脱 可是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的眼睛非常的重 非常想马上闭上眼睛睡一会儿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眼角的余光突然看到门口出现了一个老人的身影 这个身影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 靠 你了 我不知道自己这一刻所看到的景象是不是幻觉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这一句话有没有被那个人听到 这个影子的出现让我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她既然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现 就一定有对付鬼母的方法 如果连她都做不到 这个世界上只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应付得了这个鬼母了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多久 我只记得 当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恢复意识的时候 床边的收音机广播里正在播放着春节连环晚会 这一年的1月30号 假虚年的最后一天 马上就迎来了已亥年的第一天 我在昏睡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后 终于醒了 我的床边趴着一个睡熟的人 似乎春晚的节目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当严建设端着一茶缸子饺子进来的时候 看到瞪着眼睛 看着她的我 手里的茶缸子 哭哆一声掉在了地上 哼 拿过来给我吃也好啊 多浪费粮食 我一脸苦笑 突然间感觉到 自己手掌一起 趴在我床头 握着我手的霍晓菱 猛地抬起头来 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四目相对 霍晓菱几度张开嘴 但是什么也没说 她的脸上两行热泪滑过 滴答滴答地顺着脸颊滑落 落在我的手上 哭什么呀 我这不是醒了吗 赶在新年前 收音机的广播 让我无息去询问今天的日期 哪里知道 严建设走过来以后 当即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哪里是什么新年呢 今年大年初一都快过去了 现在是一月三十一号 啊 我愣了一下 马上就意识到 收音机里放的 可能只是广播而已 啊什么呀 你还知道醒啊 霍晓菱洗笛而起 松开了我的手 找出一个手绢 去擦拭泪水 我笑着打趣的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再哭 就把脸上的妆给酷化了 我没有化妆 霍晓菱等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我 我哪里有时间化妆 要不你们先聊 我出去一下 颜建设倒退了两步 别走 你给我回来 我和霍晓菱马上叫住他 霍晓菱更是气得一跺脚 马上站起来 先颜建设一步 跑到了门口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 我去给我爸打个电话 说完 霍晓菱就没影了 超声啊 颜建设一脸正色地看着我 我有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要告诉你 什么 我心里暗惊 脑袋也灵光了一些 暗到莫不是 那最后一天的事情 被旁观观察的警察叔叔 给拍下来了吧 这要是留下什么证据 可是吃张嘴也说不清的 手里拿着闪电 这怎么解释 这就是美国漫画里的超人 还是雷神 或者是风神坊里的雷震子 我还不被人当怪物给抓起来 这件事根本就解释不了 即便是请来一堆玄学大家 也解释不了 因为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身上有这么强气的人 要我对他们说 是因为我身上这个项链吗 想到这里 我马上摸向胸口 还好项链还在 你摸那里干啥 那个项链啊 颜建设发现了我的动作 究竟是什么东西 给你换病号符的时候 我费了好多的力气 都没把它拿下来 而且这个东西 好像只比你的脖子周长大一些 却不比你的脑袋大 解不开了 也拿不下来 不过这都不重要 常说 我要说的事情 真的特别重要 我皱线眉头 到底是什么事啊 那个 在你昏迷的时候 小林几乎是一天24个小时 都属在医院里 我 霍哥 李宗林 都劝过他 可是他都不愿意走 后来霍哥急了 说了一句 你这么喜欢他 怎么不嫁给他 后来呢 我的脸色变了变 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总之挺复杂的 我唯一能分辨的 就是这种复杂的情感中 竟然有一丝丝的窃喜和期待 后来 阎建设一脸正色地看着我 小林说了 只要你能醒过来 他马上就 阎建设 一道如同河东湿火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吓得阎建设浑身一哆嗦 那个长寿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我刚刚胡说的 阎建设正说着 他的耳朵就已经被霍小林 给拎了起来 疼得他直叫唤 我一眼就看出来 他是装的 现在他脸上 根本就没有痛苦的表情 只是叫得很凄惨罢了 同时 在不断地对我挤眉弄眼 我爸说 他等一下就过来 霍小林松开眼见手 白了我一眼 齐五爷这段时间 来看过你很多次 他说只要你醒了 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他 我想他来得应该比我爸还快 还有 霍小林银牙紧咬 恶狠狠地看着我 无论他跟你说了什么 无论以后 我爸又跟你说了什么 你给我记住 那都是开玩笑的话 不能当真的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还不知道啊 我一脸的无奈 什么都不知道最好 以后听到了 别当真就是了 好了 现在开始安心地给我躺着 少说话 霍小林手里拎着一个茶缸子 从里面捏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饺子 想也不想地就直接塞到我嘴里 便宜你了 要不是看你打了一个月的生理盐水 我才不会喂你 饺子似乎是刚刚出锅的 非常的热 我大口气了好几勾冷气 才算是把它给咽了下去 你这一点是什么表情啊 我给你的饺子不好吃还是怎么的 霍小林瞪着我 好像要把我生吞了 我哪里敢说不好吃啊 挺好吃的 就是少点醋 还想要醋 我这么照顾你 竟然还这么多要求 信不信我 等着 霍小林来了个大喘气 起身就走了出去 也不知道在哪能找到醋 起舞一来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还快 霍小林回来以后 把碗饺子还没给我吃完 门外就来了几个穿黑衣服的人 这些人好认得很 反正七爷现在半黑半白的 而且几乎已经退出了黑道 偶尔也就是掌控掌控大局 更利于公家办事 他的人公家不会动 所以他的人也从来都是一样的衣服 走到哪里都不怕 首先进门的是两个我们见过的年轻人 进来以后 腰杆挺的笔直分别站在了门口 紧接着 起舞爷就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进来 看到我以后马上就笑了笑 哎哟 长生啊 你果然醒了 哈哈 我就知道 你小子不可能就这么睡下 我盯着起舞爷 心里打着小九九 皮笑肉不笑的回答道 我听小龙他们说了 多谢舞爷这段时间以来的关心 我想舞爷这么急冲冲地赶来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对我说吧 呃 是有一些啊 其舞爷四处看了看 霍晓灵是一个非常有眼力的人 马上就对严剑舍招了招手 同时说道 五爷 那我和剑舍就先出去了 不打扰你们谈话了 那个 霍晓灵走到门口 又回过头来 五爷啊 他刚醒没多久 所以 哈哈哈哈 我懂我懂 齐舞爷哈哈大笑 对门口拔拔手 放心吧 我就说几句话 不会累着他的 你们两个呀 先出去吧 是 齐舞爷的两个保镖 在霍晓灵出去以后 也都一起退了出去 同时把门给带上 我盯着齐舞爷 齐舞爷也看着我 两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 就这么干瞪着眼 互相看了十几分钟 陈朝生啊 你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齐舞爷终于先叹了一口气 问出了一个连我也没有想到的问题 他看我不说话 紧接着又说道 这一个月以来 我动用了我所有的关系 去调查你 你放心 我去询问的都是道上对玄学 有些研究的老朋友 互相之间随意的谈谈 只是想知道 有什么人能调教出来你 这样的人而已 放心吧 他们都不是多嘴的人 我笑着低下了头 我能理解齐舞爷 毕竟无论是谁 在见识到那一晚的景象以后 都会想要去查我的底 不懂行的人 看到那一晚的景象 可能会把我当成鬼神一样对待 齐舞爷这种懂行的人 看到以后 心里的震惊 只怕不会弱于普通人 他更懂 所以他更害怕 但是 这个问题 我实在没有办法 去回答齐舞爷 老爷子在我离开家的时候 眨了我的眼睛 与我断绝了关系 我从此不再提他 他也不再念我 怎么着 不能说呀 齐舞爷脸上 依旧挂着微笑 哎呀 这未能理解啊 在我老头子认识的人里面 确实没有强劲到 这种程度的人呢 那种人掩饰不出 自然有他的道理啊 我松了一口气 舞爷啊 您不要怪我 其实并不是我不想说 而是不能说 你老可看过西游记啊 齐舞爷 眯起眼睛 点点头 哼 想不到现在还有这种高人 说实话 原来如果我听到这些话呀 只会把这些 当成一个笑话 可是那一天以后 我真的信了 陈长生啊 如果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 最后你用的是什么力量啊 大眼真雷福 我回答的非常干脆 这其实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甚至 我都可以直接 把这张符的画法 交给齐舞爷 但是 没有足够的气 根本无法完整的 画出这张符 毕竟 即便是我 也是靠着百姓风水壶 才画成功的 大眼震雷福 大眼 齐舞爷 闭目沉思 罢了罢了 这个世界上啊 我琢磨不透的事情 多了去了 这种东西 想必就是其中的一类 大眼 罢了罢了 我心底里 非常的佩服齐舞爷 仅仅大眼两个字 他就能明明白白的 选择了放弃 这是大致 五爷啊 我看齐舞爷不说话 似乎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不由的 自己先开了口 毕竟 我的肚子里 也憋了一肚子的疑问 那天您老 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鬼母是被您收了 还是灭了 我还能活到今天 就表示 鬼母没有出去作乱 甚至没能逃掉 她若不是被第一时间收服 或者消灭 肯定会在我昏过去的一瞬间 驱散我身上 最后的一丝阳气 然后才能为祸长兴 或者逃走 齐舞爷淡淡的道 已经被我收了 那天要不是你最后 用则剑杀死了苏朗月 连带着震散了 鬼母侵入到苏朗月身上的八分力量 我还真没有办法成功啊 现在那个东西 被我藏在了安全的地方 你要是想要 我可以取出来给你 出于道义 我很想拒绝 当然 我也能听出来 齐舞爷这是客套话 可是 鬼母毕竟不同于 三花俱鬼娃 鬼母可以被当作灵 鬼娃 厉鬼这些 最多只是游魂 我还真有个不情之情 那个东西 我真的 需要 我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勇气 才说出来这句话 双目盯着七爷 我说的是需要 并非一定要取 留了一些回旋的余地 虽然说那天 已经名言不会参与的 齐舞爷最后出现 有些简陋的意思 但是 他最后的出手 确实救了我们 也救了整个长星的人 舞爷脸上 没有丝毫的惊讶 是跟风扇宝库有关吧 哎呦 你不用害怕 我跟老七是兄弟 他允诺 不会让人打扰霍展亭 我老五 自然更不会站出来 做这件事 这是霍展亭自己告诉我的 他问过有关灵的消息 齐舞爷面带笑意 想抓一个灵 究竟有多么的难 想必你也清楚吧 这鬼母 只是刚刚成灵 而且 还是借助外来的力量成了灵 就已经这么难了 如果放弃这个机会 让火展亭自己找人去抓 怕是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 我连忙从床上爬起来 恭敬的看着齐舞爷 多谢舞爷理解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欠展亭他爹的情分 这辈子都还不了 齐舞爷摇摇头 等你好了 就自己来找我吧 那个东西 我不能直接交给展亭 他毕竟太危险了 我看齐舞爷要走 连忙开口叫住 舞爷 您等一下 齐舞爷 站在床边 我原来不愿意参与苗疆的事情 是由我自己的苦衷 不过 我答应过旧周觉 也是真心的 所以 我一直在关注着那里的事情 你就放心吧 那件事的过程 除了我以外 没有外人看到 从苏朗月出手的时候起 我就用其他的办法 阻碍了观察那房子的人的视线 到现在为止 我才算是真正松了一口气 灵的所在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虽然我心里 依然有很大的疑问 比如 齐舞爷 为什么能制服鬼母 即便当真像他说的那样 鬼母最后出现的时候 已经有了极大的消耗 可是 那毕竟 也是一个灵啊 我自问 要是没有大眼震雷符 即便面对的是一个 只剩下两成力量的出生鬼母 我也是做不到说服的 苏朗月 确定已经死了 这是对我来说 最好的消息 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以来 严小蛮和秦登彦 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 我也不想多问 这很可能牵扯到齐舞爷 既然他老人家 堵我的嘴 我当然也不能 这么不给面子 总之现在我醒了 看到霍展亭一家 和我的朋友们安全 这已经足够了 在齐舞爷走了以后 霍展亭也赶了过来 并且把医生一起带了过来 医生给我随便检查了一下 就直接说我可以出院了 用他的话说 我的身体各方面都完好 脑袋也没有出毛病 之所以一直不能醒过来 是我的潜意识不愿意醒 现在既然已经醒了 那就不会再有什么事了 这当然都是骗小孩的 或者说医生自己也不明白 但他总要给病人的家属 一个诊断说明 最后只能这样说 我不能醒 几乎跟气绝有着很大的关系 按理说 气绝了就不能再复生 这一个月以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大概只能问天 我和霍展亭都赞成马上出院 霍小玲依然坚持让我多住一天 晚些时候 霍展亭还没有走 齐五爷就去而复返 刚才总想着防备着你小子 有件事情倒是忘记说了 齐五爷只看其他人 无奈地看着我 其实我到现在 也不知道要不要问你 五爷有什么想说的 但说无妨 我已经能从床上站起来了 这时身子还有点虚 走两步就要坐下来休息 齐五爷 这只我的胸口 那个东西是你的师父 交给你玄学的人 留给你的吧 我愣了一下 刘 齐五爷对我的反应 也非常的意外 难道不是刘 我想了一下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这个刘子 好像是先人过去的意思吧 齐五爷理所当然的点头 自然有这个意思呀 那就不是了 虽然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 但是我相信 那个人还活着好好的 你是他什么人啊 齐五爷再一次发问 不是足够亲近的人 他不可能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别人呢 亲近 我笑了 当真是亲近吗 在我的记忆中 老爷子当真没跟我亲近过 他只是给我饭吃 把我养大了而已 当然 这是教养之恩 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可是除了这些意外 我从小到大 几乎都没见过他 给我一个笑脸 确实称不上亲戚 不过 齐五爷这番话 最让我在意的是 他竟然知道 我脖子上戴的是什么 我毫不顾忌地 把脖子上的小剑拿下来 五爷 您认得这个东西 你不认得 我和齐五爷大眼荡个小眼 最后都无奈地笑了 我们都对对方说的话 感到震惊 都以为对方知道一些 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呃 我也不是很确定 不过 见过那一晚的事情以后 我有一种猜想 齐五爷点了一支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医院禁烟的规定 管不到齐五爷 更何况 我这个病人都不在乎 陈长生啊 你知道六合八荒剑吗 我摇头 齐五爷继续追问 那降龙地天剑呢 我接着摇头 这些听起来好像是 演绎小说里的名字 我当真没有听说过 我甚至怀疑 现实当中 会不会真的有不长脑子的 锻造师 给自己辛苦锻造的宝剑 起这么一个二缺的名字 但是 齐五爷本就是权威 他这么说了 就肯定有 这些名字 都不是那把剑本来的名字 而是后来人给他命名的 因为只有这样的名字 才能配得上这把剑 这时再往后 由于时代的演变 这把剑使用者 本身就代表一种无上的权威 所以渐渐的 连这些名字都不再流传了 只留下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名字而已 啊 是什么呀 我心里有点期待 按道 这最后一个名字 我应该是听说过的 齐五爷神秘的笑了笑 我也只是猜猜啊 但是那天以后 我觉得自己猜的 是有八九是真的 所以 你要好好地对待自己 这个项链啊 它最广为流传的名字 其实是 当齐五爷 说出最后那个名字的时候 我十分确定 自己没有出现幻听 可是 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 怎么可能呢 我看着齐五爷 齐五爷也看着我 这就是我知道的所有了 这个项链 你最好不要在外人面前拿出来吧 虽然哪怕只是我 只是看外形 而不看他的力量的话 也只会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吊坠 但是 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多得很 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以后说不定 还会碰上许多 连我都没听过的 但是能力很强的 也是高人 说不定啊 他们就认得这个外形 齐五爷 意味深长地说道 能蛮则蛮 这件事如果是真的 感性就太大了 甚至 鼻子上你正在寻找的东西啊 到了现在 到了现在 我是真的相信 前一晚上 我坚持出院的事情 这儿气 严建设 却连说可惜 明明一直坚持在医院 最后一天却不来了 当然了 走回家是不可能的 毕竟 我连续掉了将近 一个月的生理盐水 身子虚得很 下楼那几步路 还是靠着严建设 扶着才行 我们回到家的时候 左清清 魏婷他们都在 三个女人提前准备好了 一桌子的菜 说是给我接风 这个时候 就体现出了 霍晓菱的厉害了 她的手艺 当真不是盖的 至少跟左清清 和魏婷 这两个 第一次下厨房的女人 比起来啊 霍晓菱炒的几个菜 简直是绝是美味 魏婷话不多 她跟霍晓菱的关系 似乎也好了一些 原来霍晓菱 见到魏婷做什么 都觉得不自在 现在两个人 竟然能在 同一个厨房里炒菜 对我来说 当真是 有些不能接受 我真的很在意 这一个月以来 自己到底 都错过了些什么 不过 相比于魏婷 我更在意的是 左清清 今天是大年初二 她竟然 还能出现在这里 清清啊 你过年的时候 没回家吧 左清清摇摇头 我回去一趟 很麻烦的 而且 现在我们那个市长 搞的政策很奇怪 出去再回来更麻烦了 我才不愿意折腾 而且我爷爷他们 也支持我 留在霍云姑姑身边 原来是这样啊 我看待周围 做的都是对 风扇宝库 有些了解的人 所以 也就详细的询问了 过年之前的事情 魏玉婷和霍晓菱 知道的最多 中间 大多都是霍晓菱在说 她不清楚状况的 魏婷会时不时的 补充两句 那一晚以后 周觉的事情 就算是了结了 她果然在第二天就醒了 醒了以后 听严建设 说了他们之前的事情 气得当场就把医院的病床给砸了 然后周觉就开始疯狂的 在整个省内寻找严小蛮的消息 动用了她能动用的几乎所有力量 把长星以及周边都翻了个底朝天 严小蛮好像消失了一样 直到现在也没有露面 据说东南亚的秦老放话出来 要跟周觉势不两立 可是这位周老他也是个非常有脾气的人 也跟着在道上放话 说秦老在内地就算是个屁 有本事来内地 他随时恭候 我想 东南亚那位秦老 大概已经很多年没有被人这么怼过了 碰上周觉 这个脾气大不怕事的 他还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毕竟内地不是东南亚 周觉也不是霍站亭 听说周觉还动用了自己所有能动用的关系 甚至主动欠下了许多的人情 即便没找出严小蛮 可是也在东南沿海拔出了秦老的好几处走私窝点 让秦老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当然周觉自己也不笨 好像是齐武爷亲自搭桥 给他找了好几个可以信任的玄学勾手 保证他自己也不会出事 这件事到此为止算是暂时了结了 周觉吃了这么大一个亏 按他的脾气来说 每个三五年的功夫 这场针对严小门的风波 是不可能消下去了 至于灵 李宗林一直都在寻找一些山上大湖里 但凡是曾经有过灵出现传闻的地方 他都亲自去看过 但是一无所获 几天以来 李宗林也算是财大气粗 找了一个由大湖改建的水库 据当地的民众说 那个水库里曾经出现过两次 直径足足有六七米的大老鳖 一次是在三年大旱的时候 那个时候水库还是一个湖 水几乎都快干了 有很多人看到湖底冒出来过一次 第二次 大概是在十几年前 那次水库放水 快放完的时候 那只大老鳖又出现了 当时附近有一条船 想要靠近去抓它 可是没等船靠近 那老鳖就埋进了水里 同时 整个水库的底部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把船连带着船上的十几个人 全部卷进了水里 没有人敢下水去捞 后来水库的水是放完了 可是 总有那么几个地方 是有淤泥还有小水洼的 大家象征性的 随便看了看 没有发现人类的尸乎 甚至没有看到船 吓得所有人 都不敢走到 放干了的水库中间去 这一次 李宗林大概是找林 找得疯狂了 竟然也想放干水库里的水 现在季节本就是冬天 水库里的水本就不多 他跟霍展厅商量着 一起走关系花钱 竟然还真把这件事做成了 可是 水库的水是放了 最后找到船去搜的时候 却没有一家人愿意把船借给他们家 更没有当地人愿意参加 现在不像十几年前 当年那个不信鬼人的年代 随便找一群年轻力壮的 什么事情都敢做 可是悲剧就发生在十年前 附近的老人们不但自己不下水 家里的年轻人想挣钱 老人们以用自己的性命来要挟 李宗林找了两天人 愣是一个人都没找到 最后他无奈的只能让这件事情就此打住 他找船员的过程中 事情已经传开了 要是到时候真的出现了零 抓住了 他也得不到什么 更何况 水库的管理人员 看着事情越闹越大 也担心上面 查问为什么大冬天的放水 事情不好应付 早早的就重新蓄了水 这件事就这样完了 我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结局 霍晓菱白了我一眼 如果这样就完了 我开始直接跟你说一句 什么也没有找到不就行了 用得着跟你说这么多呀 那最后发生了什么呀 霍晓菱喝了一口饮料 慢悠悠地说道 最后呀 听说蓄水的时候 水湖当中的某一个地方 有一个六米多圆形凸起在移动 这是李叔叔亲眼看到的 当时他也想马上去抓这个铃 可是那个背着淤泥移动的圆形东西 走了几步以后 突然间就沉了下去 那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深不见底 我有些意外 霍晓菱接着说 当时李叔叔就是这么说的 反正当时啊 没有人敢过去 他也是拿着望远镜在坝上看 因为角度的关系 哪怕坑只有两三米 他那个角度也是看不到底的 所以究竟有多深 他也不知道 可能很浅 也可能想象不到的深 总之就是没有人看到过那个坑的底 好吧 我无奈地摸了摸额头 还好他当时没有冲突 当地的人也对十几年前的事情 记忆犹新 不然冒冒失事地冲过去 几百条人命也不够甜的 不会吧 严建设马上就不乐意了 现在的武器可是厉害得很 你们知道穿甲弹吗 不要太多 十几个弹头打过去 我保证那只老鳖的心肝脾肺肾 都能变成肉泥 还弄不到他 我竖起两根手指 第一 我们需要的很可能是一个活的灵 第二 杀了这只老鳖 你以为事情就算完了吗 这种灵 跟这个生子是不同的 他们死了 甚至可以做到 让任何一个冷眼看他死去 包括那些没有参与谋杀的人 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死于非命 这些东西不能不信的 我信 只要是你说的 我都信 严建设马上点头 态度非常的认真 这话随便换个人来说 只怕都是在敷衍我 可是严建设那张极其认真的脸 一下子把大家都逗笑了 长白山下长生棉 不嫌身上天公线 我念起了在玄龙墓上 看到的这句注解 笑开的众人 小灵 你去告诉李叔 让他不用忙了 我想用不了多久 我们应该就要去长白山一趟了 什么 几个人脸上都挂着惊讶的表情 连魏婷这个冰霜美人 也忍不住问道 长生哥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 你就这样睡了一觉 就把玲的事情给解决了吧 你就听他吹牛吧 霍小灵不满地说道 陈长生 要是我们准备好了去长白山 你到时候又拿不出玲来了 又怎么办呢 哎呦 你们都想错了 我想 可能是长生哥想到了那两句话的其他解释 可能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找什么灵 左倾机的脑子比较灵广 可惜也用错了地方 我神秘地笑了笑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其他的解释 不过灵 我想我们已经有了 接下来 无论他们怎么问 我都故作神秘地不作回答 惹到他们都有些不高兴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呀 我是根本就没想好要怎么回答 那天周觉宅子里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后来昏倒了 而且一昏就是将近一个月 难道让我告诉他们 我在那个时候抓住了鬼母 天知道 后来严介社几乎把我的衣服都脱光了 才换了病号服 要是我身上有那个东西 怕是早就被发现了 本着为齐五爷保密的想法 我也必须为这件事情保密 第二天 我按照齐五爷的号码 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齐五爷给了我一个地址 我自己骑着霍小林的摩托 去了那个地方 说起来 这个地址 我还是有些熟悉的 他就在齐爷举行 元旦比试的宅子附近 大概相隔了不超过两里地 也是个独门独院的地方 我在附近问了确切的地点 等到了 我几乎都以为自己走错了 这宅子的墙 并非是现在常见的砖头墙 而是一种黄土 村子里经常见到这种房子 我没有想到 在长兴 竟然还有这种房子留着 房子的大门是黑漆木门 最下面 有着一道三十公分高的门槛 黑漆木门上面的黑漆 已经有很多地方脱落了 两扇大门各自在中央 还各有一个铜狮子头 整个房子给人一种厚重的年代感 我很难想象 齐五爷这种身份的人会住在这里 毕竟老实木头所建的宅子也就罢了 这种土墙垒起来的屋子 墙缝里说不定都有土鳖和蚂蚁 真不适合现代人住啊 杂毛道士 爱上听书小虫录制 咚咚咚 我敲了三下房门 屋里没有丝毫的动静 我笑了笑 手又放在另外一侧的大门上 按住那个狮子头 轻轻地扣了五下 同时微微抬起了左脚 在门槛上轻轻扣了三下 然后抬起另外一只手 放在最开始的那扇门上 两只手呈交叉的模样 同时扣响了一下 这是起伍爷告诉我的方法 如果敲三下门没人应 那就只能按照这种方式来敲门 当时我听说这个规矩的时候 还吓了一跳 因为这种开门的方式 我在天华经上看到过 据说 这是张三丰 曾经用来开启武当山门的方法 当年的武当山 并非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张三丰创立武当之初 本来就是想找一个静修的地方 所以在门口设了一个局 不用这种方法开门 即便进去了 也如同建了一个迷宫 后来张三丰百岁生日以后 他才拆除了这个局 所以说武当山真正发展起来 其实是在张三丰百岁生日以后 在此之前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败入武当山的 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 山门局 最有名的使用者是张三丰 但是这个局却不是他所创立的 在宋之前 每逢战乱的时候 有历史渊源的道观 就会用这个山门局来避世 最初使用山门局的人 可以追溯到东汉 龙虎山老祖天师张道林 要是你敲了三下门 没人回应 那就是我不在家 这就有点麻烦了 你要按照我教你的办法开门 建门以后 你要时刻牢记 尊重道家的规矩 那里面的人非常在意这个 我本来以为齐武爷说的这些话 都是玩笑 不过 当我听到这个宅子里 传来的当当当 三声钟响的时候 就意识到自己错了 这是道门的迎客钟 敲钟人 必须把时间拿捏得非常准确才行 每一声钟响 中间间隔都有明确的规定 按照老祖天师定下的规矩 这叫百煞之机 用现在的时间换算 必须在八秒到九秒之间 确切的说呀 中间大概只有不到五十毫秒的差距 能把这个时间拿捏得准确 才能算得上是正宗的道门 古时候 道门之间论道 一个道观掌视者 能把这个时间掌握得好 才不会被人诟病 也只是不被人诟病而已 但是 如果掌握得不好 反而会被人耻笑 所以 这个工作看起来简单 但却是一个道门的门面 现在 早已经没人这么做了 因为维持一个道门的发展 已经非常的艰难 要想做到毫无瑕疵 培养出一个专门敲钟的人台 谁都没有这种心力 跟时间了 能依然保持这种严苛的规矩 可见 这宅子里的人 是个老孤独 而且还肯定是那种特别顽固的老孤独 我不敢把齐武爷的话当作儿戏 站着了身子 静候大门的打开 嘎吱 老旧的黑漆木门被人从里面拉开 而出现在我面前的这张脸 我一时间险些控制不住自己叫出声来 这不是齐武爷又是谁 只是现在他身上穿着黑色道袍 头戴恨恨天高 白絮飘飘 这胡子看起来好像不是粘上去的 我马上对这个人作医 道长 有礼了 在下是 那小子就是我弟弟说的那个人吧 进来吧进来吧 真是的 这种时候还来给我找麻烦 哎 愣着干什么呢 等着我抬你进来吗 那老道全然没有一盯着 我想象中的先锋倒鼓的做派 大门嘎吱一下全部拉开 指了指门里面 我不敢犹豫 心到这种人多半是有自己的个性的 连忙跨了进去 这宅子的院子里面 与从外面看的破败的模样完全不同 院子里种着两株柏树 看起来很高 奇怪的是 刚刚站在外面 我竟然没有注意到他们 院子里铺着石子路 大门的一侧还摆着两个大扫把 看起来院子经常被人打扫 松摆的后面摆着一个石台 石台周围放着四张石灯 石台上面好像被刻画着围棋的纹路 最东面的一侧还有一个大水槽 水槽的旁边是一个古井 说实在的 这院子并不大 可是这么多东西摆在院子里 竟然丝毫不显的拥挤 反而让人觉得非常的宽敞 东西虽然不多 而且非常的简单 但是绝对可以看得出来 院子的主人对空间的利用 已经达到了极致 前辈 别什么前辈道长的叫我都什么年代了 老道士瞪了我一眼 叫我齐天师就好了 我想如果现在有镜子的话 我应该能看到自己脑门上飘过的几条黑线 齐天师 说好的新时代呢 天师啊 我是齐武爷叫我来的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过来 我小心翼翼的追问 从时目光在院子里又扫了一遍 总觉得似乎少了什么东西 迎客钟呢 迎客钟既然名为迎客 就不可能摆放在屋子里 必须在院子里才算是规矩 既然进门都要经历山门局 这钟就绝不可能摆得很随意 他不会来了 今天我来接待你 他好像已经告诉过我了 有什么东西是他留在这里的 让你来取 你现在告诉我 我 哎我去 哎 你小子在乱看什么呢 齐天师 撸起袖子 对着我的脑门就敲了一劲 这杂毛老道完全没有齐尾爷的气度 这一刻我捂着自己有些发疼的额头 恶意的想着 或许与齐尾爷相比 后者更合适一个天师的称呼 那个 天师大人 这院子里的钟呢 我始终无法释怀 哪里知道 这杂毛老道听到我的话以后 立马瞪大了一对牛眼 你当真是我那个弟弟说的人物 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银河中只能摆放在一个位置 这我当然知道了 我看到杂毛老道再次抬起来的右手 连忙捂着自己的额头倒退了一步 银河中位于山门悬尾 这宅子坐西向多 分经井而立 难有避水 话修伤二门 双百阵机 为生死位 山门局自当占了一个开门位 所以悬尾只可能在那里 我指向了远处的石台处 看不出你小子还真的懂 既然懂 为什么还要多问呢 杂毛老道脸上 总算是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可是那里没有钟啊 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钟啊 在这里 杂毛老道从腰间掏出来一个随身厅 一个随身厅 他笑眯眯的看着我 大言不惭的说道 天天敲钟 天师我也累呀 都什么年代了 年轻人要学会使用高科技 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你看这个多好 可是这个东西在你的身上啊 我现在心里把这个老头称为杂毛老道 没有半点的心理压力 这个不算是 天师我一般喜欢坐在那里晒太阳喝茶 偶尔还看看书 所以啊 只要我在那里 这迎可中就还在渡门悬尾 杂毛老道把背后的浮尘拔了出来 当空那么一甩 你小子太跟不上时代了 老到我已经失去了跟你说话的兴趣了 所以我先来吧 顺便说说 我弟弟给你留了什么东西 我这就给你取来 我心里 隐隐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后退了两步 是他现在问道 天师大人 二十多天前 在小池湖救我的人 究竟是您还是吴爷啊 哼 他哪有那个道行 当然是听说我了 杂毛老道瞪了我一眼 我那天的精神状态已经很差了 爷从脸部轮廓 判断出起武爷本就很难 碰到他这个双胞胎弟弟 哪怕多了一撮胡子 还真见不得能认出来 当时的我 哪里有多余的神情去关注胡子的问题啊 怎么着 那老小子 说是他做的了 杂毛老道盯着我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齐武爷好像还真没有义正言辞的说 是他做的整件事情 他只是回答了我的问题 而这杂毛老道过去 也确实跟他有关 说是他救了我也没有错 我摇摇头 没有 只是我想到了而已 能收服鬼母的人一定是你 嘿嘿嘿 这话倒是不错 也算是天使爷爷我运气好 碰到这么一个刚刚成灵的东西 不然 走遍山河大川 也不一定能抓到一个灵 那些活了上千岁的灵 可都是凶得很啊 我想我的脸 应该已经黑了下来 我确定 自己是被齐武爷耍了 他哪里是有可能不在 他根本就是要 躲开我的道法 看着咱们老道得意的样子 我就知道 他已经把鬼母 当成了他自己的东西 齐武爷知道 他哥哥的脾气 不愿意参与进来 就让我自己来要 走啊 愣着干什么 小子 你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情况 这一会儿都愣多久了 咱们老道不解的看着我 平顿了一下又说道 哎 罢了罢了 你就说 他让你来拿什么吧 我这就去给你拿去 那个 天使大人 我能看看您收服的鬼母吗 我尽量小心的学问 齐天使非常得意的笑道 罗 就在那边的井里 我可是费了不小的功夫 才把他给震住啊 不消三年 定能彻底消除他身上的力气 成为一个善灵 唯我所用 到时候我倒要看看 山门里那些老混账 还有谁敢跟我叫板 完了 他真的把鬼母当成自己的东西了 我扶而苦笑 哎 刀刀 你这么关心鬼母干嘛 小混蛋 你打的莫不是我鬼母的主意吧 杂毛老道脑袋非常的灵广 也或许是我的表情表现得太明显了 总之马上 我的脑门上就又挨了响亮的一击 小伙子呀 咱们讲道理 啊 杂毛老道 掰开我的手 极其认真的盯着我 你看看 虽然那天能制服鬼母 有你八成的功劳 但是 最后要不是我出现 那个鬼母也会把你给杀死 是不是 我心道 看来这位齐天师倒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这样的话 鬼母的事情似乎有戏 这种时候坚决不能退让 说出来任何一句话 都有可能被齐天师记在心里 哎 你老人家这么说就不对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反过来 如果没有我在前面对付 最后你老人家也不能抓到鬼母 对吧 齐天师马上反驳 小伙子呀 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 我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其实那天呢 我只是出现了碗 我说这件事 有你八成的功劳 啊 没错 这是我说的话 但是也不能代表 如果没有你的八成功劳 我就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抓住鬼母 我只是出现了碗而已 顺便救了你 哦 对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齐天师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我呀 本来就有十足的力量对付鬼母 看到你有危险救了你 所以这鬼母 刷 我拿出一张三青道符 捏住顶端正对着齐天师 三青祖师在上 你老人家从现在开始 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你 你这小子 齐天师恨得压根痒痒 咬牙切扯的面对着我 反正鬼母是我收服的 你今天想拿走门都没有 如果我拿东西给您换呢 我一看 这杂毛老套 竟然有点想破罐子破摔了 按道不好 天师大人 只要是我有的东西 您随便开口 齐天师白了我一眼 我想要的东西 你给不起 这么说 你老人家还真看上 我的什么东西了 我下意识的垂下脑袋 看向自己的胸口 等我再抬起来的时候 发现齐天师正瞪着我 别看了 你那个东西这辈子 都别想拿出来了 你知道你那个链子是用什么做的吗 那是云铁 用你们现在科学的方式说呀 云铁也分很多种 但是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你啊 你那块云铁是最与众不同的一块 那可是秦始皇得到的天外云铁的一部分 其他部分大部分都在秦始皇陵里面 你这一块啊 大概是这世间唯一一块现实的 谁也弄不断 切割机也别想 我苦笑道 不是吧 他都被断打成项链了 必然有弄断他的方法呀 我知道 齐天师说的这是项链的部分 而不是说的项链下面缠着的黑色小剑 项链跟小剑的材质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项链一看 就知道是金属材质的 而黑色小剑看起来与项链差不多 但实际上他却非常的轻 拿在手里几乎没什么重量 这项链剪影无比 刀都割不断 而且我的头已经超过了这个项链的内景了 要是真的弄断的话 大概除非砍掉我的脑袋 否则谁也取不下来这个项链 锻造他的办法 大概只有一个人会 但是那个人已经死了两千年了 齐天师瞪着眼睛看着我 这个链子我想要 你愿意给吗 我愣了一下 只是链子 废话 齐天师骑手对我就是一个脑罐崩 这一次我隐约看清楚了 别看这老道士年纪大 出手却非常的快 我甚至怀疑 严建设这种亮过的人 都没有他这么快的速度 这个老家伙 一脸看傻子的表情看着我 哎呦 即便我是毛神的阿师兄 但是也有不敢惹的人 要是我敢要那项链上拴着的东西 给你项链的那个人 还不得把我剥了皮顿了呀 毛神 大师兄 我震惊的看着齐天师 历史暂且不论 至少能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毛神是到家武术保存最完整的 据说在抗战的时候 他们就弄出了一个山门局 现在我终于明白 这个老道士为什么会这种东西了 也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的在意规矩 武当山名为道场 但是已经非常贴近平民 真的好东西 不是没被保存下来 就是被封存了 只有毛神一直在坚守着 作为一个道门的底线 他说的话我是相信的 就算他是毛神大师兄 我他的老爷子 也有弄死他的本事 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老爷子的真实本领 似乎什么事在他手里都是守到前来 正因为这样 我才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 他在我的心中 仿佛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 老道士的眼光独得很 能把这样珍贵的东西给你 还能调教出你这个徒弟的人 天使我自贪不如 当然了 我不敢要那把剑也是真的 可是 即便是项链 你也给不了我 我无奈地看着他 确实是这样的 只是我很奇怪 难不成这个项链还是两千年前被锻造出来的吗 两千年前 他大概只是一条链子 没有合成一个圆 也可能就是一个圆链子 但绝不可能是项链 只是放在现在 他看起来更像是一条项链而已 至于他具体的作用 齐天使对我眨眨眼 如果你肯放弃鬼母 我就告诉你 虽然这是天使我猜的 不过 我想也是八九玻璃十的 不行 我说话斩钉截铁 这项链 总归是在我脖子上的 想知道它的作用 我有的是时间 大不了 我有机会 还可以去询问老爷子去 其实我心里明白 就看那天 逼我离开时 老爷子的态度 我这辈子恐怕 都不可能再见到他了 这样说话 只是为了镇住老道士而已 他确实可能知道 齐天使非常认真的点头 那就可惜了 除了这个东西 我确实没有其他想要的 风扇宝库你们拿不到手 那里面的东西 即便我想要 你也给不了 我的心里在骂娘 风扇宝库是个大秘密 怎么现在碰到什么人好像都知道了呢 当然 凭这个老道士跟齐也的关系 他知道这些我不奇怪 可是很显然 这老道士知道的不仅仅是风扇宝库 毛山大师兄 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秘密啊 前辈 你想要风扇宝库里的什么呢 我还是问了一句 哎 你们不可能成功的 那是需要人命去填的坑 老道士摆摆手 那个地方 我们毛山的先辈们 曾经栽过跟头 毛山的人 永远不会去碰那里的东西了 这是我爷对风扇宝库 毫无兴趣的理由吗 我隐喻间明白了什么 老道士笑了笑 嘿嘿嘿 差不多吧 毕竟他也算是半个毛山弟子 哎 你过来吧 老道士带我走到石台旁边 指着一张石灯让我坐下 先告诉我 你想要规模做什么 他的态度一下子转变的这么大 反倒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我刚刚说了什么吗 还是做了什么 我仔细地回想着 可是怎么也想不出 什么事情 能让这老道士 在短短的一会儿时间内 有这么大的转变 他一开始的时候 明明是不想跟我提鬼母的事情的 刚刚的谈话都很正常 前辈 实不相瞒 我要鬼母 其实就是跟风扇宝库有关的 我不打算隐瞒老道士 他怎么说 也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在风扇宝库的事情上 我相信他的话 对他这种人 我应该是最信任的 我也更愿意 跟这样一个面对风扇宝库 无欲无求的人 分享自己的疑惑 果然跟风扇宝库有关 可是去那个地方 你们要鬼母干什么 老道士十分的不解 我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试探着问道 不知道前辈 您道门当中 关于风扇宝库有多少的记载 哦 不多 只有一本书提到过而已 老道士摸着自己的胡须 书里说呀 因为那次的事件 毛山人才凋零 紧闭山门长达三十年 才算是逐渐恢复了一些 那一次 去风扇宝库的都是毛山的精英 但是最后一个也没有回来 从那以后 带掌门就给我们这些毛山后辈 立下了这条门规 我们可是对着祖师研发过似的 老道士说到这里 又瞥了一眼 我拿在手里的三青道符 毛山很看重无雷之处 因为看重 所以也会惧怕 这么说 林老队与风扇宝库 其实没有一点有价值的线索咯 我有些失望 老道士不满地看着我 我给你的 就是最有价值的线索 陈长生啊 我知道你很不错 但是你敢说 自己能比我们毛山一门 最黄金时代的那一批人比吗 他们全部都去了 然后全都遥无音许 放弃他 这就是我能给你的 最有价值的线索 那么你老刚刚为什么说 讲风扇宝库里的东西呢 嗨 书里提过 那一次 我们毛山前辈们去风扇宝库 是要寻找一件盗门的质宝 可是那质宝是什么 我不清楚啊 老道士摇摇头 如果你想接着去 我不会拦你 可是我不能把闺墓给你 那等于是我推着你走向了鬼门关呢 我竟然有一丝丝的感动 连忙解释道 前辈 您无需为我担心 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我自己会负责的 我才不会担心你呢 老道士激动的站了起来 我怕的是你后面的那个人 我要是不给你鬼母 这件事对你而言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摇摇头 不可能到此为止的 现在 觊觎风扇宝库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我放弃 还会有其他人去寻找他 或许 他们会如齐天师说的一样 死于非命 但是万一他们成功了呢 天书三卷 如落到海外 这是每一个盗门中人 都不会允许的事情 前辈 您就直说吧 我应该怎么样 才能拿到鬼母 当然 前提是我能做到 很简单其实 帮我做三件事 老道士竖起了三根手指 我马上把手握了上去 将他两根手指压了下去 三件事未免太多了吧 毕竟 关于这鬼母 我有八成的功劳 一件好了 不行 至少两件 老道士这一回的态度 坚决得很 好 成交 从知道这老道士的身份开始 我就明白 自己不可能随便的 把鬼母从这里拿走 你放心 这两件事不是要你教出来什么东西 而只是一种证明而已 老道士重新坐了下来 我疑惑的看着他 证明 当然要证明了 你不是我 大概不能明白 像你这种人 天使我一辈子都不想招惹 我甚至愿意跟那些老七啊 老秦什么的人 事不良力 也不愿意招惹你 要是因为我给了你鬼母 而让你送命 我的麻烦会非常的大的呀 我做梦也想不到 这老道士竟然会因为这种理由 而不愿意把鬼母给我 你老放心 我家里的那位 不可能为了我 出来跟你翻脸的 他连那项链都给你了 可见对你的看重 莫要欺骗我了 那好了 你现在听好了 我要你帮我解一个挂 破一个局 解挂破局 还是帮他 我的心里一点点都没有 这老道士可是毛山的大师兄啊 天底下他解不了的挂 破不开的局 只怕是没有了 让我帮他 可见他自己做不到啊 这样一个挂项 一个风水局 究竟会有多难呢 前辈 您这是在刁难我 我不由得苦笑 哪里想到 这老道士竟然一脸认真的看着我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这当然就是在刁难你了 因为老道士刚才说出的理由 他这话 我确实无法反驳 说实在的 他肯用两个条件 来跟我交换鬼母 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了 那毕竟是鬼母 一个活生生的灵 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招 我都要接着 七天使 您说的挂 是什么挂呀 我非常客气地询问 老道士伸出手指 在旁边的茶碗上面点了一下 接着 在石头桌上连续画了三横 钱挂 对 是钱挂 老道士对我点点头 这是当年 我毛山一门去风扇保护时 掌门亲自补的挂 只是当时也没人能解 不可能只有一个钱挂吧 我看老道士没有动作 便开口学问 老道士摇头一探 哎 确实只有钱挂而已啊 掌门用六摇补挂 连补三次得钱挂 正当他想去补第四挂的时候 手中的龟甲突然崩裂 落在地上 裂为四半 而龟口里面的三枚铜钱 只得出一摇 说着 那老道士又在那钱挂的下面 画出来两条短横 用六摇织法补挂 龟甲中间断裂 确实不太常见 不过 这可以算作是一个废挂 可以重新补啊 你要知道啊 同一件事反复问天 是有损扬寿的呀 老道士盯着我道 不过当年掌门 也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废挂 于是 重新取了一个龟壳来不挂 但是结果 与第一次一样 钱三摇得钱挂 第四摇时 依然龟甲碎裂 三枚铜钱得其倍 我的神情严肃了起来 第一次不挂龟甲碎裂 可以理解为巧合 第二次不挂 龟甲再次碎裂 而且还是在同样的时期 那问题就大了 此过所问的事情 毕竟是天机难断 或者上天不愿意让人得知 这两种情况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 都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再次强行不挂 甚至连补挂之人都会遭受天谴 我不可思议的看着老道士 老道士严肃的对我点点头 我们的掌门又补了第三次 所谓事不过三 这第三挂如果还算不成 他此生都将不能再补算这件事 但是当时的门主 又只有他一个人 对文王六十四摇理解的最为深刻 所以他不得不设下祭坛 用百兽血炼龟甲 得半个时辰的玄龟甲 百兽血炼 这是西州之前 才有人会的方法 相传用这个办法补挂的人 亏碳的都是国运 毕竟玄龟是最古老最强大的灵之一 哪怕用百兽血炼的方法 让一个龟甲暂时蒙蔽天机 让他有玄龟甲的力量 可是动用玄龟甲补挂 毕竟有伤天鹤 哪怕商周时期 帝王济天时用玄龟甲补挂 也必须得有九鼎在身旁 九鼎为天下重器 得九鼎而定天下 这些事情可不是说着玩的 帝王位于九鼎面前 可与天地争辉 也只有这种时候 帝王才敢动用玄龟甲 倘若没有九鼎 那么即便是帝王 动用了玄龟甲以后 也必定是一个生死的结果 老道士盯着我 小子 不用我多说吧 你就明白这件事 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掌门在做这件事以前 就告诉我们毛神所有人 他问的是风扇保护的事 他若死了 毛神一定要找一个能解开挂像的人 风扇保护的事情也不能放弃 那里有道家的质保 那么结果呢 我听着老道士 迫切地想要知道挂像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让当年毛神最出色的掌门 都要放弃生命补出来的挂 老道士无奈地摇摇头 其实挂像 上天早就给了我们了 他用手指又沾了几滴水 当着我的面画出了一个完整的挂像 挂像上昆下前 为地天太挂 六摇不挂 初摇是要画在最下面的 依次往上 六摇在最上 所以前三摇为下挂 后三摇才是上挂 此挂上昆下前 地天太 也并非是一个凶挂 按理说 有这个挂像 无论怎么样 毛山众人取风扇宝库 也不可能得到一个 所有人都杳无音信的结果呀 而且 您说上天早就把挂像给了你们 是啊 老道士摇头叹息 第四摇的时候 铜钱得三摆呀 老道士在桌面上画下两条短横 而龟甲一分为四成了这个样子 老道士又在那两横的下面多画出了两个横 这就是空挂呀 掌门当时没有误透 据说当年玄规挂成以后 他仰天大笑了三声 大叫了三句 原来如此 便吐血而亡啊 我们毛山整个山门里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能解开这个画像 没有能误透里面究竟是什么呀 我盯着桌面上那个地天台的挂像不说话 如果仅仅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毛山当年的行动就不可能失败 导致他们不得不闭门多年 这个挂像只怕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 上坤下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也有天地颠倒的意思 难不成这挂像是想告诉我们 除非天地颠倒 不然不可能解开风扇宝库的秘密 这倒是与后来毛山挤进灭门的结局 有些关系 我半开玩笑的说着 抬起头来 发现老道士正狠狠的瞪着我 于是干脆选择闭嘴 你若能解 这第一关就在这过了 若是不能解 现在就可以走了 老道士指了指门口 我目视着老道士 前辈 我刚刚并非是说笑啊 而是说这确实是一种可能 而且你刚刚只告诉我 你们掌门问的是风扇宝库的事情 他求话时 问的具体是什么 是如何找到风扇宝库 还是找到风扇宝库一行是否顺利 或者能不能找到你们所说的那件道家质宝 如果我们连这卦象所问的事情都搞不明白 又怎么解卦呢 老道士淡淡的说道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这件事毕竟时隔得太久了 即便你问 我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啊 天地颠倒才能找到风扇宝库 你说的确实有可能是这样的结果 不过 如果你解出来的是这个结果 那我的鬼母就无需给你了 反正已经证明你去了 一定会死 我没有必要去帮一个必死的人 而且我也承受不住这个结果呀 天为众神所在 而地为明府之所 地天态 可以理解为天地颠倒 也可以理解为 我指的指自己 接着说道 天神地鬼 颠倒阴阳 变成了地神天鬼 天鬼或许才可以破局 不是我自大呀 而是这段时间以来 我经历过许多类似的事情 霍云姑姑留下的木头盒子 还有胡关那个传承了 两千年的大家族 所在等待的契机 这些东西都恰好映在了我的身上 今天老道士给我讲出来的这个故事 事关风扇宝库 我自然也会往这个方面去想 老道士盯着桌面上挂像 久久无言 你解的太简单了 而且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佐证 我不能算你成功 可是你也不能证明我错了呀 唯一能证明我错的方法 就是你把鬼幕给我 等我将来去了风扇宝库 不能活着回来才行啊 我笑看着齐天师 前辈 其实有些事情啊 未必由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当真是不能被泄露的天机 也不是区区一个地天态的挂像 就能解释得了的 可能上天想要告诉我们的 仅仅只是这样一个天地颠倒的事实 宝库可开的事实而已啊 老道士沉默不言 我看得出 他其实很不想就这么算了 但是想必这么多年 他或者毛身上的其他人 都快把这个挂像看烂了 也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答案 我今天的解释 对他来说应该很新奇 但也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毕竟 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碰到的 唯一一个其他答案 而其他答案都是错的 老道士对我提的这个要求 先生临时想出来的 他甚至都没有想到 自己根本就没有去判断 我解释是否正确的方法 只要我与他 以往所得到的那些 错误的解释方法不同 他就不能证明我是错的 我与着老道士对视了几分钟 他终于还是叹了一口气 唉 可能这就是真正的解挂吧 可能一切都是这么简单吧 天鬼 你果真是天鬼命格 我轻轻的点了点头 知道这件事的人不是很多 老道士不了解 也是情理之中 迄今为止 能一眼看出我是天鬼命格的人 只有左轻轻一个而已 罢了罢了 可能那个风扇宝库 当真是给你留下的吧 老道士摇头叹息 中间几次想张嘴说话 可是画到了嘴边 又被他给咽了回去 紧接着又是在摇头叹息 这些都是看得出来的反应 我不由得非常地疑惑 天师前辈 您是有什么话想说吗 没有没有 老道士立马否认 可能这就是天命吧 不过 有可能是我想多了 这些东西啊 你没有必要知道 等该知道的时候 你自然也会自己知道的 老道士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 紧接着 马上就换了一个话题 现在 开始你来为我解开第二个局 这个局 我一直都没有弄明白 我那个蠢弟弟 跟我说的时候 也是神乎其神 我想这个世界上 能为我解开这个谜团的 大概只有你一个人了 只有我 我突然间笑了 心里非常不明白 面前这位堂堂毛山大师兄 为什么会对我有这么大的信心 嗯 只有你 老道士异常认真的看着我 因为只有你 亲身经历了那一切 元旦鄙视的时候 你最后究竟是怎么赢的 我感觉自己脸上的肌肉僵硬了起来 做梦也想不到 这个老道士竟然会问这个 秘密捣捣 作者 看书网 胖头鱼 播讲 爱上听书 小虫 最后一局怎么赢 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 不过为了鬼母 我自然不能实情相告 但也不能全鞭 我直接掏出了自己胸前的项链 抓着那一批黑色小剑 看了看老道士 天使前辈 当时的局 我破不了 那毕竟是归藏医 而且被秦藤燕精心布置 再加上苗东诺的阴痕古术 要想让我在几秒钟的时间内 就去救下快要死亡的人 我根本做不到 其实当时 我已经想认输了 但是心有不甘 紫紫地握住了这个东西 如果说那个苗寨的人 最后对你下手 是因为你身上有这个 才让他受到了反噬身亡 这个我相信 可是那个姓霍的小姑娘中骨 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是不可能用这个东西 制衡秦藤燕的 老道士居然记住了秦藤燕的名字 我贪贪手 前辈 当时那个局 我确实无能为力 我是可以破归藏意 但是救下霍小林 并不是我做的 当时有更厉害的人在场 暗中帮我 这个人 你没有发现 老道士再次追问 我轻轻摇头 不仅仅我没有发现 当时那么多厉害的人在场 包括五爷和康老爷子 他们也都没有发现 康老爷子的眼力 想必你也非常清楚 能避过他的人 想必是一个无相之人 无相 这等境界的人 已经好些年没有见过了 老道士深吸了一口气 众生有相 相可断天机 定命格 无相之人 也就没有人能看出他的命格和未来 其实所谓的无相 也就是有了众生相 一人可为众生 月满则亏 物极必反 这众生相 也就成了无相 我静心听着 无相 众生相 说得明白一点 就是一个人演什么就是什么 他想让人觉得他是尼瓦工 那便没有人觉得他是做其他职业的 而下一秒 他若是想让人觉得他是身居高位 哪怕他穿着工作服 别人也一定会以为他在微服私房 这种人一脑袋扎在人堆里 想不被人发现实在是太简单了 这是一种修为 一种境界 有这样的人在暗中帮你 老夫还真觉得把鬼母给你是一个错误 老道士好像突然蜕变 整个人脱胎换骨 衣服先锋倒骨 世外高人的模样 甚至 连他摸胡须的手 都变得那样的自然 那么的随性洒脱 哎前辈 您可不能食言啊 您让我解局 而当时的局 只有秦灯雁的归藏意 这个局我可以解 罢了罢了 你的解决办法我不想听 与我毛山虽然同缘 却不同法 那个东西 你若能拿得走 就自己去拿吧 老道士马上起身 灰灰衣袖 走进了屋子 房门被他关上 显然已经是不再想与我说话了 说实话 我是真的看不懂这个人 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个老道士是有点神经质 一开始的他 好像打死都不愿意把鬼母给我 但是与我聊了一些普普通通的话题以后 就开始态度大变 包括后来让我解局 解挂 我其实也都没说什么 他竟然直接就撒手不管了 让我自己去娶鬼母 我还真担心他一会儿又变挂了 于是自己也不管他 马上去往院子的最东面 靠近水槽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一阵刺骨的恶寒 这是一种发在骨子里的寒冷 就好像大半夜的一个人走进坟堆里的感觉一样 我深知 前面自己所要面对的毕竟是鬼母 这种东西可以算得上是 世间最阴寒的东西之一了 于是赶紧拿出三青道符 身上这才算是暖和了一些 到了这里 我心里对齐天师这个人更是敬佩 要是在别的地方 鬼母出事 无论再怎么隐藏 至少周围一百多米的范围 人都会感觉到一丝丝的不泽的 可是同在这个院子里 我不走到这个水槽旁边 就没有一丁点的不舒服 这就是齐天师的手段 我首先看向水槽 发现那水槽里被摆放了 几颗不同颜色的蓝珠 七星拱锐 我被这个布局下了一条 这七星拱锐说的确切一些 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风水局 围绕着七星拱锐 可以设下的风水局非常的多 可是眼下这个老道士设下的局 却是其中最难的一种 他用天刚北斗的力量 镇压出了鬼母的阴冷寒气 外围水槽伸八尺 为八万丈天河 八万丈是天河的宽度 等于是七星拱锐之上 再加上一道天河 鬼母再强 也不可能跨越天河 谁能渐渐的 与七星拱锐的天刚北斗 被镇压在一起 星辰虽然也属阴 但是他毕竟是正面的力量 老道士这个局 如果能摆上十年 鬼母也可以被他改造成天女 怪不得一开始 他会这么反对 甚至急不可耐的赶我走 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 这鬼母对他的作用 无异于霍小灵手里的 那只蛊虫 对苗寨蛊狮尸的诱惑 真是十年显得太久了一些 中间还必须不断的 维护这个水槽而已 我没有伸手去碰水槽 这水槽里的水 在这个风水局中便是弱水 处之极逆 即便是我 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碰了这水槽里的水 三天之内 也毕竟会有逆亡的危险 水槽挡住 天刚北斗正对着谷景 谷景外面看起来 是普通石头气躁而成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走近了去看 谷景的内壁上 都被密密麻麻的 贴满了一圈的道符 道符延伸向下 被贴了整整三排 若想去走鬼母 就必须先摘了这些道符 但是要是摘了这些道符 就一定会受到 天刚北斗的压制 被拉入天河的另外一段 再想出来就必须横跨天河 这个风水局 在限制了鬼母的同时 也限制了人 弱水处之则逆 这个局无论我怎么做 只要有了开头 就不仅仅是 沾上一点点弱水的事情了 而是整个人 有置身于弱水之中 才能离开这个局 这根本就是找死 我随身带着一个手电筒 这已经养成了习惯 手电筒里的灯泡 是货展厅特意找来的矿灯 一下子就能照到井底 这个井并不深 大概只有五六米的深度 而且早已经是一口枯井 枯井的底下 摆放着一个被红线缠住的东西 那就是鬼母的真身 三花巨鬼娃 现在应该说是三花巨鬼母了 这位齐天市的局很简单 一眼就能看透 但也非常难破 让我几乎找不到下手的点 简单的令人发指 但也困难的让人抓狂 我想在不远处 那扇门的背后 老道士大概争一脸窃笑的 正在看着我笑话吧 怪不得他刚刚会这么轻易的答应我 他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随意提出的 在他知道破了云南比试 最后一个绝的人不是我以后 便在同时也确定了 我拿他的风水局无能为力 老狐狸 他当真以为自己这样就能拦得住我吗 他大概是忘了我是从哪来的 我谨慎的退出了水槽的范围 身上顿时轻松了许多 紧接着又拿起了手机 拨通了胡瑞的电话 这种事情犯不着去通知货展厅 我直接让胡瑞带着几个信的过 而且懂门道的兄弟 来到这个地址来找我 诚哥 难道你又发现什么好地方了 大概是什么年代的 你说要我去带多少人 地形环境怎么样 晚上什么时间好下手啊 我一脸黑线的冲着电话说道 不是让你们来挖木的 这么激动干什么 告诉兄弟们 大打发放的来 替我挖一个坑而已 那我找施工队的人就行了吗 胡瑞的兴趣降低了不少 这种事情普通人办不好 你按照我说的去安排 事情办成以后我会向霍先生给你请工的 霍展厅手下还是有几个捣捣好手的 据说其中有一个祖上是摸金校尾 身上有正统的摸金福仔 每一个职业都有他存在的价值 往他眼前这个听核局没有办法 但是霍展厅手底下这些专业技术人员一定有办法 古代大墓之中 多是天官局 溺水局 天师局这种 为的就是防止人盗墓 大体的作用与天河局差不多 这种大墓风水局 一般并不直接阻挡盗墓者的路 而是会通过风水影响他们的运 如果有人到了不能盗的墓以后 回家两三天的功夫就会得失心疯 这就是天师局在作祟 这最起码能保住人的性命 但是像天官溺水这一类的风水局 盗墓者倘若是活着出去 不出树日一定会飞来横祸横死街头 而有传承的盗墓者 却有破解这些局的办法 这并非是盗墓者也精通风水 并且能力很强 只是树叶有砖弓罢了 我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 中间齐天师出来过一次 笑眯眯的问我要什么时候取走鬼母 我只是淡淡的跟他说了一句 明天太阳升起之前 这齐天师显然不幸 自信的在一旁喝着茶 一个小时以后 胡锐亲自带着人来了 他一见我就马上带着歉意的说道 陈先生 这件事霍先生已经训过我了 我不该怀疑你 阿诺 这两个就是霍先生手底下最好的好手 胡锐在动用某些人之前 必须知会霍展亭一声 这个规矩我知道 看来霍展亭也从胡锐这里 知道了整件事的过程 有霍展亭出面 我就不怕胡锐当真给我找来什么石工队 说实话 这一次胡锐带来的这两个人 我跟着胡锐这么长时间以来只见过一次 就是在那一次的国运局当中 当时这两个人沉默寡言 正在人群中几乎不说什么话 要不是我记性好 当真不一定记得他们 这位是胡锐天 这位是王岳巴 胡锐一点笑意的 对我介绍他带来的两个人 我嘴角抽了一下 还是对这两位微微点头 不瞒二位 这次找二位来 实则是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想要请二位帮忙 那王岳巴看起来像个浑人 大咧咧的点燃了一支烟 小事小事 陈先生不瞒你说 这天底下就没有 我跟老胡哥俩办不成的事 胡锐天这个人显得稳重得多了 拉了拉往岳巴 声音也非常的温厚 陈先生 你不要听老王他胡说呀 霍老板有恩于我们 所以他交代下来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尽力 还是先说说你遇到了什么事情吧 嗯 好 我一直在关注胡锐天 这个人进门以后 目光始终在院子里的几个特征的位置打转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关注的位置 恰好应当是院中的几个悬门所在 这个人果然有一点门道 事情是这样的 我把这两个人带到水槽附近 没有让他们直接往前走 大略对他们说了 我想从湖井下面取走一样东西 但是这水槽里一个风水局挡住了我 我若从正面下去 出来以后必定会弱水缠身 至于那湖井底下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并没有明说 王岳巴有一句没一句的听着 时不时的看胡九天两眼 那胡九天听得倒是非常的认真 听我说完以后 也不问井底到底有什么 而是又问了我几个关于天更北斗的事情 这个风水局似乎并不是常用的墓穴 我当真没有见过 但是如果您说它与天官局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就并非没有破解的办法 胡九天想了一会儿 又拿出一个罗盘来 我定睛一看 好家伙 这东西可是比元旦比试时 司马拿出来的玄机盒 还要高明的东西啊 这个时候 一直惬意的在旁边品查的齐天师 也终于坐不住了 一下子从石凳上蹦了起来 陈先生 你 你 你不能这么坏规矩 规矩 我看着齐天师 天师大人 我们好像之前并没有立过规矩吧 不行 这两个人身上阴气太重 我不允许他们停在我的地方这么久 刚刚我就看他们有些别扭 感情是两个抖抖的 齐天师说话非常的不客气 这番话对胡九天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他好像封闭的五官一样 凝神看着自己的罗盘 倒是王月八 也马上跟着跳了起来 哎 你个老杂毛 说谁引起重呢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在这里这是花脚的 告诉你 爷爷是捣走没错 这他娘的布丢人 好了 胡九天大吼了一嗓子 竟然当真让王月八冷静了下来 老王 竟然人家不欢迎我们 那么就出去好了 胡九天对我打了个眼色 我留在院子里 又和老道士寒暄了几句 等着老爷子差不多起消了 才跑出去找胡瑞他们 胡九天早已经在门外等着我 我一看王月八和胡瑞都不在 有些奇怪 哎 他们两个人呢 他们回去收拾家伙了 胡九天对我笑了笑 陈先生啊 您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我老胡在霍老板的手底下做事 你是第一个让我佩服的人 说实话 您今天给我的这个局 我虽然能破 但是也是非常的难 而且我能看得出来 这个古今底下的东西不好对付啊 我并不知道霍展厅跟胡九天的关系 到底如何 不过我猜 他应该不是霍展厅的手下 应该与我一样 是为霍展厅靠情意留下来帮忙的 有生命危险的事情 他可以直接拒绝 胡先生您放心 我今天请你们来 只是想让你们帮我找到一个去到古井下面的办法 只要有路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一个人就行了 你们不用插手 胡九天愣了一下 陈先生 你当真有把握吗 我笑了笑 你也别叫我什么陈先生了 跟他们一样叫我长生就好了 你放心吧 我在乎的从始至终都是外面的天河局 只要能避开天河局的风水 接下来我有绝对的把握 数业有专攻啊 如果你对接下来的事情有绝对的把握 那么我也就不掺和了 说实话吧 对底下那个东西我真的没补 我做这一行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听过大粽子的传闻 可是毕竟也没真正的见过粽子 但是这个罗盘告诉我 下面不但有粽子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粽子 如果没有枪 我还真不敢进去 还有 你也叫我老胡就好了 我笑了笑 那底下的呀 可不是粽子 这些事情 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 我懂我懂 胡九天赶忙摆摆手 知道的太多呀 未必是好事 而且这件事本身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中间不出乱子的话 我打算从旁边那个院子开始动工 刚刚我和老王已经看过了 旁边那个院子里没有人住 我们准备好以后就直接翻进去 虚实开始动工 你要在凌晨饮食下去 并且在冒食之前完成你要做的事情 我只有两个小时 不过也够了 胡九天笑了笑 时间足够就好 我们道上的规矩是这样的 我也不好改 这样我们就说定了 你可不要晚了呀 胡九天对我指的这身后的院子 我按道 这个老胡不但有本事 脑子也足够灵光 马上拱手道 那我就不在这里陪你了 晚上我会准时去找你的 说完我就回了院子 去找七天师喝茶去了 即便说这个老道士有名望在 而且碍于身份 他也不可能暗中在背后使绊子 可是多防备一下 总是没有错的 毕竟若是我一个人 我相信老道士不敢下黑手 甚至有可能在我中间 万一出什么事情的时候 出手救我 但是老胡他们出手 这老道士会做出什么 就不好说了 整整一个下午 我都找理由陪老道士聊天 与他说一些风水玄学 起初这道道士还不怎么想聊 可是他毕竟是一个一辈子都奉献在玄学上的人 渐渐我说的多了 他也就不由自主的开始跟我讨论了起来 我们两个人谈天说地 天黑了 他就打开了院子里的灯 又搬来了一个小火盆过来 分给我几个馒头 我们一老一小 围着火盆烤馒头 吃咸菜 高坦阔论 聊到了半夜十二点 老道士还丝毫没有倦意 这个时候 他看了看天色 哎呀 那边的人就快要动手了呀 陈长生啊 今天这个局如果他们成了 那是我天使忍灾 可是我看你的学识现在是正儿八经的悬门 以后尽量还是不要跟他们有太多的牵扯为好啊 这些人靠着自己捣抖的手艺生前富贵是不假 可是有损应得的事情做得多了 也会影响自己身边的人啊 多谢老先生提点 我有些惭愧 原来老道士早就看出了我的目的 也看出了我的小人之心 怪不得他一开始对我爱搭不理 他们会的一些东西我们不懂 不过 我想大概他们自己也未必会懂 那些手段都是他们的先辈用命填出来的 可能无意间摸索到了一个失传的盗门手段 也说不定 那些东西啊 你不要去学 你我都一样 只学其行而不学其神的东西 知道了会更添烦恼 老道士尊尊教诲 我默默点头 其实这些道理 老爷子在我小的时候就告诫过我 那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我偷看了他的玄学书籍 只是指着那些普通的书 会看会背并不是真的懂了 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也不是真的懂了 你还差得远呢 这就是齐天师今天对我讲的 学其行更要学其神 盗墓者也懂风水 但是他们不被玄门的人看得上 大抵也是这种原因 他们只会解决 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说的难听点 就是如鹦鹉学蛇一样的去做事情而已 其实 玄门中人 练气也是一样的 但是至少玄门的人 从来都没有放弃去探索 在晚些时候 等到与胡九天约定的时间 我来到院外 翻过围墙 旁边这个空荡荡的院子里果然没人住 只有胡锐一个人在院子里等我 他们呢 我没看到胡九天和王岳八 胡锐指的指自己的脚下借着叶色 我这才发现 他的脚下竟然有一个黑漆漆的小洞 这个洞口大概只能让一个人通过 稍稍显得有些宽敞 但是两个人是绝对装不下的 我四处看了看 并没有在周围发现被挖出来的土 我心底对胡九天他们两个人又高看了几分 他们两个竟然就这么一直挖下去 土大概都填在了坑洞两边的土层上 才没有半点泥土被带出来 这样做 不再能减少被人发现的几率 同时也能稳固坑洞 不是那行人 还真不一定会这种挖坑的方式 胡锐给了尾根绳子 小声交代道 沈先生啊 要是下去以后碰到什么事情 就拉三下绳子 想上来的时候就拉两下 好 我记住了 他们两个不上来吗 我又看了看洞口 发现胡锐的脚下踩着两根绳子 那两个人应该还在下面 我正说着 那下面的人好像能听到我的话一样 紧接着 一个黑漆漆的人头从洞里冒了出来 即便早有心理准备 可是大半夜的看到这么一个人头直接窜出来 我和胡锐还是被吓了一跳 沈教授 你来了啊 老胡子前面等你呢 叫我先上来 王月八一边说着 一边往外爬 这个洞口对于我来说 下去的时候还略显宽敞 但是王月八整个人好像就被洞给裹住 真不知道 在这种对王月八来说 几乎无法动弹的洞口之中 它是如何完成挖坑作业的 这个洞很深 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一些 隔壁院子里的古井只有五六米 可是胡九天和王月八挖的这个洞竟然足足有十多米 下去以后 我对这两个人更是佩服 这才短短的几个小时啊 我还真是想不明白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 这些道理我懂 待会儿面对胡九天的时候 即便再疑惑也不能多问一句 这毕竟是人家吃饭的手艺 问了人家也不见得回答你 何必问 我往下一点点的爬了大概十二三米以后 脚终于踩到了结实的地面 这里的空间相对更大一些 我拿着手电筒四处看了看 周围的泥土都非常的夯实 好像被人用亚路机压过的地面一样 从上面抠下来一块泥土都很艰难 我的面前有一个跪着就能爬进去的洞口 这个洞口非常的宽敞 大概能容许三个人进去 我想刚刚胡九天和王月八 大概就是两个人并行从这里挖进去的 我一点点的向前爬行 没多久就看到了前面的灯光 胡九天也听到了我的动静 对我晃了晃手电筒 我爬到他身边的时候 他的这个洞还没有彻底的挖通 但是我注意到 他早已经把铲子给丢在了一边 脖子上的墨金服也被他拽了下来 死死的握在手里 晃手 你终于来了 胡九天好像终于看到了旧性一样 身上打着寒颤 我看他这个模样 就知道他这父亲已经非常的靠近规模了 我提前有准备 拿出了一张道符贴在了胡九天的后背上 他的脸色顿时就好了许多 哎呦 终于舒服了 胡九天松了一口气 这下面的东西太难缠了 我不能再继续往前往了 不然非死在这里不可 哎呦 长生啊 我劝你 无论想要做什么 最好 还是在这里停下吧 前面真的太危险了 胡九天晃了晃手电筒 试一下自己的旁边 我看到那边摆了一根白蜡烛 不过烛火已经熄灭了 这里是刚刚挖开的坑 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去 按理说是一定没有缝的 但是 刚刚这根蜡烛才刚点燃 紧接着就熄灭了 前面诡异的很 搞不好是一个大粽子 胡九天的态度非常的认真 真的去不得 我解除一个自信的笑容 老胡 你先回去吧 这里交给我就是了 放心吧 我自己能解决 一定在冒失之前出去 你确定要留下 胡九天不理解地看着我 在他看来 前面已经是死路了 无论那里摆放着多么贵重的东西 但是有命拿 没命荒的事 他不会去做 也不想让我去做 我又多跟胡九天解释了几句 只说自己有十足的把握 让他尽快离开 胡九天倒也是个爽快人 见我一定要留下 他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 于是转身就走 等周围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我还当真感觉到 一抹冰冷的粗感 萦绕在自己的背后 好像此刻正有一只冰冷的手 在触摸着我的脖梗一样 这里被镇压的毕竟是鬼母 刚刚这里有两个人 胡九天又有摸金符 这种镇邪之物 我们两个人在场 暗地里的鬼东西 不敢轻举妄动 可是现在胡九天走了 我一个人只能靠道符支撑 我的手掌按在前面挡路的土壤上面 甚至都有一种冰寒的触感 我知道鬼母大概就在前面 我握紧了胸口的黑色小剑 另外一只手按在前面的土壤上 紧接着猛地用力推 土门应声嘴炼 散落到地上 与此同时 一股极强的力气 冲到了我的面前 我提前贴在背上的道符 也在此同时哗哗作响 好强的鬼气 我直接取出百星风水壶 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揪开瓶口 接那瓶口向下 把早已经准备好的血液 递了出来 任何血液 只要在百星风水壶当中 存放超过一碗 都会变得非常的粘稠 我连忙爬出洞窟 倒提着 还在不断滴落血液的百星风水壶 快步 在门户大开的井底走动起来 直到百星风水壶里面那些 如蜂蜜一样的 粘稠的血液 把井底正中央 被红布包着的鬼娃围起来以后 才终于松手 我隐约感觉到头顶有亮光 抬头看了一眼 似乎有什么人在上面拿着手电筒照 这手电筒是普通的手电筒 不是特别的刺眼 我甚至能看到手电筒后面 那个人的影子 你小子还真进来了 不过 你可不要以为 这样就能拿走规模啊 齐天师站在井口看着我 没多久 就把手电筒收了回去 周围突然一按 我吓意识地抬头去看 心里顿时就咯噔一下 起明星 此时 我有点像是坐井观天 只能看到井口那么大的 一小片天空 但是 就在这一小片天空之上 我找到了起明星 这颗凌晨最亮的星 原来才是天罡北斗局 最厉害的杀照 起明星照 虽然不如日光 但是也在晚间不停地削弱鬼母的力量 我都有点开始怀疑 这口古井 究竟是不是老道士为了镇压鬼母临时弄出来的 对着 这里的位置太精确了 而且 我突然间我突然间有些背脚发凉 总觉得自己背后好像站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白飘飘的身影 我现在有些理解周觉的感受了 当时他在那房子里 未必就是真的看到了鬼 但是 当一个比厉鬼还要厉害的东西针对他的时候 无论他睁眼或闭眼 抬头或低头 总是能看到那个白飘飘鬼影的大概样子 甚至能感受到他的方位 我不敢回头 这三花巨鬼母大概对我怨恨很 我怕自己一回头就会遭到他的攻击 不过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 我能听得出来 我贴在自己背后的道符哗啦啦作响 似乎很快就要脱落 我不敢犹豫了 三花巨鬼母传说中能勾魂射破 但是必须在人脸背相的时候才能完成 也就是说 这鬼母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回头 甚至不惜暴露出自己 我明明知道自己的背后站着一个什么东西 可是我不好躲 更不敢回头看 我手里的这些道符 对于一个鬼母来说几乎是废 现在我能做的 就是借助上天起命性的光芒来压制鬼母 我快速拿出一张空白的黄纸 手指顺带着在百经风水湖 还没有全干的瓶口摸了一下 三清在上 弟子陈长生 近日不得已请神将 怨妇三尺相逐 终身供养 积极如律令 我默念着这段从老爷子那里学来的话 他的请神功力 绝对是我见过最厉害的 而且永远都无法超越的 这种方法他没有教过我 毕竟在那天我被赶出家门之前 他从来都不知道 我设立了玄学的知识 但是看得多了 我便也会了 总觉得这本就是我应该会的东西 我右手握箭纸 家主刚刚挂好的神降符 猛地指向了井口 与此同时 井口这片天空上 那唯一的一颗星星 好像也瞬间变亮了许多 我手指中间的道符上面 闪现出丝丝的蓝色光点 我只觉得自己脑袋有一些重 这神降符果然不能轻易地动用 好消息是 我手握着心灰以后 便感觉不到来自三花巨鬼母的压力了 脑海中也不再浮现 那个白飘飘的身影 此时的我 终于鼓起勇气回头 当然了 身后依然什么都没有 我不像康天眼一样 天生阴阳眼 红三爷也对我说过 当年老爷子 在我左眼上斩下的这一刀 算是断了我的天机命格 所以我恐怕这辈子 都不可能看到这些东西 但是我确定 那个影子就在那里 哪怕他的本体就在我的脚下 被老道士用毛山倒树的红线封住 可是他毕竟是鬼母 他已经逃出了红线 就站在了我的背后 我看不到他 可是 我手里的那张道符 却能感觉得到他 你恨我 我对着空气问了一句 紧接着 我又笑了笑 你不可能恨我 毕竟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 是我救了你 这个鬼母 也就是曾经的三花巨鬼娃 是被苏朗月 用极其残忍的方式炼制出来的 中间不知道凝聚了 多少未出是孩子的冤魂 即便有其中一个灵魂作为主导 可是 其他四十九条幼儿的灵魂 依然营绕在他的身上 这些怨灵 也有自己的一丝丝的意识 他们得到了解脱 不可能恨我 但是鬼娃 鬼母 毕竟是凶利的东西 我至今 能活着站在这里 就表示 这鬼母对我 已经非常的友好了 刚刚胡九天那种 干惯了捣抖买卖的人 都不敢进来 这是一种 对危险天性的嗅觉 她只要再前进一步 恐怕就会死在这里了 我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动静 我与这鬼母之间的交流 仿佛在两个时空 她看得见我 我看不见她 她听得到我 我听不见她 今天我想把你带离这里 但是 你必须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不能反抗 不然的话 你只能被困在这里十年 我想 即便被困在这里十年 对鬼母来说 也比在苏朗月手上要好 可是 现在的她 毕竟已经不是几个月前 那种只会听命令 而不会思考的鬼娃了 自由 对于任何圣灵来说 都是难能可贵的 我会把你带到长白 那里是天生龙脉 而且还是迄今为止 任何敌王都不敢去碰的一条龙脉 在那里 你解脱的要比在这里快 甚至还可能有一些自由 我不能对鬼母撒谎 不然将来的报应会非常的大的 我把你带到了那里以后 你可能依然会被关在某个地方 不过我敢保证 那个地方一定比这里要好 你如果信得过我 现在就回到这里面去 我手里的道符哗啦啦的坐下 上面的心灰也越来越重 我健壮缓缓倒退了几步 毕竟 这三清心灰能带给鬼母非常大的压力 我已经看出来了 老道士缠的那些红线 似乎是按照天刚星斗的方位来做的 这似乎属于他们毛山一派的秘书 我并没有见过 不过仔细观察一番 还是能明白其中的道理的 用这些红线封住鬼母的本体 鬼母即便能逃离本体 但是 它的灵魂最多也只能影响到 自己本体周围五六米范围的生灵 再远就不行了 劝说鬼母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这大概也是老道士 为什么要在井口梯上道符的原因呢 他正是防备着鬼母的灵魂 会冲出古井 两分钟以后 周围那种刺骨冰寒的感觉 终于渐渐消失了 我盯着那井底中间的红线 现在 我要把这张三青道符 贴在你的身上 正是在保护我自己 同时 也是在保护你 那红线一根根翘起 冰寒的感觉 再次降临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你要是想离开这里 就只能相信我 不然只能等十年以后 被洗涤灵魂 不过那个时候 那就不是你了 你将是一个纯净的灵魂 现在的你 一切的意识 也都将消散 地面上 那七八根竖起来的红线 开始变得扭曲 起而又软软的倒向了地面 开始可能会有点痛苦 不过马上 我就会为你减轻这些痛苦 我拿着三青大幅 缓缓靠近 最终瞅准时机 手臂猛的朝前一按 噱 与此同时 一阵凶利的鬼哭声 传扬了出来 真的我耳膜都快炸开了 鬼母周围的红线 一根根飘起 飞快地缠向了我 而就在这个时候 被我按在鬼母身上的倒幅 也撒下了一点点心灰 让那些红绳再一次安静了下来 我知道 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我自己画出来的道符 到底能有多少的力量 我自己最清楚 要不是这古井能蒙蔽天机 站在井底 那井口一线就是天 起明星就堪比日月 我所画出来的这张道符 只怕连逼退鬼母都做不到 当时老爷子使用这张道符的时候 可是直接借用了满月 我与他的距离 差的可不是一点点 我快速拿出百兴风水壶 把里面最后一点 浓稠的血液倒出来 在三清道符和鬼母的红线之间 画了一个红色的叉叉 同时又快速地 把这围散落的红线拧成一股 取出一把小刀 把这些线头一刀斩断 这些线头与天罡北斗相连 虽然已经能够被规模控制 但也终究是在风水局中 不斩断它们 即便我按照来时的路出去 它们也一样能引来天河弱水 影响我的命格 叮 我身旁不远处 一滴水滴落在了石头上 我嘴角抽了抽 暗道 好你个老道士 竟然还留了这样一个后手 这古井本来是不枯的 因为风水局和鬼母的关系 这里的水被引了去 如今天刚北斗的红线已经断了 我若再不赶紧离开 就会被淹死在这里 这里的水 也同弱水 一点都不能沾上 想到这里 我快速抱起鬼母 连滚带爬的来到了进来的地方 身体一弯就爬了进去 外面已经开始渗水 我不敢耽搁太久 爬过了三五米 背后也能听见潺潺的水声 当我好不容易爬到最后那个 能直线往上爬的地上时 回头用手电筒照了一下 大概在我身后两米多的地方 既然已经有水开始蔓延上来 我知道 现在我大概已经是安全了 只要稍稍地往上爬一点 这些井水就不会伤到我丝毫 等到天亮以后 老道士撤了水槽的风水局 这枯井被太阳照晒一天 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只是眼下这鬼母还没有解决 我拿出三张黄纸 飞快地咬破手指 分别在三张黄纸上 画下三青、地、人三种道夫图案 口中默念 极极如律令 分别从上中下三个位置 将鬼母抱了起来 人为中 同时又与三青道夫贴合 上面又是我这个天鬼命格之人的 鲜血所画的图案 三青道夫本身就是由 百星风水湖里面的血液所画 那里面的血液也是我的血 我乃天鬼命格 三青道夫既不会伤害我 也伤不了我 现在 我将人字道夫与三青道夫 重合在了一起 更压在了天地之上 稳稳地压住了三青道夫 只要鬼母不想伤害我 三青道夫就不会伤害他 但是依然对他有一些压力 这种头顶一座大山 随时要落下来砸死自己的感觉 其实并不好过 而且 鬼母还要随时克制自己 不能伤人的欲望 不然 只要他对我 起了一丁点的歹念 三青道夫带给他的影响 将不会比刚刚贴上去的时候更小 当然 如果鬼母肯接纳我的血液 让我的血液进入他的身体 配合天地人三张道夫 他将永远不用再惧怕三青道夫 这座大山也就变成了虚舍 可是这样做 就无异于让鬼母认主 我想 这鬼母既然曾经有那么不好的经历 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认第二个人为主 我更不会逼迫他 至少现在 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承诺 鬼母不会再受到伤害 我也把他成功地带了上来 我轻轻地拽了两下旁边的绳子 上面的胡瑞和胡九天 王月八三个人 正使出吃奶的力气拉我上去 这都有十几米深 好在他并不宽敞 我随随便便就能踩着旁边的土壤 借力往上爬 减轻他们几个人的负担 等我上去以后 他们几个人竟然丝毫都没有 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他们几个都没有站在井口往下看过 也都不知道 我手里抱着的东西就是鬼母 长生小哥 想不到你竟然还真把下面的大粽子给做了 抱上的这是什么呀 难得的宝贝吧 王月八凑上来看 胡九天一把拉住了他 给我一个抱歉的笑容 他说啊 你别在意 老王就是这么的没有规矩 王月八扭眼一瞪 哎 我怎么就没有规矩了 这个宝贝 我们也是出了力的 即便是分不到好处 看一眼总没有问题吧 你给我仔细看好了 就算你不认识道夫 应该认识那些红线吧 那是被人按照天刚星斗精心缠好的 不可能被人短时间内缠出来 但是他们非常的心 胡九天短短一句话 果然就制住了王月八 倒倒的人不怕别的 就怕在斗里看到一些鲜活的东西 买了几十年 几百年的东西 看起来跟崭新的一样 给他们十个胆子 他们也是不敢去碰的 这是行规 更是训诫 在我们聊天的这会儿功夫 胡瑞正在收拾绳子 往下好角头一看 顿时脸色塌便 胡瑞已经把绳子的最后一截给提上来了 而那最后一截的最底部 有大概十公分的位置是黑色的 这是黑夜的缘故 黑色 也就代表了他们湿了 当我看到的时候 胡瑞几乎已经把整条绳子 都一点点绕上了个圈 只差着最后一截 我如果开口叫他 他一慌乱 这绳子的最后一截 说不定就会甩到他的衣服上 可是如果不提醒 他的另外一只手就要按上去 这个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犹豫的时间 也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 胡瑞碰到这根绳子的最底部 他一定会死 我想也没想 就直接一只手伸了出去 稳稳地抓住了最后那半截绳子 我抓的地方是干的 可是因为抓的时候 用力过猛 那最后一点点的绳子 还是甩到了我的衣服上 不要动 我大叫了一声 死死盯着胡瑞 现在把你放开 马上 胡瑞明显被我吓住了 老老实实地丢开了手上的绳圈 我用脚一条 那圈绳子就坠下了地坑里 与此同时 我用最快的速度脱掉身上的大衣 甚至都没有来得及 去掏兜里的东西 就急急忙忙地 把它一样丢进了地洞里 可能是我脱衣服的时候 用力过猛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在最后从衣服里甩了出来 是霍展厅给我的电话 各位 现在还有最后件事情 要麻烦大家 谁也不要再去这个洞下面了 马上想办法把这个坑填起来 不用担心被人发现痕迹什么的 我说的非常严肃 胡九天和王月八都是行内的人 一句话不多问 抄起铲子就开始在旁边骂土 既然不用担心留下痕迹 院子里其他的地方的土 他们是可以随便挖的 我看着他们 往洞里填了十几铲子以后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要带他们 做好今天的事情 就可以回去了 自己抱着鬼母 朝齐天室的院子里走去 这老道士 依然在院子里喝茶 看到我抱着三花巨鬼母进来 淡淡一笑 不过紧接着 她就眉头一皱 盯着我问道 小子 这大冷天的你的衣服呢 这种时候 可不是和这位天师大人 打马虎眼的时候 他的道行很深 说不定可以救我 毕竟 我虽然脱了衣服 但是衣服并非生灵 那弱水沾到了我的衣服 虽然比不过直接沾到我的皮肤 对我影响大 可是终究还是会有影响的 天师 我想我大概是不小心碰到了弱水 老道士 眯起了眼睛 盯着我看了半天 脸上露出恍然之色 刚才 隔壁你喊那么一嗓子的时候吗 老道士 对我轻叹了一口气 有些事情是上天注定的 我一开始也是对你太自信了 不相信凭你的能力 会沾到那些弱水 可是有些时候 机关算计 往往会败在上天那一算的上 你为了救人而舍了自己 这件事是注定的 老道士指着我手上抱着的三花巨龟母 把他放下来吧 即便离开了你 他也不会再害其他人了 前辈这是什么意思 他虽然已经被我制服 可是 只要我不在这附近 命格就不会对他产生压力 天地人三道福 也就会失去了效用 他有没有伤我的心思 三青道福也都会对他产生压力 他就有可能 哎 你自己不会去看吗 老道士走到我的身边 挥起浮沉 那浮沉在三花巨龟母上划过 这都是注定的事情 什么意思 难道 我愣了一下 紧接着就马上明白过了 老道士说的都是些什么意思 低头一看 我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眼睛 竟然能透过红绳和道夫的阻碍 看破鬼蛙的本体 进而看到鬼蛙的内部 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正劈头散发地蹲在那里 她的身体下面好像有一滩血池 这 这怎么可能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这鬼母竟然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认我为主 按理说 她有那么不好的经历 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就认第二个主人的 老道士用天罡北斗镇压她 都没能让她服从 我无法理解 老道士显然也无法理解 胡锐的事情并非意外 而是一个上天降下来的契机 即便没有她 我也一定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沾到弱水 这鬼母与天罡北斗局的关系太近了 我斩断了红绳就是为了保护她 只要她在我的手上 就能隔绝和天罡北斗局的关系 但如果她在天亮之前认我为主 那么我对天罡北斗局而言 就变成了和她一体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便说保护她了 甚至连自己都需要去保护 毕竟我身上那条看不见的红线 没有人帮我去斩断 我尝试着和鬼母去沟通 可是她就那么静静地蹲坐在本体深处 对我爱搭不理的 我无奈之下只好放弃 抬头去看老道士 老道士也正看着我 这件事我无能为力的 这个局本身就是一个死局 她若逃就必死 祸害众生 我当初设局的时候 是一点生路都没有留给她的 你已经入了局 我救不了你 或许你背后的那个人可以帮你 不过 还好你不是身体沾到了弱水 衣服也在你最短的时间内掩埋 所以你最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挽救自己 老道士摇着头回去了 他不再搭理我 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 我自己的心出奇地冷静 没有失落 更没有哀伤 仿佛对这件事毫无感触一样 学命里的人大抵如此 既然是天命 那就想办法应对 应对不了 便只好接手 这招老爷子 这大概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他住在哪里 可是当初他这么的决绝 我去了 多半还是要被他打回来 一个月 我在回处的路上 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东西 还好凌晨之前的路上没什么人 我的车才没有 在我分神的时候撞到什么人 当我到家的时候 房子里的人都已经睡了 可能是听到了我的动静 我开门没多久 穿着九衣秋裤的严建硕 就从沙发后面冒了出来 浑身打着哆嗦 与我打了个招呼 就急急地跑回房间去了 不一会儿 他又披着一件军大衣走了回来 真是辛苦你了 我笑着看了一眼严建硕 同时把鬼母放在茶几上 严建硕黑黑一笑 嘿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毕竟啊这房子不太安上 我的反应要是慢一点 这房子里的其他人怎么办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 眼睛盯在面前的这团红线上 严建设走过来盯着我 哎长寿你怎么了 是碰到什么棘手的事下了吗 没什么 我想阻拦严建设 可是转念一下 鬼母没得到我的允许 不可能再害人 顿时也就安心下来 指着面前这团红线说道 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 明天一早 你去通知霍先生 我们尽快出发去东北 这么快 可是那个什么灵还没有找到呀 严建设吓了一跳 我指着桌面上的鬼母 已经找到了 就这个啊 严建设伸手 就要去碰那团红线圈 哎别动 我吓了一跳 鬼母虽然不会主动攻击外人 可是她毕竟也会防备这外人 我拦住了严建设 这个时候才想到 这鬼母已经是我的人了 这红线和红线外面的四张道符 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正想着 我就一张一张的 把四张道符给撕了下来 与此同时 严建设突然间打了个寒颤 哎呦 突然间好冷啊 我抬头一看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一个赤身裸体的 长发肌腰的女子 此刻就站在严建设的背后 身材竟然比魏婷这种 近乎黄金比例的还要好 只是这个女子一脸的胸像 脸上挂着清气 看起来凶得很 但是看脸部的轮廓 这个女子应该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其实我奇怪的是 三花巨鬼王应该是一个被从婴儿阶段开始饲养的 她的灵魂也应该定格在婴儿阶段 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反而是一个大人 哎 你看什么呢 怎么流血了呀 严建设撕开一节卫生纸 直接抹在了我的嘴上 不 确切地说是鼻子上 我低头一看 果然那卫生纸上多了一滩血 没什么 我看了严建设背后的鬼母一眼 警告他不要动严建设 自己严建设随便聊了几句 就打发他去休息了 严建设临走之前 帮我把冰箱里的东西给端了出来 我吃饭比较随意 不用加热就能吃 我把鬼母的本体一起带到了饭桌上 拿了个烧饼 一手拿着吃 一手帮鬼母解开身上缠着的那些红线 还好严建设没等在这里 不然的话 看到这个鬼母的本体 还被他吓得直接跳下来 他们可都在七夜那里 见过苏朗月拿出鬼娃 能说话吗 我看着一人冷漠 站在桌子旁边盯着我的鬼母 下意识地抹了一把鼻子 还好没有再留心 鬼母盯着我 冷漠的眼神中 并没有其他的东西 不能说话 我看着鬼母 冷漠的她 依然没有半点的反应 那你有衣服吗 能不能穿上啊 我有些不耐烦了 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这一次 鬼母好像听懂了我的话 但是 她的动作只有一个 轻轻地摇了摇头 前往长白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没有衣服 那我记得 我突然间意识到 自己好像犯了一个大错误 常人即便能看到鬼 一般也是在意识朦胧 或者找一个有阴阳眼的人 临时用手指 圈成一个圆形 做出来一个前眼 也是能看到的 但是这种状态下看到的鬼 全是模糊的 而且 由于阴阳相隔 看到鬼的表层 一定有一层白白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账 人在弥留之际 说看到死去的人 这种大多也不是意识模糊 而是真的看到了 只是 他们看到的人 也都是白衣服 其实也是账 真正的魂 他们死先穿什么 成了鬼以后 也就穿着什么 这里的死 也不是我们现实当中 判定的死亡 而是三魂七魄 彻底离开了身体的时间 也就是我们常言所说的头七 兽医 也正是为了这个而存在 在老的民风民俗里面 人死后不能马上下葬 只有过了头七才能安葬 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现代医学上 判定人已经死了 可是实际上 那些人只是没有了意识 头七过了 才算是真的死透了 不过头七就入土 祸葬 那就属于大不孝 这话说起来非常的唬人 扯得有点远了 再说鬼母 这个女人如果是按照 成规的方法练制出来的 那么她成为鬼母的时候 应该还只是一个女婴 婴儿自然都是没有衣服的 你是从什么时候被练制的 回答我 我学聪明了 闻完话以后 马上加了一句回答我 果然 这鬼母欲发冷漠的眼神 盯着我看了一眼 第一次张开了嘴 声音更是异常的冰冷 深入骨髓的那种冷 很小 很小的时候 在我看到这个世界之前 令我意外的是 鬼母的声音奶声奶气的 有点像是刚出生的小猫 竟然与她身材有着如此大的差距 为什么我问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加上一句回答我 你才会说话 回答我 我先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 这样的说话方式了 好像在强迫一个人一样 鬼母冷冷地说 说了回答我 我要是再不说话 就会很难受 鬼母皱了皱眉头 加重语气 非常的难受 以后我说话 不想将那句回答我了 但是 你依然要回答我的问题 你看这样怎么样 我们先试试 那你的身体 怎么会变得这么大的 鬼母闭上眼睛 一个月前 见到你的时候 我眉头一条 那不正是我在小石湖 跟苏朗月对决的时候吗 我突然间明白了 鬼母变成了灵 她的身体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灵魂形态发生了改变 这种事情虽然很难理解 可是活生生的例子 就摆在我的面前 由不得我不信呢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时候 任我为主 我从鬼母欲发冷漠的眼神中看得出 她非常的不愿意去回忆 特别是提到一个月前的时候 在她的眼眸当中 我竟然读出了憎恨 鬼母说道 没什么 因为你遵守的约定 我决定相信你 之前那个人 从来都只是要求我去做 或给我反抗的机会 后面那个人 与我有个很多的约定 可是一件也没有遵守 你是第一个遵守约定的人 第一个 我仔细地回想 似乎自己没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是对鬼母说过 贴上三清道夫的时候会很疼 但是之后就好 真正算得上约定的东西 是我保证之后 她待的地方会比在井里好 显然这个约定 现在还没有到达成的时候 难不成 鬼母先而因为 我说过的那句 只能算是保证的话 就被戳动了 我突然间很同情鬼母 这个女人之前的这些年 到底经历了怎么样的人生 啊不 鬼生 看来 有时间的话 我还应该去找一下齐天使 这个老道士 究竟给鬼母了 什么样无法达成的承诺 我倒是有些好奇 其实说实话 鬼母说的这些话 竟然是用一种难以想象的 稚嫩的声音发出来的 仔细想的话 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让人心疼 我随意地吃完东西 吓一时地回头看了一眼 却吓了一大跳 我明明自己身边就待着一个鬼母 都没有被吓到 但是却被楼梯口 呆着的两个人吓着了 我回过头的时候 严建设和霍晓灵两个人 正站在楼梯口 瞧咪咪地看着我 霍晓灵的手上 还拿着两张震雷符 那是我一个月前 离开的时候留下来的 而且 看到我回头以后 这两个人也同时脸色一白 霍晓灵下意识地往后躲 严建设立马站出来 挡住霍晓灵 长寿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 我 我没有啊 我指着自己一头雾水 别想骗我们 那个娃娃我们认识 好像是什么三花鬼娃 霍晓灵也鼓作了勇气出来 指着桌子上的东西 还有你 刚刚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你肯定已经被蛊惑了 我已经让青青过来了 你别想乱动 我 真的是我呀 我有些无语 某人看到一道倩影 从面前划过 吓得我脸色一白 连忙大叫一声 给我回来 不许杀害任何人 等我说完再看 霍晓灵已经一脸的惨白 双臂死死地抱住自己的肩膀 好像非常的冷 严建设显然也在克制 为什么要杀害他们 我有些生气 对鬼母说话的语气也非常的严厉 鬼母转过头 她的表情除了冷漠以外 竟然还有懵懂 我要对付他们 任何对你大声说话的人都要死 我 错了吗 我的心猛的一出 心里明白 除了苏朗月这个变态 大概没有第二个人会给鬼母灌输这样的东西 错了 很多东西都错了 以后 我慢慢的再教你 总之现在你要记住 没有我的命令 不能伤害任何人 更不能吓他们 懂了吗 鬼母吹下头 没有说话 静静地挑回了我的身后 这个时候 我在看严建设和霍晓菱 他们两个的表情 更加的诡异了 我相信经过这件事 他们已经相信 我就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个陈长生 只是 刚刚我在跟谁说话 鬼娃吗 长生 你有阴阳眼 那个鬼娃现在已经是你的了 霍晓菱最先反应过来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最后 无奈干脆直接解释 我没有阴阳眼 只是因为一些关系 我能看到他而已 还有 他 现在也算是 暂时跟了我吧 我要一直跟着你 鬼母在后面的声音 异常地坚定 我怎么也想不到 他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主动说话 更想不到 他会做出这种决定 我转身去看他 他也正看着我 脸上的清气已经没了 更令我惊讶的是 我竟然看到 他的脸上挂着泪痕 你怎么哭了 哭 这就是哭吗 鬼母晃晃脑袋 脸上的泪痕 马上就消失了 确实有些类似 可是哭 不应该非常的难受吗 可我现在一点都不难受 而且我决定了 我就要跟着你 一定要跟着你 为什么 我有些不能理解 鬼母沉默一对 猛然间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原因 他好像已经说过了 大概 原来苏朗月对他 就从来没有好生好气地说过话 如果他犯了错 免不了遭受非常难受的折磨 提出什么要求 应该是十分难受的语气 然而我刚刚 明明那么的生气 可是对他解释的时候 似乎用的也是请求的语气 明明只是一件 在我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 站在鬼母的角度 几乎算得上是难得的恩赐了 他越是这样 反而越让人觉得心疼 我把今天的事情 大概对颜建设和霍晓灵解释了一番 他们依然有些 不能接受鬼母的存在 这毕竟曾经是苏朗月的东西 而且一个月前还差点害死我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甚至用了红孩儿 跟黑熊精归顺了观音大事 就不会再背叛 还跟孙猴子成了朋友 这种他们都能理解的典故来所证 他们才算是理解 原来这就是收服啊 那么我们这就算是 有了一个强大的助力了吗 颜建设喜出望外 我很无奈地看着他 也不能这么说吧 毕竟我已经答应他了 要给他换一个地方待着 而且这是承诺 是承诺就要遵守 这句话不单单是对霍小灵 和颜建设说的 更是对我自己说的 鬼母的表现 愈发地让人心疼 他既然已经成了灵 就要拥有一个作为灵的地位 他不应该服从任何人 他应该有属于他自己的自由 我们几个说完 就各自去睡 可是 才刚躺下没多久 外面就传来一阵 非常急促地敲门上 我们都忘了 霍小灵似乎给左青青打过电话 我去开门的时候 颜建设已经站在大门口了 正跟左青青说着话呢 看到我过来以后 左青青二话不说 就把一个小香囊 按在了我的脸上 我被他这个动作惊得愣住了 半天不该有什么动作 青青 你这是干什么 诶 竟然还能说话 左青青也有些不敢相信 紧接着又赌气一样的看着颜建设 颜建设 你竟然和小灵姐合起来骗我 长生哥哪里中邪了 你告诉我 他哪里中邪了 丢死人了 诶 青青妹子 你听我说 诶 我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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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正想跟你解释呢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外面冷 诶 你先进来 我们俩慢慢跟你说 看着风尘仆仆赶来的左青青 我有些想象 心里暖暖的 明知道可能有很大的危险 还义无反顾的在这种时候冲过来帮你 这种朋友是一辈子的幸运 哪怕左青青的做法在我看来有些傻 他明明不懂辅导 来了很可能也是送死的 左青青来了 颜建设干脆也就不睡了 天马上就要亮了 颜建设自己承担起了出去买早点的重任 而我听他们说了一会儿 自己实在是熬不住了 就去睡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 下楼的时候 左青青和霍展厅他们都在 连李宗林也来了 霍展厅一脸兴奋的看着我 哎哟 长生啊 你找到那个鬼母了 真的是灵吗 她可以帮我们 霍展厅说话的时候 还下意识的看看四周 她大概已经知道 鬼母可以随意的在附近走动 既然已经成了鬼母 就不会像普通的游魂一样 惧怕阳光 白天 她也是可以出现的 只是这样会有消耗 但不致命 可以 所以我们要尽快出发 成白战的事情 我们要尽快地搞定 毕竟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我不打算 说自己最长一个月 就可能溺死的事情 天命这种事情 有时候不是人力能够挽回的 齐老道临走的时候 落寞的背影已经给了我答案 着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会想办法的去给自己续命 不过 却不想这件事情惹得其他人不开心 他们既然对解决没有助力 何必平白无辜的给他们增加烦恼呢 只是眼下有一点不太好解决的事 就是左青青听说了以后 非闹着也要一起去 长白山毕竟盛名在外 哪怕是在宝岛长大的他 对长白山有莫名的冲击 霍展亭是不能站出来拒绝的 左青青抬出来霍云 霍展亭就没话说了 更况且 左青青曾经在风扇宝阔的事情上 对我们有过很大的帮助 至于霍晓菱 她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跟左青青成了 共生共死患难的好姐妹了 她自然也巴不得左青青跟自己一起去 毕竟 上一回去胡关 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危险 我默默地看了眼言见朔 这个愣头青 只怕是巴不得让左青青跟着 我自己对左青青更是没有办法 这是她的第一天 她就救过我的命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长生啊 你去通知一下魏小姐 我们尽快出发吧 看得出来霍展亭也有些急 之前因为我在医院躺了一个月 她在风扇保护的事情上 没有任何的进展 要不是李宗林这边 还没有抓到一个灵 她只怕会另找其他人去做了 毕竟当时的我几乎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植物人 她能等我一个月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我去给魏婷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 魏婷说话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不带一丝的感情 说是自己也要去准备一下 明天下午开始就随时可以走 魏婷还在学院 属于研究生 也不是随时可以离开的 好在她跟聂教授关系非比寻常 而且应该也是那种不需要担心成绩的人 给她时间安排一下 请假什么的 也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离开了 我们这边 霍展亭已经派胡瑞去采购东西了 其实要我说 上雪山 我们都是门外汉 具体的东西还是等到了地方再询问当地的老猎人 让他们指导的准备比较好 那得知道 霍展亭对我神秘的笑了笑 说到时候我就明白了 也没有继续多说 接下来的两天 我们几个要走的人都在补课 长白山的地理 有名气的大小主峰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以来 其实霍小林他们都已经研究清楚了 现在有我在了 则是从地图上研究风水 不过 我们手头上很难找到 画着高等线的战地地图 这年头也没有卫星地图一类的东西 具体的 我想 只有我去了地方 才能看得更清楚 大多数时间 我们主要在看的 其实还是雪山的生存技能 注意事项 甚至还有滑雪技巧 碰到雪崩时 万一被掩埋以后的心理应对方法等等 对于我来说 不会提前想到这么复杂的东西 这些都是左倾倾想到的 他在离开家之前 他的家里人呢 都让他学过类似的东西 所以该注意的东西 要学习哪些东西 他都非常的明白 一天以后 我们依然没有等到霍展亭 要我们准备的东西 但是霍展亭 却说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等我们到了东北 就会有人把东西交给我们 霍展亭是一个非常会利用资源的人 据李宗里说 他这次准备的东西 周觉在背后帮了不少的忙 去长排山 我们的队伍 要比去湖关更加的壮大 除了我 严建设 魏婷 霍小林以外 李宗林和左倾倾也要跟着来 反正李宗林 整一个月以来都在四处的跑 他具体去了哪里 想必已经不会有太多人在意 就这样 我们一行六人 在1995年2月3号 农历正月初四 踏上了去往东北的火车 大家都以为 这一次行动 会像上一次的湖关一样顺利 即便遇不到老阿翁那样 有传承的家族帮忙 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乱子 可能是第一次的成功 给了我们太多的责心 但是 与风扇保护相关的东西 又哪里是轻轻松松 能搞得到手的呢 长白山 横跨祖国的整个大东北 同时也是东三省 最重要的三大水脉的发源地 它占地极广 即便有了玄楼木的断言 我们也不能定位一个 非常准确的地点 从地理范围上来说 这次的出行 要比太行山之行困难许多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 定自了瑶池的所在 无论怎么说 这里毕竟是盛名在外 如果要在长白山找什么东西 很难让人不想到这里 有些东西 地图跟文献上 是永远都不会有记载的 必须要亲自走到一些 以浓烈为生的小山村里 才能问得到 比如长生 这两个字 我们在正经的文献里 都没有任何的发现 但是我坚信 只要去寻访一些老猎户的家 就一定能找到相关的线索 如果没有 那就是我们找的地点不对 神秘宝玉 爱上听书 小虫录制 向了火车以后 我们并没有在市区停留 直接包了一辆 松花江的面包车 去往郊外 具体的地点 是李宗林订的 我们在车上坐了两个多小时 看见了窗外 那片雪白的苍茫景色 终于 在一个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的地方 停了下来 再往前五里 才是小腰村 司机很不理解 我们为什么 会选择在这里停车 李宗林想也没想 就直接塞给司机一张 百人的钞票 师傅 麻烦您等一下 我们等的人 很快就来了 好吧 司机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钞票收了起来 在座驾上 点了一支烟 静静等候着 在这中间 我们谁也没有多问 心里却都明白 李宗林在等的 大概是货展厅 准备的那一批东西 东西究竟是什么 除了李宗林以外 我们还都不清楚 但是眼看着天色 渐渐暗了下来 司机渐渐的 有点坐不住了 我说大兄弟啊 现在可是大雪天 看天色 晚上很可能 还会再下雪 等到了晚上 如果大雪封山 我们可能 就被困住了 太阳落神之前 我们必须要走啊 司机的态度很决绝 哪怕李宗林 又拿出来几张 把人抄 他也丝毫不为所动 大山里长大的人 都非常清楚 大雪封山 有多么的危险 我们驱车走的路 还不是水泥路 而是土路 到了晚上 路上连个路灯都没有 雪下得厚了 如果不是 非常有经验的老司机 在茫茫大雪中间开车 会不会开到路外面去 只怕心里都没有铺 即便只有五里地 在我们这些南方 长大的人 看起来没什么 可是 司机经过解释以后 我们才明白 其中的凶险 好消息是 当司机执拗地 马上要开车 走人的时候 终于迎面开来了 一辆亮红色的昌盒 李宗林远远地 对了一下车牌 面带喜色 终于来了 这个时候 天上依然在飘着雪花 而且越下越大 我想 传说中的鹅毛大雪 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李宗林一个人下来 跟人交手 我们几个在南方 土生土长的人 哪怕穿着厚厚的棉大衣 也实在是受不了 外面凌下十几度的寒冷天气 中途 司机想要打开窗户 透透气 却被以左轻轻为首的 三个女人 言辞拒绝 他们宁愿窝在车里 受二手烟的荼毒 也不愿意去呼吸 外面那冰寒的新鲜空气 所以 没有什么事情 是忍不了的 忍不了 只是环境 还没有凶险而已 我实在不明白 像李宗林这么一个 纯粹的南方人 是怎么能受得了 在寒冬中 占几个小时的待遇的 不过还好 在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前 他也完成了 与外面人的交接 人家搬下来三个 半人高的黑皮袋子 李宗林招呼司机 打开后备箱 我和阎建设 用着头皮下车 去帮李宗林搬东西 面包车 毕竟和轿车 有着本质的不同 打开了后备箱 也就意味着 整个面包车的后门打开 在后面三个女人 鬼胡狼嚎一般的 哀嚎声中 我们几个人 尽量用最快的速度 把三个黑色的箱子 都塞进了车里 上车的时候 我的手指 几乎都完全僵硬了 我悲哀地发现 自以为自己 准备好了一切 但是唯独忘记 准备一双足够厚的手套 我们提前准备的那些 自以为很厚的手套 根本没有半点的作用 那是一种 四根手指 都封在一起的棉手套 但是她做事很麻烦 但是拿下来做事 大概就跟我 现在的情况一样 短短一会儿 手指都有些僵硬了 司机师傅 什么都没多问 在茫茫大雪中 用最快的速度 启动的车子 缓缓地向前行驶 内心再怎么急 这种大雪天开车 也不能快 毕竟谁也不知道 那片厚厚的雪层下面 究竟是什么东西 碰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坑 加上雪地轮胎打滑 车可能就再也出不来了 而在这种情况下 过一夜 第二天起来 我们可能都被人发现 在车里冻成了冰棍了 现在还不算太冷 等到老板上九点以后 那才算是真的冷 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 多得是 还好 现在已经过了春节 再早一些的话 更冷的天气都有 司机一边开车 一边对我们解释 看你们几个穿的衣服 大概是第一次来东北吧 旅游的吗 我们几个面面相许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眼就看出来了 司机扫了我们一眼 你们身上穿的那些羽绒服 都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我们东北本地人 从来不穿这样的羽绒服 根本挡不住寒气 你看看你们身上 零口岩是吗 连袖口都能进风 而且看起来倒是挺古的 屋脊里面也没有太多真材实的 这样的衣服呀 难方够用了 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 是铁定不行的 真正欲寒的东西 还得是胡皮 棉衣这些 司机扯开了自己的外套领口 露出里面的花布大棉袄 你们的衣服啊 挡风不挡寒 足够厚的棉衣才能不冷 这大年夏的来长班山旅游 你们怕是连山路都怕上不去就冻死了 那 那我们要怎么办 左轻轻冻得浑身打哆嗦 他是自小在宝岛长大的人 初来东北觉得新奇 现在是真的怕了 得到了地方以后啊 暂时就别乱走了 看看能不能收到一些棉衣 不行的话 明天上午我可以带你们回市区 到了那里再买 司机有些无奈 但是他的提议 却马上得到了以左轻轻为首的三个女人赞同 冬天天黑的早 特别是在东北这种高纬度的地方 五点多的时候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我们六点多到地方的时候 除了前面的车灯能照出来鹅毛大雪 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司机告诉我们到地方了 李宗林又让司机往前走了一段 这个时候 我们才一起看到几间农舍 在飞雪的遮挡下 看到金山窗户里亮着灯 到了 我们的房子就在前面 李宗林指了指前面 对这里非常熟悉的样子 哎呦 老王家的房子呀 司机狐疑的看了李宗林一眼 李宗林同时也愣了一下 呃 你也认识王福凯 还认识 怎么不认识呢 司机顿时来了兴致 我们两个可是打小一起长大的 啊不对 确切的说啊 是我还小的时候 就是他带着我钻山沟子里玩 他爹娘子的早 是他爷爷带着他长大的 后来他十七八岁的时候 他爷爷也死了 就说是要出去闯 这一去啊 就是五六年没见了 房子也一直空着 我们这才知道 原来这司机 见识小窑村土生土长的人 李宗林笑的有些尴尬 啊对了 我王哥他现在怎么样了 原来每逢过年的时候 他总是给我们村子里几乎困难的人家 寄些钱 说是让大家帮他照看这房子 可是从今年开始 我们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他现在怎么样了 看得出来 司机对王福凯这个人非常的关心 短短一席话里 问了两个相同的问题 他现在情况有些不太好 正在床上养病呢 不过你放心 没有生命危险 李宗林不嫌不断的回了一句 可是他这番话已经表明了这个王福凯的人状况非常的不好 司机久久没有说话 临到我们在门口搬下东西要离开的时候 他才开口 几位老板呢 要是可以的话 请你们帮俺给老王烧个信 他这些年往村里寄的钱 俺们都给他留着呢 要是在外面过得不好 就回来吧 好 一定带到 李宗林拱拱手 转身就已经打开了院门 霍小林他们几个风也似的奔向屋子 房子里有一盏50瓦的白尺灯 点亮了以后 我们就发现 这房子竟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破旧一些 屋子里的东西不多 都落满了灰尘 重要的是 站在里面好像并不比外面暖和 李宗林招呼我和严建设去生火热炕 并且拆了一个黑色的皮包 从里面拽出来许多的大棉袄 都穿上 霍哥说了 这些东西要是再长行给你们 你们别说穿了 只怕连拿都不愿意拿 现在应该就能明白他们的好了吧 三个时尚的女人 现在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 一个个争心恐后的 拿上一件花棉袄披上 终于不再冷得直坐脚了 我最后也拿了一件 严建设倒是没有什么 他那件军大衣 是从部队带回来的 这年头部队的东西 都是绝对的好东西 看不得半点假 比那大棉袄 还要暖和得多呢 哎李哥 你们刚刚说的那个 王福凯是谁啊 我们见过没有 严建设这个人比较八卦 李宗林抬头看了我和 严建设一眼 悠悠叹息 见过一次 我马上想到了一个人 与此同时 严建设也傻愣愣地问道 我们见过 不可能吧 难不成是上一次 起医院看李图愣的时候 我完全看到了 我没有印象啊 我拉了一把严建设 不是在医院里 还记得天官国运局吗 当然记得呀 严建设说着 脸色就抹得一变 不会吧 李宗林对我们叹了一口气 哎 就是他 哎 你们说的是谁啊 霍小林裹着大棉袄 走出来 看着我们生火 这种活对我和严建设来说 都不是什么难事 我们两个人合力 不到五分钟 就把火给生了起来 但是 要热炕 只怕还有十几分钟的样子 哦 车车啊 要不 你们都进去吧 我一个人在外面 看着就行了 严建设 一边往炉火里夹木头 一边说道 等会儿啊 再加点炭 炭烧起来啊 就不用随手留人看着了 哎 你们进去吧 没有必要在外面 跟着一起挨动啊 我的心 也有些沉重 点点头 就和霍小林 李宗林他们 一起进了屋子 这房子虽然陈旧 但是摆设齐全 最重要的是 房子的大门 窗户都非常的严实 不透风 短短一会儿 屋子里 就能感觉到 一丝丝的暖意 不过似乎 只有我有这种感觉 霍小林 左轻轻 和魏婷三个人 依然紧紧地 捂着大棉袄 就连李宗林 也不停地缩脖子 我意识到 有些不对了 李宗林下午的时候 可是在雪地里 站了那么久的人 不可能这么怕冷啊 难不成 我转过头去 果然看到 自己的背后 站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不由地苦笑道 你怎么出来了 不是说过 不要用你的力量 去影响他们吗 鬼母盯着我看了几秒钟 又伸手指了指 我身体左侧的柜子 我意识到情况不对 连忙站起来 同时对李宗林他们 打了个眼色 悄悄地走到柜子旁边 猛地打开 柜子里面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人影 仔细想想其实也对 鬼母即便对什么事情在意 对方一般也不可能是活物 我打开柜子以后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柜子里摆放的满满三层 破旧的瓶瓶罐罐 看到这一幕 连我也吓了一大跳 一旁被吸引注意力 看向这边的魏婷 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些都是伤周期的东西 魏婷眼睛毒得很 不用拿起来 就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柜子里面很多的瓦罐 还有一小半的青铜器 对下面一层 摆放着许多的 长满了铜袖的匕首 断剑一类的东西 不过我的注意力 很快被摆在最上一层的 碧绿色谷域吸引了 这块碧玉通透无瑕 为顽口大的月牙形状 拿起来以后 好像拿着一块寒冰 连我都也收不住 险些一挥手 把这块宝玉给丢了 还好 那种冰寒的触感 只持续了一瞬间 下一刻我就看到了 一双好像婴儿般 稚嫩的小手伸了过来 与我的手重合在一起 碧玉上传来的冰寒 感觉顿时消散 好冷 被停倒退了一步 仿佛我拿着的东西 不是一块白鱼 而是一块千年寒冰 与此同时 整个房子里的温度 也骤然降低 我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事 联盟把这块寓决 给放到了一边 交代其他人 不能再动这块寓决以后 自己联盟取出了黄纸 和百兴风水壶 不过想了想 又马上把这些东西放下 把鬼母的本体 给拿了出来 双手捂在鬼母本体上面 感觉这才好了一些 长生哥 那是什么 好漂亮的寓决 可是为什么感觉有些不太好呢 我冷着脸说道 这哪里是什么寓决 而是万师决 没想到 世上还真的存在这种东西 正说着 严建设已经从后面推门进来 怎么样 屋里暖和了吧 我无暇去回答严建设 盯着被我放在床上的万师决道 这种东西 相传必须用上万人的尸骨 骨穴去炼制 用的骨穴越多 它也就会越通透 看这块万师决的模样 我想当年炼制它 至少用了补下十万人的骨穴 这怎么可能 左轻轻不敢相信 这么美的一块玉绝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过去 我沉生道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如果是战国时期 留下来的东西 就完全有可能 那个年代七国争法 战争是常有的事情 如果有些人炼制它 完全有机会 这么说 这也是秦始皇 弄出来的东西 李宗林走到万师决旁边 伸出手掌 在上面绕了一圈 就马上把手收了回来 不一定是秦始皇弄的 我摇摇头 万师决这种东西 大多时候是用来辅助国运的 如果是前国人炼制的 他们应该把这个万师决 埋在雍州或者咸阳 甚至放在皇陵里都行 此物越是放在国家中心 对国运的影响也就越大 如果放在边陲 非但解不到拓展疆土的作用 反而有可能被有些人 窃取国印 即便为了封山宝库 为了大小五行局 秦始皇也不可能这么做 我的语气非常的笃定 这几乎已经能证明 这块万师决跟秦始皇 秦朝都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究竟是什么人 会把这样的东西放在这里呢 周围的其他摆设 都是战国时期的东西 很可能万师决 是跟这些东西一起出土的 这么来说 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是燕国 魏婷与我想到了一起 我点头 确实有可能是燕国 而且燕国也有这个能力 燕国有这个能力 李宗林笑了 长生啊 魏小姐 你们俩这就是欺负我不懂历史了 战国时代 燕国虽然也能在 众多诸侯国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七大战国之一 可是他们的实力 在七大战国中可是垫底的 他们有什么国力 发动这么大的战争呢 我盯着李宗林 李先生知道苏秦吗 知道啊 历史上特别厉害的一个人 持六国相印 这可是空前绝后的荣耀啊 苏秦是燕国人 我轻声说道 苏秦持六国相印公秦 他完全有机会 为了自己的国家 在暗地里做这些事情 而且在六国公秦以后 还有以约翼为大将军的五国伐旗 这约翼 同样也是燕国人 那场战争 燕国的军队都分了齐国的都城 让齐国挤进灭国 所以七大战国除了秦国以外 还有哪个国家有能力这么做 那就无疑是燕国 魏廷也赞同我的说法 除了燕秦两国 其他五大战国虽然强大 可是与他们相关的大的战役 大部分也都是秦国的胜利 我想那个时候 即便战争死亡的人不少 他们也是没有机会去炼制这块万师诀的 我现在突然有些明白 我摸着自己的鼻头 战国后期秦国一家独打 各国诸侯都惧怕秦国 无疑不害怕自己会惹恼了秦国 惹来灭顶之灾 但就在这个时候 却有一个人反其道而行之 抱着天下之大不韦去刺杀秦始皇 最终导致了他的国家的灭亡 这个人我知道 严建设像小孩子上课回答问题一样 举起手来 是经科 商量进山 爱上听书 小重录制 经科是受到燕国太子丹的指派去刺杀秦王的 而燕国的底气 只怕就是这个东西 我指的指万师诀 有万师诀 镇压国运 燕国不可能这么命短 事实上 燕国本身已经是战国后期 唯一有能力跟秦国一战的国家 他们也战斗到了最后 即便齐国灭国比燕国晚些 但齐国却是自己投降的 真要算出抵抗到最后的一国 那就是燕国了 荆轲次秦跟这块万师诀有什么关系 严建设还是不懂 我耐心解释道 我刚刚说了 有万师诀 燕国就有机会成为战国霸主 太子丹派遣荆轲次秦 也是天命所归 几乎万无一世 但是 他永远也想不到的是 秦始皇室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玄学大师 他看过天书三卷 本身已经不受天命所控 荆轲万无一世的计划 也就因此而失败 要是没有三卷天书 我们古代的历史 就可能会因此而改写 燕国灭亡以后 这块万师诀 不知道被存放在哪里 总之不会是什么 很容易找到的地方 否则 太子早就被人找出来了 不可能等到现在 才被我们看到 李宗林介绍我的话 最安全的地方 当然是墓穴了 万师诀 随着燕国的某一个大人物下葬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这块万师诀 被秦始皇得到了 我刚刚说过 秦国的万师诀 只能镇压在首都 放在边陲 会影响国运 不能助他开疆阔土 但是 从外人那里 得到了万师诀 就要反过来了 这也很可能是 秦始皇 镇压大小五行局 用的东西 这么说 我们要找的大小五行局 岂不是 已经被人破了 魏婷的思维 总是这么敏锐 一下子 就抓到了问题的关键 我盯着李宗林 这个问题 现在大概 只有李先生 能回答我们了 李宗林笑了笑 本来还想等一下 给你们一个大惊喜的 没想到 你们几个都是十足的妖孽呀 罢了 就现在说吧 李宗林点了一支烟 其实这个王福凯 一直以来 也算是霍先生手底下的 原德力干将 我点点头 当时的国运局崩塌的时候 王福凯是走在最前面的 当时我最先反应过来 要去找出口 而王福凯竟然在我前面 就只能证明一点 这个人是被霍展厅 留下来断货的人 他一直守在入口的地方 这个断货的位置 非常的重要 不是特别信任的人 霍展厅不可能 让他担任这个位置 后来王福凯最先出去 出去得急 忘了出口处 有一个大转弯 第一个坠落下去 后来 又有一个人 砸在了他的身上 让他落了个半身不随 在那以后 我就没有再见过这个人了 霍展厅做的买卖 可是抖抖 能成为他的得力干将 显然王福凯 在这行里 非常的堵门道才行 现在看这柜子里的东西 就不难判断 王福凯的祖上 大概就是做这个的 我先说说这个王福凯吧 他跟随霍哥以后的事情 我就不提了 据说他原来在东北时期 据他所说 他的父母 爷爷 姥姥姥爷 祖上都是吃这一碗饭的 在他小的时候 他的父母一起做了一次大的 听他说 那次出动 他们家族几乎全部出动了 那次的收获也不少 李宗林指的是 被我打开的那个柜子 接着说道 这里面 就是他们家族那次的收获 这是 那一次以后 他们也不知道 到底撞了什么鞋 集体生了一种怪病 最先是他父母 在三天之内死掉 紧接着一个星期的时间内 先各自回家的 其他几个亲戚里边 也都传来了消息 得疾病身亡 最后活下来的 只有年纪很小的他 以及他那个当年因为年纪大 没有吓到的爷爷 他爷爷待了他几年 教了他一些本事 后来也死了 之后 举目无亲的王福凯 就选择了独自南下 遇到了我和霍哥 这些事情 他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我知道 做倒抖这一行的 出去混的话 一般都对自己的家事 选择隐瞒 李宗林回答 就在你昏迷的这一个月里 有一天 我想到自己 好像听说过 王福凯是从东北来的 想着他呀 对长半山的事情 可能会比较熟悉 于是就去找了他 想问问他长白山下 有没有什么叫长生的地方 然后呢 我瞪到了眼睛 这还当真是 山崇水赴无一路 六万花明又一村呢 长白山几乎占去了 东三省的整个东半部 来之前我就在担心 这一行至发非常的艰难 没有目的性 想要在茫茫大山中 找到目的地 无异于大海捞针 一开始 我只能寄希望于 长白山天池 这一类比较有名的地方 要是连这些地方也找不到 那就只能慢慢的去搜寻了 这样一来 有可能一两年都不会有结果 可是 现在看李宗林的意思 其实他早就有了线索 我那天问了他很多 长白山下有没有什么跟长生有关的地名 甚至跟道家相关的东西 我都仔仔细细地询问了一遍 可是最后的结果却不是让人很满意啊 我苦恼的时候 嘴里默念的那一句 长白山下长生棉 一个字一个字在念 想要从中找到合适的线索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福凯给了我一个档案 我们一个个都收起了耳朵 知道 现在李宗林大概是说到关键的地方了 咚咚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严建设第一个站起来 八载窗户口看了看 外面太黑 又下着大雪 看不到人 出去看看吧 我也站了起来 却打开房门 来到院子里的时候 看到外面的人也打着手电筒 仔细一看 来人居然正是 下午载我们过来的司机 他手里抱着一个 用布包起来的大包袱 看到我出来以后 对我招了招手 大声叫道 小老板 过来接一下 我担心你们晚上睡得不安生 来给你们送点能用的东西了 我连忙招呼他进来 当然他进屋的时候 激情的李宗林他们 已经把柜子的门给关上了 那会儿他们也不敢碰他万事觉 也被他们放了一件衣服 给挡了起来 进门以后 我才注意到 这司机师傅不仅仅抱着一个包 背上还背着两个 你们呢 可别嫌弃啊 这些东西虽然旧了 但是还能用得上 暖和得很 司机师傅说着 就解开了一个大包袱 里面有好几件棉衣 老旧是老旧的一些 但都是货真价式的棉衣 跟霍晓灵他们几个 现在穿的差不多 这里还有几床棉被 司机又把另外的两个包袱 放了下来 但是没有打开 我们几个连声道谢 这司机师傅人非常的好 大咧咧的摆摆手 小事小事 既然你们跟王哥是朋友 这点东西啊 都是应该的 你们就收下吧 哎 你们既然已经有了棉袄了 我就说 王哥的朋友来这里 王哥不可能不交代一声的 多谢了 那个 李宗林想了一下 还是问道 既然你也在这个村子里生活 那你认不认识 一个叫孙辉的人 我就是啊 司机一本正经的回答 你是孙辉啊 可是 李宗林上下扫视着 面前这个人 王富凯跟我说 孙辉是一个身材 不算太高大的人呢 哎呀 阿门东北人 哪有不壮事的 王哥当年走的时候 我青春期都还没过呢 当然显得有些瘦小了 再说 他这么多年 没回来看了 当然不知道 我现在长什么样子 孙辉笑得很开心 李宗林说出了他的名字 显然更能证明 我们确实是王富凯的朋友 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一下子拉近了一些 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李宗林的脸 马上拉了下来 脸上没有半点的笑容 你当真是孙辉 那么山下山 你知道是哪儿吗 听到这句话 孙辉整个人 好像都定格了一样 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 不可思议的看着李宗林 你 你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王哥跟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宗林的表情松弛了一些 非常亲近的关系 或者说 我也算是他的半个老板吧 孙辉垂下头 隔了半天 嘴里才轻飘飘的 冒出来这样一句话 难道这么多年过去了 王哥到现在 还在做这些生意 当年的事 他都忘了吗 正是因为想查清楚 当年 你们这些族人死去的真相 他才托付我 一定要过来帮他 他现在 已经不能动了 我唯一能帮他的 就只有这些了 也不知道 李宗林 究竟是献编的 还是提前准备的复稿 总之说话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 尤为震动 说到最后 眼角竟然也泛起了泪花 无论怎么说 我跟老王也算是 这么多年的兄弟了 他的请求 即便再难 我也要答应下来 在来之前 他告诉我 孙辉是他唯一一个信任的人 如果到了这里 找不到帮手 可以去联系这个人 孙辉低头不语 沉默了足足五分钟 才终于抬头看着我们 当年的事 教训已经足够的多了 山下山那种地方 当年即便是 我们孙王两家 全部的壮年 最厉害的那一批人 集体进去 也都没有一个人 能活下来的 我不想去那个地方 如果你们想去 在附近 找其他的古墓 我可以帮你们 看得出来 孙辉对于当年的事 记忆犹新 他的父母 应该也是在 那个时候死去的 但是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他的年龄 比王富凯还要小 这件事 对他的影响 比对王富凯更大 我们不会要求你 跟我们一起去的 只是想让你 帮我们确认一下 山下山的位置 李宗林说出了 自己最后的请求 那孙辉明显是 松了一口气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帮你们 但是 我要提醒你们 那个地方 真的不好去 你们几个 还带着三个小姑娘 真的碰到了危险的事情 中了邪 再后悔可就晚了 放心吧 我们都早已经决定了 李宗林自信的 看了看我 我的嘴角 却在这个时候 抽动了一下 怕是跟严建设一样 连李宗林这么精明的人 对我的信心 也几乎到了一种 盲目的地步 他敢带着 左倾心和霍晓玲来 他还认为 天底下没有什么邪 是我解不了的 孙辉又与我们 多说了几句 甚至 还没来由地 对我们提起了 他这些年的生平 自己捣过的斗 赚了多少钱等等 这是个极聪明的人 说这些 是为了让我们安心 等到送孙辉离开 李宗林回到房间以后 对我们几个探探手 现在明白了吧 长白山下长生棉 这句话 我们从一开始就断错了 这句话 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长白山下长生棉 长白是指着长白山脉 山下是指着山下山 而并非我们之前 所理解的那种 简单的长白山下 而且 李宗林粗略的 把自己后来 跟王富凯的对话 说了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山下山 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知晓的 不单单正经的文献里面 没有记载 甚至 就连本地土生土长的人 也不知道 山下山 是王富凯他们家 一次外出打猎的时候 碰到雪崩 躲在一个山沟沟里的时候 发现的 据说那个山沟沟 非常的不好找 沿着山沟沟走 中途会发现 一个很窄很窄的山峰 那山峰 能容许一个人通过 里面还能通风 当时王富凯家里的长辈 是为了躲避雪崩 来到了这里 可是躲过雪崩以后 那个人凭借着自己 捣走多年的敏锐嗅觉 察觉到了那里的异常 就进去看了看 果然 在沿着山峰走了一段 很长的路以后 他走进了一个山洞里 并且看到了一扇 好几米高的大铁门 大铁门外面有一块碑 是用仙旗历书写出来的 名字就叫山下山 王富凯之所以 一定要让李宗林去找孙辉 主要是因为 那个地方 即便描述着再怎么详细 不亲自去转一圈 根本不可能找得到 那条山峰 只有他们两个家族的人 才能找得到 孙辉答应带着我们 去找山下山 李宗林心里的石头 才算是落地 站在他的角度来说 只要能找到入口 这一次的行程 就算是成功了大半 众人都很高兴 虽然说有点晚了 可是李宗林的话 还是带给了大家很大的惊喜 李宗林拍了拍我的肩膀 长生啊 你知道吗 刚刚当你指凭一块万事诀 就说出来这么多东西的时候 你在我心中的地位 几乎一下子就走向了神坛 我想 我现在的脸色一定非常的难看 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过了今天晚上 你们几个人都马上回去 我看着霍晓玲他们三个女人 非常的认真 这件事可不是说着玩的 弄不好真的会有生命危险的 诚诚啊 你不是在说笑吧 这么多危险的事情 我们都过来了 还能有什么比我们经历的那些 还要危险的呢 严建设是在跟我说话 但同样也是在安慰着旁边的三个女人 李宗林虽然没有说话 但也是持否定的态度 第一 站在他的角度来说 魏婷一定不能走的 他和霍展亭还需要魏婷这个人 更需要魏婷的姑姑 所以整件事情魏婷必须参与进来 而我就相对简单的多了 我把魏婷当朋友 仅仅是简单的不想让她设限 左轻轻更没有直接参与这件事的必要 至于霍晓玲 我反而是最不担心的 无论怎么样 她的身体里都有一个最大的保命福 她生存的能力甚至比我还强 她们都不明白万事觉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理解 可是现在无论我怎么说 三个女人就是不愿意离开 后来李宗林干脆又抬出来两个黑色的皮带子 才算是把话题岔开 与我想的一样 那两个黑色的皮带子里面是很多的棉被 但是那些棉被中间还裹着四杆猎枪 这才是霍展亭真正准备的东西 我不知道霍展亭究竟是怎么弄到这些的 不过仔细想一想 整件事情有周觉的参与 一切似乎也不是很难理解 第二天一大早 我刚醒来的时候 透过窗户 一眼就看到外面有着非常厚的一层积雪 雪层的厚度几乎到了窗户 打开房门 又能看到七十多公分厚的雪 孙辉穿着非常厚的棉袍来找我们 这个人几乎都淹没在雪里 进门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找我们商量进山的时间 现在显然不是进山的好时候 今年的雪出奇的大 已经进了正月了 显然还能下这么大的雪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 现在别说进山了 我们想走出村子都非常的艰难 李宗林唯恐迟责声变 这一次 毕竟是除了霍展亭之外的 所有人集体出动 动静怕是不小 扑的时间越长 对我们越不利 他坚持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山 并且对孙辉许下了重力 而且只要求 他把我们带到山峰的地方 就能得到他一辈子 也赚不到的财富 孙辉犹豫了很久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大雪依然没有要停歇的意思 再等下去 只怕情况会更早 必须马上做决定 如果你不愿意 我们下午就自己动身 李宗林 一脸要放弃的样子 但是我知道 这李宗林 和这霍展亭的军师 他这样说 就肯定已经摸准了孙辉的脉 最后再加一把火而已 果不其然 孙辉咬了咬牙 好吧 我们今天就出发 但是丑话说在前途 我只带你们到山峰的入口处 行 李宗林当场 开出了一张纸票 你要是信不过我的话 这张纸票 我现在能给你 不用了 还是留在这里吧 孙辉接过纸票 拿着一个茶碗 把它压住 这种时候锦山 能不能活着出来 还不一定呢 拿着这个东西去 不是白瞎了吗 还是留在这里吧 等过几天我媳妇 等不到我回来 自然能找到这里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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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